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385集 静待时机 这一整天 静待非都是心神不宁的 不时看向外面的天色 似乎在等待黑夜的来临 又似乎是害怕黑夜的来临 每过一段时间 她就会给身边伺候的人下达一个命令 诸如 去 给本太妃卧房里 多放几盏烛灯 本太妃晚些的时候要用 伺候她的人回答 是 本太妃不欢喜外面这片竹林子 去找人 给本太妃砍了 三姑姑面无表情的 静太妃 这院子里是皇后娘娘的 地草一幕 皆是王爷亲自为皇后娘娘准备的 太妃住在这里可以 不得动这里任何东西呢 你 静太妃气急 你这老贱婢 给本太妃滚出去 三姑姑微微弯腰 是 奴婢告退了 去外面 给本太妃买一条黑狗子来 本太妃要养狗 据说纯黑毛的狗能够通灵 若是真有魂魄靠近 这畜生会早早开轿的 而这一番折腾下来 夜晚终于再次来临 摄政王府的主院 静太妃 轻易就让姐姐下晕过去了 胆子那么小 当年是怎么敢做出 那样恶毒的事情来的 小猪一边帮着凤云青 画着惨白的死人妆 一边如是道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他心虚 自然会胆怯 今晚 我再给他加点猛料 也要注意安全 莫要忘了 他极有可能是毒王的徒弟 毒王自诩毒树天下无双 想是也会担心 衣钵无人可传 收一个徒弟传授自己毒树 也是理所应当 那静太妃后宫多年没有子嗣 或许就不是天生的 而是修炼毒树所致 而且那赤血炎毒 也是毒王炼制出来的剧毒 放心 我有秘密武器 只要他敢散毒 我肯定能够分辨出来 到时候会及时避开的 秘密武器 姐姐 你有什么秘密武器呀 小竹好奇地追问 风云青看了他一眼 一脸的高深莫测 天机 不可泄露 一毒系统小蛋的事情 他只打算让薰原一来一个人知道 一来是别人他也不能够全然地相信 二来 能信任的几个人 也未有薰原一来一个人知道 这东西的存在之后仍旧能够保持淡定 既不会起别的心思 也不会过多担心 那 我们现在就过去吗 风云青不肯说的东西 小竹就不会再问 他如今更加关心今晚的战绩 今晚我们不用去得太早 你给我化完妆就去歇着 我要等到凌晨 靖太妃熬不住的时候再过去 他自己不太会化妆 就先让小竹来给他装扮上 凤云青和薰原一兰都认为 经过了昨晚 靖太妃肯定会有所准备 他定然会在屋子里面加许多烛火 还让外人在外面守着 而他呢 会在屋内死死撑着 瞪大眼睛 绷紧神经 等着先皇后的鬼魂的到来 若是这时去吓他 说不定会让他看出一些端倪 但是如果等到他熬不住 疲惫不堪 精神也跟着虚弱 才更好地让他相信 这鬼魂是真实存在的 而另一边 靖太妃果真如同凤云青 和薰原一兰猜想的一样 穿戴得整整齐齐 甚至化了精致的妆容 戴上贵重的首饰 正精神抖擞地坐在椅子上 为了防止身后出现什么情况 他这把椅子还是贴着墙放的 背后就是坚实的墙壁 让他觉得甚是安心 哼 这世上哪儿有什么鬼魂 本太妃今日就是要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人 胆敢在本太妃面前装神弄鬼 靖太妃的语气阴冷 自言自语 他当然只能自言自语了 昨晚的梦里的事 他虽然怀疑 但是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为了让自己保持绝对清醒 他还在屋子里面点燃了醒脑的香薰 可是都已经半个时辰过去了 一个时辰过去 两个时辰过去 别说是人的影子 连鬼影子都没有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386集 有鬼啊 静太妃坐到腿脚发麻 又起来转了不知道多少圈 她甚至大着胆子 却打开窗户往外看了好几遍 可还是什么都没有 她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只能一个劲地安慰自己 哼 本太妃就说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魂 就算有 也定是有人故意为之 想吓唬本太妃 你们还嫩了点 本太妃行得正 做得直 是真正金贵之人 自然有上天必有 哪里轮得到你们这些萧小之辈 算计本太妃 定是知道本太妃在这里等着 怕了本太妃了 才不敢过来了吧 别说是人 本太妃就连 就连鬼来了 本太妃也照样教训 什么也没有 根本就什么也没有 昨晚的 只是一场梦 但是本太妃不怕 本太妃什么都不怕 就算是在梦里 本太妃也半点不怕 先皇后有什么了不得的 不过就是个蠢货 以为她自己很善良 很大方很好吗 那不过都是她内心恶毒的障眼法 否则 她为什么不说服先帝 让我的名字登上荒族的族谱 她为什么不肯让先帝 给我一个实实在在的名粉 她就是个虚伪作作的贱人 贱人 活着都斗不过我 死了还想吓唬我 没门 越是这么自言自语 靖太妃表情就越发的疯癫 你来呀 你从地狱里爬回来见我呀 我今天就要看看 你敢不敢来 她转着圈 私下里看着 满屋子的烛火将这里照得亮如白昼 可还是看不到半点 让她可以与之对抗的东西 她不禁有些恼火 心中的恐慌消失了大半 又冲到了门口 将那个丫鬟拖了进来 啪的一巴掌 甩在丫鬟的脸上 你这贱婢 不是说晚上会听到声音吗 你现在告诉本太妃 哪里有声音 哪里有 奴婢 确实是奴婢听错了 丫鬟挨了打 却也并不敢反抗 只跪在地上 不断地认错 太妃娘娘 像是奴婢有耳机了 奴婢今晚 确实还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也未曾见过什么别的东西 都是奴婢的错 奴婢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 胡乱说话 还请太妃娘娘恕罪 说着 丫鬟悄悄抬起了头 看了眼靖太妃 又迅速低下头去 太妃娘娘 叶脸娘 你只穿了这么一件红色的单衣 恐会伤了身子 说是你还不想睡 不说奴婢 却拿外衣过来给你穿上 丫鬟不说 靖太妃还不觉得冷 可丫鬟这么一说 她便感觉身后有冰冷寒一层 后几倍传上来 到了头顶 又像是一张网 笼罩住她全身 让她不自觉打了一个冷战 等等 什么红色单衣啊 她今日穿的明明是白色单衣好吗 想到了这儿 靖太妃猛地低下了头 就看见自己衣裳 确实变成红色的 如血一般飞红的颜色 而这红镜像是血一样 可以流动着 不断地变浓 连她鼻端处似乎都能 嗅到那股腥臭的血味 轰了一声 被关得紧紧的窗户 再次被很大的风吹开 阴冷冷的风吹进来 竟是准确无误将屋子中 所有的烛火都吹灭了 有鬼 有鬼来了 丫鬟惊恐地叫了出来 靖太妃原本还算淡定 可被丫鬟这么一喊 心一下就悬起来了 屋子里面是漆黑漆黑的 窗户外面也是漆黑漆黑的 只有那一片竹林被风吹动 发出沙沙沙的声响 阴冷的风似乎已经将人包围起来 黑暗中的未知充满了各种不安全 早已经疲惫不堪的靖太妃 这是强承起所有的精神 历声地问道 谁 是谁在装身弄鬼 给本太妃滚出来 本太妃告诉你 本太妃不怕你 一点都不怕你 一声轻笑 就在耳边响起 刺激的靖太妃身体骤然僵住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八十七集 妹妹 你好狠的心啊 妹妹盼着姐姐过来 姐姐过来了 妹妹 妹妹 却又怎么不欢迎姐姐了呢 一瞬间 屋子里面的烛火 重新燃烧起来 只是这一次 那些烛火却都是忧虑忧虑的 鬼火 这是鬼火 鬼来了 鬼真的来了 丫鬟 丫鬟跳起来 拔腿就要往外跑 门一推开 就对上了一张惨白惨白的鬼脸 她伸手指着那张脸 啊啊的大叫 鬼 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一个劲的磕着头 鬼大仙 奴婢从来没有做过怪事的 奴婢家里 还有一个八十岁的奶奶 和她还在闯的母亲 下面还有个幽敌 后代婆 救救你 您少过奴婢吧 奴婢一定会给您烧鲜烧纸的 救您少了奴婢 靖太妃朝着门口看过去 却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只有丫鬟在不停磕头 将头都磕出了血 你这奸婢 你到底在做什么 什么鬼活 什么鬼大仙 不过是些小把戏 本太妃才不 最后的一个帕子 被靖太妃生生吞了回去 因着丫鬟就在这时 转过了头来 她的脸边的没有一丝血色 两只眼睛散发出忧虑的光 有黑色的血 从她眼睛中流出来 她的嘴角勾起了 一抹诡异的笑 发出靖太妃 无比熟悉的声音 妹妹 什么是小把戏 是指 你给长姐下毒这件事吗 妹妹 你真是好狠的心呢 你送的玉佩姐姐 都一直贴心带着 若非到了阎王殿里 阎王爷亲自与姐姐说 姐姐还不敢相信 这玉佩里面竟然是藏着毒的 你害得姐姐好痛好惨呢 你看看姐姐这张脸 都已经将赤血炎都变成黑子黑子的了 你再看看姐姐这手 丫鬟僵硬地伸出手 衣袖扯开 上面竟是只剩下了森森白骨 而后 皮肉还是生长在上面 长一半却又开始掉落 那场面 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金太妃惊叫了一声 冲过来一脚踹在丫鬟的肚子上 你去死 你这该死的贱人 本太妃不会怕你的 绝对不会怕你的 你去死 去死 就是这么一脚 丫鬟还真叫她踹在了门外去 身体倒在了地上 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 风将她裙子吹起来 盖住了她的脸 也看不到那条恐怖的手臂了 金太妃等了半天 也没有见丫鬟再爬起来 这才心里稍微安稳了一点 可就在这时 肩头却露了一个重量 阴冷的女生在耳边说道 妹妹 姐姐都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还要怎么去死啊 嗯 金太妃猛地偏过了头 就瞧见肩上放着一只森森手爪 没有半点皮肉 却泛着黑子 她猛地伸手想去拍打那只手爪 可手伸到了一半 却想起来 自己若是碰到那手爪也会中毒的 是以她迅速从自己衣袖中 拿出一副特制手套 戴在自己手上 而后更是将一瓶不知道什么东西 朝自己身后一洒 之后迅速逃开 转过身去 她看见那一副人骨 像是有生命的人骨一般 正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 一点点被融化的骨头 突然抬头 望着金太妃一笑 掉下了一颗牙 妹妹 这是绒骨粉 又加了毒 可惜啊 这副骨头也不是姐姐的呢 你知道的 姐姐的遗体 已经和皇上一起葬了 话音刚落 那副人骨就一周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消失在了金太妃的眼前 当白骨彻底消失之后 远处的床榻上 却做了一个人 不 是一只鬼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八十八集 她回来了 床上坐着的那只鬼是 仙皇后的脸 穿着仙皇后寝食最喜欢的衣服 手中还拿着那块 藏着赤血严毒的玉佩 玉佩已经碎了 里面的毒丝钻进她身体里 却又从她身体中钻出来 像是以她身体为生长源 长出千千万万根毒丝 在她身后肆意生长着 越来越长 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朝她这边蔓延过来 赤血严毒的滋味 妹妹亲自尝过吗 就像是有一把火 日夜不停地烧着你的五脏六腑 甚至烧着你的灵魂 将你身体中每一滴血液都烧干 痛苦不堪 却又不得解脱 那是你活该 靖太妃恶恶狠地道 谁让你不肯让皇上封我做贵妃 谁让你不肯说服皇上 将我的名字写上皇室族谱 谁让你蠢 姐姐 你生来就占尽了好处 你是千金贵女 你是先帝亲典的皇后 你母仪天下 你雍容大方 你高高在上贵不可言 可我呢 我只是个继子的女儿 我做什么都要被你强压下一头 就连同是进宫做皇上的女人 你也能得到那么多的宠爱 我却只能在宫里寂寞孤独冷 我恨你 你这个虚伪的贱人 你就该悲惨地死去 可是姐姐对你不报答 若非是我 你连家门都进不了 若非是我 你连踏进宫门都踏不进去一步 若非是我 你在宫里生活这么多年 不可能活得那么安稳自在 若非是我 你也不会成为静太妃 我对你这么好 你却恩将仇报 趁着我怀着兰儿 竟对我们母子下这种剧毒 你才是最恶毒的人 是要怎么样 静太妃恶恨恨地道 不毒不狠 怎么才能爬上高位 姐姐 你的善良 只是愚蠢 所以你死了 变成了一只鬼 我还活着 我还是这 宣言王朝的太妃娘娘 莫要忘了 你总会死的 如你这般心思恶毒的人 死后下地狱 过刀山下游锅 都是要历经百般酷刑 永世不能超生的 你对我做的事情 我会让你活着偿还的 话音落了音 外面有狂风吹过来 静太妃睁不开眼睛 急忙用袖子遮理一下 等到风平浪静 屋子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了 那些幽绿的烛火恢复了正常 窗户仍旧是打开着的 门也打开着 丫鬟就倒在了门外 额头上面还有血 屋子里面仍旧是阴冷冷的 但似乎危险已经过去了 静太妃虚软地跌坐在了地上 嘴里喃喃着 她回来了 她真的回来了 这世上真的有鬼魂 真的有 就这么一小会儿 她身上冒日的冷汗 已经足够她的衣裳都进食 冷风在一吹 冷得她直打哆嗦 她的身体和心灵都急剧地疲惫 自然也没有注意到 那一丝丝钻进她鼻端的异箱 没有一点点的防备 她就昏倒了过去 第二日清晨 太妃娘娘 太妃娘娘 您醒醒 静太妃只觉得自己脑子昏昏沉沉的 直到听见有人喊她 她才猛地睁开了眼睛 瞧见是那个丫鬟在喊她 她又迅速坐了起来 寺下里一看 屋子里面干干净净的 昨晚点的那些蜡烛都已经燃烧殆尽 香炉里面的香薰也只剩下了一点余烟 丫鬟穿戴很整齐 就站在了自己床榻边上 最让她瞠目结舌的是 她昨晚明明瞧见丫鬟额头都磕出血 可如今这丫鬟额头上光洁白皙 别说是血 连点青子痕迹都没有 太妃娘娘 您这是怎的了 丫鬟似乎什么都不知道 眼神清澈的 太妃娘娘恕罪 奴婢本言不想打扰太妃娘娘暗睡 可这都快晌午了 太妃娘娘还沉睡着 奴婢只能将太妃娘娘喊醒了 太妃娘娘 您是不是身子有哪里不舒服 不如奴婢去请个大夫过来给您瞧瞧 姓太妃一把揪住丫鬟的衣裳 你说 你额头上的上哪里去了 本集部讲完毕了 也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八十九集 恶梦连连 昨天晚上 他明明见到了先皇后的鬼魂 这丫鬟也在其中 怎的今日却又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难道又只是他做的恶梦吗 什么伤 奴婢没有受伤啊 昨天晚上 你忘了吗 本太妃和你一起遇到了鬼 你还向那鬼磕头求饶 说自己没做坏事 求他放了你的 将额头都磕破了 静太妃死死盯着丫鬟的脸 想要看出一点蛛丝马迹 丫鬟却一脸茫然 什么鬼 娘娘 奴婢昨天晚上一直守在门会 连半步都没敢移动 你也一直在房间里睡得安安稳稳的 他又伸手摸了一把自己额头 奴婢也没有向鬼求着 太妃娘娘 您看 奴婢哪里受伤了 说到这里 丫鬟像是听到了什么 对静太妃道 太妃娘娘 莫不是您听到了什么 话说到了一半 他似乎想起来自己因为乱说话挨过打 又赶紧闭上了嘴巴 奴婢管好自己的嘴巴 什么也不说 太妃娘娘 奴婢昨天晚上确实什么都没看见 也什么都没听见 您的脸色不太好 这是做噩梦了吧 不如奴婢先伺候您梳洗 您再去外面林子里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想是会好许多的 静太妃深深看了眼丫鬟 却始终没能从丫鬟脸上看出些什么 她心中清楚 这丫鬟未必对她是真心的 但是因为丫鬟的死气捏在了她的手里 丫鬟讨好她 对她好一点 也是理所应当 只是这丫鬟 却总是让她不能放心 吃了 静太妃想了想 拿出了一颗药丸子 递给了丫鬟 太妃娘娘 这是何物 丫鬟好奇地问 毒药 毒药 静太妃冷冷地道 本太妃来轩辕皇城之前 找毒师买的 你若是果真对本太妃忠诚 就吞了这毒药 解药一跃一次 本太妃会给你的 若是你胆敢做出半点 背叛本太妃的事情 没有解药 你就会蹊跷流血而死 太妃娘娘 奴婢不敢背叛太妃娘娘的 丫鬟又跪下来 诚惶诚恐道 那就吃了这毒药 否则 本太妃凭什么相信你 丫鬟犹豫一下 只好伸出颤抖着的手 将那颗毒药接了过来 当着静太妃的面 吞到了自己肚子里面去 你昨晚 果真什么动静 也没听到过 静太妃又问 同时揪住了丫鬟的头发 将她的脸拉到自己眼前 用另外一只手 去使劲扯丫鬟的额头 直到将丫鬟的额头都揉红 也没有发现半点伤痕 她的心情 顿时间变得很复杂 果然没有伤 那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要怎么解释 先皇后质问她恩将仇报 莫非都只是 她自己梦里面想象出来的吗 太妃娘娘 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奴婢想 定是太妃娘娘这几事 太过于疲惫 都用过了午膳 还是请个大夫 过来给太妃娘娘瞧一瞧 这大夫院子里是有的 就是给柳小姐制伤的那一个 听闻大夫的医术不错 小姐的伤口已经开始结痂了 再过两时 或许就能下床塌了呢 丫鬟说得轻松 像是真的没有被鬼魂吓到似的 靳太妃再有怀疑 也只能选择相信丫鬟 并且同意了丫鬟说的 请个大夫过来看看 她的身体情况 许是真的因为太过疲惫 才会噩梦连连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几 风雨前夕 过了午膳 大夫过来了 给靳太妃把了脉 只说靳太妃亏了气血 精神不济 需要好生歇息之类的废话 靳太妃只好让大夫 给她开了一些 安神类的药物 她确实是有一身的毒术 但是对医术却不是很了解 大夫说什么便是什么吧 可是自从这一晚开始 靳太妃就开始真的做起了噩梦 梦里既是多年前宫里的一幕幕 是她害死那些后宫嫔妃 她算计先皇后的场景 甚至再远一点 只是她还有几岁大便被毒王 抢掠到了深山之中 将她当成嗜毒的人 一次又一次为她吃了各种各样的毒药 将她生生泡在各种毒物里 后来将她没死 又收她做了徒弟 让她去炼制毒药 毒药和鲜血 残忍和死亡充斥着她的梦境 她一次次惊醒 冷汗沉沉 魂不附体 精神越来越不好 精像是得不到解脱了似的 直到凤云青生辰这一日到来 虽说今世的人都知道 凤云青是名副骑士的摄政王妃 可是她和徐云一兰之间 到底还是差着一场婚礼 事已 凤云青还是回到了仁王府 而这场生辰 自然是在仁王府办的 凤城中和桑敬香 自然不会在意这么多吃食 女儿长大成人 过生辰那么高兴 便就将府里面的好东西都拿出来 招待上门的客人 曾经有一些人 想试探凤家和摄政王府的关系 到底有多么亲密 也有人羡慕 嫉妒凤云青 有人想要趁这些场合 算计算计凤云青 可是经过了一场盛大国宴 凤云青与薛一兰还未大婚 凤云青的名字便已经登上 轩辕皇室族谱 众人难脸还会不明白 摄政王有多么在意自己的王妃 那胆敢算计凤云青 胆敢跟凤云青挑战的 业语同和江珠雪友多彩 他们也都是眼睁睁看得清清楚楚 谁又敢动什么歪心思 事已这场生辰宴会 反而干净了许多 前来的宾客们多是只谈笑风声风花雪月 不谈阴谋诡计 就连一些不大好听的话都说得很好 宴会上一派和谐 许多年轻男女还趁着有机会 在仁王府的美景美食中谈情说爱起来 快到晌午时刻 宴会厅的桌子旁边都已经坐得满满的 还有许多人宁愿站着也不想离开 凤城州赶紧让人去外面铺子里面 拿了更多桌椅板凳过来 摆放在了外面的大院子里面 以及院子旁边的林子里 好久好才照样送上 自然也无人敢嫌弃人王府招待不周 楚西燕将公主府里面的丫鬟 全部送过来帮忙 宣言一兰也紧急掉了府中侍卫过来维持好秩序 也防止有人趁机暗地里面做什么手脚 凤云青的生辰宴就变成了比国宴还要盛大的宴会 还有许多百姓不能进出府中 便都闻在府门口外面看 桑静香出来看了一趟之后 便让人沿街摆放了桌椅 或者允许所有百姓 可以将自己家的饭菜桌椅放到街面上 请了皇城里面所有酒楼的厨子 为全城百姓准备好了酒和饭菜 所有的开支便都由仁王府来报销 为此几乎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了主街上 举杯畅饮 共同庆祝永安郡主生辰 并且预祝永安郡主和摄政王大婚之喜 宣言名列听闻此事之后并也出了宫 沿街一路走到了仁王府 全城百姓都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 真诚地高呼万岁到他圣明 给宣言教了一个好郡主 胸有地公给摄政王安排了一门好婚事 虽说这较养和安排与宣言名列关系不大 可他听了也很是受用 后来还高兴下了马车 与民同乐 又给自己的亲卫下了命令 一定要维持好街面上的安稳 莫要出现一点点事迹 等到宣言名列走进了仁王府 楚云一刚好带着礼物也进了府门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一集 最是无情帝王家 云帝给永安送了礼物 全民内看着那些礼品箱子 抬进仁王府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朕今日却是空手来的 未曾准备礼物 与云帝这么一比 倒是显得朕小气了 啊 是朕用了点小心思 这并非都是朕给摄政王妃的礼物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乃是朕之前给摄政王妃的一些个药材 朕从万里之遥来到轩辕皇城 哪能带那么多好东西啊 可摄政王妃生辰 不拿出些东西出来 又恐引起轩辕的误解 到朕不够慷慨 只好东拼西凑这么一些个小东西 拨摄政王妃一个开心而已 列帝不管怎么说 都与凤小姐有妇女名分 如今凤小姐嫁给摄政王 又成了列帝的弟媳 长者为尊 列帝便是空手而来 也是合规矩的 只是不知今日这盛况 列帝要怎么看啊 听闻列帝不喜奢华 那么这些年过生辰 都是一切从简 连朝臣都不请 便只是与公妃一起用一顿 还算丰富的完善 最后几句话 颇有一些挑拨离间的意思 可毕竟功高震竹乃是大忌 只要薛恩名利的心思 稍微有一些不舒爽 楚云义就能够在他心神中 种上怀疑薛恩一兰 和风云青的种子 可薛恩名列只是笑了笑 朕之前册封永安 是觉得这个孩子 为时难得 从会大方 敢爱敢恨 更有大才 朕的女儿少 亦没有一个人 能集得上永安一半 朕让他做朕的女儿 也是占人亡夫妻的便宜 还是夜兰有出息啊 直接将永安的名字 写到我轩辕皇室的族谱上了 如永安这等妻女子 不管是做朕的女儿 还是做朕的弟媳妇 只要是我轩辕皇室的人 朕就是占了大便宜 朕高兴得很 就比如云帝输给了永安 不就得将楚国的这些个珍稀药材 往我轩辕送吗 这话说出来 顿时又将楚云义给掖住了 轩辕名列又道 再说 女儿家家的 也都是喜欢热闹的 生辰办的场面一些 有何不可呀 云帝若是也有这个本事 不如回楚国后也这么办她一场 顺便看看你楚国的百姓 会不会如我轩辕这般真诚的 给你庆祝生辰呢 哈哈哈哈 轩辕名列发出了一连一串爽冷的笑声 大跨步的进了仁王府的府门 那模样 像是比她自己过大寿还要开心许多 楚云一面色阴沉沉的 心情更加不好了 这轩辕名列当真有这么心胸宽广吗 还是她刻意演出来的大度 世人都说 轩辕的江山靠两个人撑着 军事对外有轩辕一蓝 朝堂内政有轩辕名列 轩辕名列叫列 可心子阴冷刚烈狂妄的 却是轩辕一蓝 轩辕一蓝自华 坐在皇帝位置上优雅的王者 却是轩辕名列 轩辕一蓝她是知道的 上一世 她到死都对轩辕的皇位没有半点想法 而且轩辕皇位 本就是她让给轩辕名列的 可是轩辕名列能够在皇帝位置上 做得好做得稳 那么自然代表轩辕名列是有这个有首万魄力的皇帝 哪里是只要有人善包容就可以的 帝王最要懂得的便是权力的制衡 可轩辕一蓝一直这么狂妄 难道轩辕名列就真的一点都不记得 不怀疑吗 人在那个位置上待久了 就真的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位置被别人抢走吗 身为轩辕至尊 轩辕名列就真的不介意 百姓对轩辕一蓝比对她还要膜拜信仰 真的不介意 人们说她的皇位只是轩辕一蓝让给她的 道她其实不如轩辕一蓝吗 帝王之家 怎么可能会真正有毫无记地的兄弟感情 带着各种不解和不甘心 楚云一收拾自己表情 也迈不进了仁王府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二集 生辰宴 宴会随着薛恩明烈和楚云一的到来 到达最为热闹的时候 当楚云一将那么多珍贵药材 交给凤云青时 前来参加宴会的一些个 御医眼睛都看知了 薛恩明烈想了想 自己空着手到底有些不好意思 便当即赐了凤云青一枚免死金牌 可以使用三次 却只到 只要薛恩王朝还在 这免死金牌便可以使用 也就是说 只要这免死金牌还能使用 凤云青的子孙后代都能够凭借此免死金牌免死 即便是谋朝篡位都没关系 如此一来 楚云一对薛恩明烈的不解又加重了一层 姐姐 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 便也送你一株草药好了 只是我可就只有这么一株 与皇兄给的那么多 却是没法比的 楚西言说着话 便送上了一个古朴的盒子 上次妹妹受邀到社政王府赏月 姐姐说起对一些个药材感兴趣 妹妹寻思着就这么一种是妹妹有的 便只好拿这草药 给姐姐当生辰贺礼了 说起来 妹妹还有些舍不得呢 风云青让人激怒笑着道 那天好 妹妹越是舍不得 我便拿得越是不手软 你送的定是好东西 不过 我可没有更好的东西回赠给你呢 皇兄 你瞧见了吧 我就说姐姐贪心 对待好东西 就像那皮羞吞财 只经不出的 楚西言扯着楚云一的袖子道 于是许多人一起跟着笑了起来 众人都心想 这西言公主还真是好手段 这么快就成了凤云青成人的妹妹 要知道 就算在正式的场合里 也有许多人想和凤云青 称姐道妹都失败了的 其他人就不说 就单说叶宇童将出血刘子贤三个人 谁在凤云青身上得到半点好处了 看来这以后啊 对西言公主 也得谨慎小心一些 吃吃喝喝了一阵 楚云一收到了消息 提前离席 楚西言扭了起来 继续陪着凤云青 一起给钱庆贺的宾客们回礼 宴会就这样热热闹闹到了晚上 却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去 因着大家都等着看 薛云一兰会给凤云青送什么礼物呢 摄政王送的 那定然是宝物 他们都无缘拥有的宝物 趁此机会开开眼 回去也能说上半辈子了 这次 薛云一兰给凤云青准备的礼物 却并不是什么西式珍宝 夜幕降临之后 在薛云一兰的准备之下 所有的灯火全部都暂时熄灭 薛云一兰站在了凤云青的身边 伸出一只手搂住她的腰 温和地道 开始吧 有数十人提着 用布盖住的大笼子过来 那笼子里面 隐隐透了一点淡淡的光 众人窃窃私语 猜测那是什么东西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 后世的照布被拿开 散发出蓝色光芒的大笼子 顿时呈现在了众人面前 轻轻 这笼子里的东西 便是我亲日为你准备的生辰礼物 薛云一兰说着 又做了一个手势 让人将笼子打开 众人这才发现 那些散发着唯美蓝色光芒的东西 竟然都是虎物 像是一种飞虫 一只只从笼子里面飞出来 千千万万汇聚在一起 将整个天地都装点的唯美至极 此为荧光蓝蝶 乃是南疆才有的一种蝶类 咒服夜出 然并不多见 南疆人 若是能捕获一两只 装在笼子里养着 便能用于夜晚照明 有一年我到那里 得知军中的将士患兵 便带人随大夫 一起进入深山寻草药 为军中将士 熬煮药汤 却未曾想 在山中迷了路 意外到了一处谷底 那是夜幕降临 整个谷中 都是翩翩飞舞的荧光蓝蝶 美轮美欢 一丝梦中 那时候便想着 让你也瞧一瞧这段美景 后来 我又带人重返的谷中 捕捉了这些荧光蓝蝶 精心饲养 死了一批 又生出好几批 总算能送你这么一场 像样的蝶光美景 全约夜晚说完这话 数不清的荧光蓝蝶 就已经在仁王府的半空中 翩翩起舞 所有的宾客都嘖嘖称奇 那些贵妇千金们 更是满心满眼的欢喜 随之而来的 也就是对凤云青的羡慕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二三集 穿肠破肚 不得好死 谁说这里物比不上那些个稀罕宝物 这荧光蓝蝶 一只就已经极为少见 更何况是这千千万万只 这不仅仅是靠着钱才能够得到 还要有充分耐心去饲养 更何况 这些荧光蓝蝶是 徐温义兰满怀对凤云青的 爱慕之意饲养出来的 而且懂艺术的人都知道 这荧光蓝蝶本身就是一种 极其难得的药材 待冬雪下来 荧光蓝蝶自然会死去 而这药材 也就等于到手 见到这样的美景 有一人为了自己如此煞费苦心 凤云青哪里会不感动 她望着那些翩翩飞舞的荧光蓝蝶 眼中溢满了欢喜和感动 随后还带上了点点泪光 此生此世 能得薛一来一人 她便已经心满意足 梓华 我好喜欢你送的这份礼物 凤云青好一会儿才舍得将眼睛 从美景中移开 转过了身 望着薛云一兰道 谢谢你啊 只要你欢喜便好 薛云一兰牵起了凤云青的手 能让你欢喜的事情 我都会去做 此一生 你是我唯一害怕失去的珍宝 相对偏僻的角落里 刘子贤坐在垫了十层软布的椅子上 依旧觉得身上伤痕折磨的她痛苦不堪 她一直都在忍受这种痛苦 即便汗水湿透了她的礼仪 她仍旧竭尽全力保持着还算端庄的坐姿 就是不想让别人瞧她笑话 可是面前的荧光蓝蝶是那样的碍眼 被荧光蓝蝶包围着薛云一兰和凤云青 看上去是那样的般配 他们般配什么 凤云青那样低贱的商女 凭什么就成为摄政王妃了 那个男人 本该是她刘子贤的 贱人 且让你在风光一时 当我刘子贤寻到了机会 定要让你长穿肚烂的 不得好死 黑暗中 刘子贤的眼睛脆着阴冷的毒光 将拳头捏得咯咯坐下 只是大家都在欣赏眼前的美景 倒是也无人注意的 而坐在了她身边的靖太妃 却是一副艳艳欲睡的模样 她接连做了好几晚的噩梦 甚至开始害怕黑夜的来临 今日到了仁王府来 身边的人多了 她这心中还算稍微安稳一些 换一遍上来 只是这样一来 就算她再看不出 尹萱一兰和凤云青 也只好暂时先放下 一心想趁着这会儿时机 睡一下 补补精神 可是就在这时 她的耳边又响起了 先皇后的声音 妹妹 妹妹怎能这么快就想睡了 靖太妃猛地进行 眼前竟像是蒙上了一层鲜红的血 妹妹 姐姐这几日都没有找你 你有没有思念姐姐啊 倒也不是姐姐不想来找你 只是严王非要我回去 与她说清楚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严王说了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三更之前 你就要为自己所做的恶事 付出该有的代价了 我便是来接你下地狱的 你胡说 靖太妃忽然站了起来 大喊了一声 我怎么可能会死 我怎么可能会下地狱呢 我是轩缘的太妃 你们都死了 就只有我还活着 我是要活过百年的 你们这些贱人 不要在我面前胡说八道 怎么就是胡说八道了呢 妹妹 姐姐说的可都是事实啊 你做了哪些事情 你心里清楚着呢 就只是你给我下赤血炎毒这一样 我也是要将你送进地狱的 妹妹 难道你至今都不愿意悔改吗 你害得我好苦啊 害得我那么悲惨地死去 害得我和我的孩子骨肉分离 害得我死后都要带着剧毒 你就真的半点回忆都没有吗 妹妹 认罪吧 黑白无常 马上就要来了 你活着不认罪 死了也是要认罪的 刀山油锅都在等着你呢 仙皇后的声音一直在静台飞耳边响起 后来直接变成了重复的一句话 认罪吧 你是个罪人 你害得我好惨 你该下地狱的 下地狱 下地狱 这时的静台飞再分不清 这是现实还是梦境 她突然跳了起来 朝着被荧光蓝蝶包围的凤云青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兼至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394集 内心崩溃 今日 凤云青生辰 去破天荒 窃了她最爱的红衣 穿着一身月白色长裙 上面笼罩着一层 淡紫色的荧光 一眼看过去尊贵优雅 她的长发随意地 披散在了肩膀上 此时 脸曲偏向了 轩云一栏那一边 从静台飞角度看过去 竟是与歇红后的侧面 毫无二致 是以静台飞便将她 看成是先皇后的鬼魂 又回来了 她起身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她 可是因为今日太过热闹 大家要忙着看周围的荧光蓝蝶 便也没有空多看她 直到 她经过几位客人的桌边时 顺手拿走 丫魂切果肉的刀子 刀尖对着外面 风乐式地冲 凤云青冲过去 不 我才不会认罪 我才不要下地狱 姐姐 我说过的 我不怕你的 我一点都不怕你 你活着 我能给你下赤血 淫毒送你去死 你死了 我也要让你魂飞魄散 我就是害了你又怎么样 谁让你一直 独占着皇上的宠爱 谁让你不肯说服皇上 让我成为皇室的人 谁让你善良你蠢 你做人的时候都斗不过我 因为做鬼就能吓唬得了我了吗 还去阎王那里高壮 想让我上刀山下游过 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你就算是个好人 也只能悲惨地死去 你的儿子 也只能日日夜夜 饱受吃血淫毒的痛苦 而我 就算是个祸害 也是要活万万年 想尽这世间的荣华富贵的 你还敢回来找我 我能杀你一次 就能杀你第二次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靖太妃说得越来越大声 最后干脆用吼的 声音精热而阴冷 带着森森的凶残 一时之间 所有的宾客都听到 靖太妃说的那些话 他们瞪大了眼睛 不可知心地议论起来 天哪 你们听到靖太妃 说什么话了吗 她说害死了谁 给谁下了毒 那什么 嗤血淫毒 靖太妃这是疯了吗 她拿刀子做什么 好像是冲着 永安郡主和摄政王去的 她这是想要刺杀 永安郡主和摄政王吗 这大庭广众之下 她是真疯了吧 她喊着姐姐 她的姐姐不就是 先皇后吗 都说先皇后是病逝的 可是 好像另有内情 哎呀天哪天哪 先皇后难道竟是 被靖太妃毒害的吗 这靖太妃竟然还说 先皇后 这蠢 她还讲啥 凤云青和薛月一兰 自然也听到 靖太妃说的话 两个人眼中都有些惊讶 他们倒是没想到 靖太妃竟会神志不清 到这种程度 敢拿着刀子过来 轻轻 莫怕 雪月一兰抱住 凤云青 没等靖太妃靠近 便一掌打了过去 掌风直接将 靖太妃拍飞 靖太妃的身体 重重砸在地上 闷哼一声 吐出了一口鲜血 可是当她挣扎 爬起来时 又瞧见一层鲜血的红 等那血色散尽 凤云青和薛月一兰 在她的面前 俨然变成了先帝 和先皇后 她又摇摇晃晃站起来 指着凤云青破口打骂 贱人 你这只会蛊惑军心的贱人 你怎么还没死 你竟然还敢在我面前 和皇上秀恩爱 你才是这世上 最狠毒的罪人 你抢我的男人 你活该被折磨至死 净飞 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先帝的声音 在净太妃的耳边响起 我没有胡说 净太妃恶呵呵地道 皇上 我对你一片痴情啊 你为什么就不肯 多看我一眼呢 难道就因为 我出生不好吗 可是我的出生 也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呀 我如果也能像这个贱人一样 生出来就是千金小姐 就是低章女 而不是什么下贱继子的女儿 我自然也会温柔善良 亲戚书画 无所不通 诗词歌赋 样样都比别人强 可我终究没有这个命 我不是她 所以我只能自己去争 自己去抢 你不是喜欢她吗 我就趁着她怀孕的时候 给她下毒 我得不到你 我不能生孩子 她也别想得到你 她也别想有健康的孩子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五集 丧心病狂 禽兽不如 静太妃在爬起来时 头上的发簪掉了 发脊散开 在荧光蓝蝶照亮的那一点光明中 只能看见她脸上 阴毒和眼中的凶残 是那样的害人 像极了从地狱中爬回来的恶鬼 争吟 丑陋 是一个毒妇才有的形象 听说摄政王府里 给先皇后设了一个牌位 这几日静太妃住进去了 她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依我看啊 她就是做了恶毒的事 心虚了 先皇后定是被她所害 可先皇后对她极为照顾啊 我听说当初她要进宫 一个妻子的女儿 连自家的祖谱都没有登上去 哪里有资格做先帝的妃子 可是先皇后为了达成她的要求 千方百计地在先帝面前为她说好话 这才使得先帝点了头 让她进宫做了美人 后来 也是先皇后一直帮助她 把好些功劳都往她的头上推 她才疯了妃 只是即便这样 先帝也并不喜欢她 鲜少在她宫里留宿 便是偶尔迫于先皇后的面子 去那么一两回 也是从未与她发生过什么关系 如此一来 她根本就不算是伺候过先帝的 名字有哪里有资格写上 轩辕皇家的族谱啊 原来就是这本 我还道为何这静太妃 明明是先帝的公妃 怎能去变成唯一一个 连皇室族谱都登不上的人呢 原来她根本没有伺候过先帝啊 可就算这样 公妃该有的待遇 她应该也是有的吧 可不是吗 先皇后还在世的时候 后宫谁认有她过得好呀 荣华富贵都让她享受了 偏还不用受什么苦累 虽说母族没承认她 先皇后仁善 却一直待她极好 甚至临去之前 还交代摄政王定要好好地照顾她 还让摄政王长大成人后 要保她终老 那先皇后对她那般好 她竟害嫉妒先皇后 毒害先皇后 这不是亨将仇报吗 谁说不是呢 这事如果是真的 哪里就只能说人将仇报了 这简直丧心病狂 禽兽不如 那你说她现在是怎么回事 怎能忽然就当众说出这些话来 莫不是真的疯了 我看有点像是精神太过疲倦造成的异想症 那桌子夫人不是说 靖太妃连着做了几日噩梦吗 这天黑了 心里有鬼的人就会发慌 我看她这是分不清现实和梦境了 以为还在梦里 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呢 人群的议论声越来越多 每一句却都是不利于靖太妃的 刘子贤听到了耳中 自然是无比的着急 她已经没有了异性郡主的头衔 也只能靠着靖太妃身份和位置 若是靖太妃再出了事 那她该怎么办 想到了这儿 她赶紧站起来 忍受着莫大痛苦跑到靖太妃的身边 一把拽住靖太妃的手臂 母亲 您这是在胡说些什么呀 没有的事 您这般说 便不怕别人真的信了 当您是害死先皇后的真凶吗 女儿知道 这些年 您一直都惦记着先皇后 觉得先皇后不是病死 而是被人给毒害了 是以您总是想象的凶手 毒害先皇后的过程 以至于想太多了 你自己都出不来了 仅将自己想象成那真凶了 可是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子 会害得自己被别人误会的 刘子贤说谎的本事见证 这么几句话 就想把靖太妃粉饰 是因为太过在意先皇后的死因 以至于自己入戏太深 这样的解释虽说牵强 可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更何况 此事涉及到已经去世的先皇后和先帝 谁又敢多做怀疑 这本是刘子贤的一片好心 可这些话露到已经魔杖的靖太妃的耳中 她却突然阴森森地惨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才是胡说呢 我告诉你 我就是毒死那个贱人的真凶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396集 不甘心呢 你知道毒王吗 你们知道毒王吗 那是我师父 我三岁的时候就被师父抓上山 各种毒药都承受了一遍 没死 反而炼成了百毒不棄 师父说我命硬 体质是百年一遇的耐毒体质 便收我为徒 将他一生的毒术都传授给了我 后来 我千方百计地找到父亲 想着靠一身毒树为家族做点贡献 也尝尝人上人的滋味 谁知道 那老东西竟然不肯认我 还到他当年与我母亲发生关系 不过是小人算计 是小人算计又如何 作用我已经生出来了 我是他的女儿 他不该对我好吗 他不要我 倒是长姐那个蠢货收留了我 他是天仙 人后善良 我是臭臭 活该被人捏死 可是我不甘心呢 同样是要做一世人的 我凭什么就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就给父亲下毒 早早地送他下了地狱 府里所有看不起我的人 我都让他们去死 后来死的人多了 我干脆制造出一场疫病 消除所有的痕迹 你们知道吗 我是毒树很好的 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杀死 连骨头喳喳都不会剩下 母亲 别说了 别再说了 您饿多了 一定是饿多了 我们回去吧 刘子贤的脸色变得惨白惨白的 他知道 再让靳太妃继续说下去 他和靳太妃都死定了 他只好再次上前抱住靳太妃 想要将靳太妃强行拖走 可他本来就是受了杖刑的人 伤口不过才刚刚结巴 本就痛得快又受不住了 靳太妃此时又呈现疯癫状态 哪能听得进去刘子贤说一个字 他一把将刘子贤推倒在地 走上前 一脚踩在刘子贤的肚子上 你不信我说的话 觉得我的毒树不行 那我就要让你看看 我的毒树到底行不行 说着 他伸手扯下自己头上的一根簪子 一用力掰断 里面流出了黑色毒水 逼到刘子贤的手上 皮肉瞬间变成了黑紫色 母亲 母亲不要 刘子贤惊恐地大叫 不要给我下毒 我是刘子贤 我是您的女儿 您清醒一点 我是刘子贤呢 刘子贤 靳太妃似乎果真清醒了点 可随后却道 对 你是刘子贤 我想起来了 你母亲还大着肚子的时候 我就想着要得到你了 我因着被师父喂养了太多的毒药 自己又炼毒不能生养 但总还是想要一个孩子帮身的 他们都说 你母亲肚子里是个公子 我信了 便找了许多人 一个一个地去勾搭你母亲 让她沦为暗昌 再让你父亲看见 让她沦为贱妇 让她生下你之后就去死 然后 我再毒死你父亲 你就是我的了 可是谁知道 你就不是个白贝的 一个下贱的丫头 那有什么用 能帮我战胜那个贱人的儿子吗 我恨你 恨你怎的就只是个小贱人 若不是你这模样还算标志 我想着养大了多少能有点用处 我早就弄死你了 你这些年跟着我学读术 不也弄死过那么多你看不顺眼的人吗 怎的 如今长大了 翅膀硬了 就连我的事都敢管了 你真以为你做了我的女儿就是贵女了 滚 马上从我面前滚开 不要拦着我找那个贱人算账 否则 我就把你做的那些恶毒的事情全都放出去 让你沦为和你娘一样的贱东西 话音没路 静太妃已经一脚向刘子贤踢开了 刘子贤的心彻底沉浪下去 他想不明白 静太妃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难道果真是因为在那院子里面住了几天 以为先皇后鬼魂来找他 所以被吓疯了吗 可是这个老东西想死 为什么还拉着他刘子贤一起 刘子贤的心里 已充满了阴冷和恶毒的恨意 可是就算他想不明白 也不用明白 静太妃说出这些话来 只需要派人仔细查证一番 他的罪名就可以落实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八九十七集 你要让我怎么死 今晚 静太妃注定要玩完 而他刘子贤 却因为再也承受不住伤头和毒发 晕死了过去 他死了 他死了 静太妃见刘子贤晕过去了 又得意地笑起来 你们都看见了吧 这么快 这小贱人就死了 怎么样 我的毒术厉害吧 贱人 快放开皇上 静太妃猛地转身 又指着凤云青威胁道 否则 我也让你去死 你想要让我怎么死 凤云青冷冷地问着 看着静太妃的模样 她都已经不用再去刻意扮演 先皇后的姿态 模仿先皇后的声音了 当静太妃搬进 放置先皇后排位的院子时 最开始的两个日 她都到了静太妃的屋子里面 待上一段时间 扮演成先皇后的模样吓唬她 后面几日 就只没晚去一次 趁着静太妃睡熟 从医毒系统里面拿出真剂 给静太妃注视了一种特殊的药水 让静太妃睡得很不安稳 一直做着噩梦到了天亮 这种高科技社会的失魂药水 就算静太妃有再高超的毒术 也不可能察觉一丝半点 如是几日后 静太妃的精神状态 就已经变得很差了 她再利用今日的机会 让小蛋用升级之后的功能 将她和薛恩一栏提前 模仿成先皇和先皇后的声音 藏在静太妃的耳边放着 而那些看起来 非人立刻意到达的诡异场面 自然也都是小蛋的功劳 连都是会对未知的事情 产生本能的恐惧 更何况静太妃本来就心虚 静太妃很快就相信 是先皇后的鬼魂真的回来了 可是先皇后就只能偶尔争宁一下 表现出来的却是 她记忆中的柔软良善模样 她便觉得 自己连鬼魂都可以逗得过 她害怕 但是因为这种害怕 也是能够被自己消灭的 只要自己足够狠毒 怎么死 静太妃满目的阴狠 我给你下赤血淹毒啊 让你活活被折磨而死 我的好姐姐 你忘了吗 我给你送了一块玉佩呢 谁能想得到 那两块西式的玉佩里 藏着这世间最毒的毒药呢 吃血淹毒 是我师父毒王费尽了心血 研制出来的毒药 他想要赢过药王 就自己吞了那毒药 去找药王了 药王果真无法解那毒 是已 他惨死在自己的毒药之下 可他还在玉佩里藏了两份毒 无色无味的毒药 只有遇到了人血 才会变得红如晚霞 美丽一瞬 死得凄惨 姐姐 原本 我也是不想对你这么狠毒的 可谁让你总在我面前炫耀你和皇上的恩爱情深 不肯说服皇上将我的名字写到皇室族谱上 不肯让我成为真正尊贵的人 还第一个将怀孕的喜讯告诉我呢 你越是开心愉快 我就越是难受啊 所以 我要送你和你的孩子都去死 并且 在你死之前还要饱受痛苦的折磨 谁知道你那孩子命可真硬 在娘胎里中了毒 竟然还能活着被生下去 还生得那么健康 羽衣都检查出轩辕野兰天生带毒了 我也只好找了个替死鬼 让荣妃认罪 并自尽而亡了 这样你就相信了 可你却瞒着皇上自己也中毒的事情 只让羽衣去救治你的儿子 后来 又对外宣布 轩辕野兰的歧毒解开了 骗鬼吧 吃血严毒哪里有解药 不过 姐姐 我倒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生生地撑着那么久才死 轩辕野兰也是鲜少的天才 不仅马背高就能上得了朝堂 去得了战朝 可是说什么你临死前都惦记着我 交代轩辕野兰定要护我终老 其实都是假的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八集 你的好日子 过去了 你根本就是知道 轩辕野兰若是解不了毒 也不可能安稳老死 你就是不想让她放弃希望 才故意留下这样的遗言 想要让她因为你的原因 努力地活着吧 看 她是个多么孝顺的孩子 这些年 一直都做得很好的呢 可是 你没想到吧 你死之后 我又把另一块玉佩让她得到了 她以为是你留给她的遗物 也以为那玉佩的血丝 是你的血染成的呢 这是愚蠢之急 人的血哪那么容易染红玉石啊 那是我将师父留下来的赤血 盐毒又在毒药里泡了好几月 才变成那样的呢 轩云叶夜兰经常带着那玉佩 身上的毒便会时不时地复发 我猜 她如今定然至少毒发十数次了 一次短三年寿命 想来 她是活不过二十五了 所以 姐姐 你就算回来找我又能怎么样呢 我不会死的 早早死去的 定然会是你的儿子 不过 你放心 在她死去之前 我定然会从她身上 获取更多的好东西 等她死后 家里留下的那些财富 全部都会成为我的 你做梦 轩云叶夜兰冷冷地道 本王瞧着靖太妃身磨正了 去 拿几桶冷水来 给本王泼醒她 同时 凤云卿也吩咐重新点灯 当周围的一切变得明亮起来 几桶冰水泼到了靖太妃的身上 她总算清醒了过来 摸了一把脸上的冷水 她想起来自己做的事情 说的话 面色煞时间变得惨白惨白的 怎么了 本太妃方才是怎么了 夜兰 你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 我做什么事情了吗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有人算计我 有人想要害我 夜兰 皇帝 竟然有人敢在这样的场合里 给我下毒 我根本不知道 我刚才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这都是有人害我的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靖太妃竟然还想要适口否认 她是当自己演技很好 足以骗过所有的人 还是当这里的人都是傻子 下毒 宣伟一栏冷喝了一声 最会下毒的人不是你靖太妃吗 毒王的关门弟子啊 你可真够厉害呢 你这样的蛇蝎毒妇 母后还在世的时候竟会把你视为亲妹妹 我宣元 竟然让你这样的毒蛇成了太妃 这是本王的过错 本王现在就纠正着过错 来人 靖太妃谋害先皇后和先帝嫔妃 谋害本王是为大奸大恶之徒 将她绑了扔到大狱里去 带一切罪证清晰 再行处置 宣元明烈随之加上一句 摄政王的意思就是朕的意思 靖太妃本就是宣元一栏要保的 否则当初她帮着别的皇子参与皇位的争夺时失败之后 她便已经被处置了 如今宣元一栏都要处置她 宣元明烈自然是举双手同意的 左右的侍卫上前要抓住靖太妃 靖太妃却是连连后退 不要帮我 我是宣元的太妃娘娘 谁敢帮本太妃 本太妃已经说了 本太妃没有罪 是有人在害本太妃 是 风云青抬高了声音 靖太妃 今日这一场本就是我和梓华安排的 我和梓华早就知道先皇后只死的真相了 这几日 让你与先皇后排位同住一院 就是为了让你心生暗鬼 露出马脚 如今周末溃溃之下 你的丑态已经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你亲口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你隐藏了数十年的罪孽 该偿还 先皇后对你千好万好 你却一心只想害她 事后还要怪她没有说服先帝让你成为皇室族人 你这样的人 真的只要写了名字进了先皇室族谱就可以了吗 你就真的一点野心都没有了吗 你就不会再生出恶毒心思了吗 静太妃 你别自欺欺人了 我从来不认为恶贯满盈的人 应该得到应有的原谅和救赎 你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该有的代价 静太妃 你的好日子 过去了 最后这句话 凤云青说得狂妄而霸气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三百九十九集 你们敢生孩子吗 凤云青最后这句话落在静太妃的耳中 只觉得像是千万块石头压在了她身上 她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望着凤云青和薛云一栏 突然意识到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神也不是仙皇后 事实上 她活了这么久 仙皇后是唯一一个宽容她 让她占到便宜的人 神也不是仙皇后 仙皇后已经被她堵死了 可是除了仙皇后 谁也瞧不起她 谁都知道她不是一个好人 谁都会想将她置于死地 金太妃突然发出一连串 阴冷冷的笑 随后 整个人又呈现出了一种疯癫的模样 原来是你们做的 我就说这个世上哪里来的什么鬼魂 你们的手段可真够高明的呀 既然连我都骗过了 我还真以为姐姐回来找我了呢 这还真是后生可畏呀 可就算你们知道 是我毒死的仙皇后又怎么样呢 她能活下来吗 风云青 你再有能耐又怎么样 轩辕夜兰身上的赤血炎毒 你能解吗 你不能解你们赶生孩子吗 我没有后 姐姐也别想有后 就算你们定了我的罪 我也不过是早一些死 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你们的痛苦 还尝尝呢 哈哈哈哈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 那恐怕也要让你失望 关于你说的这个赤血炎毒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我很快就能够给子华解毒 近日楚国云地送来的这些药材之中 具有几样 是用来配置赤血炎毒的解药的 药王不能解得毒 我未必就不能解 你该知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 轩辕一栏随即激化 你放心 本王答应过母后 要保你终老 本王定会做到的 本王不会让你死 但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活着的每一日 都会受到让你连想都想象不到的 痛苦折磨 靖太妃的身体顿时虚软地摊在了地上 他嘴里面不停地说着 你以为你这样说 本太妃就怕了 本太妃不怕的 本太妃一点都不怕 可是至于到底怕不怕 从他颤抖的身体和声音中 就已经能够听出来几分了 大概踏进轩辕皇城那一刻 他是以为自己这次来就能够 荣华富贵全部钻在手心里吧 可他没想到 这一次 他走向的不是高位 而是负面 凤云青看着侍卫将靖太妃脱走 想起了上一世 靖太妃住进摄政王府之后的日子 过得多么的好 可那都是因为 轩辉一兰不知道 他就是毒害先皇后的真凶 轩辉一兰曾经与他说过 此生唯一在意的两件事情 是找到害死母亲的真凶 和娶他为妻 如今这真凶已经找到 那么剩下的一件事情 凤云青真的开始期待 与他大婚的那一日 靖太妃被带走之后 刘子贤隐随后被人抬了下去 先皇后的死因定然与他无关 可是到底 他在学用一兰封地多年 有没有做出别的事情 还很难说 一切等他醒过来 再进行审问 众人见此情形 也都纷纷出声 没想到这靖太妃 果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先皇后对他多好呀 他竟然使用那种恶毒的手段 谋害了先皇后 如今事情败露 这就是罪有应得 没错 应该狠狠地惩罚他 将他千刀万剐了 我就没见过 心思如此恶毒 还如此不要脸的神 这靖太妃一边谋害了先皇后 一边却还想着 靠摄政王得到荣华富贵 这个女神 也太可恶了吧 可不就是吗 这就不能称之为人了 连畜生都被他有良心 他竟然还千方百计 想要将自己养的女儿 嫁给摄政王 谁知道他养的那个女儿 是不是跟他一样 也是一个恶毒东西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集 做个了结 众人顿时间议论纷纷 那刘子贤就是个毒东西 你上次病了 没参加国宴 你是没瞧见 那刘子贤随便拿几种 寻常剑的香粉 就能配置出来去毒 哎呀太可怕了 啊 不会吧 我原本还以为 那刘子贤模样生的不错 若是与社者王巫元 还想试试 能不能给我们家三公子 说说成婚呢 别 你可别有这个心思了 赶紧的 当你今儿这话 都没说过 什么天下第一美女 温柔善良的天仙下凡 那都是他们自己 吹捧宣扬出来的 就那么个毒东西 谁家里要了 谁家里 就会倒大煤的 你若是不趁早的 削了这心思 祸害你那三公子 还只是亲的 保不起你们全府 都要跟着倒大煤的 听你这么一说 我哪里还敢呀 不过这一想想 先皇后死的还真是冤枉 她这一心为了妹妹好 可谁曾想 这妹妹竟是费尽心思 只想着自己 如今看来 这害人之心不可有 但防人之心 可万万不可无啊 说得对 人要善良 但也必须要有对待那些 想要祸害我们的人的本事 只是不知道摄政王 会怎么样对付金太妃 其实我觉得 金太妃做出如此 丧心病狂的事情 又是毒王的徒弟 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摄政王就算是 真的把她千刀万挂了 那也不算什么违背道义的 这是为民除害 是吧 我也觉得 那金太妃该死 不过摄政王心中自有考虑 这件事 她肯定会处置得更周全一些 我们只需要知道 金太妃就算最终是老死的 死之前过程 定然也不会让她好受 所以说人还是要存有善心善念 不能做坏事 万事皆有因果 好人才有好报 坏人早晚只能吞下 自己种下的恶果 凤云青将众人这些话 听到耳朵中 便知道 金太妃的事情 已经结束大半了 如此 金太妃的罪行 暴露在众人面前 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 即便薛文一兰对金太妃残忍 那也是金太妃恶毒 罪有应得 薛文一兰没有违背 先婚后遗愿 她不管做什么 都是理所应当的 她回过了头 看着薛文一兰 明亮的烛光之中 她的脸上仍旧一般 隐藏在黑暗里 面上没什么情绪外露 望着金太妃被带走的方向 不知道在想起什么 可凤云青却知道 她越是表现得平静 内心就越是阴凉 于是她走了过去 主动抱住 薛文一兰的手臂 梓华 我们终于可以将 害死母亲的凶手抓住了 你是不是很高兴 若是母亲全下有知 也定然会感觉到欣慰的 今晚便算了 明日 我再陪你一起去大狱里面 好好审问凶手 薛文一兰回过了头 瞧见凤云青温柔的眼眸 顿时间觉得没那么冷 凤云青来到了她身边之后 她已经许久没有觉得这样冰冷了 今日听到静太妃说的那些话 才觉得如同冰窍 若非顾及这样的场合 她极有可能会当场 便先让静太妃受一些痛苦的折磨 就在刚刚 她也想要马上追过去 想从静太妃身上 讨到一些利息 凤云青这一棒 让她理智又回来了一些 她面上稍微缓和了一些 再次搂住凤云青的腰 今日是你的生辰 我都听你的 只是到底是溅了一点血 不太吉利 无妨 今日要溅血的也不止这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也该在今日做一个了结了 说着 凤云青看了眼 薛文局和江出雪所在位置 眼中疼得一下 生起了一层冷雾 薛文一兰明白她的意思 那件事情 也是这几日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 累了吧 她扶着凤云青在旁边坐下 接下来的事 父亲母亲和我会处理好 你是兽星 且坐在这歇着 看着便是 好吗 好 我倒是要好好地看看 作恶多端的人 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零一集 江出雪 你可知罪 凤承州和桑建湘 已经站了起来 走到中间的位置站定 凤承州抬告了声音道 承蒙诸位 今日前来参加 小女的生辰宴会 本王也想趁着今日 了却一件事情 稍微顿了一下 凤承州立鹤一声 江出雪 你可知罪 江出雪 如今是奴才中的奴才 即便是仁王府的椅子很多 他也是没有资格坐的 一直站在了 轩原觉和楚西炎的身后 他怕冷 穿得很严实 但是也将他最好的衣服 穿在了身上 在别人都在欣赏 荧光蓝蝶的时候 他却急忙趁着 轩原觉没注意 不停地向一些 少年公子们 抛着媚眼 自然是想勾得上 一两个工资 也是好的 所有他如今 爹的屁股 都已经翻过来趴着了 也不怕有什么羞耻的 只要能够有人 让他过上好一些的日子 他都愿意去勾的 他的心里面 已经不再仇恨 凤云青和凤家人了吗 当然不可能 他只是学来的乖巧了 明白自己真的不算什么 只有变得有权有势了 才能重新嚣张起来 事宜的今晚 并也没有旁的坏心思 只是一心想要勾的男人 瞧见静太妃和刘子贤的惨样 也只在心中 笑他们太蠢了 这不 就在他正和一枚公子 眉来眼去时 突然被点了名 他转过了头来 望着凤城州 还有些懵 这罪 这什么罪 江初雪有些疑惑地反问着 轩云爵却腾的一下站起了身 翻手就甩了江初雪一巴掌 江初雪 你这该死的贱人 你又背着我和公主 做什么坏事了 说 快说 我就说嘛 你怎么明明身子不舒服 还非要跟着我和公主 过来参加云青的生日宴会 原来竟是又存了坏心思 你这个女人 你怎的如此恶毒 当初我本来是爱慕云青的 可你却在我面前百般的献媚讨好 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说云青的坏话 也是我瞎了眼 识人不清 竟然当真信了你的鬼话 以为云青不好 你才是好的 可是你如今都已经将我害到如此地步了 竟然还不肯收敛半点吗 江初雪 我真是后悔 怎的就栽在你这个恶毒的贱人身上了 你快说 你今晚又耍了什么诡计 奉承舟都还没有说江初雪有什么罪 轩云爵反倒是心炸了毛 她一直都将轩云云兰和凤云青之间的亲密互动看在了眼里 心中又是嫉妒 又是怨恨 看着今日这史无前例的大场面 看着父皇对凤云青的偏爱 再看着凤云青就站在那 美得像是九亭之上的女神 独领风华而奄奄的模样 看着所有人对轩云云兰找了一个好妻子的称赞 她心中怎么可能会不酸 不生痛 凤云青本来该是她的妻子 即便是因为她的母亲用了一些手段 让她扮成了轩云云兰的影子 让凤云青错认了她 可若是那时她没有和江初雪滚在一起 而是在凤云青疯狂迷恋她时 就娶了凤云青为妻 她定然就不会是如今的模样了吧 看着凤云青再看着江初雪 雪原觉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丢了珍珠捡了一粒老鼠屎 心中憋闷了满满的怒火 这回听见凤云青问起江初雪知罪不知罪 她马上便认定江初雪是有罪的 并且将自己心中的不满 悉数发泄到江初雪的身上 这倒也还算是聪明的做法 既能够洗白一点自己 还能够撇清自己 不管江初雪耍什么阴谋手段 都与她薛人觉无关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零二集 还记得江家那场大火吗 没有 我没有 江初雪被薛人觉一巴掌打下去 才意识到情况对自己不太好 赶紧辩解 奴婢没有 奴婢什么都没做 还不承认 薛人觉一把揪住江初雪的衣精 你没做坏事 人王会问你知不知罪吗 嘴硬是吧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打到你说为止 说着 薛人觉又是一巴掌 甩在了江初雪的脸上 贱人 莫要忘了 你如今就是个贱臂 也就是本 也就是我心善 才没有对你下死手 你做的那些事情 就算是让你死一百次也是不够的 你敢不承认吗 你以为你不承认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我薛人觉就算再落魄 捏死你这个贱人的能力还是有的 说 你做了什么 快说 薛人觉如定的身份很是尴尬 没了皇室的尊称 也不是庶民 做了楚云一的驸马 却又没有正式成婚 怎么称呼似乎都是一个错 只好自称我 也只能用这样教训 比自己更加卑微的江初雪 才能满足那一点点可怜的优越感 可是 可是奴婢真的不知道 奴婢做错了什么 奴婢今晚真的什么都没有做 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的 江初雪被打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这是他唯一没有动过什么恶毒心思的一次 怎能却反倒被如此冤枉 江初雪 你今晚确实什么坏事都没有做 还是以前呢 桑锦香冷冷地道 你还记得江江那场大火吗 还记得 惨死在那场大火中的僵尸满门吗 江初雪的身体骤然一僵 心猛地悬起来 桑锦香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为什么刻意提起江家大火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为什么还会被提起来 莫非是 他们发现了什么 不 不可能的 当初知道那件事情的人全部被他灭口了 没有人知道在做过什么 他们一定是炸他的 任皇妃说什么 奴婢 奴婢听不明白 江初雪缩了缩脖子 将自己身体往后面退 奴婢 奴婢已经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了 奴婢如今都已经很 很残了 奴婢不敢做什么坏事 奴婢不敢 他一再将自己扮演成了受尽了苦难 柔弱可怜的模样 奴婢只是个女子 没有尊贵的血脉 没有好的出生和命格 没有依靠 奴婢以前做的那些事 也只是想给自己某一条出路 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 安稳一点 可是奴婢的手段 终究比不上一些人 奴婢失败了 后果很惨 奴婢也认了 奴婢就只剩下这一条奸命了 奴婢还能做什么呢 并且 因着奴婢过去做的那些事情 奴婢都已经受到惩罚了 你们还想让奴婢怎么样呢 若是你们非要求着奴婢过去那点 凑不肯放 要将奴婢往死里折 你们权大势大 奴婢还不是只能让你们宰割 江出雪说着说着竟然大哭起来 可是像奴婢这样的人 若是国臣不为自己折弃 谁又能保证能对奴婢一直好 人都是自私的 奴婢知道的 是 我以前算计过冯云青 可是我并没有成功啊 她如今不已经是高高在上的永安郡主 尊贵无比的摄政王妃了吗 可我呢 我有什么 连脸和尊严都没有了呢 你们奉府 若是国臣对我有半点亲密 细细算一算 我也不过就是抢了冯云青一个男人罢了 她如今不是有更好的了 你们怎么就不感谢我一下 怎么就不通情我一下 怎么竟不肯对我师生你们的人德善谢 怎么就不敢给我哪怕一点点的怜悯呢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03集 于思思 江处雪哭得撕心裂肺的 好像她真的只犯了一点小错 而奉府却对她过于残忍 只是抢了凤云青的一个男人 凤云青 凤府 不该怪的 她应该感谢的 怜悯的 这话说的可当真好轻松好容易啊 可是 江处雪 你不必再隐了 你与云青 宣元玉之间 是什么样子 你自己最清楚 你们的事情 除了我凤府是什么样的态度 也早就摆明了 倒没人怨过你抢了什么男人不男人的 不过 感谢你让凤云青和我凤府 看清了宣元玉的为人 让凤云青 得以与摄政王这么好的男子 永结同心 这一点 我凤府确实要感谢你 但是我今天要让你认得罪 却不止这一桩 那是什么 江处雪满脸的泪水 我江处雪这辈子 不就做了这么一件 你们觉得是坏事的事吗 就只做了一件坏事 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吗 那江少满门的命呢 桑姐相气的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你敢说不是你做的吗 于思思 轰的一声 江处雪只觉得 一道晴天霹雳在自己头顶乍响 有多少年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 于思思 于思思是谁 沈王妃你该知道 话不可能乱说的 什么于思思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 江处雪明显慌了神色 嘴里面一个劲的说着否认的话 怎么 做了这么多年江处雪 就忘记真正的自己到底是谁了 桑姐相指着江处雪 怒气冲冲的对众人道 周围都知道 凤府当年收养她 是因为她与我多少有点血脉关系 是以后来 即便她那样对我亲儿 对我们凤家 我们也没有对她赶尽杀绝 可直到这段时日我才知道 她根本与我半点关系都没有 不仅没有 她害死谋少我血清全家真凶 当年江家那场大活 就是这个恶毒女人一手酿造的 她不叫江处雪 她叫于思思 她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我和陈舟已经查到实实在在的证据了 当初便是她在江复经事里下毒 毒害江家所有人后 就放火毁尸灭剑 然后她就将自己扮演成江家 唯一存活下来的小姐 江处雪 跑到皇城里来投稿奉俘 胡说 这是胡说 这是污蔑 桑姐相还没有说完 江处雪就喊了出来 沈王妃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竟然说我 我这么一个手无腹气之力的弱女子 是杀死江氏满门的真凶 我竟然有本事只凭一起之力 就把江家灭门 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 太可笑了吧 是 我知道你们凤府如今有多么的讨厌我 罢不得我早点去死 且你们如今还全大事大 所以你们想要报复我了 可你们就算要将我往死里整 你们就是想要污蔑我 也要找个好一点的借口啊 说这个 你们觉得有人会相信吗 怕是连傻子都会笑话吧 桑姐相攥起了拳头 所以 你这些年 竟是完全忘记了自己是鱼丝丝吗 你是要将全天下的人都当傻子吗 你以为自己做过的事不可能暴露出来了吗 可惜呀 天万灰灰 说而不漏呢 欲死死 今日 我丰府便要撕下你的假脸皮 让所有人都看清楚 你到底有多恶毒 有多凶残 夫人 莫要生气 为了这种恶毒的东西 弃伤自己的身子 不值得 凤城周见桑姐相情绪已经要控制不住 急忙上前握住她的手 她上前一步 稍稍挡住了她看向江出去的视线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04集 他不是姜楚雪 他是鱼丝丝 凤城周站在了桑姐相的面前 看着姜楚雪道 你自然也不是唯一的凶手 只不过你的那些帮凶们 全都被你杀死了 你不承认 那便让本王将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的说一遍吧 多年前 有山贼贼手姓马 强强许多民间女子入山 其中有一女子叫于欢 后来给贼手生下一个女儿 取名于思思 任着贼手性情残暴 稍有不顺心之事 就会殴打自己身边的女人 于欢不堪受辱 又担心迟早被贼手打死 就带着于思思 逃下了山 辗转树月 母女两个人沦为乞丐 被江府好心施舍 从此便成为江府的嫁人 如此之后 于思思每每瞧见江府小姐 姜楚雪锦衣玉食 而自己却不过是一个伺候人的奴婢 便心生肚恨 她刻意与江楚雪交好 得知江楚雪的母亲 与轩原皇城凤家当家主母 乃是亲姐妹 而凤家乃是轩原首富 她便动了心思 产生了一个疯狂又大胆的想法 若是江楚雪死了 由她来代替江楚雪的身份 住到皇城凤家去 那她是不是也能成为千金小姐 过上富贵日子 在江府 她永远都成不了千金小姐 可是如江府 所有的人都不存在 那么便没有人知道 真正的江楚雪 长什么样子 这种想法太恶毒不顾 那是江府满门 可偏偏 还真的得到了余患的认同 母女二人悄悄托人买了毒药 趁着年冠热闹时 投到酒水之中 又将云下的药投入井中 如此一来 不管是喝酒还是喝水 全部都会中毒 果然 那一晚 江家大部分人都中毒 而余下的少部分 也都被余欢和她的拼头 残忍杀死 那时天雷大作 于此次便让余欢放火 将案发现场伪装 是被天火袭击之后 覆灭的样子 而后 她穿上江楚雪的衣裳 将全身都抹黑 与那照顾小姐的婆子一起逃出去 为了完成这样的计划 于思思一直在模仿江楚雪的动作行为 控制自己饮食 将身量控制的与江楚雪差不多 再加上 江楚雪平日里面也不怎么出门 她已经将年抹黑 是以第二日见过她的人并不知道 她不是江家小姐 以至于特来到皇城之后 凤城州与桑敬香 皆是从未见过江楚雪那个孩子 自然也是认不出的 她拿出了信物 又说起自己身份 又说起江家那些个事情并没有出入 他们夫妻二人便认为 她果真是云青的表妹 便收养了她 可谁又能想到 这却是一条毒蛇养在了家里 她不仅不是江家女儿 还是害死江家满门的真凶 小小年纪 并已经恶毒到杀人全家 后来 她为了让这个秘密彻底消失 竟还手段残忍地毒死了于欢 毒死了她自己的亲生母亲 也信得她残忍 让于欢有了些恐惧 便留了后手 将许多事情都告诉自己当时那个拼头 也将一些证据 全都交了出去 真相一点一点被说出来 于思思脸色变得惨白惨白的 全身不停颤抖着 不是这样的 你胡说 她没有想到 凤丛中竟然真的将她做过那些事情 都查得清清楚楚了 对 她确实不是江朱雪 她是于思思 是一个山贼的女儿 是一个卑微的贱臂 可是凭什么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零五集 明女江朱雪 见过皇上 凭什么江朱雪 凤云青这些人 一出生 并是富贵人家千金小姐 可以紧一御食 可以被人伺候 可以嫁人 也能够挑选好人家的公子 而她这样的奴婢 不过几岁大 竹母就要给她和管家儿子 订娃娃亲 而那管家的儿子 却是一个口水直流的傻子 都是变了一世人 她于思思 为什么就不能做江朱雪 做凤云青这样的千金小姐 老天爷也太不公平 可既然老天爷没长眼睛 对她如此不好 那么她当然要自己去争去抢 江朱雪出生 开始就过上了好日子 死了也不算可惜了 日后的好日子 当然是要由她来代替她去享受 这才公平的 不是吗 可是那个该死的老东西 竟然还留了后手 不 不行 她绝对不能够承认自己 杀了江家满门 她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是余思思 就算江朱雪如今也已经沦为了奴婢 她也是江朱雪 她也还有翻盘的可能的 神秘于思思 我根本就不知道谁是余思思 谁是余幻 谁又是什么所谓的真凶 神王爷 我知道您如今不仅钱多 而且势力很大 世音 你想要对付我 就编造出这么荒唐的故事来 可是难道 您竟没有觉得这样的故事 太过于离奇 莫说是人 连鬼都不会相信吗 她打死都不会承认 做过了那些事情 只要她不承认 他们就算知道了真相 又能怎么样 江家人都已经死绝了 她也长了这么大 女大十八变 谁能说她不是江朱雪 余思思 你不必这么着急否认 丧尽香收拾好了自己情绪 望向余思思冷冷地道 我们今日 胆敢诞争所有人的面前揭穿你 自然是有证据的 你就算是不承认 在物证和人证面前 你的罪心也会大败于天下 物证和人证 余思思慌了一下 又咬牙道 这不可能 别以为你们捏造出来 一些所谓的物证人证 就可以随便地污蔑我 我就是江朱雪 根本不可能是什么余思思 我猜 你之所以敢这么说 是真的以为江家的人 全部都死绝了吧 但是真的很可惜 江家还是有人的 并且这个人 是你绝对想不到的 谁 是谁 牛北市喊他出来跟我对劲 出血 出来吧 桑继香转过了身 朝着自己位置的屏风后面 喊了一声 所有人的视线都已经转移了过去 只见一身穿着水蓝色裙上 带着面纱的椅子走了出来 他先是上前 给众人行礼 民女将出血 见过皇上 摄政王 仁王 仁王妃 永安郡主 西岩公主 以及诸位大人 夫人和小姐 而后 他就摘下自己脸上的面纱 那张脸露出来 在众人的眼中 都有一些惊讶 因为这张脸 竟是与凤云青 有着五分的相似 与桑继香有七分相似 桑继香解释道 我们姐妹 自小到大 都长得极为相似 那一年 这于思思找上门来 我未曾在他们眼中 找到熟悉的感觉 我以为他是随了父亲容貌 当年江家那位公子 我也只是看过一眼 记得并不太清楚 直到王爷费尽辛苦 把出血这个孩子找了回来 我更加确认了 我们凤家这些年 都让于思思 这条毒蛇给骗了 这位才是云青的表妹 真正的江出血 摄政王的人 也已经灭了那山贼的老窝 将那贼手押了过来 当年于关后面 找的那个男人 也已经找到了 说着 凤城周道 把他们都带上来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零六集 杀人者 偿命 不一会儿 侍卫带了两个人上来 跪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众人再一看 马上就发现 江出血和其中一个 中年男子长得 颇为相似 想必就是那马贼的贼手 那贼手这会儿 一个劲地求饶 江家的面门残案 真的不关小人的事 小人就是站个山头 抢几个女人上山生孩子 大劫大劫 过路的富商 这叫劫富济贫 小人可从来没有杀过人的 于欢这个贱人 和他生的贱种做的事情 小人毫不知情 还请诸位贵人 饶了小人这条狗命 另外的男子倒是一声不吭 只回过头看了眼江出血 就转过了头来 迅速低下了头 将身体匍匐在地上 颤抖着道 认罪 小人认罪 当年江家的事情 是小人火通于欢做的 所有的主意 都是那个孩子出的 独意是那个孩子投的 没死透的人 都是小人和于欢 一起拿刀子捅死的 但是江家小姐 小人实在是下不去手 毕竟那也只是一个小女孩 小人就偷偷地 将她藏在了井里 想着大火烧起来的时候 不至于连尸体都烧没了 只是没想到 江家小姐果真命大 活了下来 说到这儿 男人咚咚咚地 给江出血磕起了头来 江小姐 是小人对不起您 对不起江家满门 这些年 小人内心薄受折磨 今日小人愿意将 当年的事情 全都说出来 也将于欢留下的 所有罪重都交出来 小人死一万遍 都不足以 偿还江家的血债 江小姐想要怎么对小人 小人一句怨言 都不会有 那贼手继续道 打家劫舍 强辱民女的事 小人认罪 但是杀人全家的事 跟小人真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于思思姓于 小人姓马 就算于思思与小人 长得有几分相似 那也不能说 他就一定是小人的种 当年于欢的贱人 是跟小人睡过 可是他姓子爷 与山上其他兄弟 也是有来往的 谁知道 这小贱人是谁的种呢 后来于欢 能躲过山里的 重重卡子 带着孩子逃走 说不定也是有外援的 说不定 就是他其他的男人 不过 这小贱人绝对不会是江家的孩子就是了 他刚出生的时候 我看过 他屁股上 有一块半月形胎记的 不信 不信你们现在就将这小贱人的裤子 扒下来看清楚 这就是于思思的亲生父亲 一个自私自利的贼子 于思思脸色变得惨白惨白的 竟是看不出一丝丝的血色 他没想到 这么隐秘的事情 竟然真的能够被暴露出来 江出雪竟然真的没死 原来他的脸长得不像死去的于欢 竟像他的亲生父亲 于欢还留了后手 他跌坐在了地上 黄黄然不知所措 身体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 是害怕 对 就是害怕 但并不是因着自己做过多么恶毒的事情而害怕 而是害怕这天大的罪过 马上就要压在他的身上 让他没了活路 他脑子里面迅速转动起来 向着脱身之侧 凤城中又倒 想必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 因着这贼女冒充云青的表妹来到我们凤家 凤家又养育她多年 是于今日 我凤家也是想借此机会 与这贼女做个了结 凤云青接过的话 宣言的法律名文写着 杀人者偿命 若是连杀了十人之上的大案 被害着家中尚有幸存者的 可由此幸存者亲自决定 囚犯的死法 朱雪表妹 你想于思思怎么死 你且放心地说吧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呢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零七集 一刀一刀 全部都报回来 隐亲表姐 我如今已经不叫姜楚雪了 那个天真的小女孩早就死了 我无言活着的目的 就是要找杀我全家的凶手报仇 如今真凶一鸣 可否现在就让我先捅上这贼女几刀 就如同当年 她残忍地捅杀我姜家全家一样 姜无言的眼睛死死盯着于思思 里面满是冰冷的恨意 若不是顾及这样的场合 她怕是早就冲过去 将于思思临迟 于思思猛地抬起了头来 疯狂大喊 不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吓人 我没有吹什么坏的主意 是 我承认我不是姜楚雪 我是于思思 我小的时候 只是姜家的小丫鬟 可是那时我才多大 我就是个小女孩 我连杀鸡的力气都没有 我怎么可能会杀人呢 我哪里有能力杀人呢 你们怎么可以将杀人的大罪 放在一个小姑娘的身上呢 最多 最多就是听从了于欢的安排 冒充了姜楚雪 可是哪个女子没有点虚荣心 谁又不想过好日子 我也就只是占了姜楚雪的身份 过了一段时间 亲近小姐的日子而已 而我现在也已经 已经是这样了 就不能放过我吗 这话说的 好像太是受害者似的 江五爷冷笑一声 余思思 别在这里装可怜了 你从小是条毒蛇 长大了更恶毒 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人 也不配留在这个世上 就算那时候 你只是一个小女孩 我不也是小女孩吗 你为什么就狠心给我投毒 狠心杀我全家 余思思 不要再狡辩了 就算你能够将江家满门 被杀的罪 都推到你死去母亲身上 可是你的母亲 是你亲手杀的呢 你手上沾了鲜血 是无论如何都洗不掉的 无言 来 姐姐给你递刀子 我们姐妹两个先上去 一人捅着贼你两刀子再说 果然 凤云青说着 果真拿出了一把刀子 递给了江五言 而后 她自己也站了起来 裂风雨霞 把鱼丝丝锅绑了 是 裂风和雨霞齐声道 而后两个人一起上寝 轻人一举将余思思给抓住 余思思不断地挣扎 不是我 你们搞错了 冤枉 我没有杀人 我就只是查了 江出血的身份而已 但人都死了 我为什么不能替替他 封城中丧尽孝 你们当初知道 江家还有人活着的时候 不是说感谢上天吗 我不是给了你们希望吗 我也是有功劳的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没有罪 你们不可以这样冤枉我 我做那些事情都是应该的 谁让老天爷不长眼 让我成为了山贼的女儿 让我过不上荣华富贵的好日子 人不畏及天诛地灭 我不过就是想为自己争一争 我有什么错 你们放开我 放开 太吵了 风云惊咒了一下眉毛 把她嘴巴堵上 雨霎俐落地撕下余思思的一截衣裳 塞进了她嘴巴里 立峰也用早就准备好的粗绳子 把余思思绑得结结实实 从前我真的很讨厌江处雪这个名字 真因为我有这么一个 狠独自私忘恩负义的表妹 如今只觉得 这个名字都已经被于思思玷污了 表妹改了名字倒是也好 省得往后再被江处雪这个名字连累了 来 姐姐教你 从哪里下刀 或让她更痛 流的血更少 不会死得那么快 能让你将江家满满的仇 一刀一刀地 全部抱回来 话音未落 风云惊已经当着所有人的面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无比利落地 在余思思身上捅了一刀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零八集 可怜 可恨 满门的血仇啊 江无言如今是怎样的心情 她完全能够感痛身受 可这既然是她的表妹 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她自然不能让大家觉得 江无言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子 事已她便一起过来捅鱼四思 既能报自己的仇 也能够让江无言的报复 显得不那么残忍 近日本是我的生辰 以前老人都说生辰不宜见血 我倒是觉得 只是不能让好人见了血 可若是恶人 哪天见了都是无妨的 成恶灭恶 不仅不会不齐力 还是大功德 诸位说 是与不适 永安郡主说得没错 江出血 不对 是于思思 于思思这种恶父 留在这世上就是个大祸害 该杀 该死 她这么恶毒 就是捅她一百刀子 一千刀子 一万刀子 都是应该的 少将王妃 江姑娘 快捅 不用手软 以后皇臣赏了这女神 说不定 还会安稳些 这恶毒的贱人 方才 还向我家老爷 抛灭眼 没错 她抛了 我也瞧见了 她还想勾搭 我家二公子 简直不要脸 一个恶毒的残花败流 还端着 阴暗龌龊的心思 她就该下十八层地狱 永不潮生 郡主 江小姐 你们捅的时候 也小心点 别让于思思这贱人的血 脏了你们的衣裳 这分明是一场 带血的事情 可是突然间 好像所有人都不怕血了似的 一边倒地支持 凤云青和江无言 快点捅于思思 多捅几刀子 表现最为夸张的 还属薛原诀 她竟是喊了起来 原来你竟然叫于思思 你竟然如此地恶毒 我以前竟然没有看清你 我竟然还一直让你在我身边伺候 这 这简直太可怕了 云青 江小姐 杀了这个贱人 马上杀了他 莫要再让他围惑人间 任王爷 任王妃 我真得好好地感谢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查清楚了这个贱人的真实身份 否则以这个贱人的恶毒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来害我了 好 好啊 弄死这个贱人 将他千刀万剐 错骨扬灰 江楚雪今日穿着一件素色衣裳 就是为了刻意表现他可怜柔弱 可是这会儿见了血 倒是真显得可怜了 却是更加令人觉得可恨 如此之捅了几刀子 江楚雪的裙上就已经被鲜血染红 他痛得浑身抽搐 人也站立不稳 如果不是裂风和雨沙使劲拽他 可能他早就已经倒在地面上去了 原来你这样的人 流出来的血 竟然也是红色的 江无言的语气中没有了一丝的温度 好了 无言 风云青将手中刀子扔掉了 又把江无言手里面刀子也扔掉 出了气 今天就先到这儿 几刀子捅死了他 未免太便宜他了 不如慢慢给他算账 虽说这个鱼丝丝是江家灭门惨案的重要一番 但是也正是如他自己所说那样 他那会儿还是一个小孩子 当众捅他几刀自然无事 可若是将他捅死 却到底有些不大合适的 至少对于江无言来说是不合适的 江无言抬起了头来 看了眼凤云青 知道他这是关心他 碎白了白手 好 都听云青表姐的 于思思被侍卫拖走 扔进了牢狱之中 凤云青怕他死得太快 还让人去治一治刀伤 派过去的大夫深知凤云青的意思 只是草草处理了一下伤口 揉了一把草药附在血口子上 止住了血 保证他不会死得那么快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零九集 想起来了 是以这日的深夜里 于思思便发起了高烧 烧得他昏昏沉沉的 竟是走马观花 去看了一趟前世的自己 他看到凤云青成为声名狼藉的女人 薛妍卷马上抛弃了凤云青和他在一起了 而且他不再是薛妍卷的侍妾 而是薛妍卷封绝王 他是风光无限的绝王妃 十里花架 欠杀旁人 薛妍卷封了太子 他又成了天下女子争相讨好的太子妃 只需等到皇上去了 太子登基 他就是位高权重的异国之母 皇城里的人都道江出雪温柔善良 聪慧优雅 是天下女子的典范 那些曾经瞧不起她是天下姑女的贵妇千金 都千方百计讨好她奉承的 而她最讨厌的凤云青 她让薛妍卷与楚云一暗州合作 教唆凤云青将薛妍一兰调去边疆战场 而后她就伙同薛妍卷一起 趁机诬告凤家谋逆 还亲自过去看那一场大屠杀 她还用一个死囚代替了凤云青 将真正的凤云青囚禁在一处地牢里面 用尽一切手段去羞辱她折磨她 直到想不出新的折辱花样来 才将奄奄一息的凤云青扔到了恶朴遍地的江州荒原去 任由她自生自灭 看到了这里 鱼丝丝猛地惊醒 后面的事情怎么样 她一点都不想知道 她只知道自己赢了凤云青的 自己是爬上了高位的 过上了理想中的荣华富贵的日子 那一世 她一点苦都没有吃 她过的是那样的风光得意 她在黑暗中醒了过来 扯动全身的伤口痛得颤抖起来 心却是狂热地跳动着 这是梦 还是真实存在的 是真的 这一定是真的 凤云青一定是在某个特殊场合有了那一世的记忆 所以这一世的凤云青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 她就说凤云青是怎么知道她怀了薛原菊孩子的事情 又是怎么哄得薛原一来一直帮助她 竟是她早就知道那样的结局 才想尽一切办法去谋算 凤云青占了先机 自然事实都是凤云青赢了 可是既然她上一世能够做到那样 就证明还是有机会赢 那是不是只要将这些都告诉薛原菊 让薛原菊重新振作起来 一切就都有可能会逆转 一定是这样的 只要她告诉了薛原菊 他们在那一世有多么的恩爱 她就不会不管的 她不是对她那么好 让她做了太子妃 而且府里面连一个旁的女人都没有吗 想到了这里 鱼丝丝激动起来 她忍着莫大痛苦爬到狼门边开始大喊 来人哪 我要进薛原菊 我要马上见到薛原菊 让薛原菊来见我 狱祖起初不想搭理她 被她催得烦躁了 骂骂咧咧走了过来 一鞭子抽打在她手上 将她抓着木柱子的手 被打出了一道赫然醒目的血痕 吵什么吵 都已经落到这种地步了 还敢大吵大叫的 你以为你自己还是身娇肉贵的千金小姐 王府侍妾 认清现实吧 你已经是个罪犯了 随时可能会被凌迟处死 还敢吵闹着让我们帮你做事 生生力气吧 不是这样的 我不应该会变成这样的 你们让我见见薛原菊 见了薛原菊 就会知道事情原本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又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于思思忍着痛 将头上带着的簪子 手上带着的镯子全部退下 递给了狱祖 给你们 这些都给你们 你们这要帮我见到薛原菊就行 好不好 我保证 如果你们能帮我将这件事情办妥 以后荣华富贵消不了你们的 两个狱祖对视一眼 眼中滑过了一抹狡诈 其中的一个上前 将于思思给的东西全部拿了 还估量了一下价值 在哪里一样给了另外一个狱祖 两个人一起往外走去 于思思以为他们答应自己要求 还道 让薛原菊来的时候 给我带干净的医生 再带横的伤药过来 狱祖并命回头 不约而同地勾起了嘴角讽刺的笑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世纪 那你的死期就要到了 带两个人走到于思思看不到的地方 其中一个问另一个人 这贼女给的东西倒是好东西 我们要不要帮她去公主府传个话 让那未来的驸马来见她 你是不是傻呀 另一个狱祖道 这贼女身上的罪有多重 你不知道 她得罪的是什么人 你也不知道 想保住自己的小命 就学我这样 好东西照拿 不办事 一个很快就会死掉的贼女 还敢让我替她跑腿 她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我呸 那一组想了想 你说的没错 谁知道摄政王妃 什么时候就到牢里来 惩治着独女了 万一发现 我们帮着贼女做事情就糟了 那就让她等着吧 云素斯这一等 便等了两日 身上伤口还未结痂 藤养的厉害 她蜷缩在了角落里 脏得看不出一点亮丽的模样 双眼无神地盯着 她面前跑来跑去的老鼠 嘴里不停地挡 你们这些下践的东西 为什么不肯找轩云菊来 我要见轩云菊 见了轩云菊 我就能成为太子妃了 我还没输 我还有反反的机会 只要让我见到轩云菊 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的 轩云菊 你快点来见我 轩云菊 轩云菊没来 她这会儿巴不得 与于思思撇清关系 撇得越干净越好 第三日的时候 江无言来到了牢里 见于思思好好待在那儿 心中的恨意冰冷 并又冲了进去 把她拖出来 捆绑在了木架子上 折磨到烟烟一息 才送回去 只是她也听清了 于思思说的那些话 觉得有些奇怪 并将这些话 一字不漏地转告 给了凤云菊 凤云菊 微微地愣了一下 这于思思 竟是也恢复了 前世记忆了 那么她的死期 也就正式到了 无言 我会让你最后杀死她 但是我们不能让 这个贼女继续活着了 明日一早 我便去牢里一趟 当我与她清算过 一些旧传之后 你想让她怎么死 随便你选 凤云菊对江无言如释道 江无言点了点头 算起来 这于思思可以说 是她与凤云菊 共同的敌人 让凤云菊先清算 最后交到了她的手里 她自然可以接受 一日一大早 凤云菊便和江无言 一起来到牢狱之中 狱卒和江无言 都先等在了外面 只有凤云菊 一个人先进去了 云思思躺在草床上 有气无力地哼着痛 听到动静赶紧挣扎起来 菊 是不是菊云菊来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失望了 是我来了 凤云菊出音 雨气冰冷 我听说 你想起了一些 有意思的事情 凤云菊 于思思顿时激动起来 努力爬起来 又扑到牢门边上 惨白的眼睛中 布满了红色血丝 无比阴毒地盯着凤云菊 你这个该死的贱人 你为什么会来 虽然是来看你结局 有多么的悲惨了 不过 你以为我是闲得没事做了 来到牢狱中陪你聊天的吗 我才没有悲惨的结局 于思思咬牙切齿 是啊 我都想起来了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提前知道了一些事情 提前躲过了那些事情 我根本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我会是最尊贵的绝王妃 我会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妃 而你 只配做一个逆贼的女儿 被我囚禁在地牢折辱俱乐 凤云菊 你好卑鄙 你放我出去 你放我出去和绝说明一切 你又拯救再和我比过一回 这一回 我保证输得很惨的人 一定会是你凤云菊 凤云菊的眼睛微微地眯了眯 看来你还真是想起来了呢 那你就更应该知道 你于思思是我凤云菊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又怎么可能会放过你 还让你去找薛言爵说明什么呢 于思思 你已经输了 输给了你的恶毒 输给了你的自私与阴狠 输了的人就该好好认输 而不是天真的以为还能够再重来一次 但是我警告你 就算重来了一万次 老天爷也还是会长眼睛的 你这种贼女 只配下地狱 上一世 她死时是尝得那样的绝望 那样的仇恨 那样的不甘心 她总是也要让于思思尝一尝那般痛苦滋味的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十一集 诅咒你 不得好死 凤云青的话 像是一座冰冷的山 重重地压在了于思思的身上 让她好不容易起来的一点底希望又濒临粉碎 她瞪大了眼睛 恶恨恨地对着凤云青说着 凤云青 你才是这世上最恶毒的人 你什么都有了 你自然觉得我这种什么都没有的人是该死的 可是这样的你和我又有什么不同呢 你想要疯狂 想要荣华富贵 想要安稳愉快 你就将我害得这么惨 这和我想要爬上高位就设计 你又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是有不同的 若非你蛇心心肠 狠毒地灭我奉扶满门 我安负义地毁了我 我又怎么可能会反过来对付你 于思思 我不善良 谁对我不好 我就会加倍地报复回去 但是我也只会报复这个人 不会对别人的全家下毒手 只是对于你而言 你也只有孤身一人 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罪孽 受到应有的惩罚的 过往的装装剑剑 你都逃不掉的 说着 凤云青拿出那把削铁如捏的刀子 向牢门上的锁打开 于思思下意识就要逃 可他受了重伤 力气早已经消失殆尽 又哪里是凤云青的对手 轻而易举的 凤云青便将他抓了回来 眼睛眨都不眨 就下手稳准狠 挑断他的手脚筋 既然都已经想起来了 那就应该知道 自己以前是怎么对我的 如今这份痛 我还给你 话音落下 凤云青又是一刀子 残忍地刺进了于思思眼睛里 将他一只眼球直接刺瞎 我的手 我的脚 防御青 你好狠毒的心 你就是个魔鬼 我的眼睛 省着一点力气 让你喊痛的时候还多的呢 其什么 他用于思思的衣服将刀子上血污擦了擦 又掏出一块自己帕子 继续将刀子擦得干干净净 才收起来 同时站起身 居高临下地望着于思思 你这种人 即便活到现在 也是一丝回忆都没有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做人呢 他从衣袖中拿出一个药瓶子 将里面的药粉全部撒在于思思伤口上 这是痛痒粉 功效和名字一样 或让你伤口不停结痂的时候痛不欲生 结痂之后又痒得让你怀疑人生 你伤口上面的血肉会不断地生长 然后腐烂 然后再次生长 如此周而复始 直到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 你与我说说 这是不是莫大的一种享受啊 凤云青 你敢 敢这样对待我 于思思痛得连说话都断断续续 却仍旧未舍下半分恶毒的妄想 你明知道我是可以做王妃 可以 做太子妃 可以做 一国 一国之母的 你还敢 还敢这样对我 凤云青 我是有 有富贵命的 老天给了我的富贵命 你抢夺了去 也会早 早报应的 好痛 凤云青 你 你 不得好死 我诅咒你 诅咒你 不得好死 诅咒我死的人多了 若是被随便诅咒几下我就死了 我怎么还在这呢 我怎么还能看你最后的惨像呢 凤云青弯下了腰盯着于思思的眼睛 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今日 就是你最后的日子 还有什么想说的就赶紧说出来 我不介意你说 但是你说的每一个字 都不会有人在意丝毫 至于你想见的薛恩绝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送他下地狱去见你 你也别再想勾搭上谁逃脱 过了今日 这世上就将再无于思思此人 阴冷冷的语气 带着强大的威压 让于思思终于产生了恐惧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十二级 杀了我 求你 原来凤云青今日竟是来杀他的 不 她还不想死 她刚刚知道自己也是可以有大富大贵的 她为什么要凄惨地死去呢 我不要死 云青 永安郡主 少爵王妃 你放过我好不好 于思思突然变了脸 开始哀求起了凤云青 于心 那一时对你残忍 我也是被逼的 我顶着江初雪的名字 就是个天下孤女 我要不努力地为自己争取 谁知道 你们凤府会不会随便给我安排一门不好的婚事 将我强架了过去 那样的话 我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吗 我所做的一切 也不过是为了过得好一点 我想过好日子又有什么错 不要再狡辩了 你想过的好日子这固然没错 可是你不该拿别人的血和命来填 你灭我凤府满门 那已经是上一世的事情了 这一世你并没有得逞 但是你欠江家满门的血债 该好好偿还了 说完最后这句话 风云青转身便走 她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把没了威胁的于思思 交给江无言处置 走出牢门 风云青觉得自己呼吸到了甜美的空气 于思思就要死了 她死后 这个世上也会多一些安稳和和平吧 她突然觉得 过去自己太故意执着 找薛言诀江初学等人报仇 反而让这个仇恨压在自己身上无比沉重 或许 她早就该换一种方法去活了 云青表姐 那个贼女如何了 江无言进去找于思思之前 问了风云青一句 还没死 不过距离四也不远了 我挑了她手脚筋 刺下她一幕 余下那一幕就留给你了 如今她在里面就是烂肉一堆 你也得小心一点 莫要让那堆烂肉恶心到自己 好的 我知道了 江无言点头 而后攥紧自己手中的刀子 走进去 走到了于思思面前 她一把救助于思思头发 将于思思整个人脱起来 刀子压着她的脸 于思思 还记得你以前千方百计的 想让我将衣裳点心送给你的时候说的话吗 你说你天生就是我的奴婢 只要我需要你 就算是赴汤倒火 你都会毫不眨眼地去做 从一个孩子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是多么的令人震惊啊 我那时也是真的想要将你当做妹妹的 就在你给我江家下毒的那一日 我还劝说父亲母亲 要认下你做我的妹妹 做江家的二千金的 你却是端着 要让江家满门都去死的恶毒心思 那么我如今便告诉你 我不要你赴汤倒火 但是我要你悲惨至极地死去 让你下了地狱 只能变成一只永不能轮回的鬼 在望川河里灰飞烟灭头 连渣渣都不剩下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 能再勾搭上什么 那你的眼睛 我要了 江无言说着 便刺下于思思另外的一只眼睛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脸也很好看 能轻易地就让哪位公子 为你楚楚可怜的外表所欺骗 对你动心 那你这张脸皮 我也要了 江无言面无表情下刀子 江于思思的脸划得无比丑恶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舌头很好 能将黑的都说成是白的 能将人骗得团团转 那你这舌头 我也要了 江无言捞出于思思嘴里面的舌头 割去了一大把 我看你的心和肺却是不好的 我且看看 到底是不是狼心狗肺 江无言一刀子划破于思思肚 江无言最后一刀划破了于思思肚子 瞧见里面的一堆脏东西 眉头微重 刀子哐了一声扔在了地上 现在 你就慢慢地享受死亡到来的感觉吧 小狗 我求你 我可 痛 于思思用自己紧剩下的小半截舌头 发出了尖细尖细的声音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十三集 你有孩子 云思思实在太痛苦了 她没有想到 自己终有一日会哀求谁能够让自己早点死 分明就在刚刚 她还那么地不想死 可是这一刻 她却觉得死比活着要更好一些 我不会杀了你的 我要让你知道 在痛苦中和死神亲密接触 她却迟迟不肯带你走的感觉有多绝望 有多无助 于思思 正是你欠我的 欠我们江家的 你得还 血债只能用血还 死亡并不是目的 煎熬的过程更为重要 就这么一点卑微的要求都不能够得到满足 于思思愤恨不甘表露的是那样的明显 可是从那张丑恶 睁年的脸上露出来的 却不会得到谁人一丝一毫的心软 她就在这样的痛苦之中 一点点承受生不如死的折磨和煎熬 江雾沿在旁边看着她 几乎将眼珠子都瞪出眼眶 直到身体里面流出的血液 因为不足以维持她生命 她才终究算死透了 几只老鼠从角落里面爬出来 钻进了尸体的肚子里 就着撕扯的内脏出来 江雾沿只觉得无比恶心 所以转身 迈着沉重的步子 离开了金牢 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余欢死了 余欢的拼头被斩力绝 那个贼手自杀 如今余思思也死 江家的仇终于爆了 可是江雾沿却茫然了 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那便与我一起出发去江州吧 江州汉情早已经出现端倪 子华解毒的事情也刻不容缓 我打算 去江州等地一趟 凤云青对江雾沿道 江雾沿犹豫了一下 却摇了摇头 表姐 我还有一事 未曾与江家说明 这些年我虽未婚 却有一个孩子 是个公子 年关便四周岁了 是 是一位大人物的血脉 为免连累凤家 我怕是不适合 继续和你们在一起了 你有孩子 凤云青很惊讶 要知道 即便宣远民风再开放 女子未婚生子 也是会被所有人诟病的大事情 现在已经证实 江雾沿才是她表妹 虽说日久才能够看清人心 但只要现在江雾沿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她就应该帮一帮她 什么大人物 是谁 你能不能告诉我 江雾沿摇了摇头 我不能说 我也不想再提 那个人 我只当是已经死了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有想好 这些年 我四处流浪着长大 后来遇到那个人 再到离开她 回来找到姨父派过去的人 到皇城来为江家报仇 我觉得这些事情 就已经是我的一辈子了 我如今放不下的 也只有我的孩子了 来皇城之前 我把孩子委托给邻里照看 我现在先回去将孩子接走 然后大概 就是去哪里找一处地方住下来 寥寥地过完余生 就是了吧 话说到这儿 已经是满满的苍凉感 若是你决定了 我会尊重你的意思 父亲母亲那边 我以后帮你说一说 只是你还年轻 还是要看开一些 莫要就此放弃了自己 你也说了你还有孩子 就算是为了孩子 也要让自己活得愉快一些 凡事都没有绝对 人不走到最后 都不知道结果到底是什么 凤云青如是安慰了江无言几句 其实就算去江州带着江无言 也未必方便 主要还是安全问题 此去阴谋计算 绝对不会比在皇城里面少 他和轩文一栏 还要治理水患和旱灾 还要去寻找解毒用的药材 要做的事情那么多 定然是没办法照顾江无言的 事已江无言说要走 他自然不拦着 说不定江无言在那边 还会安稳一些 他与父亲母亲说明 给江无言安排得好一些 再多派一些人 明里暗里保护着就好 嗯 谢谢你 你是我的表妹 我为你多考虑一些 也是应该的 凤云青望着江无言 只要你心里面 惦念着我们 我们自然也是惦念你的 凤云青的话说得委婉 但是意思到了 只要江无言不学 于思思忘恩负义 对凤家不利 也不做出什么 最大恶极的事情 那么凤家就还是会照顾他的 我记住了 江无言听懂了凤云青说的话 很认真的道 云青表姐 你放心 就算只是看在许愿外 和你们这次帮我报家仇的份上 我也不会做对不起凤家 对不起你的事情的 凤云青点头 那你先回去 我还得去摄政王府一趟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十四集 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一刻钟之后 摄政王府 凤云青刚到府门口 就看见薛云一兰在府门口站着 那样子 一看就知道 她是在等她 她心里暖了一下 快步走了过去 你的毒刚刚被压制住了 还是要多休息才好 到了轩辕夜兰跟前 凤云青道 你瞧瞧你 又穿这么少 我记得我再三叮嘱过你 便是体热 也不能够将衣服穿少了 已经进入冬季了 你若贪凉 那热毒复发可能性会很大 你这人 怎么不好好听医嘱呢 轩辕夜兰伸手 揽住了凤云青的腰 带她一起往府里面走去 一边走一边道 清清 你如今真是越发的小气了 我方才刚刚沐浴 下面的人告诉我你过来了 我自然想着先过来接你 我对你这般的好 你倒是怪气我来了 谁要你气了 我又不是第一次来摄政王府 莫非你还担心我行不着路了 凤云青闷闷的道 我看你这是嫌弃 我又你多说了 我倒是也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左右身子是你自己的 若是你没了 正好方便我去找一些青年才俊 凤云青这话没说完 学员一兰就停住了脚步 猛的转身 站在了她面前 她错不及防的去撞进她怀里 你做什么 撞得有些闷 凤云青摸了摸自己额头 有些不满 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轩云一蓝语气有些冷 脸色也垮了下来 黑一沉沉的 像是随时而来的一场暴风雨 什么话 凤云青马上意识到 自己可能惹毛了这个冷言王 可是最近她不是挺大度了吗 不是什么话都可以与她说了吗 你少装傻 快说 好 我说 凤云青缩了缩脖子 我是说 若是你没了 我就去找一些青年才俊 给你抬棺材 把你好好送到黄岭里面安葬 你这人那么爱干净 若是随便找些下人给你抬棺材 你会死不安宁的吧 原谅她怂了 就算她现在和薛文一兰关系再好 薛文一兰在她心中 也是留了整整一世 阴冷残暴的模样 她是真怕她动怒的 薛文一兰知道 傅云青刚才不是这个意思 可既然她都示弱了 她也不好多说什么 她沉默了一下 清清 我会活下来的 我相信你 你肯定能给我解读 为了你 我也会活下来 死在你后面 不让你伤痛 不让你因为我的离开 变得孤独而无主 你也不必找什么青年裁决 旁的男子 多看一眼都不可以 最后几个字 她说得咬牙切齿 风云青 风云青微微一笑 我有了你 旁的男子也入不了我的眼 说着 为了表示自己说的话是真话 她还主动爆出了薛文一兰 你要知道 不是人都由你这般生的好看的 都如你这般 对我好 薛文一兰与其 这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这是自然 两个人便又牵着手 继续往前走 于思思死了 风云青想了想 还是决定将这件事情 与薛文一兰说一声 她七日做了那么多事 我与吴言 都与她有深仇大恨 便一起 好 我知道了 薛文一兰打断风云青的话 那些残忍的过程 她并不想知道 不是不满风云青那么多 只是不想让她再次回忆一遍 那阴冷的过程 离开皇城 我要带上刘子贤了 薛文一兰却突然说这么一句话 谁 风云青一时间以为自己听错了 刘子贤 薛文一兰又重复了一遍这个人名 为什么 风云青的脸色刷得变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十五集 你以后会知道的 如今靖太妃大势已去 刘子贤不是该跟着靖太妃一起倒霉狼狈吗 怎么薛文一兰竟然还要带着她一起走 她也知道 你身上热毒要怎么结盟 风云青觉得 也就只有这个理由能够说得过去了 没等薛文一兰回答 她又倒 就算她知道该怎么结 那肯定也没有我的办法对你的身体更好 子华 我们不需要她 要说前世里刘子贤给她的 也就是那些算计和羞辱 如今刘子贤落到这样的地步 她倒是也没有想对刘子贤赶尽杀绝 当然 这也不是因为凤云青善良心软 到了要放过刘子贤 而是她觉得 这个女人留着 能够更让靖太妃难受 可是即便是这样 她也一点都不喜欢 多见刘子贤 谁知道那个女人什么时候 又会使出什么样的阴谋诡计 可是薛文一兰竟然主动提出 要带上她 不是为了给我解读 她就知道凤云青反应肯定很大 只是这件事情有些特殊 那是为了什么 凤云青的心沉了沉 扯了一下嘴角 似乎是很随意地笑道 怎么会是你忽然看上她了 打算娶她了吧 要知道 刘子贤最想嫁的人 可不就是薛文一兰吗 本来她要问这话时也还轻松 可是刚问完 凤云青的心中 并生起了那么一丝丝慌乱 她以为薛文一兰 对刘子贤是没有什么想法的 可是这一世的事情 到底有些不一样了 刘子贤又是一个 诡计多端的女人 莫非她去牢狱之中 解决于思思这段时间 刘子贤又耍了什么手段吗 想到这儿 凤云青急急地补上几句 我可告诉你 如果你对刘子贤有了心思 不管是侧妃还是事情难踏 我和你都玩完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宣伟一兰打断了凤云青的话 我待刘子贤是有别的事 你莫要想多了 是什么事 你告诉我 凤云青却是一副 打破砂锅温到底的架势 此事 宣伟一兰迟疑了一下 你以后会知道的 她没有告诉她 这让凤云青的心情 顿时间变得更加糟糕了 她连自己重生的事情 和医毒系统的事情 都告诉她了 可是她要带着仇人义气 却连什么原因 都不肯告诉她 这是不信任她吗 但是 凤云青还是点了点头 好 话音落下 她推了推 宣伟一兰的手 赶紧往前走了两步 拉开和她之间的距离 才到 我来走你 是想在走之前 帮薛人叶 除去骨虫的手术做了 因着不知道 此去要多久才能回来 我不在皇城里 若是她骨毒发作 怕是会危及她生命的 我想若是这段时间 她一直按照我开的方子 调养身体 应该也是调养得差不多了 你二人通知她做准备 今晚 就在地下人事里面做 轩约一兰点了点头 又问 手术 是什么 就是治疗 凤云青随手答道 无关使用各种针管刀具治疗 叫做外科手术 你有意见 轩约一兰听出 凤云青语气中带着不满 自然也知道她会不满 便没有再多问什么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凤云青就一直在忙 忙着跟裂峰交代 这次离开皇城 需要哪些必备的东西 忙着让人去把化血尘 和储夕盐都请过来 教他们两个人 一些外科手术 需要做的事情 因为那手术 她一个人做起来比较困难 需要助手协助完成 而这两个人 就是最好的人选 也忙着将内地下人室 布置的井可能亮一点 环境尽可能干净点 防止手术过程之中 会因为灯光的问题 出现失误 不会因为感染不干净 造成树后感染 本集布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十六集 我敢和你闹吗 宣伟一兰一直在旁边 看着凤云青做这些事情 可是凤云青就好像当她不存在 一句话也没有对她说就算了 竟是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于是乎 轩云一兰深刻认识到 她的轻轻可能真的生气了 她不出口反对她做的决定 难道还不能跟她冷战吗 轩云一兰微微皱了皱眉毛 事先跟着凤云青跑来跑去 心情变得很糟糕 却拿凤云青一点办法都没有 等到忙得差不多时 就到了午膳的时间 华雪城和楚西岩留下了用膳 凤云青不知道是突然没了眼力见 还是非要和轩云一兰闹别扭 竟然生生挤在了华雪城和楚西岩 中间的位置坐着 并且一直在跟楚西岩说着话 华雪城也只能和轩云一兰 一起坐了冷板凳 她心里也不怎么舒服 这几日 她虽然一直在楚西岩的身边 白天寸步不移地跟着她 晚上就守在她房间外面 不许任何人靠近 可是这样做并没有换她一个笑脸 没想到凤云青能够让她 主动找她一起来摄政王府 她自然想抓住这个机会 与她多做亲近 比如这种吃饭时给她加菜 盛盛汤就是好的 可是凤云青竟然抢走了她的位置 和她想做的事情 华雪城闷闷地想着 转过了头 瞧见轩云一兰不时望着凤云青 也是一副阴沉沉的臭脸 突然来了一句 真的 摄政王有桥上哪个小美人 惹得王妃生气不搭理你了 她说这话纯粹是想笑一下 轩云一兰 心中想着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凤云青却凉凉抛过来三个字 柳子贤 华雪城顿时惊讶了 谁 她转过了头 看着轩云一兰 这 不会吧 柳子贤不是已经 华雪城 若是不想死 就闭上你的嘴巴 轩云一兰冷冷地道 华雪城愣了一下 我以前是无所谓死或不死的 但现在有了处处 我自然是不想死的 不过 你要为了柳子贤和王妃闹别扭 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轩云一兰啪的一声 将银块拍在了桌面上 起身绕到凤云青的身边 你跟我走 我再吃饭 凤云青第一次当着别人的面 直接拒绝了轩云一兰 起身 轩云一兰面色又黑下去了一分 不起 凤云青态度坚决 我忙了一早上假意上午 我累 我饿 我要吃饭 来人 将王妃的饭菜拿到房间里去 轩云一兰直接下了命令 我不要去房间里面吃 我就喜欢在这用膳 环境好空气好 还有我妹妹 凤云青的语气也冷了下来 轩云一兰在原地站了一下 上前一把张凤云青拉起来 走 他真是不明白 他不就是没有将带上刘子贤的原因 向他说清楚 他怎么就能跟他冷战呢 他若是果真想知道原因 那他这就拉他去房间 向他说清楚 可是他这又是什么态度 我说了我不走 凤云青使劲正脱开 轩云一兰的手 我说了我要吃饭 我要留在这吃饭 你没听明白吗 那我又说了一遍 你总该听明白了吧 轻轻 别闹 轩云一兰隐有些生气的征兆 我没闹 再说了 我敢和你闹吗 你只要做一个决定 就可以将随时能够 置我于死地的仇人带在身边 我算什么 我凭什么和你闹 我有什么资格跟你闹 你要带他 我都说了好了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难不成我还得去请求他 跟我们一起走 我不说 我讨厌那个人 我先销坏一下 要和他一起走的感觉不行吗 我先做好随时随地 面积算计的准备不行吗 我现在不想搭理 你这个仕途 让我和仇人一起相处的人不行吗 我很累 我需要休息 我很饿 我需要吃饭 我觉得委屈了 我想跟我妹妹待在一起说话 排解排解都不行吗 凤云青一连问出了好几个问题 不只是薛云一兰 就连化血尘都有些呆住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十七集 你有逆龄 我有底线 这是凤云青 是那个不稳遇到任何事情 都不会任性的凤云青吗 她这早上刚刚冷静地处置完了于思思 怎么现在却变成一个任性 耍小脾气的女子 就因为刘子贤 这算是吃醋吗 不太像呢 玄约夜来愣了好一会儿才到 你跟我走 我告诉你戴上刘子贤的原因 我不想知道了 凤云青啪的一声 将筷子拍在了桌面上 你不想我吃饭 我不吃了还不行吗 我走还不行吗 说完 她果真转身就走 我回人王府行了吧 她就是闹脾气了怎么的 天大地大闹脾气的人多了去了 真让她凤云青是一个圣人 连脾气都没有了吗 她肚子里面窝着火 怎么就不能发泄出来了 只许轩月夜来喜怒无常 就不许她也诈一回来吗 我何时说过不让你吃饭了 轩月夜来赶紧上前抓住凤云青的手 我是想 你想怎么样跟我有关系吗 你的想法需要跟我说吗 凤云青翻手就是一巴掌 狠狠拍掉轩月夜来的手 轩月夜来 你有逆铃 我也有底线 凤云青忽然有些想哭 三十为人 她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了 可是这一刻心中还是难受的酸痛不已 就算她将潜意识的事情都告诉了轩月夜来又怎么样 她就能明白她被刘子贤那些人活生生折磨羞辱的痛苦了吗 她就能够将她的敌人也当成她的吗 并不能 所以 她并没有要求她一定要明白她和她站在同一战线 可是她也不能让她将仇人带在身边吧 她在意的不是带上刘子贤护多么危险 而是在意轩月夜来的态度 她都已经做好决定了才与她说出来 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是通知吗 知道也就罢了 她都说了好了 只是心情很不好不想搭理她 这样也不可以吗 七星 你这是怎么了 轩月夜来皱月皱眉眸 她没有想到 就这么一件事情 凤云青的反应会这么大 我执你不喜欢刘子贤 我也并未要你喜欢她 只是这件事 不 凤云青语气陡然变得尖锐而冰冷 我不是不喜欢刘子贤 我是恨她 你知道恨是什么吗 相信你对靖太妃的感觉 我等会儿要给轩月夜做手术 我需要平复一下我的情绪 说完这句话 凤云青转身就走 头也不回 轩月夜来没有去追 而是扫了眼有些幸灾乐祸的化雪尘 第一次处在原地不知所措 王爷莫要担心 王妃大敌旨心情不好了 耍儿小性子 过一会儿就会好了 化雪尘如是说了一句 就换来楚仙的一记冷风 哼 你们男人管不能接受与自己有血仇 且还对自己的夫君居心不轨的人叫啥小性子 那本公主今儿个可算是开了眼了 化雪尘顿时噎住了 见楚仙面色不对赶紧解释 楚楚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是几个意思 化雪尘 本公主也没有特指你 你且放宽心 大抵这世上的男子 多是觉得女子都是排在最末的 欢喜的时候便哄着我们女子 不欢喜的时候 便觉得我们有多远滚多远 可是二位王爷 人不是草木 草木无情 不能言语 不能表达自己的悲欢喜乐 但是人可以 人是有感情的 有情绪 有脾气的 男子可以为了自己的诸多原因 各种利益 罔顾女子的感受 那又何必还要做出一副深情的模样 惹人恶心 楚夕妍这话 更多的还是在讽刺化雪尘 然而也一并将薛恩叶兰说了进去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十八集 委屈了 说不得了 化雪尘是知道薛恩叶兰的性子 谁人敢说叫她 是以她赶紧站起来 走到了楚夕妍的面前 坐视将她护在了身后 并对薛恩叶兰道 叶兰 楚楚这都是在怨我 你莫要多想 今儿这事明显就是薛恩叶兰 和凤云青吵架 若是薛恩叶兰一个不高兴 拿楚夕妍开刀怎么办 楚夕妍却并没有顺着化雪尘的意思 而是继续道 姐姐性子冷 轻易不会相信任何人 委屈和愤怒都会憋着 若是实在憋不住了 那这件事也就轻易不能了了 她如今自己先走 不过是因着不愿意与摄政王闹得太僵 自然也是因着我们这些小女子 不如摄政王权大势大 不过 本公主这些时日端开摄政王与我姐姐 觉得摄政王想也是在意我姐姐的 那么 我倒是想问问 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原因 非得让摄政王不与姐姐商量一声 便决定要将姐姐的仇人 带在身边了 楚楚 你没有说了 化雪沉浸 薛恩叶兰的神情更加阴冷 直接抓住楚夕妍的手 你是不是吃好了 吃好了 我带你去别的地方走走 随随时 化雪沉你放开 楚夕妍疼的站开 毫不犹豫地甩开化雪沉的手 本公主说话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在这里多嘴 别以为你跟着我赖在公主府了 就可以过问我的事情了 今时不同往日 在我眼里 你与这世上的许多男人 并无半点不同 不 你这种有前科的 还不如红楼里的公子 竟说他不如计 楚楚 你 化雪沉知道自己是被殃及了 楚夕妍只是为了维护凤云青 才说出这么难听的话 可她的眼睛触及 楚夕妍脸上的嫌恶和冰冷 却是半点辩解的话都说不出来 怎的 你觉得委屈了说不得了 楚夕妍却又买是讽刺的 想说你到底对我也是有感情的 否则 怎么会在我死了之后 连皇位都不要了 怎么会和我办什么冥婚 给我立杯首相 感情嘛 我可以相信是有的 但是有用吗 在你更大的目的和追求面前 云楚楚又算得了什么 可既然你早早地做出了选择 云楚楚也只能变成一副尸骨烂在了黄土里 人死了喊深情 可笑不可笑 记住 这世上所有的感情 都是被一些自以为是的小事情冰冷的 这世上的人 都只会对自己在意的人有脾气 华雪纯愣了愣 突然有些高兴 楚楚 你的意思是 你对我有脾气 就是心里还在意我的 是与不是 楚喜言冷笑一声 我说的是这世上的人 而我 只是这世上的一只鬼 是以 你觉得我是在意你 还是不在意你 我 华雪纯再次哑口无言 摄政王还没回答本公主的话 楚喜言继续对着 徐恩义拦道 若是摄政王不想回答 倒也无妨 左右我一个外来的公主 过问摄政王的私事 也是有些不该 不过 姐姐该是告诉摄政王与我的关系了吧 摄政王觉得 若是我去姐姐面前多说几句话 姐姐会更相信我 还是摄政王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戚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一十九集 尊重 信任 轩辕夜兰脸色彻底黑了 楚心眼那意思是 若是他不能说明为什么要带上刘子贤 他就会去凤云青面前说他坏话 这绝对是一种威胁 他轩辕夜兰 竟然被一个外来公主给威胁了 你便不怕本王 把你扔回楚国 你不怕死 轩辕夜兰冷冷当 怕呀 然 我不是说了吗 我本来就是只鬼 死过一次了 若是摄政王真的对我动了杀心 那我再死一次就是 只是摄政王便不怕夫妻之间的小事情 变成大事情 再走一回老路吗 摄政王当知道 这信任建立起来极难 崩塌起来却非常容易 关于上一世的事情 凤云青简单告诉过楚心眼一些 轩辕夜兰沉默了 凤云青的心思有多么敏感 她自然是知道的 凤云青也与她说过 楚心眼是她亲妹妹 灵魂里面亲妹妹 比血缘里面来得更要坚固 怎么都比这个 给够她一世伤痛的男人 能够得到她信任的吧 是她自我了 她觉得如今 她不再与她针锋相对 也不再总想着 从她身边逃离 还学会回应她感情 她就放心了 总觉得她就是她的了 一些事情她安排了 她就会接受 却忘记 她曾经那么认真 与她说过 她想要尊重 要带上她的仇人 她是不是 该跟她说一声 她连说都不与她说一声 便做了决定 这才多段时间 她便不能明白 她的心情 还说要对她一生一世的好 西岩公主 清清与本王道 你是她的妹妹 让本王莫要与你为难 本王却不信你 半点目的都无 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查你 倒是也没查出来什么问题 不过今日你提醒了本王 明知惹怒本王后果难测 你为了清清好 还是做了 本王就算相信你 对清清是好的了 莫要动清清和凤家的歪心思 你想做的 本王不拦你 这算是承认 楚西岩这个妹妹 凤云青的妹妹 可不也是她 薛文一兰的妹妹吗 花晨雪 管好你女人的嘴 这种话本王 听一次就会记住 下不为例 她会记住 不能因为安逸了 便削减了对自己 心爱女人的好 凤云青坐在 回仁王府的马车上 安静下来 心情也就没有那么不好了 就那样与薛文一兰闹起来 她也觉得自己有些矫情 大抵是因为这段时日 她已经习惯了 薛文一兰的好 习惯了她试试为她考虑 习惯了她与上一世 一样截然不同的态度 视野她也就放松了下来 忘记她的专制和冰冷 忘记她是一个 为了达到自己目的 手段残暴的活颜王 是她喜欢上了她 在意上了她 所以才会对她要求 更加严格了 还是以为她可以 给自己依靠了 所以就安逸了柔软了 不行 这世上靠得住的人 只有自己 她不能放任自己 继续柔软下去 否则她对她好 是她能受着 她对她不好了 她便走不开了 轩远夜兰不知道 便是因为她没有将戴上 刘子贤的原因 与凤云青先说清楚 凤云青便收回了 对她的依赖 而她要彻底打开 凤云青的心门 又要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了 马车走到了闹市区 突然停了下来 一个颠簿 打断凤云青心中 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她眉头一皱 清冷的声音传出去 出什么事了 王妃 是楚国云帝 外面的侍卫回道 楚云翼 又当劫拦她一次 这一次 她想做什么 凤云青马上将自己 调整没了战斗状态 稍微整理一下自己衣物 便掀开车帘 出去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兼至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集 茶能静心 不能灭火 站在七八不远的地方 穿着长服笑得一脸狡猾的 可不正是楚云一梦 凤云青下了车 微微勾了一下嘴角 哼 怎么 楚国云帝又想请本王妃喝茶了 左前方不远处 还真是上次喝茶的茶楼 不知摄政王妃可愿意赏光 楚云一这一次表现得彬彬有礼 不得不说 这男人其实也是有资本的 他生得刚大模样又好 穿着一身飘逸的衣袍 手中拿着一把玉骨折扇 往那一站 倒还真是有些偏偏家公子的姿态 以至于一些个不知道他身份的女子 还频频朝他送去秋波 更有甚者 将手中帕子直接朝他扔了过来 几个女子见他走向凤云青 还那么温和地与凤云青说话 有些羡慕 凤云青却只是凉凉扫了楚云一眼 本王妃没空 说吧 便准备回到马车上 她就算是客客气气 羡慕她的意思 心中揣着的也不可能是好的想法 她自然拒绝 凤姑娘请留步 楚云一喊住了凤云青 还编了一个称呼 我今日是来给凤姑娘送礼物的 我最近新得了一味药材 紫寒姑 若是凤姑娘能陪我去茶楼喝一杯干净清爽的茶 我愿意将这紫寒姑双手奉上 那是什么东西 凤云青停止了步子 用意念去问了医毒系统 小蛋却也不知道 只是推测或许是能够代替某种药材的珍稀物品 能给薛文一兰解毒 毕竟薛文一兰 事且严毒是热毒 这紫寒姑光听名字就知道 是良性的 好啊 一杯茶换一个好药材 划算 凤云青重新转过了身 望着楚云一 又倾向一声 云帝不必刻意说明要喝干净的茶 我这刚从摄政王府出来 穿戴也简单 身上不曾带什么毒 上一次 她在她这栽了跟头 这是防着她呢 楚云一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 才重新舒展开 凤姑娘是女中豪杰 说话自然是算数的 请 虚语 两个人上了茶楼 坐在雅间靠窗位置上 看着楚云一 不过在轩辕待了数十日 就能够动作熟练的泡茶 风云青眼睛微眯了一下 这男人倒是个好学的 在轩辕住了一段时日 朕倒是越发觉得 这茶比酒要好了 这茶呀 能静心 楚云一的端正 神情高深莫测 又从温润公子 变成了腹黑云地 茶能静心 不能灭火 凤云青淡淡地说道 楚云一心中燃烧着的野心之火 又岂是能靠几杯茶水 就能压得住的 不知云帝这次邀请本王妃 喝茶意欲何为 又是一个幼子 透露出凤云青 对楚云一的不满 本王妃并不是一个 喜欢喝茶的人 云帝不妨打开天窗 说亮话 早点将事情说清楚 本王妃也好 早点拿了那子寒姑走人 这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好像与楚云一喝茶 是一件多么讨人厌的事情 楚云一却并未生气 还笑着道 明日 朕不要娶到青州和江州 回楚国了 临行前 与凤姑娘道个别 还想问凤姑娘三个问题 请凤姑娘如实回答朕 楚云要回楚国去了 也是 她在薛云晃荡了这些十日 用的那些个算计 都被她和薛云叶兰给破解了 她也该回去了 只是为什么取到青州和江州 还有 三个问题是什么 云帝可以试着问一问 至于回答不回答 看本王妃的心情 凤云青聪明得什么都没有答应 楚云一也点了点头 好 第一个问题 朕想知道 轩辕叶兰是否当真中了 毒王的赤血炎毒 若是不解 撑不到三十岁 便会早逝吗 云帝 这是两个问题 对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一集 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云帝想让本王妃回复 梓华是否中毒 还是是否会在三十岁之前死呢 楚云一有些汗眼 她都采用婉转的说法了 这女人说起自己夫君死来 竟然毫无情绪 回前面的问题吧 楚云一只能再次做一次选择 听说那毒霸道得很 若是不解 三十岁之前定会死了吧 是 风云精吐出了一个字 楚云一望着她 半天也没有听她说过第二个字 便皱起了眉毛 就这般 轩辕一栏那毒物 就这般 原地想知道 梓华是否中了赤血盐毒 本王妃回答是 回答完毕 云地可以问第二个问题 楚云一面色有些黑 这女人竟然给她来了一招 惜字如今啊 她还以为她会多说一句的 凤姑娘之前与朕药的那些药材中 是否有给轩辕一栏解毒用的药材 你真的有把握给轩辕一栏解毒吗 这又是两个问题 看来云地算术未曾学好 那本王妃便自己选择一个回答了 有 有什么 楚云一下意识追问 出了声才意识到 凤云精说的是 有把握给轩辕一栏解毒 她竟然避重就轻 回答了后面那个 若是他日 朕与轩辕一栏在战场相见 你手里有剑 能一剑刺刺朕 你会杀了朕吗 楚云一心里闷闷的 突然就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问完之后 她自己都有些惊讶了 明明她原本想问的是 更加重要的事情的 可是怎么 我不喜欢杀人 楚云一的心里面顿时跳了一下 你会对朕手下留情 不 我只是不喜欢用兵器杀人 我想若是只有这么一天 我大概会堵死你 手下留情这个词 用在了她跟楚云一之间合适吗 楚云一对于她只有算计和利用 哪来的什么情 而她对楚云一就更加不用说了 没有情留什么情 朕有一点后悔 楚云一的语气变得有些奇奇怪怪的 凤姑娘 你相信钱是今生吗 凤云俊的心沉了一下 面上不动声色 信如何 不信又如何呢 朕做了一场大梦 梦见朕还是楚国皇帝的时候 便来过轩原一回来 楚云一转过了头去 望着窗外 似乎在看着下面热闹的人群 又似乎在看向别的东西 那时 你不喜欢轩原一来 千方百计地想要从她身边逃离 于是来到了我的身边 想要我帮你 这样的故事倒是稀奇得很 凤云青平平静静地说 那原地帮了本王妃吗 帮了 朕嘲笑你吃啥 讽刺你不识粪土与金玉 却乐见你吃啥下去 乐见你疯狂地弃了金玉 去追逐粪土 如此 朕才能有机会 毁了那金玉 凤云青垂下了眼眸 藏起情绪 他听得懂 粪土指的是薛云绝 而金玉 自然必是薛云一来了 楚云一诱道 不 他不是金玉 他是一把神刃 无情却又多情 残忍却心怀苍生 朕与他比 终究还是狭隘了些 然 朕便是不服气 不服气输给他 也不服气 苍天既然生了朕 却为何又要生了他 是以朕要用尽一切手段 去对付他 去打败他 去征服这整个天下 冥帝的话 本王妃听懂了一点点 冯云青 神色淡漠 你说那把神刃 便是梓华吧 很高兴 你对于本王妃的夫君 有如此之高的评价 但是对于紫华比你更好 我很抱歉 你知道这世上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成为 强者中的强者 有的人 诸如云帝这种的 费尽了心思和手段 也未必能够得到 自己想要的结果 所以呢 云帝在梦中 打败了紫华吗 没有 朕没能打败他 还死在了他的手里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二集 一场梦而已 朕没能打败他 还死在了他的手里 可他也没赢 朕与他因为你 两败俱伤 本王妃吗 凤云青藏在了 广袖中的手捏紧 那本王妃魅力可真是大 是啊 凤姑娘魅力真大 楚云义竟然点了点头 接着道 也是个真正聪明的人 朕的那场梦做到最后 都不知凤姑娘 除了吃鱼情爱 还藏着惊天的才华 朕自许能轻易看透人心 却一看不透轩辕夜兰 二没看透凤姑娘 事已即便大梦醒来 竟还是找了凤姑娘的道 竟亲手将自己的死对手 所需要的药材 双手给凤姑娘奉上了 你说朕 是不是有些傻 傻到不至于 凤云青嘴角上钩 云帝是一个 手信用的人便是 是啊 朕是个手信用的人 手信用的 将他要的药材都给了 那一时 也手信用的让 轩辕野兰离开轩辕皇城 与他在战场拼杀 却使得他一个人 在这皇城中孤立无援 凤家满门被图 他悲惨死去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本该再讽孝一句 自作自受 可是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起 他竟然有了 那么一丝丝的负罪感 好像他最后的痛苦折辱 也是他一手造成的 而后他就像是 从实力变成了明珠 悬在了他必经之路上 那条路 曾经只有群雄逐鹿 王者天下 自朕知事起便是东宫太子 父皇教朕刀剑齐射 母后教朕争强好胜 做得不好了会罚 做得好了 便会被要求做得更好 西年 因着朕给妹妹过生辰 耽误了练武的时辰 妹妹便被送到宫外 自生自灭 朕是一个没有感情 也不需要感情的人 只需行极致之事 利用一切可利用之人 收割拦在朕必经之路上的人命 毁灭所有阻挠朕前行之人 嗯 所以呢 冯云青淡默地问 他有些疑惑了 楚云一怎的突然 跟他说起了这些话来 单纯聊天 说说心里话 楚云一这种人 不能是这样的吧 博童情装可怜 这更不可能了 那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嗯 楚云一愣了一下 被凤云青一问 他似乎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有些多了 随道 不是 朕只是一时多了些以往没有的想法 朕在想 若是在那梦中 凤姑娘来找朕帮忙的时候 朕不曾嘲讽凤姑娘的吃傻疯狂 也不曾利用凤姑娘 将轩辕夜兰逼到战场 与朕拼杀 是不是就不会害得凤姑娘家破人亡 凄惨离世了 没没想到这里 朕心里便有些后悔 普天之下 如凤姑娘这般的奇女子 朕也只见过这么一个 可惜这一事 却让轩辕夜兰结束先登了 可是梦里的那一事 朕分明也是有机会呢 本王妃倒是没有想到 云帝也是一个分不清虚实的人 凤云青笑了笑 清清冷冷的 哼 一场梦而已 云帝莫非竟然当成了现实吗 没等楚音一回答 凤云青继续说 云帝当成现实不要紧 可是说出来 本王妃便不喜欢了 什么叫本王妃会家破人亡 凄惨离世 云帝身为一国之君 这么诅咒别人家不好吧 是啊 若是人真能重活一世 那便是前来弥补悔恨和遗憾的 伤心事 莫提 楚云音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多说 只是稍微顿了顿 便又说他 凤姑娘在朕的面前 也不必总以摄政王妃的身份自居 当之有些伪装做得过了 便也会惹人怀疑 朕还在年少时 太傅曾与朕说过一句话 凡发生过的事 皆会留下痕迹 瞧不见摸不着 不过是因为自己还不够聪明 不够细致 凤姑娘觉得 这话如何 凤云青的心 骤然惊了惊 本集部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三集 药毒同源 楚云一的意思 是再次怀疑上 他拥有前世的记忆了 嗯 凤云青不动声色点头 此话有些道理 凤姑娘 听闻你开始习武了 朕倒是期待着哪一日 能与你切磋切磋 今日时辰不早了 凤姑娘想必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便将这子寒姑带回去吧 朕从前盼望着轩辕一兰早点死去 如此 朕的对手便少了一个 如今却又觉得 如是用卑劣的手段让她死了 朕会觉得惭愧和寂寞 那便请凤姑娘回去告知轩辕一兰 朕与她之间 终有一日 会在战场相见 这话 楚云一边是不说 凤云青也是知道的 只是她说出来 倒是让她觉得这个人 比起前世 倒是坦荡几分 凤云青接过那个特质盒子 打开了一条细缝 就感觉一道阴冷的气息 从里面散发出来 使得她浑身一个哆嗦 戴道完全打开 并瞧见里面放着一株 深紫色的药菇 本是活物 却是像经过了千万沉淀的紫色玉石 紫的精英剔透不说 竟还带着一层淡淡光滑 医毒系统不断提醒有剧毒 却也鉴定出示西式的药材 药毒同源 端看怎么用 药解学院夜兰体内的赤血盐毒 本该以毒制毒 我虽然不太明白 云帝今日目的如何 不过云帝能够送我这株紫寒菇 还是要谢谢云帝的 凤云青将盒子重新盖上 揣进了自己怀里 云帝乃是当时良雄 要做的事情自然无人阻拦 能不能成功 就看云帝的本事 只是如云帝这般的人 我却是不敢深交的 毕竟您和善只有片刻 转身就有可能要了我的小命呢 您说是不是 也可 朕确实不太友好之人 摄政王妃可千万要小心了 告辞 凤云青起了身 转身便离开了茶楼 上了马车之后 她很是疑惑 楚云一几日请地喝茶 就只问她几个问题 送她一珠紫寒菇 楚云一坐在了窗前 看着楼下凤云青的马车离开 又给自己倒上了一杯茶 她的心腹万分不解地问 皇上 恕臣多言 那紫寒菇可是皇上花了大代价 才从封国得到的 为何轻易地就送给了轩缘夜兰 如此 岂不是能助轩缘夜兰早日解毒 与皇上的大业并不利 这紫寒菇 朕并没有送给轩缘夜兰 朕给的人是凤云青 这有何不同吗 凤云青乃是轩缘夜兰的王妃 给了凤云青 不就是等于给了轩缘夜兰 是啊 她是她的王妃呢 到底是不能 到底是不能成为她的皇后 大抵朕只是不想让她一直以为 朕只是个想要利用她的卑类小人吧 这段时间 楚云一是看在轩缘皇城游山玩水 可其实每一日做的事情都不少 多数便是针对薛文一兰的 可收效甚微 还有一部分 便全部放在了这凤云青身上 不想确实也屡屡受挫 凤云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又或者说 是怎样大的变故 才能让一个单纯 只吃情与爱情的女子 变化如此之大 家破人亡 凄惨离世 她的伪装竟然高明到连她都差得被骗过 可她却发现 自己竟然是欢喜她这样的改变的 生命之中 到底有多久没有出现过这么有趣的人了 只可惜 她是轩缘夜兰的人 青州那边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 连了情绪 楚云一冷冷地问 是 都准备好了 这一次 定要让轩缘夜兰吃些苦头 在她解决青州江州之地的事情时 我储君便能趁机 心腹的话说到一半 便被楚云一打断了 这是在轩缘 隔腔有耳 慎言 是 臣多嘴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四集 准备离开轩缘 凤云青回到仁王府 小猪出来迎接 张姐 怎么这时回来了 我还以为 张姐要明日才会回家呢 我回来拿一些东西 今晚有事情要做 后日 便要离开轩缘 有些事情 我得今日办了 凤云青与小猪一起往里走 又问 父王和母妃在哪 已经在张姐的院子里了 张姐要出远门 父王和母妃都不太放心 并想着都给张姐和摄政王 准备一些路上要用的物品 张姐 你 你这次真的不肯带小猪一起过去吗 凤云青转头看着小猪 语气温和地与她道 小猪 你如今已经是凤府二小姐 我本想着那日我生辰之时对外公布 然而那日发生事情太多 只能让父王和母亲挑一个好日子 认了你做女儿 将你写入族谱 我这次走得匆忙 许多事情未能妥善安排 这府里的事情 就要靠你了 如何能够将你一起带走 在凤云青生辰之前 她就对凤城中和桑敬香 说了自己的意思 小猪忠诚可抗 机灵聪明 凤府子嗣少 若是他们能够认了小猪做义女 那么她出了远门也能放心一些 凤城中和桑敬香当时就表示同意 小猪的好 他们都看在眼里 能多一个女儿自然是好的 只是凤城中又告诉了凤云青 已经查出了将家密门惨案的真相了 于是认女儿的事情 并且能往后压 但是宴席上 桑敬香还是已经与一些个 相熟夫人们都说了 许多人也都知道 小猪即将改名为凤心竹 成为凤府的二小姐 慕免有人道她运气好 能够从一个伺候人的奴婢 翻身成为千金小姐 可是谁又知道像小猪那样 从一开始就将凤府当作自己唯一的家 能够像真正家人那样 事事都替凤府考虑呢 张姐 这些事我都知道 可是我也不放心 张姐一个人在外面啊 小猪能有金语 都是张姐的大恩大德 若是张姐受了什么苦痛 小猪 好了 凤云青瞧小猪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急忙到 我只是去一段时间 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知道你敬我 舍不得我 担忧我 但是你需得好好记住 你是我的妹妹 你是凤家人 凤家如今在外面名声太盛 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惹来祸患 你落在皇城里面 便是要替我照顾好父王和母亲 时刻都要留意那些居心不善的人 有什么动静 这份责任并不轻松 莫要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是 小猪知道了 我会仔细照顾家里面的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格外地照顾好母亲 我一直都在帮母亲调理身子 如今调案好了 若是今年年关 母亲能够有身孕 那么来年 就能给我们添一个弟弟了 算算时间 母亲也快要游戏了 上一世 于思思趁母亲怀孕时动了手脚 所以右弟生下来身子就不好 虽说如今于思思已经死了 可难保不会再出什么意外 长姐姐放心 我定会好好照顾母亲的 若是母亲有了身孕 我也会用我的命 好好保护我们的弟弟 凤心竹心中对凤云青 和整个凤家人都充满了感激 他本身就是受了凤家人的感恩戴德 才能够成为凤家奴婢 本就是该用自己一生来报答这份恩德 如今竟然有幸能够成为凤家人 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 他也有家人了 自然是要去用生命去守护好自己家人的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五集 离别准备 听到凤心竹说这话 冯云青又想起了上一世 小竹为了保护幼弟死得那么痛苦和凄惨 他心痛了一下 小竹 你要保护好弟弟 保护好我们这个家 也要保护好你自己 你记住 你的命很金贵 谁也不能要了去 我还想着以后 要为你寻一处好人家公子 让你风风光光出嫁 安稳幸福地过一辈子呢 小竹的眼中有泪 原来长姐都已经为她想了这么多 是 我定会将长姐教诲 都记在心底 凤云青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什么 两姐妹一起进了她的院子 凤城中和桑继香果真在院子里面等着她 旁边还放了七八个包裹 清儿 你这趟出远门 母亲知道 是凶险万分的 可是摄政王身上的毒 耽误不得 母亲自然也不拦着你 只能给你准备一些个防身用的东西 你 你可要万分的小心 桑继香才刚一说话 就哽咽起来 凤云青看了眼其中一个包裹 里面有各种刀子匕首 防虫椅的药粉等等物品 对于她来说其实无大用处 但她知道 桑继香已经将能够想到的防身物品 全部都准备好了 母亲 其实并没有多么凶险 女儿身边有摄政王 还有那么多侍卫 哪里会轻易出什么事情 您这是过于担心了 凤云青这样安慰着桑继香 紫华也跟女儿都说好了 就算是金山采药 她也会天身跟着 估计到时候 就连一只蚊子都订不到女儿 皇城里面的纷乱太多 富贵场上总是瞬息万变 我们丰府风光够了 就该沉寂起来了 而江州内地 如今也算是女儿的封地 女儿此去 也想着能够先去看看 提前安排一下 往后我们凤家 就搬到封地那边去住 往后的白子千孙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才更加安稳 弟弟您说 是吧 嗯 封城中点头 早几年 我便已经觉得 这皇城里到底不是扎根的地方 除了皇家的根 谁家的根扎深了点 定然会被拔起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 此一朝的天子仁善 不代表下一朝的天子仁是如此 知凡夜冒了 就该早些抽身而退 唯有荒芜之地 还能成万年古墓 想让我凤家后世安稳 是得早早地做出打算 只是那清儿 一心都扑在轩辕爵的身上 我才没有多提 离开轩辕皇城的事 如今清儿你心中 有这样的想法 还为凤家谋得一处安身立命之地 爹爹很是欣慰 凤家往后啊 便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江州虽然荒芜 却地处三国交界 群山峭崖 苍茫大海 数百年的兵货都伤不到那处 若是不贪恋富贵权利 那本就是极好的地方 虽说景致差了点 却也北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难有深山密林 云山雾海 岂有雪山 东有大海 只需好好经营 母亲 您定会喜欢上的地方的 兴闻那山中 有数十种奇花异草 其中一种明朗花 生得洁白如雪 飘香十里 丧吉祥眼睛顿时亮了 果真 她是爱花之人 听到这些自然被分辨出了一些注意力 自然是真的 待女人安排好 母亲过去看看便知道 凤云青这招用得好 丧吉祥心中便没有那般不安了 一家人又说了一些话 下人来报说轩烟夜兰过来了 丧吉祥顿时打趣起了凤云青 静儿啊 摄政王对你是真好 你这才刚回来 他便又过来了 你能嫁给摄政王 母亲为你高兴 凤云青却是微微捉了一下煤 才到 父亲母亲 他过来 想说有事情要与我说 你二位先回去 好好好 知道你们父亲儿人 有私密的话要说 我和你爹爹 这就不打扰你了 丧吉祥眼里都是暧昧的笑 明显误会了什么 凤云青也没有解释 只让凤新竹排至凤城中 和丧吉祥一起回去 本集播剧完毕了 也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安屋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六集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他们没走多久 轩悦一栏就走进了院子 凤云青忽然有些不自在 并开始打开这些包裹 警察里面都有哪些东西 她不说话 轩悦一栏也觉得有些尴尬 并自己找了一个距离 她最近的位置坐下 沉默了一会儿 才到 我刚知道 刘子贤不只是靖太妃收养的女儿 和跟着靖太妃 选了一些读书 她还瞒着靖太妃 拜了一个师父 那人 与我母族有些渊源 是以这次我才要带她过去 把事情弄清楚 此事 未曾提前与你商议 是我不对 你莫要与我生气了 可好 凤云青微微有些惊讶 刘子贤除了依靠靖太妃 竟然还藏了一手 轩悦一栏的母族 那并是先皇后一族 那个神秘莫测的隐世大家族 哦 她淡漠地应了一手 那就带着吧 她在意的从一开始 就不是轩悦一栏带着刘子贤 而是她从未顾忌过她的感受 倒是没有想到 她会这么快就过来道歉 这算是向她妥协吗 所以她就莫要与她生气了吗 她到底知不知道 她在生什么气 算了 左右都算是她矫情了 好吧 你过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情 是 轩悦一栏点头 正要再说几句 又听到凤云青说 那我已经知道了 你可以先回去了 这态度 就差直接将她赶走了 轩悦一栏更加郁闷了 她站起来 上前将凤云青 从座位上拉下来 望着她 认真地道 青青呢 我不想与你之间 有什么误会 你该知道 在我心里除了你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该吗 没有更重要 也就是还挺重要的 还有次要的 凤云青承认 她现在就是在钻牛角尖 但她不想当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好 我知道了 我不生气了 不就是大神一个刘子贤吗 我要是不喜欢她 大不了在我走之前 给她喂点毒药 将她毒哑 就听不到她声音了 将她毒瘫了 就不能在我面前乱晃了 这只是随口一说 却也有试探之意 可谁知道 许云一栏竟然毫不犹豫到 你想怎么做都医你 只是别脏了你自己的手 你把毒药给我 我让人去办 凤云青愣了一下 抬头看着薛恩一栏 以为她只是为了哄她 可瞧见她眼中的认真又想起 这男人从来不说虚话 心里那股子郁闷 便凭空消散了许多 这男人什么意思啊 这会儿倒是什么都由着她了 我真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薛恩一来有些无奈地 将凤云青的头 按在自己怀里 语气中充满了宠溺 此事 是我未曾考虑到你的心情了 我向你道歉 如何 但 你也总该给我一些时间 过去的那么多年 我独断真心惯了 有些事 没能做得那么仔细 细致 你的心思又那么敏感 若是我不小心 让你不愉快了 你直接与我说 可好 凤云青心中那股子酸涩感 又上来了 她还知道自己 没有考虑她心情啊 她还知道自己独断专详 还知道她就是不愉快了 其实她倒是 不是因为刘子贤会怎么样 而是从心底觉得 与她这样的人在一起 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会闹矛盾呢 今日只是这么一件小事 那如如往后遇到更大的事情呢 她是矫情了 可是终究也是因为在意她 才会想得更多 才会更加不安 我未曾怪你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七集 交流得少了 不是真的怪你 只是子华 你不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那么牢固吗 我仔细想了想 我与你相处的时间并不算长 又是那些 只能是一场执念 却并不能稳固你我如今的感情 说到底 我们之前经历的太少 少到我经常会觉得 如今你对我的好 才更像是一场梦 你脾性偏冷 却在我这里温和 你是千万将士的领袖 却总站在我的身后 像一个尸位一样守护着我的安危 你心中自有天下苍生 而我 不过是一个有着诸多毛病的小女子 我总觉得我和你之间 有许多东西都是有距离的 你能明白 我这种心思吗 轩文一栏皱了一下眉头 显然不明白 她觉得凤云青想得太多了些 没有什么距离是不能被消灭的 你与其胡思乱想 不如去做些实事 但不管你怎么想 你都是我的 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包括你自己 我想 是这段时间 你和我都太忙 交流少了些 不如今日 就先补一次 花音刚落 她突然弯腰 将凤云青抱起来 大步往室内走去 凤云青愣了一下 回头看了眼 薛薇一栏过去的方向 才明白过来 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顿时挣扎起来 你放开我 你放我下去 你这人怎么这样 她确定 她刚才在很严肃 跟她讨论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她怎么突然就开始往那方面想了 为什么什么问题都能靠传她解决 再说了 她已经是第二次中赤血研赌 哪里适合做那事 你停下来 梓华停下来 我原谅你了 我不生气了 你将我放下来 我不需要交流 不需要 薛薇一栏 你听到我的话了没有 凤云青各种抗议 自然 这种抗议无效 薛薇一栏之锐网文的将她报道了那事 放在了床榻上 就开始拖自己的外袍 剑薇一栏神情 认真到不能再认真 一副一定要上了她的冷聚模样 凤云青就是再气她 也只好赶紧将气全部都散开 她都软了下来 试图温和地谈判 梓华 我真的不生气了 你不就是没有提前跟我商量吗 是吧 你现在都追过来跟我道歉了 你能低下你骄傲的头 跟我这个小女子道歉 很难得了是吧 我原谅你了 真的原谅你了 咱能不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吗 不对不对 咱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这天涼 我这回来的匆忙 屋子里面也没有燃炉子 你赶紧将衣服穿好 别瘦了寒气才好 薛薇一栏却已经将外袍脱下 优雅的一仰手 你上好衣袍 并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弧度 落在了旁边的木架上 她轻声上前 目光灼灼地盯着凤云青 轻轻忘了 本王中的乃是热躲 不惧寒气 她确实对她低头了 谁让她是她此生最心爱的人呢 可是说头颅 怎能有一种慷慨就义的感觉 她原谅她了 可她瞧着不大像呢 这都对她用上您这种尊称了 但她还是怕的 不是真的要将这件事情接过去 说起来 本王觉得这段时日 确实冷落了清清 似是自上次轩辕绝内思 给清清下药之后 本王便未曾和清清清清过来 像是清清清中不愉快了 才会胡思乱想的 这是本王的错 本王现在知错就敢 说着 薛恩一览并直接压上来 不不不 您没有错 圣圣王您一点错都没有 风云青赶紧用手 撑着薛恩一览的胸膛 我不胡思乱想了 啥都不想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八集 阴阳相和 更利于身体健康 唉 我就是乍一听 你要戴上刘子贤 那一条毒蛇 我怕他咬人嘛 没有别的意思 您多真见啊 您对我的感情 简直热烈 能够将人融化 那个上一世 您不是为了给我报仇 差点将所有能揣的都灭了吗 我相信您 我真的相信您 您先起个身 咱冷静说话 冷静相处 如何 她不需要她亲近 尤其是这种亲近 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会很惨 再说 您这身上还带着毒呢 这种 这种运动 对您身体也挺不好的 我问过化学诚了 他倒阴阳相和 更利于身体健康 学员一览用一只大掌 将凤云青的两只爪子 紧紧抓紧 另一只手伸到了 凤云青的腰间 去扯她腰带 青青最近也辛苦了 我给你 调养调养 鸭得化学沉 没事瞎说什么屁话呢 凤云青差点骂出来 可是 我不想 可是 我想 学员一览顺势将 凤云青的手 压在了她头顶 高大身子并压了下去 就撑起了一些力道 不至于让她 承受太多重量 秦秦 我想你 她嘴里的热气 一吐到了她脸上 水得凤云青的脸 顿时发起烧来 我不想你 化学诚说 女儿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你说不想 就是想了 世风 怎么哪哪都有化学沉啊 就你压得还想重新追求我妹妹 没门 摄政王府内 化学沉猛地带了一个喷嚏 谁在骂她呀 轩亦兰 你起开 我真的不想 她后半截话 都被轩亦兰吻进了肚子里 这大白填的连门都没关 她怎么说来就来 凤云青这会儿 哪还想着那些有关于刘子贤的事情 她满脑子都该想 该怎么样拒绝 薛恩亦兰的热烈所要 偏偏这个男人如今 稳定越发嫌熟 那扑天盖地的柔情 强压下来 将她大脑都变成 一大片一大片的空白 她想想点什么 也半天都没有连成线 直到薛恩亦兰稍微松了口气 开始用手剥她的衣裳 不行 凤云青再次阻止她 终于想到了一个 无法让她拒绝的理由 你体内吃血炎毒未解 若此番让我有孕 那毒素传给孩子怎么办 你想想你这些年 这话还没有说完 凤云青就发现 薛恩亦来面色彻底垮了下来 所有的暧昧一瞬间 全部都荡然无存 她的身体生生僵住 阴冷冷的气息直往外冒 那潜藏在了她记忆深处的 可怕感觉再次上来 让凤云青不自觉 微微颤抖起来 她戳到了她的痛处了 薛恩亦来一出声 体内便带着赤血沿途 这些年都是在痛苦中 煎熬中度过的 她倒她不懂她心中的恨 可她又何尝体会过 她的痛苦和煎熬呢 我 我不是嫌弃你子华 我没有说你不好的意思 我只是 你说得对 薛恩亦来猛地站起了身 转过去 坐在了床边 幸得之前你没有身孕 若是有了身孕 那便是我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她想起了那个她不知道的前一世 她和凤云青也是有孩子的 只是那个孩子还没有落地 就已经生生化成了一滩血水 可是听人说 孩子在母亲的肚腹中 也是有感知的 那她是不是中了毒 是不是已经能够感受到 赤血沿毒带给她的痛苦了呢 见到薛恩亦来背对着她坐着 整个人忽然变得阴冷又悲伤 凤云青便猜到了 她在想些什么 她的心有些痛 主动抓住她的手 子华 我们会有孩子的 等我给你解了毒 你想要几个我都给你生 好不好 眩云亦来的那份冷 瞬间就柔和了许多 她就算是生她的气 也还是要她的 愿意给她生孩子的 她又何必用这么急于的方式 去逼她呢 她重新转过了身 将凤云青拉起来 搂在了自己的怀里 浅浅 你很好 在我心里是最好的 要我帮帮你 我什么也不做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虫九皇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二十九集 升级的奖励 是避孕神器 雪云一栏紧紧地收紧了手臂 却突然感觉到 自己手上凭空多了一物 拿起来一看 却是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 表面光滑 带着一丝丝凉意 四周是锯齿状 秦秦 这是何物 怎能忽然到了我手里 你的一度系统给的 除此之外 她想不到别的 冯云青定睛一看 面上表情顿时僵住了 这不是避孕神器吗 尊贵无比的摄者王手中 拿着一盒 这个的一幕实在是太违和了 小蛋 你搞什么鬼呢 冯云青忍不住喊出来 更神奇的是 小蛋的声音竟然真的出现在了现实之中 主人 我升级了 因为您想要给轩人叶解骨 轩人叶日后会成为明君 拯救千千万万百姓 所以我的积分值三次达到目标值 也就是说 我连升了三级 现在我可以跳出您的意识之外 与您对话 也能在您急需猛物时 并且没有来得及过我发送指令时 直接给您准备好 当然 说着王大人也能听到我说话了 冯云青还是有些懵 什么情况 连升三级就可以跳出他的意识 那岂不是说 这鸭的异毒系统开始有自己意识之后 就不会百分百归他管了 还能不根据他的指令就往外面递东西 最关键的是 小蛋递出来的 还是避孕神器 就在凤云青还各种不能接受时 轩然叶兰又一次问了 医毒系统 这四四方方的东西是何物啊 说着王大人 我叫小蛋 很开心为你解释 此物乃是避孕神器 带上它 什么毒啊 病啊 细菌啊 统统不是问题 这是高科技改良产品 避孕程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您可以放心使用 主人是不会怀孕的 您和主人也就不用担心 您体内撤血严毒会影响到孩子了 小蛋 凤云青将面色一沉 我现在想知道 你有了语言意识 是不是还会产生其他意识 是不是还会生成物质状态 你压的是不是能够从我的意识里面剥离出来 站在我面前 这个 主人 我 小蛋支支吾吾的 像是怕劫了凤云青 说 凤云青火了 他一直都以为小蛋只是一个系统 就是经过人工设置出来的 可是他都有自己意识了 那不就是一个活物了吗 成了活物还 不分昼夜的与他在一起 那岂不是他所有行为和行动都要被他知道 怎么都有一种被他时刻监视的感觉 你快说 你最高级别是什么 徐云叶兰也很快想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凤云青之前有点说过 一毒系统是由人眼不可见到的超微粒子组成 是存在于他的思想和灵魂里面的东西 没有实体 不分性别 一切都是提前设置好的 可眼下看起来 这一毒系统就好像有了改变 那么这个东西就不适合继续存在于凤云青的身上了 否则岂不是连他和他亲热时 也还有一个旁观呢 那样的事情光是想想 徐云叶兰都觉得无比的愤怒 主人 您不要生气啊 小丹弱弱的说道 我说实话 之前我也确实不知道我能变成这样 我的某些能力是要升级觉醒之后才能有的 我现在知道的 就是再生三级 我确实能够化成实体 从您的思想和意识里面剥离出来 最初实体是一团雾气 然后由雾气凝成形态 大概也是可以变成 变成和您一样的人吧 我是这么推测的 最高级别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您放心 我对您是绝对忠宠的 不管我转变成什么样的形态 我的最终意识都是和您连在一起的 您可以随时选择关掉我 让我彻底消失 这也是升级后代功能之一 还有就是 我依然要靠着您的一毒系统和一毒行为 累积积分进行升级 您的生命若是终结了 意识消散 我也会跟着一起消散的 彻底不复存在 听到这儿 冯云青大概明白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屋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集 轻松一小粒 岩石一整碗 听到小丹 听到小丹说完 凤云青总算明白了一些 小丹与她意识相连 就成为她意识的一部分 随着她的消亡而消亡 只是她能够从她意识里面分离出来变成实体 还能够受她控制 只是有了自主的能力 那么多少积分 能够让你再升三级 从我身体里面分离出去 凤云青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 主人给轩辕叶解完骨 或是与摄政王大人彻底交心 或者是 毒死摄政王大人 他是真的不想得罪轩辕叶兰 但是也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 轩辕叶是对这个世界而言很重要的人 所以只要能够给她解骨 就能够提前升级 当然 也算是估算了解骨人 既是凤云青的实力 才能够透支积分的 这积分只是分为三分之一 如果解骨成功 那么剩下三分之二就能够有了 足够的再升三级 至于轩辕叶兰 什么 毒死自华 凤云青大惊失色 自己追问 这是为什么 主人 您忘了轩辕叶说的话了吗 如果您不和摄政王大人在一起 摄政王大人是会灭世的 您生了他 或者与他永远在一起 都能够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这是天大的功德 您让我生多少鸡都成 凤云青与轩辕叶兰对视一眼 心情郁闷起来 看来我这辈子都只能和你在一起了 心心相忆没有那么容易 但他不离开他就成了吧 比起余下那两件事情 给轩辕叶叶解骨 倒是简单多了 轩辕叶兰沉默了片刻 突然道 小蛋 此物在哪使剑 他说着 举起了手中的避孕神器 但轻轻给轩辕叶解了毒 这医毒系统从轻轻身体里面分离出去 他得拿点补偿回来 凤云青没想到 轩辕叶兰最后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故意的 这男人分明就是故意的 什么轻语系男神 轩辕叶兰根本就是一个欲求不满的恶狼 他能提出抗议吗 不能 他太清楚这个男人的脾性了 若是他此时提出抗议 那么说不定他要的就不是十件 而是二十件三十件一百件 于是 他只能看着一毒系统将轩辕叶兰药的东西给他 看他打开随身鞋带的 他给他绣的那个香囊 将里面有助于他身体健康的药全部倒出来 而后将这些东西一个一个装进去 有些骨 他捏了捏 嘴角勾起了一抹满意的弧度 愉快地将香囊收入怀中 再附上了一句好评 你说这一毒系统 倒也不是全然无用的废物啊 哼 他想揍一毒系统和薛云一类一顿可以吗 而一毒系统小蛋却很激动地说道 说中王大人您很喜欢此类物品吧 我这里还有各类要丸子 轻松一小磕延迟一整晚 日用加夜用 其次八次随便上 绝对绿色无毒无副作用 小蛋 你可以滚了 再不过我现在就灭了 凤云青怒吼一声 是主人 小蛋赶紧麻溜地敲了声 虽然他觉得薛云一来很厉害 他想在转化成尸体之前 与摄制王大人打好关系 但是主人还是主人 惹闹了主人 小命不保啊 哼 薛云一来笑了一声 清清 我开始觉得你说的那个事件 也挺有趣的 若是有机会 我倒是想去瞧一瞧 有什么可瞧的 凤云青瞪了他一眼 自己先下了床 往门外走去 出门的时候还不忘嘀咕了一句 拿那么多那东西 也不怕纵欲伤身 薛云一来知道 他说的是小蛋给的避孕神器 多吗 他不觉得呀 才实践而已 他应该再多要一些的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戚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一集 还有毒 晚膳是在人王府吃的 凤云青只吃了半饱 就与薛云一兰在一起 经由凤云青的闺房的地下密道 取了摄政王府的地下暗示 这条暗道 如今凤城州和桑建香都知道 薛云一兰还告诉他们 若是他与凤云青离开皇城之后 人王府有什么大的祸患 他们可以通过这条暗道 去到摄政王府避祸 凤城州和桑建香这才知道 薛云一兰为了凤云青 早就做出了更多的事情 二人都有些心惊 但是想到薛云一兰对他们的女儿好 没有释坏了 只是在心中想着 他们女儿是休了多大福气 才得摄政王这般优秀男子 倾心以待 暗示里面 数十颗一明珠将此处照的 连一根细微的头发丝都分辨了清清楚楚 而且光线相对柔和 丝毫不亚于手术室 凤云青对此表示满意 薛云一兰已经穿着单衣 躺在了诗台上 化学成和楚西岩也已经做好了 凤云青交代好的所有准备工作 凤云青走过来 与薛云一兰说了几句话 我需要最后确认一遍 你是否愿意 我为你去骨 薛云一 我之前与你说过了 这骨虫长在你的心脏里面 我会先化开你胸口的皮肉 切开你的心 才能将骨虫取出来 这过程之中 只要有一点点差错 你的心就永远都不会再跳动了 或许你就会死去 也可能再没有重来一世的机会 当然 如果去骨 我有一半的把握 可也只有一半 我知道 动手吧 我相信你 只是 你能不能给我用你说的那个局部麻醉 我不想睡 我想看着你给我去骨 他问他怕不怕死 他当然是怕死的 他现在就有些慌 只有看着他才能够睡得安稳 他知道 这样的要求可能会引起薛云一兰的怀疑 会让薛云一兰看穿他的心思 但是他真的可能会死 只此一次行不行 局部麻醉的风险比全身麻醉风险更大 你的保证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多分好 你觉得 你能做到吗 凤云青理解薛云叶的心情 都是重活一世的人 不想没有作为就死去 我能做到的 薛云叶保证 只要能看着他 天塌下来 他都不会皱一下眉毛 即使如此 我尊重你的选择 凤云青说着 打开了他带来的医药箱 他要用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医药箱里了 他不想让化学成也知道 他有医毒系统的事情 他首先拿出麻醉针剂 将薛云叶的局部麻醉 确定麻醉之后 他朝着要给他当注射的化学成和楚西岩点头 可以开始了 先拿一号手术刀 化学成麻利地将刀子递过去 凤云青拿在手中 毫不犹豫地划开薛云叶的皮肉 外科手术 他还没有过失败的例子 当他站在手术台前面对病人 他就是最专业的医者 全神贯注地在手术上 不会允许自己产生半点失误 他动作显熟 迅速而准确地绕开了致命点 开胸 找到那颗正在跳动的心脏 不断地消化学成身手 要手术的器具 手术刀 手术剪子 镊子等等 所有的人都安安静静的 连大声都没有出一声 也足够的淡定 没有因为眼前内匪夷所思 且血淋淋的一幕而变了神色 凤云青额头冒出来的汗珠 也都被楚西岩细心擦去 在这种紧密配合之下 凤云青成功找到那条寄生在 薛薇叶心脏中的蛊虫 稍微准备一下 用镊子将之一举夹出来 扔到早就准备好的火中烧死 好了 蛊虫一除 出血量也不算大 现在开始止血 这样就行了吗 花雪辰忍不住问了一句 莫要掉以轻心 楚楚 你将药王谷的护信单 给薛阳叶托一颗 去除蛊虫 只算成功了一半 还得保证接下来 不出任何差错 就算顺利地缝合好 也得看薛阳叶术后的恢复情况 可就在这时 一毒系统突然发出了警告 主人主人 还有毒 本集部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二集 我相信你 风云青一惊 还有毒 哪里有毒 心脏中主人 心脏中还有一条蛊虫 藏得更深 在出血点的深处 并且因着血液 那蛊虫已经开始苏醒了 出血点的深处 那岂不是要将出血点划开才能够 楚楚 给薛云叶再团三颗护信单 一颗素小不洗完 风云青的神情越发地冷静缠着 又转过了身 对着一直站在不远处的薛云一拦道 梓华 薛云叶身的底子不行 你过来 给他一些内力 洛辰 不管多难受先撑着 你说过的 你相信我 他记得 他说过他字落尘 想让他如此呼唤他 显得更加亲近些 对 我相信你 薛云叶坚定道 他连命都交给了他 不相信他还能够相信谁 但是此刻谁都知道 肯定出了什么差错 然而风云青没说出来 谁也不会提一个字 风云青将直线手术前递给了化雪橙 又让他拿了七号手术刀 那是最细最薄的一把刀 化雪橙递过去时 感受到风云青的手竟然抖了一下 先准备好镊子 我马上会用到 风云青提前将下一步要用的东西说明 他开始有些紧张 苏醒的蛊虫 如果不能够在切开出血点同时被一次性取出来 那蛊虫便会往更深处钻 薛云青就算不会失血而亡 也会被那蛊虫折磨至死 他有些紧张了 这是手术的大忌 云青 我忘了告诉你 我在京郊的花海里埋了一批酒 这段时日你让我调养身体 都不许我喝酒 待我身体好起来 待你从江州回来 与我大醉一场 如何 薛云叶看出风云青的紧张 他的心反而安定下来 原来他也会紧张啊 那是不是代表 他其实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在意他的 在意他的生死 也是在意的一种 活着 他请他喝酒 死了 他把他葬在那片花海里面就好 凤云青抬起头看向薛云叶 瞧见他戴笑的脸 眼底溢满了信任 和一丝丝从前 他从未在他眼中瞧见过的东西 轻轻 动手 薛云叶兰也朝凤云青点了一下头 凤云青的心才总算是安稳了下来 他稍微闭了一下眼睛 再睁开 又恢复到冷漠 没有一丝情绪的模样 他直接下刀子 只见一点针尖大小的黑点 并朝化雪橙伸手 镊子 化雪橙将最小的镊子拿给他 他咬了牙 刀和镊子一起动作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盯着那处地方 直到 那米粒大小的蛊虫被精准夹住 不断扭动着 被扔进烈火中烧成了灰 储夕炎松了口气 薛云叶兰和化雪橙也都松了口气 薛云叶的额头上本能地冒出汗珠 陆成 莫要担心 很快就要没事了 凤云青抬起了头 朝着薛云叶笑了笑 又埋下头 处理那点初雪点 缺点没有任何问题之后 关凶将一层一层的皮肉缝合起来 可他殊不知 他这一笑 就此深深刻在薛云叶的脑海中 许多年之后 薛云叶仍旧记得 老天让他重生 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可是第三次的生命 是凤云青给的 他的镇定与冷静 让他再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之后 他还不忘给她一个苍白 但无比温暖的笑 那时他此后一生 只要想起来 就会充满希望和温暖的源泉 直到他寿终正寝 都从未干涸过 又经过了一个时辰 冯云青终于将玄叶的心放回来 他的指尖酸痛不已 就让楚夕炎将薛云叶最后一层皮肉 缝合起来 然后他才宣布 露晨 你现在可以闭眼休息了 今晚我会一直守在这 只要你不发高烧 明天正午过后你这条命 我保证能够再活三十年 清清 我也在这守着 但是 你先上去沐浴 薛云叶蓝道 他刚刚出了一身大汗 定是将里层的衣服都湿透了 这样穿在身上 也是容易生病的 好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三集 我是个俗人 凤云青刚刚其实也紧张得要命 这是他医生生涯之中 做的最紧张的一台手术了 毕竟那不是一颗不会移动 只等他切除的肿瘤之类的 而是活物 好在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候都过去了 楚楚 注意落成情况 我先上去一下 很快回来 走之前 凤云青还不忘交代楚西言一句 姐姐放心 不到两刻钟 凤云青便回来了 她先让异度系统扫描一遍 轩辕叶 又亲自检查一些细节 才放心坐在旁边守着 这里留我和子华就行了 楚楚 你先回去歇着 明日 你还要与我跟子华一起出发 前往青州呢 这次去青州江州之地 楚云奕接到要回到楚国 柳子贤与薛一兰母族之人扯上什么关系 也需要带过去 楚西言说要送楚云奕 实际上也是怕楚云奕趁机做什么手脚 想要跟着帮一帮凤云青的 而化雪尘 自然也不会离开楚西言 如此一来 还真是够热闹的 想到接下来可能会面对更多的危险 楚西言并没有坚持留下来 所有薛云奕如何也与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他如今在意的只有凤云青一个人 所以起身离开了 化雪船也就跟他一起走了 秦秦 你累了吧 你先靠在我肩头觅怀 若是有事 我喊你 薛云奕瞧凤云青面上的疲倦之色 很是心疼的建议 也好 凤云青点头 靠在了薛云奕兰的肩膀上 薛云奕兰趁机动手 直击点了凤云青的睡眩 而后将她抱在自己怀里 让她睡得更加舒服安稳些 若晨 你黄水救了你的命 有些青丝 早些收起来吧 薛云奕兰握住凤云青的小手 不轻不重地捏着 想要这种方式缓解她方才做手术的酸痛 她的语气很冷 冷得像是刚从冰水里面捞出来的 薛云奕愣了一下 眼光正的光瞬间黯淡下去 薛云奕兰果然看出她对凤云青的心思了 九皇叔 我 不必解释 本王并非不能理解 你与青青一起 从本王并不知晓的那一世走来的心情 然 本王不认为青青会是你情感的寄托 这世上的事 都是有得便有事 你如今活得敞亮了 不属于自己的就不该再寄予 尤其是你清楚本王的性子 别试图与本王为敌 包括情敌 薛云奕来说的很直接 薛云奕就是想装听不懂都不可能 他能够接受薛云奕仰慕凤云青 将凤云青当成好友 当成亲人 却绝对不能接受薛云奕将这份男女感情表露出来 与他争抢凤云青的心 九皇叔说的事 是我 于悦了 云青是我的皇审 我往后 定会铭记于心 能记一事便是最好 若是不能 就给本王好生藏了你的这份心思 莫要让青青看出来半点 否则 本王定不饶你 薛云奕来冷冷地说完这话 瞧见薛云奕满目地颓伤与苍白 犹豫了一下 又道 洛晨 你是个聪明人 也是个有报复的人 你父皇最有治国的才能 却终究太过仁善 你比他更好 你经历过生死便能无所畏惧 这天下 终究是要一统的 本王希望最后守护好他的人 会是你 薛云奕望向了薛云奕兰 又听他说 你别学我 我是个俗人 只看重一些个小感情 俗人 九皇叔若是一个俗人 那这世上便没有不俗之人了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安屋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四集 欺负他最深的人 他终究不能够如九皇叔那样 活得潇洒自在 因着他没有九皇叔那样的能力 他早就做出选择 要阻止着天下血流成河 要守护这方万里江河 万万年繁荣昌盛 学院艺的眼眸又筋定起来 是 如今你体内的蛊虫已去 尚有一些不足以威胁你性命的余毒 轻轻也会留下解毒单 你按时服用便可痊愈 你需得记住 你的这副身子是轻轻救回来的 往后的每一日都要好生照顾 莫要让他为你再担忧了 此次我与清清离开皇城 你要帮着你父皇 将朝堂上下的事情处理妥当 也要时刻留意楚云义 留在皇城里的那些个探子 若是还能得空 便也照看照看仁王府 这是我私人请求你做的事情 学院艺点头 九皇叔的私人请求他办好了 就等于是得了九皇叔一个人情 九皇叔的人情哪里那么好得到 使他赚了 即使是九皇叔不交代 他也会帮着风云青照看好仁王府 与此同时 楚仙已经坐上了回公主府的马车 他刚上车帘子就被掀开 化血沉起了进去 你进来做什么 出去 楚仙的脸色顿时不好了 外面不是有马吗 他骑马不可以吗 楚楚 我好累啊 我就进来欣一小会儿 化血沉却故意做出一副困戒模样 挤到了楚仙的身边坐下 还将头往楚仙的身上靠 楚仙毫不犹豫将化血沉推开 化血沉 你大概是想让本公主 将你赶出公主府了是吧 于是楚仙力气大了一些 化血沉没有设防备 被他这么一推 身体便撞在了车壁上 砰的一声有些疼 他夸张地喊了一声 楚仙有些紧张 身体往前轻了轻 化血沉却做出一副痛苦的模样 好疼啊 楚楚 你谋杀亲夫啊 楚仙颜面色微沉 冷冷吐出两个字 哼 活该 楚楚 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啊 化血沉一副委屈自己的样子 师父交代过 你要对我好的 师父在世的时候 最吸引的人就是我了 他道你设施未深 单纯善良 让我好好地守着你 不要让你被别人欺负了 我得坚持执行师父的一命 让他老人家 在九泉之下能放心 你 楚仙颜恨恨地瞪着化血沉 雪王爷 你还要点脸不呀 你还敢在我面前替我父亲 我父亲让你照顾我 你照顾得可真好 都将人照顾到坟墓里 变成一副白骨了 现在还来说什么 要坚持执行我父亲的一命 亏得是他老人家已经下去了 如若还在这世上 我猜你现在是不是 已经被大谢八块了 对于药王 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给了他很多温暖和亲情的人 曾经的云楚楚 一直都为有父亲而觉得 骄傲和满足 可对楚西言来说 那也等于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华雪晨 我觉得你脑子 到底是出了问题吧 以至于连人话都听不懂了 那我再说一遍 我的这个身体 我的这个身体 身体里流出的血 这张脸 身处的环境 背后的背景 都是楚国的长公主楚西言 不是那个被你辜负致死的云楚楚 你想在我身上找她的影子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还敢说莫要让她被别人欺负 她不是欺负她最深的人吗 滚出去 我不想和你坐在同一辆马车里 看见你 我只会觉得无比的不舒服 楚西言将手指往外面一指 神情愤怒 化雪神只能灰溜溜出了马车 却并没有下去 倒是将车夫赶下去 亲自给楚西言赶车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安屋工作组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五集 往后余生 逐为你而生 此时已经是夜里 夜晚似乎比之前的夜晚都要冷很多 街面上冷冷清清的 瞧不见几个人 风吹过来 刮在脸上 还有一些发痛 这也让花雪晨变得更加清醒 也让她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楚西言说得没错 她这几日不分昼夜地守着她 不时在她面前提起药王谷的事情 不就是想在她身上找过去的影子吗 可最终 她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她了 她想要过去 是因为过去带给她的都是温暖和关爱 可事实上 她带给她的却只有冰凉和愤恨 她不该跟她提过去的 她要做的 是与她重新的开始 想到了这里 花雪晨总算明白 自己和楚西言之间还有希望和好的可能 而马车里 楚西言的心情也并不好 她觉得自己应该做错了一件事情 从一开始 她就不应该让花雪晨跟着她的 如今这个男人在自己身边赶都赶不走 还时不时总是拿过去事情刺激她 她真怕自己会忍不住一刀子宰了她 可是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 当她还是云出楚的时候 也是她死记败猎非要喜欢花雪晨 最后 也是她自己心甘情愿为她而死 她最后落到那样的下场 也是自己的选择 对她有怨恨可疑 可杀了她就没必要 她一路想吸个有的没的 心绪乱得很 直到马车停下 妍妍 到了 下车吧 花雪晨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 柔和温润 带着低雅的磁性 楚西言愣了一下 心微微的一跳 花雪晨又想做什么 怎能对她换了一个称呼 她掀开了帘子 弯腰下了马车 又瞧间放在自己面前 一只修长的手 再抬头 是一袭轻衣的花雪晨脸上 那干净温和的笑 妍妍 来 慢点 别拴了 她的眉眼里面揭示柔情 像是忽然之间变了一个人 是她上一世情斗初开的梦里 那温润无双的模样 一时之间 楚西言竟是有些恍惚 花雪晨的手伸了过来 触及她的指尖 微微的凉意 让她默地经历一下 猛地缩回自己的手 花雪晨 你又搞什么鬼 爷爷 你与我说 你永远不可能再变成她了 我也想明白了 往事不可追 只待明日 不如 我们重新开始 花雪晨神情无比地认真 便从今日开始 你好 公主殿下 我是华国雪王 公子晨 仰慕西言公主已久 不知公主 可愿给再下一次机会 往后余生 雪晨只愿为公主而上 楚仙的心猛地跳了几下 像是那些某些 被她深深埋起的东西 又在蠢蠢欲动 她的脸色却冷了下来 沉默片刻 冷笑一声 哼 华国雪王 公子晨 莫约是个脑子有病的 说着 她一把推开了华雪晨的手 自己跳下了车 急急地往里面走 燕燕 你慢点 注意脚下 华雪晨也不恼 急不跟上楚西言 燕燕 我想过了 不管你给不给我机会 我都会用尽所有的办法 争取你的心的 你会知道 在这世上 只有我华雪晨 才是最能与你相配的人 你一定会重新喜欢上我 早晚而已 过去了那么多年 她唯一漏算的 就只有楚楚而已 既然老天爷 又给了她一次机会 将楚楚送货到她身边 她连死都不会 再愿意放弃的 是吗 楚西言凉凉吐出两个字 瞧见正前方 朝这里走过来的薛元爵 脚下步子更快了 还抬脚 高声喊道 薛元爵 薛元爵的眼睛亮了起来 跑了过来 公主这是去了哪里啊 累着了吧 我已经吩咐人准备了热水 不如公主先去沐浴 或者公主饿不饿 我让厨房准备宵夜给公主 她伸手边抓起楚西言的手 占据了化雪晨的位置 将化雪晨挤到了一边去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六集 伺候本公主沐浴 自从薛元一兰回到了皇城 薛元爵就知道 薛元一兰的身边有着一位 医术高明的神医 秋楚生 可她并不知道 这秋楚生 竟然还是华国的雪王爷 这可是一个传奇大人物 说是雪王又是失踪 在民间长大成人 直到老华帝病重在床 才被巡回 不到一年 就迅速在朝堂上站完了脚跟 而其后三年 更上整个华国都认定 他就是皇帝的继承者 之后老华帝病逝 也确实将华国江山交给了他 可谁也没想到 他却因为自己心爱女人去世 而放弃了皇位 甘愿做一位闲散王爷 可这要说闲散却也未必 毕竟如今 皇位上那个皇帝 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 这种情况 与薛元有些类似 只是华雪城 将将军的实权也交了出去 但他身为皇室中人 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 让华国为他独尊 可见其手腕和魄力 都是非同小可的 自然就不能小觑了他 只是薛元爵怎么都不明白 这雪王怎能跟薛元一兰 关系那般好 还非要与他来争强 楚西岩呢 果真依着他们所说的 楚西岩的模样 生得像是华雪城 以前那个死去的爱人吗 不管华雪城有什么目的 楚西岩现在 使得薛元爵东山再起的希望 就算冒着得罪华雪城的风险 他也要将楚西岩的心 拉到他的身上来 楚西岩看了眼 抓着他手的薛元爵 心中生起了厌恶 本能地想甩开 见华雪城就在旁边看着 又改变了主意 他不仅没有拒绝薛元爵 还轻轻热热地 靠在了薛元爵的肩膀上 语气温和地道 你有心了 方才倒是没觉得有多累 你这般一说 我还真觉得有些疲惫了 那就 先去沐浴吧 不如 你来伺候本公主沐浴 薛元爵愣了一下 随即一阵狂醒 公主的意思是 是 沐浴自然是要脱衣的 楚西岩让他伺候他沐浴 岂不是要与他欢好的意思吗 嗯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楚西岩强压住胃中的恶心感觉 接着道 怎的 你还不愿意伺候本公主吗 嫌本公主还未曾落实你的名分 若是因着这个 你无需担心 我既然已经宣布要娶你做驸马了 虽然不会失言 不过 你若是不愿意 我让别人来伺候我便是 不不不 我愿意的 薛元爵赶紧说道 莫说只是伺候公主沐浴 便是公主今晚让爵士且 爵一时求之不得的 那便先沐浴 在世寝如何 楚西岩稍稍抬高了音量 迎角余光却是朝着化雪城撇去 是 是是是 轩云爵一连说了四个事 显然是激动极了 那还在等什么 本公主脚也乏了 走不动了 你抱本公主过去 楚西岩发现化雪城静止站在原地 一点反应都没有 心中的火蹭蹭地就冒上来 主动朝薛元爵伸出了手 薛元爵顿时激动极了 他心里想着 等他和楚西岩有了真正的关系 还怕不能够将楚西岩的心牢牢抓住吗 到时候 借着楚西岩重新回到薛元皇朝 也不是没可能的 就算真的不能再成为皇子 他还不能暗中培养自己势力 将那个本来就该属于他的位置抢回来吗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七集 伺候你就起 我来 皇帝对他不认 连亲生儿子都不认 他自然也不会认皇帝是他父亲 可他身体里面流的本就是薛元家的血 只要这天下还是姓薛元的 又凭什么没他的份呢 等他重新回到权政中心 他还得想办法将凤云青也抢过来 那个女人本来也应该是他的 他不会就这么拱手让给了薛元叶兰的 这样想着 薛元叶仿佛真的看到自己军灵天下 将一切都紧束握在手里 所有人都对他唯命是从的一幕 他得意地回过头看了眼化雪尘 弯下了腰 准备将储夕炎抱起来 然而 他刚刚蹲下去一点 化雪尘突然抬起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 化雪尘用力很大 薛元决没有料到他会踹他 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已经飞出去 扑通一声摔进旁边的小鱼池里 池子里面的水并不深 养的几条红色小鱼被砸飞 他膝盖触及池底坚硬的石头 透到他嘴直裂 全身都湿透了 随之而来的冰冷 也让他打起了寒颤 雪王 背后伤人 你也太过分了吧 薛元决面子发轻 狼狈地从池子里面爬上来 我知道 你也喜欢公主 但是先来后到的规矩 你不会不懂吧 我可是公主未来的第一驸马 就算是你也想进公主府 也要排在我的后面 我做大你做小 你如此来偷袭我 卑鄙 薛元决知道 你自己现在的身份和本事 没法跟化雪尘硬碰硬 但是骂人他还是可以的吧 化雪尘却冲上前又是一脚 将薛元决重新 踹回到池子里 脸上带着丝毫不掩饰的 讽刺和亲密 就凭你 也想做爷爷的父母 有我在 你休想动他一根手指头 化雪尘本身也是武功极强的高手 说这话实在心中有气恼 手上也没有停着 隔空几掌气力打过去 直接将薛元决打晕在了池子里 而后 他转过了身 一把将楚夕炎抱起来 足尖一点 朝着楚夕炎的院子而去 耳边的风呼呼地吹着 男人的身上不断散发出冰冷的气息 这使得楚夕炎感觉到莫大的危险 他不断地挣扎着 化雪尘你疯了是不是 你放我下去 你快放我下去 你不是要沐浴吗 我这就带你去沐浴 化雪尘道 徒字清晰 语气坚定 带着不容拒绝的气势 你不是需要人伺候你沐浴 伺候你救济 我来 可是我一点都不想要你伺候 楚夕炎抓着他手臂 用力地掐着 化雪尘 你脑子是真的有病吧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刚才明明是让轩辕绝伺候我的 什么时候说要你伺候了 你把他打伤了也就算了 竟然还想替代他 你以为你有资格替代他吗 我数一二三 你放我下去 否则 我 我 我跟你没玩 一 楚夕炎开始倒数 化雪尘丝毫没有慌张 足下动作反而更快了 二 化雪尘只是冷笑了一声 手臂却收得更紧 抱着楚夕炎直接从屋顶处跃进了院子 又迅速往前 直接穿过了寝室 到了后面的私密浴池 三 这个三字刚起了一个音 化雪尘就将楚夕炎放下 却又马上用一只手搂住了他的腰 另一只手扣住他后脑勺 强势地吻上他娇嫩的唇瓣 楚夕炎默地瞪大眼睛 煞事间失去了反应的能力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更加用力地挣扎起来 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化雪尘的身体 发现这样没用 再次用力掐住他皮肉 明明他已经掐得很用力很用力了 他都能够感受到指尖有失忆 像是掐出了血 可化雪尘像是一点疼痛都感受不到 反而稳得更加急切 狂风暴雨一般 要将他整个人都吞噬掉 本集部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八集 脱衣服 这个我会 他终于有些怕了 赶紧从自己腰间抽出了银针 想要往化雪尘身上扎 这次的自然是无毒的银针 针尖上只抹了麻沸伞 准想要阻止他 可是他都已经吃过的一次亏了 哪那么容易让他得手 那针就要扎进他穴道时 他已经停止问他 伸手抓住他手腕 往相反的方向应用力 那带着麻醉的针尖 就扎进了他的穴道 他很快便不能动它了 化雪尘 楚西言咬紧牙齿 充满了愤怒 他怎么忘记了 论伸手 他一定不是化雪尘的对手 妍妍 你方才说 要与我没完 化雪尘伸手 将那几根银针拔出来 扔到了一边 正好 我也是想要跟你没完的 不过 你说我想替代轩辕绝 我觉得你说错了 轩辕绝算是什么东西 我需要替代他 燕燕 我想跟你好好相处 既然你喜欢 用这种方式来相处 虽然对于我来说 有些难度 但 我还是会做到 让你满意为止 方式 什么方式 楚西言一时之间 还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很快他就明白了 因为化雪尘 承认他不能动他 已经开始扯他腰带了 燕燕 你上次问我 有没有脱过女人的衣裳 我现在回答你 没有 不过 你上次教了我 先从腰带开始脱 是吧 腰带虽然系得紧 但是只要将打的结扯开 很容易就能够解开 楚西言只能看着自己腰带 被化雪尘脱下来 优雅地扔到了旁边 接下来 脱外衣 这个我会的 无非就是将细带解开 将手从袖子里扯出来 是吧 一边说 化雪尘一边脱掉 楚西言的外衣 你 你 你住手 楚西言总算反应过来 他脸色沉下来 冷冷地倒 化雪尘 我讨厌你 你不准再碰本公主 否则 否则 你跟我没完 我知道 化雪尘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 赖皮模样 继续毫不动摇地 脱着楚西言的衣服 直到将它脱到 只剩下了一件肚兜和一条礼裤 四周有屏风遮挡 尺子是天然的温泉 但毕竟是冬季 还是很冷的 有冷风吹过来 楚西言忍耐不住抖了一下 化雪尘发觉 他赶紧强迫自己将视线 从他雪白肌肤和精致锁骨上挪开 并且三下两下将自己衣裳也脱掉 然后抱着他下了池子 将他脖子以下的部分 全部泡在了池水里 岸上是冰冷的 池子里面的水 炸下来却有些烫 楚西言面上表情直接军裂 如果他此事能动 他很想一掌拍死化雪尘 就是要下来 好歹也得给他点适应的时间吧 哦不对 现在重点不是这个 而是 化雪尘 我警告你 你赶紧滚 本公主不需要你伺候 不需要 他 他不会真的想将她给 那个啥了吧 那种事情只要想了想 他就不能接受 爷爷想要滚 我们等下再滚 先沐浴 好吗 化雪尘的语气又变得温和起来 嘴角甚至勾起了一抹邪魅的笑意 他当着楚西言的面 将已经紧贴在自己身上最后一件礼仪一点点脱下 露出结实的胸膛 然后他轻身将双手放在楚西言的肩膀上 颜颜 你之前到轩原觉生的好 是以你喜欢她 要让她给你做驸马 那我呢 我生的好不好看 他还记得 他当年沐浴时 小丫头曾经偷偷来过 被她发现之后 还道了一句实色性言 他当时觉得这丫头大胆 说话不遮拦 好生教育了她一番 如今却多想着他在与她毫无芥蒂的说话呀 只是他既然喜欢的颜色 那不如就用美色来讨好她 只是这一招 有些不是他的风格 但是现在 只要能够让他对她不那么抗拒一点点 他什么都能做的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三十九集 只是本能的反应而已 只是他既然喜欢她颜色 那他不如就用美色来讨好她 事实上 这一招对楚西言还是有些效果的 就算他很不想承认 可是当化学生脱了衣服站到他面前时 他还是没能够忍住 扫了他几眼 这男人看着瘦瘦弱弱的 身材还是很有料的 竟然有 一二八块腹肌 楚仙的视线有些发烫 想起药王还在适时 多次告诫他和化学陈 身为医者 首先要照看好自己身体 几时晨起 几时入睡 一日之内要有多少运动 好生练功之类的 那会儿 化学生不仅会严格按照 药王说的去做 还经常会给自己加任务 山林采药是他去 夏河捕鱼也是他去 劈柴砍柴也都是他来 切菜磨药也是他 他还会经常去悬崖上 或者水面的木桩上练习清工 还经常帮着下面人挑水什么的 而他的身材 是那时练出来的吗 燕燕 你在想什么 见楚仙半天没说话 起视线直直盯着他胸膛 化学陈笑着问 还是 看我看吃了 觉得我哪里是能让你满意 他抓住他手 放在了自己的胸口 是这里吗 温热的肌肤下 使他跳得飞快的心脏 孙明只是用手触摸着 可他却感觉好像听到那咚咚咚的声音 吓得他想用力缩回自己的手 只可惜 他方才中了自己的麻肺伞 这会儿用再大力气 只能勉强动一根手指 只能用嘴巴纷纷表示自己的不满 化学陈 你是暴露狂吗 谁 谁要摸你了 恶心死了 快放开我的手 恶心 化学陈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再次栖身上前 不应该是动心吗 他将自己的嘴唇贴近楚仙的耳朵 带着雌性低压的嗓音轻声地说道 眼睛 细无知人的听觉 教育常人要更加敏锐一些 我怎么着也是一流的高手了 我能听见 此时此刻你的心脏的跳动声 动 动动 动动动 越来越快乐呢 你误会了 那不是为你而跳的 楚仙咬牙否认 男性气息将他全身包裹起来 他觉得连呼吸之间都是他的 这让他感觉有些莫名的燥热 不是为我而跳的 那是为谁啊 花雪晨说着 忽然伸出自己的舌头 轻轻吻了一下楚仙的小小耳垂 对 不是为我而跳的 是为你的陈哥哥跳的 是否 他抓住他偷看沐浴时 他便一正言辞道 他看的不是他 而是他的陈哥哥 楚仙只知道全身器官 都被花雪晨这特殊一碗勾得 不知所措 他怎么能吻他耳朵呢 什么 什么陈哥哥 花雪晨 你不用再耍什么花椒了 我不可能对你动心的 过了好一会儿 楚仙才勉强稳住自己的情绪 语气又冷了下来 我就算是喜欢上这世上任何一个男人 都不可能会喜欢上你 对 我这会儿有些激动了 可这也是因为你是个男人 自从不再一夜账目之后 我就觉得 这世上男人的滋味 多是不错的 事业 美美和男人相处 我都会激动一点点 只是本能的反应而已 楚仙已经不知道 该用怎么样的办法 让花雪晨放过他 只好用了最笨的这个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四十集 不想和别的女人这样 只想和你 他知道 他是一个骄傲的人 定是听不了 他与别的男人 做过这些事 或许就此 能够让他早点走 花雪晨 你不知道 我什么样的男人 都试过了 温和型的 柔弱型的 勇猛型的 看脸的 看身材的 看房中技术的 大抵我这种想法和行为 跟男人喜欢不同的女人 是一样的 你说呢 说着 为了表示自己 真的已经是各中老手 楚仙甚至将视线 落到了花雪晨的下半身上 若是雪王当真 想要伺候本公主 倒也不是不可以 不如 先将你的裤子脱了 让本公主瞧瞧 你会不会讨本公主欢喜 本公主见过的可多了 若是看不上眼的 自然也不会 楚仙的话说到一半 突然就被打住了 因为 花雪晨静果真将自己腰间带子抽走 而那条遮羞的裤子 便利落地脱掉了 她的视线一直望着那处 自然就无可避免瞧见了她的 楚仙表情一僵 下意是闭上了双眼 她以为听到她说什么不要脸的话 她就会气得转身就走 可是她竟然 这还 真丑 简直丑得污了本公主的眼睛 本公主不喜欢 你快走 楚仙只能从牙缝中憋出这么一句 可她看不到自己的脸 已经红到了脖子根 楚仙没关系 好用就行 就在刚才 听到楚仙说那些话时 她的心真的很痛很痛 她用尽全身力气 才克制住自己没有逃避开 可是当她瞧见楚仙 羞得满脸通红的模样 她心中又起了怀疑 若她真像自己所说那般 脸怎么会红成这样呢 她定是在故意激她 一定是 她差一点就上了她的档 爷爷 你已经瞧过我了 现在 换我瞧你了 楚仙试过了她 化血沉便一想试试楚夕言 她始终不相信 连看她沐浴都会流鼻血的 她真的会放开到 可以随随便便任何一个男人 她伸出了手 抓住她肚肚的袋子 手指轻轻颤抖着 伸着额头上冒出了汗滴 只是在这温汤池里面 被热水和热气蒸着 流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化血沉 你 楚夕言当然是拒绝的 可是她刚一张口 就被化血沉点了哑学 爷爷 你不要说话 她紧张得要命 怕她再说出什么话 她会更加紧张 活在这个年纪 经历过大风大浪 挣扎过死与血 千军万马中拼杀过 大声压顶也不会皱一下 眉头的她 却在这一刻 紧张害怕得像一个孩子 楚夕言再多的话 都被压在了肚子里 只能用一双大大的眼睛 瞪着化血沉 心中恶恶恶地喊 化血沉 你要是敢碰我 我一定宰了你 你住手 可化血沉听不到 楚夕言的心声 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 她又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自己的感受 直接告诉给楚夕言 爷爷 我有一点紧张 我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我是指 我没有和任何的女人 做过这样的事情 真的 我当然也不想和别的女人 这样做 我只想和你 你不要说话 你别这样看着我 你先把眼睛闭上 我很快 就能帮你把衣裳都脱了 很快 楚夕言想用一块豆腐 砸死自己 她想脱带衣服 为什么还要说得那么直接 她想和他 可她不想和他可以吗 老天爷 你真不是在故意玩他吗 为什么要让这个男人 再次出现 再来折磨他 不过 华雪纯说 她没有和任何女人这样过 怎样过 没有发生过男女关系吗 没有偷过女人衣服 那之前那个太湿的女儿呢 楚仙的心绪又乱了起来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41集 你没那个资格 在楚仙的心绪又乱起来时 华雪纯终于将他脖子上 那个鸡带给解开了 然后 他又靠过来一点 将双手伸到了后面 去解他背后的鸡带 这就使得 楚仙整个人都被华雪纯抱在了怀里 两个人的肌肤紧挨在了一起 差点让他抓狂 也让华雪纯有些把持不住 身体的某处 便起了明显的变化 这变化让华雪纯越发紧张难受 也让楚西岩越发的慌乱 就在这时 华雪纯和楚仙都敏锐地察觉到 有人朝这边过来 华雪纯神情一冷 马上停下所有动作 伸手将楚仙和自己礼仪 全部捞过来 裹在了楚仙的身上 觉得还是有些漏 又伸手抱住他 哗的一声跃出了池子 抓住自己宽大外袍 将楚仙裹了个严严实实 连脖子和脸都不曾落在外面 那人已经冲了进来 竟是刚刚被华雪纯打晕在 小鱼池的轩辕 轩辕 轩辕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衣裳还没有换 模样甚是狼狈 瞧见华雪纯竟然不挂一丝地 抱着楚西岩 面色顿时轻红一片 虽说楚西岩什么都没露 可是华雪纯露到这种程度 是不是他们之间 已经发生了关系了 轩辕不知道 自己到底昏过去了多久 只是醒过来就跑了过来 如果他昏过去的时间够久 那么也足够华雪纯和楚西岩 如此一想 雪纯爵更是气得浑身颤抖 你 华雪纯 你好卑鄙啊 你竟然将我打晕了 强迫了公主 你 你简直就是禽兽 你快把公主放下 否则 否则 我定是要找云帝来为公主做主 将你给废了 花雪纯 花雪纯将储仙抱得更紧了 雪纯爵爵 别以为你自己是个废人了 就有本事废了别人 想想你如今的模样 不过就是条想靠着女人继续富贵的恶狗 你以为本王会将你放在眼里 哼 将你打晕 是本王出手轻了 若非有人要留着你这条狗命 本王早就送你下地狱了 是凤云青要留着 雪纯爵的命继续折磨着 雪纯爵爵 今日本王将话放在这里 西岩公主是本王的女人 不想死就给本王滚远点 莫要想着做岩西公主的父母 你没那个资格 说完 花雪纯爵抱着楚西岩进了房间 同时落下了一条命令 将这条恶狗打出去 若是再让他进入此院 死罪 门关上那一瞬间 几个安卫不知从何地出来 齐齐接了命令 是 主子 宣言爵也是有武功的人 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发出一点声音 便被这几个安卫给解决 无声无期地拖出了院子 倒不是这几个安卫比花雪纯还厉害 只是花雪纯身为第一神医 身边安卫自然也有了洗医毒之术的习惯 高强的武功加上一点药粉 足够放倒顶尖的高手 更何况是轩云爵这种连二流都算不上的 进了房间 走到暖炉子边 花雪纯才将裹着的楚心 身上那些衣裳都脱掉 爷爷 你身上的衣裳都湿了 我帮你脱了 换上干净的 这会儿 花雪纯担心楚心身上穿着湿衣裳会生病 倒是忘记了紧张 可是当他将他脱得一丝不挂之后 视线落到他雪白的身体上 他却再次手足无措起来 楚心看见花雪纯喉结滚动一下 随即就听见一声再清晰不过的吞咽声 他顿时休得想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这男人 要不要表现这么明显 楚心对花雪纯做了一个口型 说他很冷 希望花雪纯能够看懂 花雪纯还真看懂了 音音 我马上找干净暖和的衣服给你穿 穿上 他有些鸡巴了 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强迫自己将视线从那美好的风景上移开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四十二集 你能不能穿条裤子 花雪纯费了很大的劲儿 才抢迫自己将视线从那美好风景上移开 并且顺手解了楚仙的雅巡 花雪纯 我想杀了你 得了言语自由 楚西言开口就骂 你是想气死我吗 快去拿衣裳啊 不行 你先把我放床上盖个被子行吧 冷死我了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尴尬 好 花雪纯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又将楚仙抱起来 往床榻而去 可知两个人这会儿都不挂一丝 这么一接触 都不自觉僵了身子 而后 肌肤上面的温度同时上升 等终于到了床榻边 哪儿还感觉到冷 都快被对方身上的温度烫出疤来了 楚仙只觉得既尴尬又羞耻 好在花雪纯一直记得他说冷 所以并没有别的什么动作 只将他放在床榻上之后 就赶紧拉过被子将他裹住 盐盐 你等一下 我现在去拿你的衣服 美好的风景都被锦被遮挡 满怀的温香软玉 也都被床榻抢走 花雪纯觉得怀中空落落的 只能强迫自己转身去给楚西言找衣裳 而藏在被子里面的楚西言 总算有一点点安稳了 可是一抬头就看见花雪纯 赤果果地站在他面前 尤其某处仍旧不自觉地高举着 他顿时觉得自己眼睛下一刻就要长真眼 花雪纯 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能不能穿条裤子再在我面前晃 以为自己真的长得很好看吗 穿裤子 花雪纯有些发懵 低头一看 自己也有一些尴尬 他急忙忙地转过了身 好 我 我穿裤子 当他绕到屏风后面才发现 自己在这地方哪有裤子啊 不得已 只好扯过悬挂的那里的布 围在自己身上 又去衣柜里面找到楚西言的衣裳 万一中医理库摸到那绣花肚兜时 他觉得指尖又开始发烫了 想起女人肌肤的柔软细腻 好不容易才压下去的预念又开始复苏起来 万般无奈 他值得将内部再多围几圈 才不至于那么明显 爷爷 我给你穿衣裳 还是给你紧了麻痹伞 你自己穿 刚回到床榻边 将衣裳放下 花雪晨竟是不再敢看楚西言了 刚刚在温堂池里 他是真的就想跟楚西言先发生点什么 好让他对她有感觉 不再是怨恨 总能是多一点点东西 情爱之类的也算吧 可是被薛人爵这么一打断 他倒是冷静下来 他不能就这么草草药的 这样会伤害到他 而他不是发誓过 再也不会伤害他了吗 楚西言微微有些惊讶 他以为都到这份上 花雪晨会不顾一切的疯狂下去 不是说男人在这种事情上 通常都是不能忍着的吗 可是他却能忍住 莫不是 我真嫌弃他的风流石吗 有一句话说得好 如果你针对一个人感情太过于深重 那么不论这份感情是好是坏 都是你在意他最真实的证明 楚西言如今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怨恨化雪晨 千方百计想要逃离他刺痛他 就因为他很有可能对他有嫌弃而感到愤怒和不安 大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到底想要化雪晨怎么样 就只是单纯的不想看到他好 却也见不得他不好 这种反复纠结矛盾的心理像是一把双刃剑 将他和他都刺得鲜血淋漓 可是只有痛着 他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才能感受到 这个人还在自己身边 你可以滚了 楚西言冷冷地说 麻沸散而已 既然并不大 再有一刻钟自己也能解开 化雪晨却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这大冷的天 很容易寒气入体 滚回去穿衣服 瞧见你这副样子就让我恶心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先至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四十三集 戒狮还魂 前世今生 滚回去穿衣服 瞧见你这副样子就让我恶心 楚西言抛过来一句话 语气仍旧是恶劣得很 然而化雪晨却听出 她话中的关心意味 她马上反问着 妍妍 你是在关心我 担心我受凉吗 楚西言愣了一下 她刚刚好像 真的有点关心她 可是她为什么要关心她 她在这个男人身上 受的伤痛还不够吗 真是脑子进水了 你想多了 我巴不得你早死 但是你死可以 别死在我面前 让我的眼睛不愉快了 她想用这样尖锐的方式 提醒自己 不要再对化雪晨 抱有一丝一毫的心动 化雪晨的眼眸暗淡下去 却并未生气 指示道 那你好身歇着 我先去穿衣服 很快就回来 说着她就离开了 走之前 还帮楚西言 将门窗都关好 并且命令 守在四周的安危 在她没有回来之前 不许任何人靠近 楚西言的房间 见化雪晨这一番动作 楚西言微微有些心惊 这公主府里 早就被楚云一 明里暗里 安插了很多人 具体有多少 连她都不知道 可是化雪晨 竟然还能够 将安危放进来 而且这些安危出现时 楚云一的人 竟是一个都没有出现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 要么楚云一和化雪晨 达成某种合作 楚云一已经将她的院子 交给化雪晨处理了 要么 就是化雪晨的人 将楚云一的人 全部杀灭代替 不管是第一种可能 还是第二种可能 都证明化雪晨 在这些年 并没有完全回归江湖 只专心做一个 行医治病的大夫 她有自己的势力 并且很强大 那她如此强势地 跟在她身边 她就没有办法 将她赶走了吗 一时之间 楚云的心情 再次复杂无比 化雪晨柱的院子 就在隔壁 她很快换好了衣裳 再走出来 发现楚云一 已经坐在院里面的 石桌旁等着她 她微微皱了一下眉毛 收起所有情绪 走了过去 不知云地到访 本王有失眼淫了 无妨 是朕打扰了 雪王请坐 楚云一笑着 她似乎总是在笑 只是朕笑与她 真实情绪 却隔着千山万水 朕是否该给雪王 道一声喜 听闻雪王今日 与西岩的丫头 成了好事 楚云一这话 说得很直接 有何不可吗 华雪晨坐下来 语气素冷地当 炎炎本来就是我的妻子 我与自己的妻子做什么 谁敢多嘴 雪王当真相信 戒时还魂吗 云地可知 人有前世今生 华雪晨反问 楚云一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化雪晨会提到 前世今生的事情 不过想想也就明白了 轩云夜和凤云青 都是重生之人 轩云夜是 薛云一兰扶持的 凤云青是 薛云一兰心爱的人 化雪晨与这三个人交好 知道这些事情 也并不奇怪 又笑了一下 楚云一再问 朕的妹妹 当真是雪王的妻子 没等化雪晨回答 楚云一又道 雪王当知晓 朕与轩云夜兰乃是对手 轩云夜兰是个 有大野心之人 她早晚都会对我楚国 和你华国出手的 天下一统 霸者为王 你今日帮着她 便不怕他日 她与你反目 罪先灭了你华国吗 这话里面的意思 自然是怀疑 化雪晨是要帮着 薛云一兰对付她 才刻意靠近楚西炎的 云帝不必试探本王 化雪晨淡淡地道 本王可以告诉你 你当轩云夜兰是你的对手 楚国就是轩云的敌国 我华国不予与轩云为敌 也不亦与楚国 或者是封国为敌 因着我华国 不会去于天下霸主 但若是德育明君 我华国 便是举国臣府 又何不可 天下一统 国中无国 这才是苍生福泽 至于云帝所说的 戒时还魂 我自是信的 云帝都能够成为云帝 我的妻子 为何不能够回来 这世上的人 大多数的天赋 都是前世的积累 云楚楚是药王的女儿 楚西炎 便能凭着灵魂里的累积 习得一首医毒之术 她不记得我了 不代表她真的不是她 云帝 你若不是疯子 我化雪尘就更不是 只是 爷爷既然是我的妻子 即便她现在身体里面 留着的是楚国皇室的血脉 本王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她重新回到本王的身边 若是云帝愿意为这唯一的妹妹 做点什么 还是少利用她为好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屋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四十四集 信也可 不信也可 化雪尘不知道 楚云一找的是来做什么 但是明天她就要回楚国 还刻意选择跟他们一起出发 并且借到青州和江州 就定人也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她不妨将这些话说得直接一些 至于落到楚云一的耳中会怎么想 那便是楚云一的事情 楚云一沉默了片刻 又扯了一下面上的笑 知无院里 朕的人 是你杀的吧 知无院 就是楚西岩现在住的院子 原本名叫林香居 是当初薛云决被封为湘王之后 一气之下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楚仙进去之后 便觉得院子里面都是脂粉味 就将所有物品都换了一遍 院名也改成了知无院 不过几个花拳绣腿的 倒是不必本王亲自动手 想了想 化雪尘又补伤两句 本王原以为 那几个人是保护燕燕的 如此便客气情泽就是 却原来只是云帝用来监视眼的 本王的妻子 该自有敞亮的活着 一些个居心不善的监视者 留他们一个全尸 也是看了云帝的面子了 本王方才说过了 本王 不欲与云帝为敌 雪王多心了 朕也并不是想与雪王为敌 朕派过去那几个人 倒也不是说监视戏眼的 主要还是保护 这几年 西岩成长的速度太快了 好像突然从一个 痴痴傻傻 柔弱怯懦的普通人 变成了聪慧机灵 能当大任的长公主 朕也是担心 他身后又有心人 教导他做些什么 才派了人日夜守着他 不过 如今雪王认定 西岩就是药王的女儿 是雪王的妻子 那她发生的事情 也就说得过去了 雪王不喜欢了 朕往后不再派人过去便是 只是 人活一世 会遇到不同的人 做不同的事 有不同的归宿 即便西岩果真就是雪王的妻子 她也已经重活一世 她不记得雪王了 即是全新的一个人 她有自己的家人 朕就是 她有自己的爱人 便是我楚国最年轻的丞相 能闻也能武 朕几日前答应了西岩 回去就让她见 人前魏将军 西岩还有自己的爱好 喜欢与美男子在一起 她也愿意为我楚国 做些事情 因着她如今 就是楚国的人 是楚国的长公主 身体里有楚国的血脉 与楚国不可分离 雪王想让楚西岩 变成云楚楚 也是不可能的了 她是重生之人 自然相信前世今生 届时还魂什么的 信也可不信也可 但是楚仙的身份不可改变 华雪晨想要楚西岩 不付出点代价 是不可能得到的 更何况 如今的楚西岩 也不是华雪晨想要 就会跟她在一起的 不是还有一个董文博吗 当初楚西岩为了董文博 可是差点连命都没了呢 本王已经不想让楚西岩 变成云楚楚了 她是楚西岩 便做楚西岩 即便是楚西岩 本王也有信心 让她欢喜上本王 以后眼里和心里 也就只有本王一个人 到的那时 云帝莫要从中做梗 不肯放人即可 瞧雪王说的 好像朕是个多么卑鄙的人 不允许自己的妹妹好事的 雪王既然有信心 朕便拭目以待了 楚云云说完这话 起了身 又补上了一句 青州的路不太好走 雪王可要护好朕的妹妹了 这明显是一句提醒 表明楚云云要在青州 做什么谋划 自然是不好的谋划 只是不知道 他这句提醒 是想拉拢化雪尘 还是带着这么一丝丝 关心妹妹的原因 云帝的话 本王听到了 楚云云不再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 本集部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盛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四十五集 做一场交易 化雪尘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眸光越发地深邃 要说野心 这世上谁没有野心啊 不过是追求的不一样罢了 楚云云的野心 是成为天下霸主 他的野心是重新得到楚楚 凤云云的野心是报仇雪恨 保护佳人一生的平稳 轩云云云的野心 是苍生安稳 四海生平 轩云觉得野心 是重回到政权的中心 野心没有对错好坏之分 只要是自己想要的 千方百计要得到就是了 化雪尘再次回到制务院 楚西也已经将衣裳穿戴的 整整齐齐 坐在院子里面喝茶 夜里还喝茶 对身体不好的 化雪尘走了过去 将他茶杯抢走 你把楚云云的人杀了 楚西炎抬起了头 问了化雪尘这个问题 杀了 化雪尘点头 并没有过多解释 杀了他的人 再换成你的人 这对本公主而言 有什么不同吗 楚西炎语气里面有着不满 他想利用我 我只想保护你 燕燕 守着你的人都是我的心腹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必小心翼翼 是吗 难道你的人就不会把本公主做的事情告知于你吗 化雪尘沉默了 他给安慰的命令 确实是只要关于楚西炎的事情事物巨细一日一报 想了想 化雪尘做出了退让 燕燕 你若是不喜欢了 我就命令他们 除非你有危险 或者你主动找我 否则 不必将你的事情都告知于我 可好 他一直都记得 他的楚楚是崇尚自由的 他是山上的精灵 生来并不喜欢被世俗规矩所束缚 当初知道他要回到化国 夺回政权时 他便闹了好几天 不想他回去 最后他说要将他留在药王府自己回化国 他才答应不闹了 才坚持要跟着他回去 可是当他带着愤恨和遗憾离去 睁开了眼 却成了最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皇室中人 尤其还是在楚国内有楚云一占据到绝对位置的皇室之中 一路走来 他所受的苦痛和磨难 定然不是他轻松的三言两语便能表达出来的 他定是费尽了千辛万苦 才能如今活得稍微如意一点 那现在 他是不该再让他活在监控下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你不能反悔 楚仙心中一喜 若是楚云一的人安插不到他的身边 那么化血尘的人又只负责保护他安全 不管他做什么 他自然有时间做自己事情了 是 我说的 绝不反悔 化血尘的心情又好了一点 看来 这一决定总算是能够得到他一点欢心了 不如我们做一场交易 楚仙觉得自己还能争取更多的自由 你不是不喜欢我和轩原爵多亲密吗 我可以答应你 在与轩原爵大婚之前 我不会再与他有什么了 但是你也得答应我 在这期间 你也不会再对我有什么心思 他如同恶狼一般盯着他时 他还真是有些怕 至于他和轩原爵的大婚 这根本就是一个谎子 不能变成真的 只要化血尘敢答应 这一辈子都别再想和他亲密 除非 他做一个自食其言的小人 哦 我答应你 化血尘倒是没多想 只要楚仙不与轩原爵亲近 这便是件好事 不过 若是你主动亲近我 我还是不会拒绝的 他及时地不漏 本公主会主动地亲近你 你太自恋了吧 楚仙遗伏着绝对不可能的模样 那达成合作后 你我便能够从普通的合作者 开始交好了吧 比如 你应该是想着帮你的姐姐 给夜兰解毒的 那个解毒的药材 你姐姐也告诉过我 去了青州等地 你需得答应我 不可单独行动 便是要寻药材 我要和你一起去 楚仙遗想了想 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 就答应了下来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四十六集 此为归房之趣 化雪城顿时愉悦起来 这样一来去青州等地的路上 以及寻找药材的过程之中 她又能多和楚仙相处相处了 当初她什么都不做 就能得到这丫头的芳心 现在她只要一心一意地追求她 她相信 自己早晚都会成功的 摄政王府 地下暗室 凤云青睡了一会儿之后 就醒了过来 她发现自己整个人 都睡在轩辕夜兰的怀里 这倒是无妨 也不是没有这么睡过 可是如今情况不同 旁边还有一个轩辕夜呢 她抬起了头 看向石台上面的轩辕夜 好在她已经睡着了 她情况怎么样 有发烧的迹象吗 她起身 问向薛元一来 没有 你给她的药应该有些昏睡效果 她撑了一会儿之后就睡着了 嗯 确实有执人昏睡的效果 她做了这样一场大手术 最需要做的事情便是睡觉 想了想 她又补上几句 天亮之后我们就要出发了 但是她这几天还需要静养 你带新的过的御医看着点 我也留了一点特效药 我想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至于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 就看她自己了 嗯 薛元一栏点了点头 又道 静静 你现在还好吗 若是想等会儿再睡 我们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去办了 什么 凤云青一时间没有想起来 给本王送礼物的那东西 薛元一栏说得模糊 凤云青却马上就听懂 她说的是小蛋 没错 小蛋之前说过 只要能够成功地给薛元一做完手术 她就能够再生三级 从凤云青的身体中分离出来 凤云青站起了身 走 去你房间还是我房间 嗯 薛元一栏神情起了变化 心情这话听起来怎么如此的 暧昧啊 我觉得大婚前还是去你的房间比较好 薛元一栏明知凤云青不是那个意思 可这话到底暧昧了些 便也起了打趣的意思 好 凤云青点头 往前走了几步 才意识到薛元一栏话里的意思 她脚下步子一顿 回头看了薛元一栏一眼 我倒是不知道 摄政王什么时候竟有了如此恶俗的趣味 也不怕有失身份 薛元一栏一笑 上前牵起凤云青的手 与外人道 那是恶俗 与青青道 此为闺房之躯 说着 她竟然还压低了声音道 青青啊 若是你今晚不想睡 不如 试试小蛋送的灵窝 她说的那是 碧云神器 那东西四四方方的 我倒是不知该如何用 但轻轻你知道的吧 不如 你来教我用 凤云青面色一沉 我不会 她用力想要挣脱她的手 脚也迈了出去 可谁知 薛元一栏却用力地一拉扯 将凤云青的重心顿时产生了偏移 往她的方向倒 被她压在了墙面上 背后是薛元一栏的手臂 倒是并没有直接接触冰凉的墙面 并没有能磕碰到那里 可就一瞬间 却被她气息和身影全部笼罩 不会 嗯 青青 你知道我不喜欢听你跟我说假话的 本集部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表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47集 系统升级 假话 这算什么假话 凤云青欲哭无泪 好吧 她也许 可能是会的 不就是 那什么嘛 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嘛 实在不行 看看说明书 或者问小蛋都行 只是她 为什么要告诉她 她难道不知道 这种事情说出来 能羞死人的吗 于是 凤云青只能咬死了自己 不会 我哪有说假话 这东西 那是要跟男人那个的 那时候才能用的 我在你之前 没有别的男人 哪有机会 用到那个东西 莫非 你希望我有别的男人 不希望 旋云一栏 立马冷冷回道 别的男人 你想都不能想 她想了想 又道 不会也无妨 稍后 我们一起试用 她的心情显然极好 说完这话 还在凤云青 红唇上亲吻一下 才拉着有些茫然的凤云青 沿着暗道 一路到了仁王府 凤云青的闺房里 守在外面的人 是凤心竹 小竹 这里没事了 你回去歇着吧 凤云青 首先对凤心竹道 好的 张姐 凤心竹也不多问 转身便离开了 在确定周围 没有别人会知道 医毒系统的秘密之后 凤云青道 小丹 主人 小丹在 你升级了 是的主人 我已经升级了 随时可以听候您的命令 那你现在 能从我的意识 和思想中分离出来了吗 嗯 可以的主人 那你就出来吧 凤云青毫不犹豫到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小丹 到底能够变出 一个什么模样了 等一下 薛云一览却道 一度系统 你从清清的思想 和意识里分离 是否会对清清有危害 说着王大人 这个是没有的 我是由各种 超微粒子组成 质量很小 便是彻底从主人的思想 和意识中分离出来 对主人而言 也是积不可查的 只是在我分离之前 主人还需要对我 进行几项设定 什么设定 你说 主人 世间万物 即有阴阳 女属阴 男属阳 而后分雌雄 我若是要以实体 出现在这个世上 自然也是要有 自己的属性的 明白了 冯云青点头 那就是让她 选小蛋以后 会变成男的 还是女的 若是你已会 升级为 真实存在的活物 最终会进化成 我和梓华一样的人 那你还是属 冯云青将话说到一半 雪原一栏便接了过去 属阴 以后化为雌性 最终形态可以为人 但永不得背叛 你的主人 冯云青 如有背叛的心思 心思起 自保而亡 灰飞烟灭 属性都让她选了 其他设定自然也能 这东西 她不知道 到底会有多强大 早早将她 往善意忠诚的方向 设定才是好的 冯云青觉得 雪原一栏有些狠 这等于在小蛋 和她之间建立了一个 只有她单向受益的契约 而且是签订在 灵魂意识里的 小蛋只能够 成为她的小蛋 连一点叛逆心思 都不能有 若是有 便是死路一条 不过她仔细想了想 小蛋这样的超高科技 本就不应该存在这世上 若是旁人得了 去用做一些危害苍生的事情 便更加不好 小蛋 若是你以后果真化成人 只要你不背叛我 我是不会让你去做一些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的 冯云青这样对小蛋说 从她思想和意识中分离出来的东西 又何尝不是属于她的一部分 倒是有些像她孩子的意思 她自然会善待的 小蛋明白的 小蛋便没有丝毫气恼的意思 事实上 分离也是要主人同意才能分离 若是主人不同意 她也不能够成为自由的实体 好 那就分离吧 封云青下达了指令 请主人稍等片刻 小蛋马上进入分离 距离分离还有10秒 9秒 8秒 7秒 1秒 分离进行中 本集部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48集 分离成功 雪文一栏顺也不顺地盯着凤云青 生怕这个过程再出一点点差错 很快 她就看见一道紫色的光从凤云青没心处出来 在屋子里面转了一圈之后 在凤云青的眼前凝聚成了一颗紫珠 拇指大小 散发着柔和的光 桌子里面云雾缭绕 不断滚动着 包罗万象 小蛋 凤云青伸出了手 尝试性地喊了一声 那珠子主动飞到了她掌心处 带着一点温和的热 主人 我是小蛋 你之前不是说后话为雾气 怎么变成珠子了 而且你的声音 我多声了一几 因为小蛋是雌性了 还有就是刚刚与主人分离的时候 小蛋瞧见摄政王大人 腰配上坠着一枚珠子 圆圆润润的 甚是好看 小蛋觉得化成珠子 主人以后便也可以将小蛋带在身边了 嗯 如此也好 凤云青点头 想着明日一早便去打一副流苏碎子 将小蛋挂在自己腰间 不知情的人 谁也不知道她身上这枚珠子有什么用处 这样想着 凤云青便想到另外一件事 有了这么多积分 你不能光顾着自己升级吧 枪有没有 拿出来一把 她只是随便一问 以为小蛋不会给 可没想到这一次小蛋很爽快当 有的有的 小蛋早就给主人准备好了 是掌心雷的套餐 一把掌心雷带八十八发子弹 只有一把 她想要多拿一把 给薛云一兰也配一把呢 主人 暂时只能兑换出这么一个套餐 若是您还想要 小蛋觉得 您给奢侈王大人解读之后 大概就有足够多的积分了 凤云青只好作罢 那主人现在要看吗 不用了 等危险的时候再拿出来 凤云青看了看薛云一兰一眼 又道 小蛋 你先离开一会儿 去外面看看月色什么呢 薛云一兰一脸的探究 她大概需要给她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枪了 小蛋欢快地奔向自由世界 果然 薛云一兰下一句话便是 清清 你与小蛋要的那个枪是合物 很重要 嗯 你可以当成是一种暗器 一种很强大的暗器 能够在百米之外击中敌人 送敌人下地狱 百步穿扬 差不多吧 只是这掌心雷子弹 比剑的威力要大很多 机翼射得准了 敌人几乎不能活命 而且他精致小巧 可以藏于掌心 所以成为掌心雷 这倒是可以弥补你如今武功上的不作 薛云一兰觉得掌心雷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是的 等到积分足够了 我让小蛋也给你兑换出来一把 得空的时候 我可以先教你怎么样使用 比耗费功力要来得轻松一些 薛云一兰点头 他此时倒是不在意这个 他在意的是 我更想知道那四四方方的东西是如何用的 清清 我们来试试 冯云青面上表情顿时僵住了 这男人怎么还没忘记这茬 子华我好像有些累了 咱们今儿就不睡了吧 明儿吧好不好 为了表示自己说的是真的 冯云青还打了一个哈欠 然后朝着床榻走去 不如你去爱试看看薛云叶 我先睡一会儿 我真的好累了 不骗你 骗你我跟你笑 反正我的名字已经上了黄祖谱 反正是姓了薛云 冯云青以为他这样说薛云一兰便会放过他 然而他太天真了 无妨 薛云一兰很大方地说道 你若是想睡了 你别先睡下 但我清楚那东西是怎么用的 不需要你有什么动作 我自己出力便可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四十九集 坚持本心 永世不忘 他自己出力 这一刻 冯云青不知道该给薛云一兰鼓掌 还是应该给他一个巴掌 他怎么能耍这种小手段 听不懂他不想跟他那个啥吗 以为他不动被他那个啥就不会累了吗 能不能不这么无赖 就不能发发慈悲放过他 自然 这个话 冯云青是不敢直接说出来的 他太清楚薛云一兰的性子 若是明着说他非但不会放过他 还会使劲折腾他 这个男人在床榻上的强大和残暴 简直能够让他灵魂都颤抖起来 可是现在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紫华 那个 薛云一兰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肯定是让人看着的 你还是去 与本王在一起的时候 总记挂着别的男人 就不怕本王生气吗 薛云一兰语气冷下来 像是真的很在意薛云一兰似的 冯云青直好道 我那哪是记挂薛云一 你也不瞧我那手术做得很不容易 我就是不想自己一番心血白费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还是 裂锋和雨莎会盯着的 薛云一兰的一句话 断了凤云青继续打这个主意的想法 他愣了一下 那裂锋和雨莎盯着我 我是放心的 我睡了 凤云青只能推开薛云一兰 匆匆走向了内室 脱了鞋子便往被子里面钻 自然是没脱衣服的 还借着被子的掩饰 将自己衣裳的袋子打了好几个死结 说不定等一下薛云一兰一个 善心大发就放过他了呢 冯云青一边这样想 一边将眼睛闭得紧紧的 假装自己很快便能进入熟睡状态 可事实上 薛云一兰也只是想捉弄捉弄冯云青 冯云青给薛云一兰做手术之前 他可能还会想跟他发生点什么 但是在这之后看到冯云青这么辛苦 他怎么样都不忍心在折腾他 事已 他只是脱了衣裳上床 从身后抱着冯云青 温和了道 清清 睡吧 我方才只是在与你开玩笑 真的放过他 冯云青顿时放松了很多 却还是不那么放心 保持着一定的防备 但时间久了 薛云一兰仍旧没什么动作 冯云青才渐渐放松下来 不一会儿便真睡了过去 薛云一兰这才起身 将他外面的衣裳脱了 傅又躺下 将冯云青摟在怀里面睡了一个多时辰 便轻手轻脚地起了床 去看薛云叶的情况 药物的药性过去之后 薛云叶醒了过来 清清说你这两日需要静养 你就待在这养着吧 三五日之后再出去也可 是 我都听黄书的 只是明日 我便不能送你和黄沈了 无妨 我离开之后 薛云朝堂上的事 你要妥善处理 你是我选定的人 也就是你父皇选定的 我与你父皇是真正的兄弟 会一起看着你成长 但是如若你自己不争气 不能做一个合格的继承者 挑不起这万里江山 自然也会有别的人来替代你 你需得明白 这一点我与你父皇不同 他更克重血脉 但如若血脉至轻不能担任大人 我宁愿把河山 托付于明君手中 家族的荣耀与富贵 是明君的奖励 不是暴君肆意挥洒的资本 听了这个话 薛云叶的心中油然起敬 黄书之言 洛臣永世不忘 他一直都知道 薛云一兰心怀苍生 薛云一兰这样的人 只要还有一点点寄托 就不会沉默 前世里 凤云青的惨死 他将心中所有的光都毁掉了 他才变成那般模样 今生今世 内染光一直亮在他心头 一念成魔 一念成神 是薛云一兰的强大本领 真实写照 像他这样平凡的人 只有坚持本心 将自己分内事情做好 便能此生无憾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集 母亲有喜了 天亮之后 轩辱皇城第一场雪忽然落下来 细细碎色的雪花 从空中纷纷扬扬地坠落 不一会儿 将这数百年的皇城 染上了一层的白色 桑姐小拿来厚实的披风 给冯云青披上 虽然冯云青早早说了不让她送 可她还是来了 冯承舟和冯新竹也都来了 张姐 此去山高路远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冯新竹的眼圈红红的 自然是舍不得冯云青的 冯云青微微地笑道 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小竹 你的任亲宴我是不能参加了 我希望在我回来的时候 凤府的二小姐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我会好好努力的 冯新竹郑重点头 母亲 你今日的手倒是比往常暖和了一些 想是这些日子挑战的不错 您今后要要更 话说到一半 冯云青突然打住 她方才抓着桑姐香的手 想着顺便给她好好卖 我也曾想这一号卖 竟是华卖 妇人无病华卖 可判定为认臣 母亲这是有喜了 她急忙又号了一遍 还是没错 赶紧让小旦再诊断一遍 小旦很快便忘了回复 桑姐香确实有喜了 胎儿还不足一月 正处于早早的孕期 冯云青顿时激动起来 她的右弟终于来了 子华 你等我一下 我还有些事情忘记跟父亲母亲说 转过头 冯云青对薛恩一来如适当 没等她回话 便拉着桑姐香的手往里面走 凤城中和凤新竹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都赶紧跟上 等到了府内安静些的地方 凤云青马上迫不及待到 母亲 你有身孕了 什么 我 你母亲 果真有了身孕了 凤城中先是一愣 随即大喜 是的 还不足一月 但是确诊无疑 父亲 小猪 我今日离京 弟弟刚到母亲都父之中 你们需得万事小心 若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并如当你女儿出生那般 尽可能闭门即刻 直到母亲平安生产 她早知桑姐香会有身孕 许多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 但是突然查出有喜 她还是有些不放心 是以再三交代 若是母亲孕期有任何问题 便请孟太医 孟太医是子华的人 可信 好 凤城中点头 这是喜事 弟弟选择这个时候过来 定是知道我会平安地去 平安地回 父亲母亲 莫要太担心我 照顾好自己便可 凤云青觉得自己太紧张 便又说了这么一句 宽慰自己 也是宽慰凤城州等人 一刻钟之后 凤云青重新出门 直至近了轩云一兰早就准备好的马车之内 这一趟出城人很多 轩云一兰和凤云青马车走在最前面 前往青州 江州等地 中间是楚云一的车队 带着与轩云友好邦交的国书回到楚国 化雪城和楚西岩紧随其后 说是给楚云一送行 同时也去青州江州等地游玩 轩云决跟在最后面 他本来想留在皇城 可凤云青觉得 他留在皇城会对凤家造成一定危险 谁知道他会不会憋着什么恶毒的算计 事宜让楚西岩用了一点手段 让他担心不过来跟着 驸马的位置便会被化雪城抢走 事宜他还是跟了过来 这样一安排 皇城的危险等于小了很多 但是因着上一时凤府满门被灭 就是再过一段日子 凤云青还是觉得很不安稳 等出了皇城 他还不时撩开帘子往后看 放进了一些雪花 落在了他发丝和尖头上 秦秦 你莫要太过于担心 我已经安排人保护好凤家了 轩云一栏只好伸手 将凤云青搂在自己怀里 你要相信我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一集 心情还好吗 要不要再来 此次离开皇城 凶多吉少 他本来可以带更多人 但是因着凤云青 太过于担心 凤家在京城出什么事情 他留下了很多人 而且还婉转与皇帝说明 不管凤家出什么事情 哪怕是罪证确凿的叛国都先保下 等他回来之后再处理 凤云青与他说过 上一世 凤家被灭的罪行就是谋逆 我相信你 只是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 刚刚府门前 我给母亲航迈 发现母亲游戏 如此凤家所有人也算是到齐了 上一世怎么死的 那么冤枉 那么凄惨 我总觉得 就算做得再好 也怕是会挣不过天命的 原来他之前有点慌 是因为查出岳母有喜 我便不信天命 我只相信人定胜天 你看看 你不是说前世你我相处 多不能安稳平和 如今我们在一起 不是也挺好的吗 凤云青望着薛恩一栏 瞧见他眼眸中的认真 心中便是安稳了些 是啊 前世他总是被虚忍一栏虐 可如今都是被他宠着 而且那些个仇人 没有一个有前世那样的势力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出了皇城 便不要再想皇城的事情 前面的路上 有更多凶险的事情 需得我们去解决 我身上的毒 也唯有你能解 嗯 冯云青吐出了一口浊气 是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给你解毒 他没有那么善良 先保护好自己最在乎的人 才是首要的 冯云青虽然这么说 但神情却并没有彻底放松下来 手又伸向车帘子 薛云一栏见状 只好一手抓住他的手 一个轻身 吻住了他的唇 冯云青默地瞪大了眼睛 什么情况 这男人怎么突然就吻他了 这一招还真是有效果 他马上便将那些担心的事情都忘记 脑子中一片空白 所有的感官都在唇上 是那么的清晰明显 薛云一栏原本只想 以吻来阻止他胡思乱想 可触及到他甜美之后 却并不想放开了 蜻蜓点水的一吻很快被加深的温度 薛云一栏的手转移到凤云青的腰间 将自己热烈的情感全部传达给他 好一会儿 这缠绿的一吻才结束 两个人都喘着粗气 薛云一栏低着嗓音问着 心情还好吗 要不要再来 冯云青的面色涨得通红 再来 不来了 这男人啊 是不能纵容的 万一那啥兴致上来 在这马车里就将他给那个啥了 他怎么出去见人 好 听你的 薛云一栏盯着凤云青的唇 有些意犹未尽 你若是在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便与我说 我觉得这个办法还真不错 与你我二人都有一刀 冯云青瞪了他一眼 疲这么一下他很开心吗 薛云一栏倾笑一声 他真的很开心呢 先去青州 走得快也得半月 这一趟来的人多 估计得一月才能到了 刚开始走的几日 队伍中所有人都比较安静 谁也没有闹出什么事来 直到第五日的晚上 益州和丰州交界处 是一片很大的山林 前后并无城镇 只能在荒野里面安营扎寨 到了半夜 刘子贤那边便闹了起来 世卫匆匆来报 刘子贤帐里面进了蛇 他不慎中了蛇毒 危在旦夕 这时啊 薛云一栏和凤云青 正在篝火边烤火 说这些儿时趣事 被这件事情 扰得一点兴致都没有 中了蛇毒 便请随行大夫去治 找本王做什么 薛云一栏面色沉下来 明显不欢喜了 柳姑娘不肯让大夫靠近 那蛇咬在 比较不方便的位置 师位有些不自然的 薛云一栏皱了一下眉毛 那便请女大夫去治 摄政王 随行的没有女大夫 冯云青想起来 随行的几个大夫都是男的 女子便只有楚西炎和她 是会异毒之术的 没有女大夫就让男大夫治 不愿意就让她等死 徐温一栏有些不耐烦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兼至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二集 玉龙家 不让男大夫靠近 劝让她去 这打的什么主意 是想让薛恩夜兰 看了她身子 对她负责任吗 这么幼稚的把鞋 敢拿出来 真是讨厌 若不是那人传信 一定要她将人带过去 薛恩夜兰想马上将 刘子贤 扔进林子里面 喂狼 是 柳姑娘 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摄政王 不肯去救她 她就等死 她还让属下 将这样东西 交给摄政王 说着 是为拿出一颗石头 双手递给了薛恩夜兰 凤云青看了眼 这就是山中 最普通的石头 想必是 刘子贤随手捡的 但是薛恩夜兰 捡那石头 眉头却皱起来 凤云青心想 让薛恩夜兰 带刘子贤过去 那人与这石头有关 薛恩夜兰 是一个重承诺的人 竟然答应那人 便不会轻易地食言 刘子贤仍然 拿着石头过来 就是在提醒薛恩夜兰 刘子贤可以死 然而刘子贤死了 她就不好 向那人交代了 有些威胁的意思 但却是有用的 因为薛恩夜兰 真的犹豫了 想到了这儿 凤云青心中冷笑一声 梓华 我们去看看 中了蛇毒 还被咬在 不方便的地方 这手段做得太明显了 说不定这么明显 手段后面藏着的 便是更为阴损的招数 不过无妨 刘子贤出手 她并接招 她倒要看看 刘子贤这次又想做什么 薛恩夜兰并不想去 主要还是怕 她与刘子贤接触 冯云青会生气 但是冯云青主动说了 她也就起了身 刘子贤一向狡猾得很 她得护着凤云青 别被那个女人给算钱 一刻钟之后 刘子贤的帐篷内 凤云青先进了帐篷 刚扯开帘子 就瞧见刘子贤竟是躺在地上 而且只穿着肚兜 连裤子都脱在了一旁 两条雪白大腿就在外面晃着 看上去倒是分外的诱人 这是一点都不怕冷 见到凤云青进来 刘子贤恶恨很道 怎么是你 不然你以为会是谁 薛恩夜兰吗 凤云青并没有上前 就站在原地 冷冷地盯着刘子贤 都脱成这样了才被蛇咬 可真是撩人了 怎么 你想让薛恩夜兰 竟然看到你这副样子之后 娶你吗 你这把戏也太幼稚了吧 你还以为你是贤郡主呢 有点身份地位 所有人都得围着你绕着你转 我说刘子贤 你是不是蠢啊 别说你漏点肉 就是你爬上我们家 摄政王的床榻 我们家摄政王也不会要你 你这点小手段 省什么 凤云青还不知道 刘子贤有什么目的 只能先用明面上 可以看到的东西来刺激他 你 凤云青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刘子贤破口大骂 是不是你拦着夜兰 不许她来看我的 她要是不来 我就等死 我若是死了 十月会找你算账的 宣言夜兰也会成为自毁诺言的人 那到时候 她的名声受损 都是你害的 玉龙家最不喜欢惹麻烦的人 你还没有进门就被家主给惹麻烦了 你一定得不到玉龙家的认可 我告诉你 只要玉龙家不认可你 你就成不了宣言夜兰真正的妻子 玉龙家 凤云青想了想 先皇后嫁给先皇时用的是假名字 没有抱出她身后庞大的家族 虽说众所周知 先皇后母族神秘强大 除了那些滔天的财富 倒是也没见这个家族走到世人面前来 玉子贤作为靖太妃的养女 知道一点关于这个家族的情况倒是不奇怪 想来这个家族的姓氏 便是玉龙 这个玉石的人是玉龙家的 还是刘子贤的帮手 宣言夜兰除了是宣言皇室的摄政王 还是玉龙家的家主 与之石玉关系颇好 是已他答应石玉将刘子贤带过去 本集播剧完毕了 也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戚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三集 一不做 二不休 凤云青很快便将这件事情分析清楚 所以 你以为只要你活着等死 便能害我和梓华了 视线重新落到刘子贤的身上 风云青冷笑一声 可是就算你死了 究其原因是咬你那条毒蛇的错 又怎么能算在我和梓华的身上呢 这就是一个意外 你运气不好 竟然在自己帐篷里面被蛇咬死 我和梓华与那个叫石玉的人 也只能说声抱歉 又怎么能够算自毁诺言呢 刘子贤的想法太主观了 他以为只要是他算计的 别人就得跟着他的想法走 可若是他真的死了 谁知道他死因是什么 还不是由着活人随便说吗 你 你胡说 就是你害的我 刘子贤面色已黑 声音尖锐 冬日里怎么可能会有毒蛇 这毒蛇定是你放下来咬我的 你将向月夜兰从我身边抢走 要怕夜兰终有一日不再受你唬惑 然后回过头来找我 你就一不做二不休 想要害我幸免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连心和肝都是黑的 你一直都在害我 害我没了郡主尊风 害我被表哥所厌弃 你就是想要我死 说你是再不肯让表哥过来 我死了 你这一辈子也别想好过 还真是既不要脸又不知悔改呢 冯云青干脆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望着地上的刘子贤 连靖太妃如今都不敢以皇室身份自居 你这个既与皇室没有任何关系 也与玉龙家没有关系的人 还敢一口一个表哥的喊本王妃的夫君 好啊 你不是要以自己的死来算计我和梓华吗 我就坐着看看 看看你要怎么死 冯云青笃定了 刘子贤不会真的自寻死路 像他这样自私狠毒的女人 难以舍得轻易就死了 再者说了 刘子贤还会医毒之术 定是知道那毒蛇咬一口多长时间 这内是安全的 那不如便等着安全期过去 看他如何挣扎 冯云青 你 你简直太恶毒了 竟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 刘子贤兼冯云青坐得安稳端正 心中开始有些慌了 为了能够让薛月一栏心软 他是真的让毒蛇咬了自己胸口 半个时辰之后便会毒发 到时候就算能够解毒 也会留下一点后遗症 而且危险很大 万一没扛住 很有可能会一命呜呼的 他的想法是 若是薛月一栏过来 自然可以说是薛月一栏看光了他身子 也让薛月一栏负责 最重要的是 他再次准备了相毒 比上次那种更为猛烈的 只要吸入一点点 就算是超一流的高手都不能马上自吃 那么到时 只需要薛月一栏与他表现出亲密的动作 自然就赖不掉了 不过 他也想过来的人不是薛月一栏 而是凤云青 他自是也给凤云青准备了一些东西 刘子贤的想法是 凤云青一毒之术或许并不在他之下 但这世上毒有千百种 不同人配置出的毒也各有不同 想要解开 并使毒王意识要花费些许时间和精力 凤云青的毒术总不能比毒王还厉害吧 事已 他在自己全身都抹了剧毒 只要凤云青上前触碰他便会中毒 只需一刻钟便会毒发身亡 他自然知道不能让凤云青毒发身亡 如今薛月一栏满心满眼都是这个贱女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好利用凤云青中毒来求薛月一栏给他立下诺言 将他的名字写到玉龙家族谱上面取 娶他他不愿意 为了救凤云青的命 可以让他名字上族谱总该容易一些的吧 他是家主 只要一声令下便可以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也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版五十四集 最多两课钟 必死无疑 凤云青的名字 虽然写入薛元皇室族谱 但是肯定没有写入玉龙家族谱的 只要他名字掀上了玉龙族谱 等他见了石玉 就说凤云青插足他和薛元一兰的感情 石玉那个蠢货 肯定会站在他这一边 到时候 他再在玉龙家散布一些凤云青的坏话 先抽了凤云青的名声 让玉龙家都瞧不上凤云青 尤其是那几个死板的长老 等这些事情结束之后 他再在所有人面前博好感 让大家觉得他刘子贤 才是最适合做玉龙家主母的人选 利用玉龙家的人给薛元一兰施压 到时候 就算不能先让薛元一兰马上娶她为妻 但至少能够光明正大留在薛元一兰的身边 他再用些特殊手段 不信不能将薛元一兰变成他刘子贤的男人 凤云青盯着刘子贤 见他眼睛时不时眯一下 就知道 这个女人定是在想什么阴谋诡计 他勾了一下嘴角 冷冷地道 刘子贤 你那毒蛇须得在半个时辰之内解了 若是超过半个时辰 就算解了也会留下后遗症呢 又或者 直接死掉 算算如今已经过了两课钟了 那不如再拖两课钟 让本王妃好生看看这毒蛇发作起来是怎样的反应 说起来 这种近距离观察毒蛇发作 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呢 刘子贤心中一惊 凤云青都未曾近身检查 怎么都知道这么清楚 难不成 他的医术已经超越了毒王 甚至看几眼便能够知道情况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小蛋已经将他全身扫描了好几遍了 就连肚子里面有几颗小结石都告诉凤云青 不过 凤云青突然改变了主意 我想了想 既然你不想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看你自寻死路 我就大方一点 喊人过来吧 我这 刘子贤眼前一亮 他以为凤云青说的喊人是喊薛恩夜兰过来 我没有必要骗你 等着 凤云青说完 一一然起了身 往帐篷外面走去 他自然知道刘子贤误会他意思了 但是没关系 要的就是他误会 帘子放下的时候 凤云青眼角于光瞧见刘子贤扭啊扭 似乎想要将身上剩下的肚都扒下来一些 他讽笑一声 走了出去 既然一然站得远远的 似乎一点都不关心帐篷里面发生了什么 那个之前向他报告刘子贤情况的侍卫站在了他身边 时不时看一眼帐篷 似乎很想知道里面的情况 刘子贤确实中了蛇毒 凤云青上前淡淡说道 不过蛇已经不见了 咬在了左胸口 蛇的齿印很明显 周围已经变成了青子 毒素开始蔓延 最多还有两刻钟 必死无疑 这是他客观地陈述刘子贤的情况 那侍卫却脱口而出 那赶紧救柳姑娘啊 凤云青猛地转过了头 眸光犀利地射向那个侍卫 永安郡主 属下 你好像很关心柳子贤 侍卫面上表情一僵 低下头去 藏起了自己眼中的情绪 这几日都是她在保护刘子贤 别人都说她不好 是个恶毒的女人 可是她却对她温柔以待 总是与她说她是冤枉的 是永安郡主为了得到摄政王 故意怀她名声 她原本也是不信的 可是每次当刘子贤望着她时 眼识人是那样的清澈 她身为摄政王的表妹 摄政王却一次都没有来看过她 难道真的不是永安郡主 从中作祟吗 她虽然不知道刘子贤以前如何 可永安郡主以前的名声 她是听闻过的 那么喜欢薛恩爵的女人 转身就黏着摄政王不肯放 还对薛恩爵不肯多看一眼 这么狠心绝情的女人 难道就是好的吗 而且她刚刚怎么可能如此冷漠地说 刘子贤还有两刻中必死无疑 什么胸口 她一个女子 怎能肆无忌惮将这话讲得如此直接 简直不知羞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版五十五集 性简 果然简单 子华 这人是个仙人吗 凤云青侧头问一下薛恩一兰 嗯 薛恩一兰点了点头 裂风雨沙带的人有别的事情做 若是你不满意 我便让人将她清理掉 薛恩一兰明显发现这侍卫心思不对 想是被刘子贤花言巧语给蛊惑了 能选择来走这一趟的 说明身手能力还不错 可若是心眼不够清零 那么就容易被别人利用 要来何用 如此不如将此人交给我好好交交 凤云青扫了那个侍卫一眼 打断了薛恩一兰的话 她知道薛恩一兰的意思 但她今日心情好 她愿意多给这个人一次机会 我以为你已经解决了 还要去呢 薛恩一兰皱起了眉毛 有些不满 若是不去 便要辜负那清纯可怜的柳姑娘身中蛇毒 还要费尽心思将自己给扒光 凤云青意有所指 那你去吧 小心下 莫要被她骗了 薛恩一兰交代了一声 看了那个帐篷一眼 又道 我稍后再走进去 有什么事你别喊我 摄政王 柳姑娘没有骗人 永安郡主方才也说了 柳姑娘真的是中了蛇毒 她一心就想见您 你 凤云青都还没说话 那侍卫倒是急急忙忙 帮柳子贤说起了话来 凤云青看了那个侍卫 你叫什么 侍卫很不愿意回答 但是毕竟是在主子面前 还是答了 属下简单 性简 果真简单 你既然关心柳姑娘 便跟我一起来吧 她能不能救 就看你了 看她的 侍卫有些不解 她抬起了头 看着凤云青 却见凤云青 已经转过身 朝着帐篷走去 她急忙跟了上去 再掀开帘子进去 凤云青便看了眼 白花花的身子 柳子贤还真是够拼的 竟是连整个肚兜都 扒下来扔在了一边 还故意将被毒蛇 咬的那处赤裸裸地 在空气中暴露出来 见有人过来 她将整张脸都皱成了一团 好一个被毒蛇折腾的 痛苦不堪的清白女子 好痛啊 烟了 我就怪我死了 烟 她的声音在抬头 看到那个侍卫的脸时 一瞬间便迅速笑了音 他惊呼一声 急忙用很大力气 将周围散落的衣服扯过来 遮住自己身体 可是外上被他扔得太远 就算捞 也只能捞到肚兜和泻裤 根本不足以将他遮挡的严实 而且又过去了一些时间 舌头往他心肺蔓延 他这一番动作更是加速蔓延 使得他猛地吐出一口血 柳姑娘 你没事吧 那侍卫健壮 竟是不顾一切跑上前 要将刘子贤扶起来 可是侍卫的手刚刚触及 刘子贤的肌肤 刘子贤就用力推了他一把 下意识训斥 滚看 别动你的脏手 胖胖郡主 侍卫愣了一下 似乎不能相信 刘子贤会这么嫌恶的 就听刘子贤 恶恨恨地对着凤云青道 凤云青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喊一兰来救我吗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 找了这么一个下级的东西 过来看过我的身子 你简直奢险行程 凤云青并没有回答 刘子贤的话 而是转过了身 目光清凉地盯着侍卫 简山 听到了吗 你当这个女人 是单纯善良 无辜可怜的女神 可她只当你是个 下级的东西呢 不 不是这样的 柳姑娘她只是太生气了 是属下唐突了 属下不该这么 世卫还想帮刘子贤说话 却突然打住了 她感觉自己很不舒服 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她的身体中 往皮肤里面渗透 将她身体控制住 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 死死掐住她脖子 令她不能呼吸 有毒有毒 世卫身上有剧毒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六集 行啊 手段不错 医毒系统不断地提醒着 凤云青微微地惊了惊 视线落到了侍卫的手上 果真见了她的手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变得紫黑 小蛋 拿药 凤云青通过了意识 给小蛋下令 同时 她匆匆走了过去 走到了侍卫面前 手中便多了一枚 万能的解毒丹 剑山 你中了剧毒 张嘴 侍卫似乎已经丧失了 张嘴能力 于是她蛮横地 掰开侍卫的嘴 将解毒丹塞进她嘴里面 在一台下巴 迫使那颗解毒丹 滑进她喉管里面 侍卫这才喘过了气来 剑血风河的剧毒 这可比蛇毒要厉害多了 凤云青凉凉地倒 说着还拿出了几根银针 迅速护住侍卫的心脉 一颗解毒丹 并不足以给侍卫解毒 行啊 刘子贤 手段不错 凤云青见侍卫暂时 不会有生命危险了 便起了身 照样与刘子贤保持着安全距离 刘子贤 你刚才说什么呢 哦 我想起来了 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喊 轩原一栏过来 我什么时候说要喊我的夫君来瞧你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了 你都已经将自己衣裳扒光 这不是摆明了要让我夫君瞧上你好赖上她吗 我凤云青我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上你的当了 你在这儿跟我摆郡主身份呢 你有吗 哦 对了 这儿倒是有个傻子 凤云青伸手指了一下侍卫 接着道 你倒是将你那套装可怜 半纯情 欺骗小男孩的戏码又演了一遍 竟使得这个傻子帮着你说话 就是为了利用他和我将子华请过来吧 你在自己肌肤上抹了剧毒 你想做什么 是想害我还是害子华 然后趁机威胁提要求 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到当真不错 可是我和子华早就知道你是个什么德行 又怎么可能会上你的当呢 子华连进来瞧你一眼都觉得侮辱了自己的眼睛 要不是因为御龙家的那个人 你以为你能够跟我们同行吗 刘子贤 也就是我今日心情好 才过来与你玩玩 这毒的解药拿出来给这傻子吃了吧 好歹被你利用一场 别真害死人家 缺德啊 你说是不是 凤云清晓 毒是刘子贤下的 那么刘子贤肯定是有解药的 侍卫瞪大了眼睛 不可知心地望着刘子贤 刘姑娘 你真的 真的是在利用我 觉得我是个 下贱的东西 没有 我没有 刘子贤马上否认 姐侍卫 你别听这个恶毒女人胡说八道 她连心肝都是黑的 她什么都能做出来 你知道的 我表哥是多么英明的人 怎么可能就会因为一个女人做那么荒唐的事啊 身为皇室中人 竟只有她一个女人竟设成王府 这怎么可能呢 是吧 就是她 就是她蛊惑了眼兰 她歹毒又邪恶 她就是个毒妇 她一心只想害我 毒蛇 咬的那条毒蛇 肯定是她让人放过来的 她就是想要害我死啊 我不过就是个壮壮女子 我哪里当得过她 伤女多狭诈 你不要相信她 你帮帮我 你快点帮我出清汗眼兰过来 让叶兰看清楚这个毒妇的真面目 刘子贤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良心不会痛吗 凤云青的嘴角挂着明显的讽刺 还想让简山去喊梓华进来看你的裸体 你真是不要脸 这个傻子还知道要脸呢 无耻的人我凤云青见多了 像你刘子贤这么无耻的 还真是让我惊讶 你 不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呢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七集 说你傻 你还真傻 刘子贤气急 又扑的一声吐出了一口血 这血的颜色变得更暗了 侍卫顿是急了 永安郡主 你不要这么说柳姑娘 就算是情敌 她都中毒了 你怎么能这么刺激她 哼 你怜香惜玉啊 凤云青转过了身 居高临下望着那个侍卫 摇了摇头 说你傻你还真傻 她说什么是什么 你自己没张眼睛看 来 睁大你的眼睛 瞧瞧地上女人身上的伤口 什么样的毒蛇 能跳那么高往心口上咬 蛇不是青蛙 那是能在地上爬的 侍卫惊了一下 却是并没有看刘子贤的心口 知道 之前柳姑娘是要沐浴的 想是脱衣服的时候 好 沐浴 那你再看清楚 这帐篷内哪有一滴水 她脱衣上难道是躺着脱的 或者那毒蛇专不等她脱光之后 对着胸口咬 那这毒蛇也成了惊了 这 侍卫顿时无话可说 冯云青 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中了 刘子贤有些慌了 抬高了声音吼道 怎么 只许你说话不许我说话 你说的就是真的 我说的便是妖言惑中 刘子贤 你当这是吆喝呢 谁嗓门大谁赢 凤云青往前走了一步 刘子贤 你身上不只有蛇毒 有害了这个傻子的剧毒 还有魅毒吧 魅毒 是专门对付梓华的吧 剧毒是对付我的 你闹了这么一场 不管是我和梓华 你都想过来算计 是吧 你以为只要目的达到 就算漏洞百出也没有关系 就算别人都知道 你用了手段也没关系 只要成功你就赢了 是不是 你 刘子贤的脸色顿时不好看了 凤云青怎么什么都知道 可惜啊 我和梓华对你 都是保持高度警惕的 不管是魅毒还是剧毒 都用不到梓华和我的身上 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 又过去一刻钟半了 你只剩下了半刻钟 你真的要等死吗 刘子贤的身体 不自觉颤抖几下 该死的 这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 凤云青 你还死了我 玉龙家不会放过你的 石玉不会放过你的 刘子贤一着急 也只能咬牙切实地骂着凤云青 凤云青的语气越发冰冷 你以为你是谁 玉龙家真的会保你吗 我猜你也不过是 蒙骗那个叫石玉的傻子 盗本王妃不会得到 玉龙家的欢喜 但你刘子贤又能吗 本王妃是上了 轩原皇族族谱的摄政王妃 你是个什么 你是一个谋害先皇后 和紫华独副的义女 即便是花言巧语 骗过了一些蠢货 可当那些已经成为 事实的真相抖落出来 你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还敢威胁我和紫华 真是做梦 你不是要死吗 本王妃今日在这看着你死 本王妃倒是要好好看清楚 你是怎么死透的 刘子贤 时间不等人 你再不给自己解毒 那毒舍便真的入了你脏腹 那可就真晚了 冯云青 你是个该死的贱人 刘子贤全身都在颤抖 他恨 他不甘心 为什么他没有成功 为什么凤云青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凤云青就能够将他 露赌得死死的 为什么老天爷要派凤云青 这个贱人来坏他好事 骂你自己吧 这样才真是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八集 我不会让你死的 凤云青在之前那把椅子上面坐下 拿出了刀子 凶起自己指甲 你要是坚持不肯给自己解毒 倒也无妨 等你死透了 我就让那个傻的侍卫将你拖去烧了 免得你身上的毒再祸害到其他人 冯云青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刘子贤狠狠地说完这句话 到底是怕了 她挣扎着伸出手 抽出头发上的簪子 想试解毒蛇的药就在里面 可这时 凤云青动了 她快不过去 将她簪子抢了过来 便后退了三步 她戴了手套 就算这个簪子有毒也伤不到她 可刘子贤却慌了 那簪子里面是真解药 如果她再不吃下去 是真的会有后遗症或者丧命的 凤云青 你把解药还给我 刘子贤瞪待眼睛怒吼着 自己养的毒蛇咬了自己再解毒 刘子贤 你还真是能够折腾的 凤云青将簪子拿开了一些 箭里面是药水 应该是精心调配出来的 你想要解药 可以啊 先把那个傻子解药拿出来 否则我就把这个解药倒了 凤云青说着 做事要将簪子里面药水倒掉 可 我可 刘子贤急忙将自己的肚都扔给那个侍卫 只要就缝在里面 撕开就能拿到了 箭山 撕开 箭山整个人都是愣住的 她仍旧不敢相信 让她第一次动心的女神 竟然是在骗她 是在利用她 箭山 你想死吗 凤云青抬高了音量 别忘了 你成为设置王府的亲位开始 你的命就不属于你自己 撕开 将解药吃下去 箭山这才反应过来 颤抖着手将肚都撕开 找到了一枚药丸 吞进了自己嘴里 她吃了解药了 刘子贤急忙将视线转回凤云青手中 你现在可以把掌子给我了吧 急什么 凤云青勾起了嘴角的残忍 半课中还没到呢 你 你说什么 刘子贤根本没想到凤云青竟然会反悔 她完全不能接受凤云青的残忍 怎么 只许你骗人 便不许我骗你 刘子贤 你今晚闹这么一场 耽误了我和子华相处的宝贵时间 总得付出点代价的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最多就是让你自作自受 留点后遗症 不过 说到这儿 凤云青微微顿了一下 扫了眼已经解读的侍卫 接着说道 还有一点时间 你若能在最后的时间里杀了那个傻子 我倒是可以按时将簪子给你 凤云青的话音刚落 刘子贤连羞耻耻地顾不上 伸手扯下自己一只耳环使劲一捏 那看起来像玉珠子一样的吊饰竟然变成了一堆药粉 直接朝着侍卫面门洒去 那侍卫虽然被刘子贤蒙骗了 可是该有的警惕还是有的 下意识往旁边一闪 刘子贤自然洒了个空 但是因着他动作幅度太大 有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身上不挂一丝 毒瞬间便侵入了脏腑 吐出的血 已经变成了黑紫色 当的一声 凤云青将那个簪子扔在刘子贤面前 而后他也不看刘子贤是如何将簪子打开 慌张脱下解药的 走吧 出去 凤云青说完转身离开 简身抬起头 看了刘子贤一眼 跟上了凤云青 来人 今晚 将这帐篷给我守得死死的 若是里面那个女人再闹 就剁了她的手脚 出了帐篷 凤云青冷冷下令 出了这样的事情 薛恩一篮早就调了一些人过来 凤云青话音刚落 她便补上了一句 听王妃的命令行事 是 王妃 本集部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五十九集 回炉重葬 纯点也无妨 那简衫却冬的一声跪在了凤云青的身后 属下心眼不清 误信了那刘子贤的话 还请摄政王和王妃责罚 如若到这时她还不明白 自己是被刘子贤给欺骗利用 她便真的是个傻子了 凤云青转身看下了侍卫 觉得这人还算有点旧 你信了刘子贤的挑拨 觉得我凤云青不是一个好人 这也无妨 总有我好或不好 只需要我自己和我在爱的人知道便可 无关紧要的人 我没有那个时间去解释 可是你是因为摄政王府的轻微 明知主子不喜欢的事情还要去做 明知主子不喜欢的人还要助纣为虐 甚至在主子已经明显表现出 不愿意解决麻烦事情之后 你还想劝说主子接受 我倒是要问问你 你是主子 还是我跟子华是主子 简衫的脸色刷的一下变了 属下 属下知错 从哪来的回哪去吧 你还不够资格做摄政王府的轻微 再给你一次机会从头开始 记住 别用眼睛看人 得用心 徐云一蓝皱了这眉毛 静静 除了训练营的人 不合格 死 简衫 自吻谢罪吧 紫华 凤云青揉了一下自己太阳穴 抱住轩人一蓝的手臂 我都说了再给他一次机会了 你将人杀了 也想像那个刘子贤一样给我落一个不好的名声 静青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轻微的规矩 那就不做你轻微了吗 回路重造之后 这人给我送个东西当个跑腿的吧 蠢一点也无妨 凤云青说着 将头靠在了薛云一蓝的怀里 好了 我累了 我想睡觉 你抱我回去 他只是许久没有见过这么单纯的人 就想单纯的将人保下 往后想看看这个人 也想着自己曾经有那么单纯不知人心险恶的时候 凤云青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薛云一蓝自然不好忤逆他意思 万要将他拦腰抱起 你啊 就是心善 好 不杀 回头 我让裂峰亲自训练训练 锦山抬起了头来 望着两个人远去的背影 眼眶有些发热 他知道 自己这一次犯了大错 凤云青一点都没有说错 他就算是受了刘子贤的矛骗 被刘子贤利用 也不该忘记自己是谁 忘记自己天职是无条件服从主子的命令 而不是要求主子做什么事情 按照训练营的规矩 像他这样的 不仅是个死 还可能会死在可怕的惩罚之中 没想到王妃竟然会救他 而且因为王妃一句要用他 就能够让他得裂峰将军亲自知道 这简直是莫大的幸运 今日的教训 他定会死死记在心里 摄政王妃说的话 他一时永远都不会再忘 凤云青并不知道 因着他这一次的人善 并让这个单纯少年在往后日子中 无所畏惧地成长 成为了薛云最耿着的大将军 他始终保持初心 善于识人 在战场上立下无数功劳 仅凭这一己之力 将身怀六甲的他从死地之中救出来 他这一世 都记得他的恩德 对他忠贞不二 至死方休 薛云一兰抱着凤云青走远 凤云青又道 子华 回篝火边坐一坐 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这会儿又不想睡了 薛云一兰更清楚了 凤云青方才只是想保住那个护卫 那人叫 简山 薛云一兰心情有些闷闷的 他一点都不喜欢凤云青 为别的男人着想 哪怕他只是瞧那个侍卫老实敦厚 想多给那个侍卫一次机会 但他现在要与他说的 应该不是那个侍卫的事情 那是 刘子贤的事情吗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六十集 悬术 带着疑问 却又一兰将凤云青抱到了篝火旁 却并没有允许他下去 而是让他坐在他腿上 他继续抱着他的腰 看他舒舒服服靠在自己怀里 秦秦 你想和我说什么 说吧 我听着 你与我说一说 玉龙家吧 凤云青平静地道 刘子贤说你是玉龙家家主 可是就算我的名字写到 轩人皇室的族谱上 若是没有写到玉龙家族谱 并不能算是玉龙家家主的妻子 事与不事 轩人一览眼睛眯了眯 刘子贤竟然跟凤云青说了这个 看来时玉受刘子贤蛊惑颇颇深 以至于让刘子贤知道了 许多玉龙家的事情 秦秦 你是我的妻子 与你的婚书是我亲手写的 我可以不是轩人的摄政王 可以不是玉龙家的家主 但一定要是你的夫君 玉龙家的事情有些复杂 轩人一览担心凤云青会多想 事已先将自己态度摆明 凤云青倒是没有想到 轩人一览首先会说得这么坚定直接 心中涌起了一股子的暖意 嗯 我知道 她是她不可分割的存在 她早就已经接受这样的事实 说是认命 更多的却是因为她如今 真的是对轩人一览有了感情 只要她不背起她 不抛弃她 她总不会离开她就是了 玉龙家是我的母族 是有数百年积运的隐氏家族 我的母亲是嫡系血脉 也是前一任的家主 母亲去世后家主之位便由我继承 家里的规矩多 主要是因着那些老古董思想太守旧 他们对于家族外的人很是排斥 当年我父皇都没能得到 玉龙家的那些长老认可 自然 我父皇乃是一国之君 也无所谓得到他们的认可 只是这世上 对女子的要求 总是比对男子要苛刻些了 家族里那些人知道 我选你做妻子后便蠢蠢欲动 或许是想迫使你 也去参加家族的考验 家族的考验 具体指什么 武功 管家能力 还有别的什么 都有 主要还是武力 我说的武力并不单单只指武术 也指一毒之术 拳术 以及拳术 拳术 那是什么 风云青听到了一个新鲜的词 马上提出了疑问 玉龙家称之为拳术 成天家称之为仙术 无非是跳出生死之外的一些东西 那些老家伙无事可做 整日里想着修魂 修灵 修仙 想要与天同寿 万古长青 说到这儿 学院一栏补上了一句 那红九卿便是成天家的家主 成天家族在封国 据说祖辈有人修成过仙术 以为冲天 万事逍遥 是真是假 却无人能查 玉龙家的那些悬术 我原本也是不在意的 然而既有前世今生 我倒是觉得 或许能将手中事情处理好了 我便带你回去 也去修一修那东西 看我能不能找到 内一世的记忆 还是别 你不会愿意想起那些事情的 风云青赶紧说道 前一世 他和他之间相处的 可一点都不愉快 不想那一世 便能提前约定好下一世 也是好的 玄渝一兰却似乎 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秦秦 你是我的 我只想生生世世的 和你在一起 所以 刘子贤说我可能 得不到玉龙家的认可 这是真的 有些过于玄幻的事情 还是先方的一边 凤云青现在更加关心 玉龙家的情况 我倒不是一定就要他们认可我 只是不认可我的话 会给你带来麻烦吧 我风云青竟然能够重活一时 就要变成强者 所有瞧不起我的人 我都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而且上辈子他连累了他 这辈子他自然不想给他增加太多麻烦和负担 是真的 不过 我轩辕叶兰的妻子 定然是这世上最好的 那些老家伙 若是一时不能接受你 是他们眼相 到时 我们一起给他们洗洗眼睛就好 凤云青望着轩辕叶兰 黑亮的眸眼 他能说他就喜欢这男人 这么夸自己吗 那 那个石玉是何人 他和刘子贤关系很好吗 和你的关系也好 凤云青如是问道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61集 玉龙石玉 玉龙石玉是大长老的嫡孙 玉龙家的第一守护者 若是我回归玉龙家 他算是我的左膀右臂 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别人给我充当手臂 对玉龙家的感情也并不深厚 当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 他随我一起去了 在一场大战中 他救了我一命 这份恩情却是早晚要还的 是以这么多年来 他第一次向我开口 让我将刘子贤带回去 我便答应了 他就是刘子贤的师父 石玉是怎么说的 但我觉得未必是 玉龙家对外的规矩严格 不会允许家族中人擅自收徒 尤其是当年我外公 处理一个私生女之后 四大长老都严厉地警告过自己那一系的人 女子不得外嫁 男子不得与外面女子有任何关系 若是果真要与外同婚 外来的那人是得通过玉龙家的重重考验 私下定情地从中处罚 玉龙石玉是个孝顺的 他应该轻易地不会背逆了家族的规矩 将玉龙家的东西交给刘子贤 只是他能飞鸽传信于我 要保下刘子贤 想来与刘子贤有些不同寻常的关系 这件事 也只能等我们将刘子贤带回玉龙家 见了玉龙石玉再说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冯云青点了点头 犹豫了一下 冯云青还是简单说了一下刘子贤的情况 他刚才将自己拖得不怪一丝 又在皮肤上抹了剧毒 我猜 他要么是想让你瞧他身子对他负责任 要么便是希望我碰他中毒 他也好趁机威胁你答应他什么要求 这样的算计都是明妙上的 他应该也不会在意会不会被看穿 只想着最终答的目的就好 只是这个目的到底也没有达成 他此时此刻定是满怀不甘与愤恨 若是将他带回玉龙家 想着他定会到 冬日无蛇 定是我放毒是害的 这种事情没有所谓的证据 只要有人信他 他就赢了 玄与一蓝皱了皱眉 沉默片刻 来人 立峰快不过来 王爷 有什么吩咐 你派人去通知玉龙食欲 便说刘子贤带着一身毒 想要往本王的床榻上爬 本王已经很生气了 让他赶快来接人 五日之内未到 人我依旧会给他送过去 但是死活不论 他没有提凤云青 将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 以免那御龙食欲 会对凤云青有什么不好的想法 是 王爷 属下这就安排稳妥的人前去通知 立峰也很不喜欢带着刘子贤 那么一个大活人跟在车队里面 总让王妃娘娘心中不爽就算了 他们也还得时刻防备那个女子 出什么幺蛾子 这般处理 轻轻可还满意 轩人一来问一下凤云青 你觉得好便好吧 凤云青并没有多话 他对这个处理满不满意并不重要 方才他去见了刘子贤 若不是有小蛋随时提醒他 或许他真的中了刘子贤的毒 毒发的痛苦 难道有人可以为他剃吗 这也是他保那个侍卫一命的原因之一 至少因着侍卫的触碰 让你毒露了出来 林子里面空气好 梓华 你若是无事又不想睡 他要一起走走 一刻钟便渴 凤云青看了眼旁边的林子 想进去坐一坐 就只是单纯想安静些 这安营扎扎的地方还是有些吵闹了 好 薛恩义兰拉着凤云青起了身 他能看出他心情并不是很好 就只是去附近走一走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本集播讲完毕了 也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62集 把事办了 这目前还在南方 多是阔叶的林子 草木生的蜜 叶里面并不好在林子里面走路 但是今晚有月色 从树枝的间隙中下来 林子里面倒是没有那么黑暗了 只有他和轩一栏两个人 想要踩在枯叶上手牵着手 安静地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凤云青忽然觉得 这种体验也挺美好的 像是天地间所有的喧闹都消失 这些林子作为掩护 他和轩一栏就能够在安静的空间里面相处着 这种感觉属实微妙 带着些暧昧的温度 让人觉得安稳中 又多了一些野趣 凤云青心想 难怪在高科技时代时 总听人们说 那些个小情侣都喜欢钻小树林 原来是这种感觉 可是在那一世 以及上一世 他都不敢想 轩一栏这样的人会和他一起做这种事情 但是现在 他就在自己身边 用他宽厚大掌包容着他的 与他挨得很近 还悄悄走在了他前面 替他清扫面前路上的一些滋滋漫漫 就这一刻 他好像又有些确定 这个男人真的是他凤云青的 只是他一个人的 他还是幸运的 能够得他这样男子陪伴在身边 凤云青的心中涌起了暖意 也扬起了丝丝甜蜜 他突然出声 思华 嗯 轩月一栏马上回应 怎的了 可是被什么东西勾着衣裳了 他俯下了身 在凤云青的周围查看着 凤云青却趁机抱着他脖子 轩月一栏愣了一下 又问 有什么东西吓着你了 这林子里面有些昏暗 野生动物也是不少 有点小动物跑过去吓得他 也是正常 凤云青摇了摇头 而后语气温柔 我只是觉得 有你真好 啊 轩月一栏似是没听清 我说 有你真好 凤云青说着 又收回自己的手 我不想走了 你抱着我走 也不等轩月一栏回答 他便将自己身体 直接挂在轩月一栏的身上 轩月一栏赶紧抱着他 这样像八爪鱼式的动作 当真舒服吗 不过 轻轻这是做什么 主动 轩轩 我可以理解为 你在主动诱惑我吗 轩月一栏低了声音 气氛一瞬间 变得暧昧了起来 你邀请我到林子里来 莫不是真想让我 用那四四方方的东西 轩月一栏 补上了一句 没有啊 风云青听了这话 脸色顿时红起来 只是林子里面看不清楚 你胡说什么呢 我就想表达一下 我此时此刻感受 你怎么就想偏了呢 流氓 他骂他流氓 可是他不知道 他这与往常不大一样的声音中 染上了气氛魅惑 差点他把持不住了 流氓 秦秦 你知道流氓通常都会做什么吗 轩月一栏轻笑一声 秦秦啊 这林子里安安静静的 附近也无人靠近 不如我们再往更深邪的地方去一点 寻个好地儿 将你想让本王办的事办了 他言语中的意思浅显易懂 可是什么叫做他想让他办的事 你误会了 我没有什么想让你办的事 风云青很不自在 不如我们现在回去吧 太晚了 我也想睡觉 他这后面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轩月一栏用吻 逼了回去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安屋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63集 那东西怎么用 热情如火的一吻 使得两个人身上温度骤然升高 他将他抱得紧紧的 像是恨不得将他嵌入自己身体中一样 与自己身体融为一体 纯齿之间的纠葛 香甜又刺激 我有怀中怀有情感的男女 才能够拥有那种 感觉整个气氛都变得温暖而暧昧 凤云青只觉得 薛恩一栏这一吻 比以前那几次都来得要猛烈 他轻而易举身陷其中 无法拒绝 也不舍得拒绝 于是便更用力地抱紧了他 回吻回去 他的回应让薛恩一栏更加惊喜和激动 还让他逮住了机会趁机敲开他背齿 伸出他的舌头 将里面的甜美都缩挂得干干净净 直到他用尽力气 再也强迫一点空气 差点窒息 薛恩一栏才终于停了下来 两个人都赶紧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然后望了一眼对方 黑暗中看不清对方脸上是什么表情 只有那双眼睛 闪亮亮地令人沉醉 梓华 有月光照在你脸上 我瞧见你脸红了 这是为了缓解尴尬 可薛恩一栏却当了真 嗯 不许笑 薛恩一栏也有些不好意思 生平第一次让他觉得 做这些事情有些凶 尤其这个女人竟然还打趣他 他四下里面看了一眼 足尽一点 使出那绝妙轻弓 朝着不远的古树跃去 凤云青还没有反应过来 人便已经到了半空中 吓得赶紧抱着薛恩一栏 几个优雅的起落 薛恩一栏已经跃出了林子 带着凤云青站在了较高的树冠之上 月光照下来 总算能够将二人的脸色都看清楚 好高啊 凤云青往下看了眼 赶紧抓紧薛恩一栏的手臂 小心地让自己站在更为安全的地方 怕什么呀 有我在 断不会让你跌落下去的 薛恩一栏轻声抱住了凤云青 这棵树乃是百年的古墨 倒是个好品种 柔韧性也不错 磁珠风茧也好 关键是 不管你我在这上面做什么 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是乙轻轻 莫要羞辞 你先告诉我 那个四四方方的东西到底如何使用 可好 这并不是薛恩一栏第一次问凤云青 那东西要怎么用 但是这一次 薛恩一栏的语气无比温柔 无比的认真 将凤云青的心撩得痒痒的同时 也表达自己很坚定的意思 这一次 她非用那东西不可 可是这种问题 她能不能不要那么直接问她 她是回答好还是不好呢 回答好 会不会显得她凤云青不够矜持啊 要是回答不好 那她显然又不可能会那么轻易算了 我 我也不知道 凤云青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回答 说完又弱弱补偿了一句 你温温息头 也好 轩云一栏一本正经点了点头 那个蛋 你出来一下 轩云一栏的声音不大不小 紫珠从凤云青的腰间浮出来 散发淡淡的光滑 清晰的声音响了起来 摄之王大人 我在 有什么可以帮助您呢 告诉本王 那东西怎么用 轩云一栏沉了沉脸色 神情却有些不自然 她应该也知道 那东西用起来不是那么好说明的 于是 她马上补充了一句 你到本王耳边来说 轻盛些 本王一人听见就行了 好的 摄政王大人 紫珠倒是乖巧 飞到了轩云一栏的耳边 与她耳语了一阵 然后 凤云青惊讶地发现 摄政王大人 真的脸红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64集 久能助兴 也能灭情 轩云一栏生的俊美 五官端正立体 眉目如画 月光下看起来 更是多了几分说不出的感觉 惹人心动 诱人深陷 这么一脸红 再加上三分魅惑 莫说女子看了会心动 就是男子 说不定都会被她蛊惑了去 真是妖孽 风云青在心中低骂了一声 眼睛却还是一不开 真好看啊 她的男人怎么就那么养眼呢 她不禁看得有些吃了 竟是没发现 轩云一来已经挥手 让紫珠小蛋远远地离开了 轻轻 紫华好看吗 她凑过来问 好看啊 普天之下 我们家紫华最是好看 风云青下意识回答 嗯 不仅好看 也是好用的 轩云一来说着 已经将一只手 撑在了树干上 防止风云青掉下去 嘴角渐渐勾起了一抹邪魅的糊涂 方才小蛋与我说 只需将那东西的外包张撕开 将里面的胶套拿出来 套在本王的 就可以用了 倒也简单 我们试试 风云青真想直接跌下去算了 她刚才还让小蛋悄悄告诉她 怎么这会说的那么直接啊 轩云一来又说话 轻轻 原本我想自己动手的 可是今晚咱们办事的地方有些特殊 我若松了手 怕你会跌下去 至于 我把那东西交给你 稍后带我宽衣解带 你帮我掏上去 可好 亲爱的 你怎么编成这么默然的九皇叔 让我晕过去吧 这样就不用面对 那么赤裸裸的一面了 轩云一来 你还是你吗 你还是那个高冷金玉的男神吗 你就不能一直在神坛上面待着 模样下凡啊 反而受不住你这样来 清清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是磨人了 轩云一来说着 将一个早就拿出的避孕神器 塞到了凤云青的手中 还宽慰她 乖 放松些 别紧张 虽说这地方有些不太方便本王施展 但本王保证 这定然会成为一次美妙的回忆 话音未落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再次稳住凤云青的唇 另一只手也没有清醒 准确无误地摸到凤云青的腰间 捏着那根忌惮 正要扯开 林子里面却突然传出一个声音 轩云一来 出来 你给朕出来 轩云一来和凤云青身体同时僵住 两个人往下面的林里面看去 就见一道身影用了轻功在下面各处乱窜着 这是 楚云一 该死的 他们来干什么呀 轩云一来忍不住骂了一句 楚云一这次莫不是故意来坏她跟清清的好事的 轩云一来 你藏起来做事 快出来 与朕决战 朕 不可能每一次都败在你手下的 你出来 楚云一又骂了起来 声音在安静的林子里面无比地清晰 语气却有些不稳 像是喝多了酒 正在耍酒疯 可她分明是带了剑的 正对那些花草树木一段的乱刺 被楚云一这么一搅和 太多的兴致也都没有 轩云一来都坐不下去了 更何况是凤云青 她伸手扯了扯轩云一来的衣裳 紫华 不如改天吧 云地还在下面呢 就算楚云一没有发现在树上的他们 可是他一直在下面吵 这哪里还能安静 楚云一 你想和本王决斗 本王成全名 轩云一来的面色彻底黑下来 迅速准理好自己跟凤云青的衣裳 抱着凤云青风一般的下了古树 楚云一 你发什么凤云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呢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65集 就在我这里睡吧 轩为一篮将凤云青放在了安全的地方 迎上去就是一掌打过去 楚云一猝不及防 声声挨了他一掌 哭的一声吐出了一口血 险些摔倒 急忙用剑支撑自己身体 云帝无事 跑到林子里来做什么 轩云一兰冷冷地质问着 你是何人 楚云一兰 云一似乎真的醉得不清醒了 你竟敢敢行刺朕 朕告诉你啊 朕是楚国云帝 朕的铁蹄定会踏遍四国天下 只要灭了轩辕一兰那次 朕就是这天下的霸主 你是不是轩辕一兰 你是轩辕一兰就与朕决斗 你是天才 练一年武功能抵得上别人练十年二十年 可朕也不差 勤能补捉 自朕重生之后 朕每一日都在勤苦练功 朕要超过你 要让你成为朕的手下败将 朕 普通一声 楚云一摔倒在旁边草丛里 半天都没爬起来 也没了声音 轩云一兰皱起了眉毛 试探着喊 楚云一 小蛋的声音在风云剑意识里面响起来 酒精浓度很高 楚云一醉了 风云青有些惊讶 楚云一竟然是真的喝醉了 跑过来耍酒疯 这不像是楚云一的风格 可是小蛋诊断过 应该也不会有错 真是没想到 楚云一竟然还有这一面 风云青走上前 子华 她应该是醉倒了 若不是真醉了 她也不会将自己重生的事情和野心暴露出来 不管她了 我们走吧 也不知她是怎么喝这么醉的 但是等会儿楚国侍卫定会来找她的 轩云一兰还有些怀疑 但是想想凤云青说的话也有道理 而且楚云一无端端跑到林子里 谁知道有什么阴谋算计 还是先将青青送回营地更加安全 这么一想 她便抓捡了凤云青的手 没有多话 与她一起往林子外面走去 刚出林子 就遇到楚国士兵前来询问 请问摄政王 可有见到我楚国的云地 见到了 轩云一兰并没有给楚云一屎半子 她喝醉了 躺在林子里睡着了 你们去把她接出来吧 是 谢过摄政王 侍卫说完 并急匆匆进了林子 不一会儿 轩云一兰将凤云青送回帐子 看她在那边躺下歇息 她走出来 眸眼微眯 来人去查一下 楚国云地那边出了什么状况 一刻钟之后 暗卫带回来的消息 主子 楚国的一亲王忽发救急 与三日前过世了 那一亲王是云地最后一位兄弟了 云地情绪崩溃 打罪了一场 此时 楚国的侍卫 已经将云地接回了帐中 其他方面 并无异常 楚国一亲王 就是那个帮着楚云一组建军队 扬言要让整个天下都姓楚的那个蛮子 死得这么突然 是不是有诈 另一边 楚国的营地 云地大帐 随行大夫给楚云一号过了脉 为了药和醒酒汤之后便退下了 大帐内只剩下楚云一一个人 他突然坐起来 某眼亲密 哪里还有半点醉意 只是到底挨了薛云一栏一掌 他的面色有些苍白 当一直监视着薛云一栏那边动静的暗卫来报 薛云一栏和冯云青离开营地进了树林子 他也不知是哪来的一股子郁闷气 抱起酒坛子便喝了整整一坛 然后迅速布置成自己因为一亲王去世而伤心醉手的假象 冲进林子里面 薛云一栏想挑一个安静地跟冯云青亲热 那他楚云一就是要坏了他薛云一栏的好事 不过薛云一栏和冯云青都是那么聪明狡猾的人 在他们面前装罪自然是要真的有些罪 说些平时都不可能说的话才好 所以他才故意说了那些话 就算他不能暴露自己是重生之人 可他们也知道了不是吗 可他那么主动地一暴露出来 也终于彻底地确定 冯云青果然也是重生之人 冯云青果真是知道前世发生的一切的 所以这一世他选择顺从薛云一栏了 可是他怎么就那么讨厌冯云青顺从薛云一栏呢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屋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六十六集 莫要拒绝我 挨了轩云一栏一掌 追到了凤云青的秘密 他这是亏了还是值了 可是今日行为属实有些莽撞 都已经做完 他却自己还有些懵 为什么一定要去林子里面做这种事情呢 只是单纯瞧不得薛云一栏好 又或是想要确认凤云青到底是不是重生之人吗 说起来 薛云一栏和凤云青已经是夫妻 是从上一世就已经是夫妻了 做些亲密的事再正常不过 可他怎的就忽然瞧不惯了呢 莫非 想到那个可能 楚云一觉得不可思议 他攥紧了拳头 沉下了眼眸 一夜未眠 凤云青睡到了半夜 有人进了他帐篷里 暗卫和小丹都没有发出预警 看来来人是轩云一栏 他从外面进来 身上带着清冷的月光 也不知道前半夜忙什么去了 外衣上面沾了一点露水 他先将之脱了 又走到了屋子里面暖和处 将自己身上穿的烤得稍微暖和一些 才将炉子里面的点火光盖住 走到床榻这边 清清 他轻柔地喊了一声 嗯 凤云青翻了一个身 转过来面对他 有事找我 被窝里面比较暖和 他并不想起身 想等着轩云一栏说完了事再起 不是 那你来找我做什么 我那帐篷大了些 漏风 冷得很 你这里暖和 我到你这来睡 雄云一栏说得理所应当 雨碧又补上了一句 雪晨他们都歇息了 无人瞧接我过来 放心 一听这个话 凤云青的困倦 虚语之间便消失得干干净净 怎么感觉 好像他偷偷摸摸 跑到了他帐篷里面来 是要做一些 不能够让别人知道的事情似的 他们瞧不瞧得见有什么关系 凤云青嘀咕了这么一句 轩云一栏马上回答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左右你我名分已定 除了一场大婚仪式 你已然是我 轩缘夜蓝的妻子了 只是世俗人 到底是以那场婚礼仪式 来确定男女最终结成夫妻 你脸皮子薄 若是让人瞧见 我在婚礼仪式前 总与你睡在一起 你顶人会不好意思 听听 这都是在为他考虑的 那你便不要过来啊 凤云青有些美好气的 将这话说出口 你不想要我过来吗 轩云一栏的反应很大 似乎是没有想到 凤云青竟然会嫌弃的过来 他沉默片刻 那你若是不愿 我便自己回帐篷去 冷点就冷点吧 我还扛得住 说着 他果真转了身 你 凤云青下意识喊住了轩云一栏 怎的好像他若是回去了 便是他凤云青 无情地喊他回去 挨冷受冻一样 你那帐篷 平霸无辜的 怎么会漏风呢 我亦不知 想知楚云一 今晚睡不着 便也瞧不得我好过 派人故意做了手脚吧 楚云一 故意让人家 轩云一栏的帐篷 破坏到漏风 楚云还会玩 这么幼稚的小手段吗 凤云青将信将疑 可瞧着轩云一栏 那认真严肃的模样 却并不好说什么 那就不能 将漏风的地方 修补一下吗 太晚了 本王也不是 那般不尽人情之人 言下这一事 大晚上的将属下们 拖起来修补帐篷 不太好 可是这外面不是 还占着许多 侍卫和暗卫吗 那你 还是就在我这里睡吧 凤云青知道 雪云一栏是故意的 却到底舍不得她去挨洞 她这帐篷里面 有一张 可以供一人躺的软椅 不如她去睡那儿 将床让给她 好 雪云一栏等的 便是这句话 至于软椅什么的 她自然全当没看见 凤云青刚起身 她便已经脱鞋上了床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六十七集 情深义重 献煞旁人 君一栏脱鞋上了床 并且将自己高大身子 压在凤云青 娇小身子上面 凤云青一声惊呼 你做什么 男性的气息 瞬间将凤云青包围起来 她的心一下悬了起来 跳得飞快 你小声闲 夜里还是挺安静的 莫要让别人听到了 这 有必要这么偷偷摸摸吗 子华 你是要睡里面去吗 那你过去吧 凤云青有些鸡吧 显然是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秦秦啊 我瞧着你醒了 像是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 我想将之前的事情办完 可好 她熬了半夜 查来查去 也没有查到 楚云一那边 有什么异常情况 可是之前 楚云一突然醉酒 跑去打扰他们的好事 让她无比的不爽 那么愉快的事情 做不成 在帐篷里面小补一下总是要的 先让她休息 打的便是这个主意 凤云青的身子 里面很冷 我方才动了手脚都讲了 需要你来给我弄弄身子 莫要抗拒我 可行 可 男人的吻 狂风暴雨而来 已决定碾压的姿势 将女人所有的不满和抗拒 都覆灭 那颗紫珠 直接被扔出了帐篷 不一会儿 里面便传了男人的低喘 和女人压抑的声音 如此火热的情爱 一直持续到了天江露白 才将将停歇下来 凤云青累得连手指尖尖都没力气了 乔治轩一栏手臂的几处鲜明的齿印 便将脸红着偏向了一边 这男人疯起来 简直半点都不会节制 还总有想要刺激他喊出声来 这大晚上的周围都是安安静静的 他还当真肆无忌惮喊了 那天亮之后 他还要不要见人了 也不知是他体内热毒作祟 还是他真有这么热情 差点没把他给直接融化 他不想发出很大声音 情急之下只好咬他 可他偏偏似乎不知痛失地 任由他咬 静静啊 你再睡一会儿 我收拾一下出去 拿些热水进来 学员一来说完 便穿上衣裳出去了 一刻钟之后 他又回来 手中端着木盆 里面果然装满了热水 冯云青这会儿 已经累得睡过去了 他便亲自动手 重新将他穿好的礼仪扯开 用温热的帕子 给他擦身子 这种事情他是第一次做 刚开始时 帕子上面的水多了 还将冯云青的衣裳给沾湿 他干脆将他衣裳都脱下来 然后将帕子拧得再干一些 继续擦拭着 事实上 他擦的第一遍时 凤云青便已经行 当他意识到 薛云一来 竟然又将他拖得一丝不挂之后 他便下意识装睡起来 却没想到 他其实只是在给他擦身子 使得凤云青心中 涌起了莫大暖意 他是先皇后唯一的儿子 生下来定是被众人围绕着伺候 后来做了薛云的摄政王 玉龙家的家主 这些个生活上面的琐事 显来都不会亲力亲为的 可今日 却愿意屈尊将归 为他擦起身子 在他的心里面 是真的将他当成 最重要的人了吧 这样一想 凤云青的心中 不由泛起了一丝丝甜蜜 可是很快 他就尴尬住了 因为薛云一来擦完他上半身 竟是奔着下半身去了 而且连最私密的位置 都没有放过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68集 有人要害我 凤云青顿时觉得 自己脸颊火烧一样的羞耻 轻轻 放松些 把腿打开 马上就擦好了 薛云一来发现 凤云青醒了 雨季认真道 这羽气是一丝运念都没有带的 不用了 那里我自己擦洗 你先出去 凤云青只好从牙缝里面憋出几个字 同时 将自己双腿病得更紧 让他擦洗 那他哪还有脸见他呀 薛云一来原本觉得没有什么 这副身子他哪都碰过 擦洗擦洗也是无妨 可是如今 听到凤云青犹如吻纳的声音 他才真的觉得自己做多了 意识到了他害羞 所以也有些不好意思 那我便先出去了 说完他转身离开 脚下的步子也有些不稳 见到薛云一来出去 凤云青赶紧起来 将自己洗干净 然后穿上干净舒适的衣服 他看了眼外面 天就快要亮了 也睡不着 干脆起来 将帐篷里面细细收拾一番 被子什么的都整理好 不让别人看出 他昨晚和薛云一来 有过亲密事情的痕迹 可纵使别人不知晓 那么火来来的荧幕 却始终印在了凤云青的脑海中 怎么样都挥之不去 薛云一来走出帐篷时 并没有穿披风 他光顾着给凤云青擦洗 自己的仪容也是稍微整理了一下 是以发丝有些许凌乱 就遇见了楚云一 楚云一还穿着昨日醉酒那一身衣裳 眼圈发黑 面色不太好 旁边连一个侍卫都没带 便走到了这边营地 薛云一来瞧见楚云一 在原地站住 云地 来得太早了些吧 有事 薛云一来语气冷淡 神经不悦 倒也无什么重要之事 朕昨天经文亲者离世 心中悲痛不已 无奈 借酒消愁 未曾想就喝多了 刚刚才醒醒过来 便听得下面的人到 朕之前冲进林子 坏了摄政王与永安郡主的好事 朕心中过意不去 便早早过来看看摄政王是否起了 也好当面向摄政王表达真的歉意 说着 楚云一还轻轻咳嗽两个声 伸手捂住自己胸口 以此来提醒薛云一来 昨夜拍了他一掌的事情 云地知道自己 扰了本王的兴致便好 不过既然云地都道了去了 本王昨晚也给了云地一点教训 这件事也算过去了 只是本王还有一点不明白 不知云地是否可以解惑 摄政王请说 楚云一夫 你问了 我很愿意为你解惑的模样 云地借酒交仇 醉酒发疯 怎么就偏偏挑中了 本王和王妃去的地方 要说云地不是故意的 本王可是一点也不信 这 凑巧了 凑巧了 摄政王与永安郡主很快就要大婚了 来日方长 总不会怪朕 一时惊扰了你们吧 本王纠正 本王与清清 并非是很快就要大婚了 婚书已定 族谱上的名字也已经写了 本王与清清已是夫妻 婚礼呢 不过是个仪式 再说 云地昨日也确实只是一时 扰了本王的兴致 本王后面也补上了 虽说少了那么一点野趣 然 与自己心爱的女子在一起 怎么都是爽快 别说女人才有直觉 男人也是有的 就比如轩云夜兰 其实并不清楚 楚云宜闹那么一场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楚云宜刻意选择 她跟凤云清亲热时搞破坏 她便不留得多想一些 为了防止楚云宜将心思 放在凤云清的身上 她当然迫不及待宣誓主权 楚云宜的面色还真是僵了一下 随即扯开了笑 摄政王与永安郡主情深义重 献上旁人 朕 告辞了 没等学员一兰再说什么 她便转身离开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呢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六十九集 你这个贱人 你害我 楚云一转身往回走 用眼角余光瞄了眼 薛云叶兰身后的帐篷 莫非那里其实是凤云清的帐篷 薛云叶兰昨晚一直都和凤云清在一起 睡在一起 她的心底突然生起了一股子烦闷之气 该死的薛云一兰 就是一个禽兽 她昨晚都那么破坏了 薛云一兰竟然还是和凤云清 这么一想 楚云一的心中就越是不舒服 回到了自己营帐内 她马上招来自己亲位 亲中那边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皇上 已经准备妥当了 亲位有些许疑惑 皇上之前问过一遍了 朕再问一遍不行吗 楚云一面色一沉 朕做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质疑了 活下去 仗则武师 清楼的事情定要万无一失 这一次 朕就算不能杀了薛云叶兰 也要狠狠地重创的 楚云一心腹站在了她身后 想了想 还是对楚云一说道 皇上 臣打探道 轩辕叶兰带上刘子贤的原因 是因着御龙家的人在保留子贤 那刘子贤昨日让毒蛇咬伤了自己 脱了衣裳想要求得轩辕叶兰的怜惜 谁知道轩辕叶兰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倒是永安俊主进了她的帐篷 揭揣了她的阴谋和算计 楚云一听到这话 心想 原来凤云青是因着这件事情 心情不愉快 才往那林子里面去散心呢 想说什么 说 皇上 不是有一句老话说吗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那刘子贤能做得了静太妃的养女 后脚又能让御龙家的人保她 想也是有些本事的 不如臣去找她谈一谈 看看能不能利用她 给轩辕叶兰下几个套子 刘子贤 楚云一的眼睛眯了眯 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行 到达青州 最快也要再走半个月 一路上借着刘子贤的手 给轩辕叶的那边听听读 似乎也不错 这件事真不知情 楚云一沉声吩咐着 这件事过几日再办 她是一国之君 不能和一个阴毒恶毒的女子为伍 如今凤云青刚刚解决刘子贤 这时候凑上去 未免惹人怀疑 是 臣明白 心腹点点头 退了出去 天亮之后 拔影启程 刘子贤是被人看着的 走在最后面 走了两个时辰之后 下了一场小雨 队伍暂时在一个小村庄 逼了避雨 刘子贤便朝着 薛云一兰这边过来了 她能想办法过来 想靠近薛云一兰的身 确实不能了 远远的便被人给拦住 于是她扯开嗓子就喊 舍者王 舍者王救命啊 有人要害我啊 凤云青刚好进了百姓的屋子里 打了点干净水给薛云一兰喝 走回到门边时 便听到刘子贤喊话 她没有出来 只是站在门后 安静地听着 她想看看刘子贤又想做什么 也想看看薛云一兰会怎么样处理 薛云一兰也听到刘子贤的声音 往那边扫链 本想让人直接赶走算了 却听见屋子里面脚步声停在门后 她微微愣了一下 这是轻轻回来了 回来了也不出来 是不想见到刘子贤 还是想看一看她对刘子贤是怎样态度吗 她对她的不信任 她一直都知道 也不知是上瘾室那个她 给她造成了多少伤害 让她如今如此防备的 和她既然要看 那不如让她看看好了 扬她过来 薛云一兰冷淡地下了命名 拦着刘子贤的人便将她放出来 凤云青伸手抓紧水壶 薛云一兰还是见了刘子贤 本集部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七十集 你竟对我如此狠心 刘子贤这次学乖了 没有一上来就往薛云一兰身上扑 她知道 若是扑了 薛云一兰将她一脚踹飞的可能性会更大 事宜 她在距离薛云一兰五米处的地方停下来 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眼泪瞬间便滚下了脸颊 圣证王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知道吗 我昨日 我昨日差一点就被人给害死了 薛云一兰并没有看刘子贤 而是换了一个更舒服姿势坐着 身子侧下门口的位置 谁人害你 昨日惋惜的时候 我觉得疲乏 拖了一双毯下 谁知道 忽然就有一条浑身憋青的毒蛇 钻进我的帐篷里 咬了我一口了 我顿时跌在地上 努力地想要爬起来也不能够 只好要求一个好心的侍卫 去学生者王前来救我 谁知道 来的人是永安郡主 他本就嫉妒我与摄政王关系亲厚 此时见我中了蛇毒 无法反抗 见污蔑我是贼狠捉贼 当大毒蛇是我亲自放起来咬自己的 他光会用毒 还在我身上撒了毒粉 又买通了一个侍卫一起陷害我 摄政王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就算我再爱慕你 我也不会再敢对你有什么别的心思了 可是永安郡主 他分明就是个蛇蝎毒妇啊 你不知道 他昨晚就在我帐篷里 和那个侍卫 没拉眼去的 我不想死 我求他救救我 他还过一拖延时间 才肯将解药给我 一直于 我 我 说到这儿 刘子贤一咬牙 掀开自己衣袖 只见他肌肤之上 仍然有着大片小片的青紫与烂皮 看上去很是惹人恶心 摄政王 你看到了吗 这都是凤云青害的我 我知道 你可能不会相信我 甚至以为我才污蔑他 可是就算是个死 我也要告诉你 他是个心思恶毒的坏女人 我不让你一直被他蒙骗呀 听到这儿 凤云青只就无比好笑 他昨日不是告诉刘子贤 薛云一蓝就在外面听着吗 刘子贤怎么还有勇气 跑过来胡言乱语 还试图颠倒黑白 薛云一蓝也觉得奇怪 他昨日虽然没有进刘子贤帐篷 可他清楚记得 有说过他就在外面 刘子贤没信吗 还敢跑过来污蔑他的亲亲 刘子贤 本王的眼睛不瞎 薛云一蓝冷冷道出这么一句 他不瞎 知道凤云青的好 也知道刘子贤的恶毒 刘子贤愣了一下 他听出了薛云一蓝话中意思 可是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想搏一搏 神圣王 你要相信我 我那么喜欢你 我不会骗你的 我 王爷 羽莎从远处过来 扫链地上的刘子贤 讽笑一声 哼 柳姑娘还真是跑到王爷面前 污蔑王妃了 真是好笑 王爷 金城的时候 属下安排人过去看着他 他非要缠着属下 问王爷昨晚有没有去见他 属下觉得王爷昨晚 竟然只站在帐篷外面 许是不想见他 所以便告诉他 王爷昨晚有事处理 不曾过去 可谁知 他竟然以为王爷不知晓 他那些个阴谋算计 还以腹痛为游尿盾 然后跑到这反咬王妃一口 当真是好不要力 是 什么 刘子贤的面色 煞时间变得惨白 轩云一兰昨夜 果真在他帐篷外面吗 将他和凤云青 说的那些话 都听了个清清楚楚 那雨沙为什么要告诉他说 轩云一兰去处理要事去了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71集 本王倒是想做 就怕你不愿 雨沙 你这个贱人 你害我 刘子贤将手指向雨沙 身体颤抖 你竟然帮着凤云青 那个贱人害我 雨沙皱着眉毛 我可没有害你 王妃也没有害你 是你自己编排的戏 却怎能说别人害你 可是你分明说 摄政王处理要事去了 是 王爷是处理要事去了 处理完了可不就是回来了吗 你这个女人阴损恶毒 王爷不放心王妃一个人进帐篷对付你 自然会在外面守着 你不会以为只要王爷没有亲耳听到你说那些话 就会任由你污蔑王妃吧 那你也太可笑 王妃和王爷恩爱情深 王爷将王妃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 又岂能容你一个外人 随意几句污蔑去的 雨沙一直都不怎么说话 今日说这么多 也是明显偏帮着凤云青 你 你是凤云青的人 你肯定已经被凤云青给收买了 你就是想和凤云青一起来害我的 都到了这时候 刘子贤却还是不肯善罢甘休 他转过了头 挤挤对着薛恩一拦道 摄政王 我欢喜你 你是知道的 我不可能做出害你的事情来 这个雨沙 不是你进行培养出来的心腹吗 他才跟了凤云青多久啊 就被凤云青给收买了 由此可见 凤云青的手段 是真的很恶毒很阴险的 你不要被他给骗了 雨沙 你被王妃给收买了 转为一拦指示抬起头 看了雨沙一眼 淡默地问着 雨沙微微弯腰 王爷说过 属下以后负责保护王妃 属下自然是王妃的人 听到了吗 他自己都承认他和凤云青是一伙的了 刘子贤叫嚷起来 就是凤云青让他害的我 是不是我 表哥 我 刘子贤 转为一拦冷笑一声 昨日本王就在你的帐外 还有 本王是不是早就警告过你 莫要再喊本王表哥 本王的王妃如何 本王自然清楚 不需要你在本王面前搬弄是非 雨沙说的没错 王妃就是本王的命 王妃做任何事都是本王的意思 懂了 刘子贤满脸的不可置信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说假话 说假话的人是凤云青 都是凤云青 当了一声 水旋一拦将身后一个侍卫的配刀抽出来 扔在了刘子贤面前 刘子贤 你在自己身上涂满了毒药 相害轻轻中毒 又扒光了自己的衣裳 试图污染本王的眼睛 本王未曾找你算账 你倒是跑到本王面前了 那正好 接受惩罚吧 刘子贤吓得浑身一个哆嗦 瞧见那寒光闪闪的刀子终于怂了 不 你不能杀我 你答应了施月 你要带我回月龙家的 你不能誓言 你不要忘了 施月救过你的命 你得还她的恩情 你不能杀了我 她就以为轩云叶兰 今日想要她的命 轩云叶兰 你不能让我死 我早就给施月传了信了 说凤云青想要害我 结果我死在去玉龙家的路上 那肯定就是凤云青害死我的 到时候 施月不会放过凤云青的 凤云青也休想在玉龙家立足 这说辞倒是与她昨日与凤云青说过的一样 柳子贤 你这是在威胁本王 雪月一蓝语气变得更加冰凉 你以为就凭你有资格威胁本王吗 本王是答应玉龙石玉要将你带回去的 但本王并没说是带一个活人 还是一个死人 至于你传给玉龙石玉的那封信 本王已经烧了 就连那只鸽子 你前日早上 不是喝了个鸽子汤吗 就是那一只 什么 刘子贤瞪大了眼睛 你 你竟然 轩辕夜来 你竟对我如此的狠心 雨霞 她太吵了 青青去后面取水了 你去找她要点药 毒哑了刘子贤的嗓子 省得她整日里在本王面前 胡言乱语 雪月一蓝满脸嫌悟 这样说 那个小女人总该出来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七十二集 不管去哪儿 我都带你一起 果然 雪月夜蓝的话音刚落 凤云青便往前走了一步 出现在了门口 她也没有掩饰自己偷听 而是直接扔了一个小瓶子给雨莎 这个就行 雨莎接了过去 手法极快地先点了刘子贤的穴道 刘子贤连挣扎机会都没有 便被钉住了 不行 雪月夜蓝 你不能这么对我 谁不会让你这么对我的 石月 石月她 刘子贤惊慌地说道 要毒哑她嗓子 那她还凭什么去利用 玉龙石玉来对付凤云青呢 她准备了那么多计划 要利用玉龙石玉一个一个实现的 咔嚓一声 雨莎卸了刘子贤下巴 将凤云青给了那瓶药水倒进她嘴里 她很快痛苦喊了起来 刚开始还能喊出几个字来 很快便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再用那刀子 把她的手脚筋都给本王挑了 雪月夜蓝再次下令 那几个看过她不利的人 每人领二支军长 在见到玉龙石玉之前 本王不希望再看到这女人出现在本王和王妃面前 是 属下听令 紧接着 雨莎手法极其利弱 将刘子贤的手脚筋都挑断 并且让人将刘子贤拖了下去 刘子贤只一双眼睛 无比恶毒地盯着凤云青 好像她受到这样的惩罚都是凤云青害的 可惜她就算想骂 也骂不出来了 凤云青倒是无所谓被刘子贤怨恨 反正不管怎么样 刘子贤都是怨恨她的 都会千方百计小对付她 所以她也只是冷眼看着刘子贤被拖下去 直到看不到 才讽笑一声 转过了身 将水壶递给了雪月夜蓝 喝水 这屋后有一个天然的泉水井 水质干净 口感清甜 你先试一下 若是喜欢 我们稍后倒是可以打一些泉水走 只是这井水是这家人精心打理的 留些钱才给他们吧 就算是我们买的水 可好 好 都听你的 雪月夜蓝伸手 你先过来 凤云青不知道雪月夜蓝要做什么 还是上前一步 却被她一把抓住 用力一拽 便将她拽到怀里 方才在门后 何听过影了 她道 语气中带着些许也语异味 凤云青的脸色顿时不自然 原来早就被抓包了 原来方才你是故意做给我看的 那是不是我方才 若是没有头听 你就会放过刘子贤 又或者 相信刘子贤 她故意板起了脸 你何必钻这种牛胶件呢 雪月夜蓝有些无奈 若是不知你站在哪听 我根本就不会让刘子贤过来 如今 她也无法在你面前胡言乱语了 你便别生我的气了 可好 凤云青闷闷的没说话 刘子贤对她而言是痛苦的回忆 即便是刘子贤真的有可能会变成圣母 她都不会对刘子贤好 更何况 刘子贤内心阴暗 与她不死不休 所以就算刘子贤被毒哑了嗓子 挑断手脚筋 她也没有多少抱负的快感 而且因着她也不知道 那个 玉龙 食欲对薰月夜蓝来说 到底有多重要 给的雅药也是可以解的 手脚筋被挑断 也不是不可能修复好的 见凤云青依然不是很愉快的样子 玉龙一蓝忽然低头 在她唇上轻拙了一口 凤云青身子一震 下意识道 你做什么 本王倒是想做 就是怕你不愿 到本王 白日 宣阴 玉龙一蓝低压着嗓音 凑到了凤云青耳边 这话自然只有她一个人能够听到 可她一瞬间 仗红了脸 却让周围 乔特和薰月夜蓝亲密的侍卫们 猜出了一眼 摄政王定是与王妃 说什么羞羞的事情 可是王爷王妃 你们能不这么秀恩爱吗 考虑一下下属的人都单身好吗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73集 追过去 没想到这一日往后 前往青春的路上 竟全部都是雨天 虽说雨下的不大 而且大多数都是晚上 白天可以继续走 但是雨水多 即便是官道上 也遍布泥泥 有好几次车轮子陷在泥坑里 需要好几个人才能拉出来 如此一来 行程上面就又耽误了 连走了七八日 也不过是晴天天气的三两日路程 青州那边已经开始有小范围灾情 州府的官员们 奏折很快被快马送到了薛恩一兰手中 薛恩一兰的神情 也一日比一日变得严肃 直到一日傍晚 薛恩一兰终于做出了决定 秦秦 青州的灾情 似乎比多年前还要更严重 我必须要提前赶过去 否则年冠过了大雨下来 便来不及了 冯云青眉头一皱 他说的是他要提前赶过去 他要将它扔下吗 我要和您一起去 想也没想 冯云青就这么说了 不行 薛恩一兰直接拒绝 如今雨露难行 再过两日关道两边躲山 还会引发身体滑坡和泥石流 我带人轻装简从了过去 你跟着大部队一起更安全 我把裂风和雨煞都留下来保护你 不行 这条路上我是你的大夫 我时刻都要跟你在一起 起码我会 再大的雨我也能扛 我不会给你拖后腿的 但若是你想将我扔下 这不可能 清清我没有将你扔下 你身子娇弱 我不娇弱 薛恩一兰没说完 凤云青便打断了她的话 我是从地狱里面爬回来的 我不娇弱 你若是不肯戴上我 我就等于走了自己跟上 前世里并没有青州江州震灾这件事情 又或者其实也是有的 但是那会儿她在摄政王府 整日想着怎么逃离薛恩一兰 薛恩一兰也就没有亲自前往 但既然有危险 那她就要和他一起去 前世今生 她欠她的太多了 她压低了声音 梓华 你知道的 我就是一个孤独的亡魂 这世上我在意的人并不多 这整个队伍里 你若是不在 我还留在这做什么 况且你如今的身子需要我看管着 莫要与我说是为了我的安全舒服之类的 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我什么都不怕 说到这儿 她干脆伸出了手 紧紧抱住薛恩一兰的胳膊 你带不带我去 薛恩一兰盯着凤云青漂亮的眼眸 瞧见里面的坚定 好一会儿才到 好 我带你去 不管在哪里 我都带你一起去 这是她的女人 明知前路危险辛苦 还是要与她在一起 薛恩一兰的心仿佛一下就被填满 她对凤云青好 可她心中设了房 总也不能全然信任她 事业她也没有盼着她能够有回报她多多少少 可她这样的选择又哪里是不信任她呢 她若不在 她便不愿意留下来 那是不是说 她已经将她看得很重要了 裂峰 去拿最大的羽衣来 转过头 薛恩一兰给裂峰下了命 然后偷对凤云青道 秦秦啊 你先收拾一下 我也去安排一下 一刻钟后我们出发 好 风云青点头 其实她没有什么可收拾的 小蛋升级之后 除了能够及时拿出医疗用品之外 还兼带储物功能 放几套喜欢的衣裳什么的进去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她就等于什么都不用戴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74集 修行功法 一刻钟之后 凤云青本来以为 轩云烟来会给她一匹马让她骑 可她却抱着她一起上了马 然后穿上宽大雨衣 将她整个人都护在了她怀里 外面风冷鱼冷都全部被她怀抱隔离开 这样的待遇 不仅不比坐在马车里面差 她还觉得更加踏实 更加安稳甜美些 静静 马背上会有些颠簸 如果受不住了便和我说 我们停下来休息 薛云一兰还这样对凤云青道 不 我很好 有你在一切都好 凤云青由衷地说 她望向了前方 紫华 我们出发吧 叫 薛云一兰一加马肚子 马儿四骑狂奔 不一会便消失在了雨幕之中 此行 薛云一兰和凤云青走得急 只带了二十人 然而个个都是一流高手 因着雨下的大 消息的刺探并没有那么及时 楚云一直到半个时辰之后才知道 薛云一兰和凤云青提前离开了车队 她面色顿时变了 薛云一兰提前走了 人都走了半个时辰了 你们才知道 一群废物 朕白养了你们这群废物 把朕的马牵过来 朕也要早日赶到青州 河英 你带几个人马上去追过去 朕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不能让薛云一兰和凤云青 在朕之前到达青州 按照既定行程 还需要八九日才能够到达青州 雨天延误行程 又得再多几日 事宜 楚云一之前并没有很着急 她打算再过五六日 再悄悄离开车队 率先到达青州 给薛云一兰设下一个大陷阱 等着薛云一兰往里面钻 可若是薛云一兰提前到达青州 以薛云一兰的精明 难保看不出什么端倪来 事宜楚云一必须赶在薛云一兰之前 抵达青州了 薛云一兰以为 凤云青很快便会撑不住 要喊停休息 可这一路下来 凤云青却一声都没坑 直到夜晚雨停了 马儿受不住 大家才都停下来 凤云青有些尴尬对她说 子华 我身子有些发麻 你能不能抱我下去啊 马背上的颠簸 刚开始时她确实觉得稍微有些不适应 可是时间长了 大腿内侧不断于满摩擦着 很快就有些破皮 但是再疼她也没有吭声 而是趁着薛云一兰没注意 悄悄让小蛋抹了一点药膏 小蛋如今是实体 抹药是没问题的 只是若是让薛云一兰知道 那紫珠子钻到她裙子下面 给她腿内侧上药 她定然是不欢喜的 擦了腰膏之后 自然就没那么疼 可是这一脸奔跑了五个尸身 行到伸手不见五尺才停下来 顺体僵硬的发麻也是正常现象 是不是受伤了 玄悠一兰顿时有些紧张 急忙抱着凤云青 跃下了马背 正想给凤云青检查一下 又想到自己少年骑马 最先伤到的地方有些私密 面子稍微有些不自然 而后她下令 你们几个轮流手艺 叶峰 招帐篷 雨沙 去寻些干净的水来 点火烧开 将青检带来的去寒解释的药材 扔在里面煮开 每人喝一碗 再给本王和青检送一碗过来 是 叶峰等人领命 便纷纷去做事了 不一会儿 帐篷就在相对干燥地方扎好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这样的帐篷是能够随身带走的 只能容得下两个人紧紧地挨在一起 与之前那种什么都有的温暖大帐 完全没得比 秦秦 条件简陋 委屈你了 玄月夜兰有些心疼地将凤云青抱进帐篷里 来我看看 伤哪里了 是不是在腿上 里面 没有 凤云青见玄月夜兰大方地将她裙子掀起来 有看个究竟的势头 赶紧阻止 就是有一点点擦伤 我拿药膏擦一擦就好了 我倒是无妨 你一直护着我 我还趁机睡了一会儿呢 这个玄月夜兰倒是知道 两个时辰之前她确实睡着了 她便将她护得更紧 稍微放慢了一点速度 让她睡得安稳些 果真没事 我真没有 我说过啊 我不是娇肉的小花 倒是你 一路走马过来很累了吧 你躺下来休息一会儿 我守着你 白日睡了一觉 凤云青此时倒是不怎么疲惫 如此夜晚 她便想着先休息休息内功 如此也好 薛云一兰答应了下来 就躺了下来 闭着眼睛 这种情况之下 她必然是不能全然放松休息的 但是闭上眼睛 让精神稍稍休息一下也是好的 凤云青见薛云一兰睡下了 嘴角勾了勾 盘膝而坐 开始修炼内功心法 不知道是因为薛云一兰在身边 心中无比安稳 还是因为今夜环境很安静 她的心也很平稳 总之这一次休息 竟是前所未有的顺利 凤云青名神凝思 不一会儿 就感觉一股令人浑身舒爽的气 在自己身体里面游走着 她本就是高科技时代的医者 熟悉人体构造 但这种感觉 与当初认识人体骨骼器官和血管神经 肉眼可见的东西是不同的 好像一阵风吹过脸 吹过皮肤 感受到了风的凉意 但事实上 风还是从皮肤里面穿过去 经过血管 经过骨骼 经过心脏 将身体中各个部分都过了一遍 人 兽 鸟皆生于自然 而后形成不同的固体形态 多数人都认为这形态是固定的 他们是凡人 极少数人知道形态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人的力量可以通过后天休息 不断变强大 而武功便是由此而来 内功心法在体内游走了十余圈 凤云青睁开了眼睛 只觉得周围一切都像变了一副模样 从前他看花是花 看树是树 看人是人 可这会儿 却觉得所有仪器变得更加复杂 也变得更加简单 他好像一瞬间便懂得上乘内功心法的真谛 顺于自然 得万物之力 凤云青转过了头 看了眼身旁的薛元一栏 他睡得似乎很好 他起身 没有刻意放弃动作 自然也没有加重动作 很自然走出了帐篷 而后他足尖一点 朝着旁边的树跃了上去 既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轻盈地跃于树干之上 凤云青顿时有些惊讶 之前薛元一来让他负重奔跑 只是加快他速度 让他觉得脚下步子轻快 也能跃起一些 却到底没有今日这般容易 所以这是因为内功心法 他学会轻功了吗 凤云青心中一喜 朝着旁边的树跃了过去 再次获得了成功 但是这一次 因为他落下之时心乱了一点 刚站稳 便觉得自己身体重量往下压 是已将那树枝压弯 差点跌下去 他急忙将心放空 再度跃起来 如此五六次之后 他领悟到了 心越平和 便越不会出现差错 他学会了轻功 他本就会轻功 能够像鸟儿一样轻易地飞起 不 鸟儿尚且需要依托翅膀 可他不用 他只需将自己身上的力 放在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凤云青满心的欢喜 他觉得自己进步很大 他迫不及待想要回去 与薛云一栏分享 获得轻功的喜悦 正要转身 却突然发现 前面的林子里有一处光 微微闪烁着 主人主人 有毒 有毒草 能够给摄政王大人解毒的毒草 小蛋的声音响起 在安静的夜中格外的清晰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76集 此刀鸣寒破 可灭魔 主人主人 有毒 有毒草 能给摄政王大人解毒的毒草 什么 能给子华解毒的毒草 凤云青的脸上顿时泛起了喜色 就在那吗 就在那主人 只是 小蛋乎又感觉到什么 犹豫了 只是什么 鲁浩快说 我扫描的那儿有不明的生物在休眠 或许是狼 不 好像体型比狼要更大一些 那是熊 也不像 不管是什么 不是在休眠吗 我悄悄过去 采了毒草就走 如何 凤云青压电声音 他自己现在既然学会了轻功 那便用轻功过去 轻功逃走 给薛一览解毒的那个药草 虽然很多人都见过 市面上却并没有可卖的 不是有多贵重 而是极其稀少 寻找起来很困难 今晚运气好 能在这个林子里就遇上这一种 他怎么样都要拿到 小蛋却是犹豫了 要不然 等摄制王大人醒了 再和他一起来采 或者天亮了 能将周围的危险都瞧得更清楚再过来 不必了 一株毒草 我能拿到 凤云青沉下脸色 就算有危险也无妨 紫华曾经与我说过 实战 才是提升武力最好的方式 话音刚落 凤云青已经朝着那一点 微弱的红光飞升而去 几个起落 他便来到 距离那毒草不足 五不远的地方 那毒草长在一块大石头边上 全身赤红 根茎很长 只有两片叶子 中间开出了一朵红色小花 发出光亮 正是那毒小花 小丹 这么近 能将那毒草收入囊中了吗 凤云青亦是跟小丹对话 小丹说这附近有不明生物 不会是专门守着这株小花的吧 那还是让小丹利用超微粒子能力 去查那株毒草就好 主人 能的 稍等一下 小丹的声音在凤云青脑海中响起 而后 凤云青便瞧见那株药草 从视线里面消失 主人 拿到了 快走 我感觉那个不明生物已经苏醒 小丹的声音有些急切 凤云青经历一下 正要离开 一声诡异的声音响起 黑暗中出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 眼珠竟有足足凤云青拳头那么大 而且散发出冰冷的红光 一瞬间便将周围照亮 凤云青猛地瞪大眼睛 方才那毒草旁边的竟不是石壁 而是一条蛇 一条超出他想象之外的巨蟒 那毒草显示着巨蟒的东西 此时不见了 巨蟒已经感觉到 而后将它当成了敌人 轰的一声 原本盘旋休眠的巨蟒瞬间直起了身子 竟变得通体血红 那些光从它黑色的纹路中散发出来 将它整个身躯都暴露在凤云青的眼中 它的身子竟是比凤云青的腰还要粗 三角形的舌头 竟是足足大了凤云青的头四倍有余 凤云青下意识有些腿软 这是什么蛇 竟然能够那么大 而且这显然是一条有剧毒的蛇 跑主人 快跑 小蛋的警示再次响起 与此同时 那条血红巨蟒张开了嘴 里面的红色杏子 风一般的朝着凤云青袭来 同时而来的 还有血一样红的毒液 凤云青只能往旁边一闪 倒是躲过了血色巨蟒的攻击 却是没想到 旁边竟然是一片荆棘丛 尖锐的力刺在他脸上划过 一阵阵辣辣的疼痛感 迅速传遍了他的全身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77集 血红巨蟒 此时此刻 凤云青根本没空管这么一点小痛 因为血红巨蟒已经过来了 他高高抬起了身子俯冲下来 张大嘴巴 似乎是想要将凤云青吞入肚腹之中 小蛋 掌心雷 衣裳被荆棘勾住 就算是勉强挣脱开也会拖慢时间 也许只是慢了那么一点点 他就会被血红巨蟒给吞噬 此时唯一能够救他的 便只有枪 子弹比人躲闪的速度快得多 小蛋马上将枪交给了凤云青 凤云青极其熟练打开保险 碰的一声 对准了血红巨蟒张开的嘴 打了过去 血红巨蟒吃痛迅速退了退 却只受了一点小伤 那子弹经用他嘴过去 穿破了他皮肉出来 这也只是像人体破皮那般给他造成轻微的伤痛 可却将他给惹脑 守卫猛地扫过来 凤云青根本躲闪不及 被他估在了中间 手中的枪也被甩到旁边草丛里面去 而这一声枪响 也将薛义兰等人骤然惊醒 裂风高声问着守夜的侍卫 哪里来的动静 裂风将军 像是东边的林子里 是东边的林子里 我瞧见那里有光 薛文叶兰伸手一摸 并没有摸到凤云青 他期望站起身冲出帐篷 清清呢 王妃 裂风有些疑惑 王妃不是和王爷在一起吗 她不在 薛义兰兰的视线 往东边林子里看去 这不可能啊 属下并未察觉到 有任何人离开营地 裂风觉得不可思议 薛义兰兰只稍微皱了一下眉毛 就到 去找一下王妃 她自己已经起身 飞着朝东边的林子去了 莫说裂风没有察觉 凤云青的离开 就连她身边少了一个人 她都没有察觉到 她睡眠一向浅 别说少了个人 就是连蚊子飞过来 都是知道的 可凤云青什么时候 离开了帐篷 她竟是完全不知 这是怎么了 是她睡得太过安稳 还是有人会对凤云青不利 带着这样的疑惑和紧张 薛义兰兰用最快的速度 往林子里面那处光亮而去 而此时 血红巨蟒的力气 不断收缩在收紧 凤云青感觉自己身体 不断被压迫 甚至能够听到 骨头碎裂的声音 强大的压力使得 凤云青憋出一口血 蔓延到了口腔 又从嘴角溢出来 而那血红巨蟒 已经转过了头来 再次张大嘴巴 这一次 不管是涉毒液 还是吞下凤云青 似乎都变得轻而易举 主人 主人你快想办法 他要来了 主人 让我撒毒粉 小蛋急得喊了出来 撒 凤云青下了命令 紫珠马上飞起来 吸引了血红巨蟒的注意力 又尽可能靠近巨蟒 朝巨蟒的眼睛 撒去了一些毒粉 这毒粉从上面撒 下面的凤云青 定是也会中毒 这种杀敌一千字 损八百的方式 也是逼不得已 可谁知 小蛋撒的毒粉 不知是毒不够 还是怎么的 除了名利一下 血红巨蟒的眼睛之外 并没有别的作用 反而让血红巨蟒 逮住了机会 将小蛋一口吞下去 也就是这个动作 让凤云青 终于得到一些喘息机会 他拼尽全身力气 将血红巨蟒 从他那本刀子拿出来 此时 他脑海中 闪过了红青九语的 说过的话 此刀鸣寒破 乃是许多年 都没有见过的珍宝 看似于寻常的 袖中刀无疑 血可灭魔 凤云青不太懂得 灭魔是什么意思 但是 如若这世间果真有什么魔 那么这一场巨大的血蟒 算不算 若是算 这刀子能不能杀死他 若是不算 魔都能够灭了 难道还杀不死他吗 扑刺一声 刀子刺进了血红巨蟒的肉身里 凤云青觉得一刀子 可能刺不死 可将刀子拿出来 想要多刺一刀 可正当他要刺下去时 血红巨蟒的身体 却突然软了下来 扑通一声 血红巨蟒 身体重重砸在地上 凤云青也随着摔在地上 身上还压着 血红巨蟒的身子 沉重无比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重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78集 差点死了 凤云青费了好大的劲 才从血红巨蟒身下爬出来 她跪坐在地上 又赶紧喊话小丹 主人主人 我在这条蛇身体里面 你那个刀子是一个宝贝 你用刀子划开这条蛇的皮肉 将我放出来 我自己出不去 凤云青过去 循着小丹的声音下了刀子 轩云一蓝急急过来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 令她无比震惊的一幕 凤云青衣衫凌乱 脸上带血 神情却无比冷静 又那把寒破滑着巨蟒的皮肉 巨蟒身上红光一闪一闪 随着血液的流逝暗淡了不少 若不是她太清楚 凤云青的模样和身形 她几乎不敢相信 站在那的人是凤云青 面对如此血腥的场面 她竟能做到面不改色 还有 这条巨蟒是她杀死的吗 那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很快 轩云一蓝便得到了答案 随着刀子深入 散发出淡淡紫色光芒的珠子 飞了起来 主人 我要憋死了 这条蛇竟然将我脱了 不过主人 你刚才好勇猛 如果不是你及时拿出 摄政王大人送的刀子 刺刺这条蛇 你也会被她给脱了 哎 摄政王大人 你来了 凤云青猛地转过了头 果然看见薰云一蓝 站在不远处 她顿时觉得眼眶有些发酸 刚刚她差点死了 但她忍不住 给了轩云一蓝一个微笑 子华 我在掌心雷 被这条红色巨蟒 扫的草丛里面去了 你帮我找一下 我先收拾一下 说着 她就要站起来 可这一动才惊觉 自己全身都在痛 竟是连站立都很困难 她不自觉皱了一下眉毛 有了表情之后 发现脸上也疼痛起来 忍不住痛呼一声 轩云一蓝赶紧弯下腰 把掌心雷找到 然后跑上前 将凤云青扶起来 别动我子华 你先别动我 刚刚那条血红巨蟒 将我紧紧孤住 我可能受了那伤 轩云一蓝神情 顿时紧张起来 把寒破给我 凤云青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还是给她了 知道她有洁癖 还刻意将刀子再写 在地上擦了几下 再递给她 轩云一蓝的嘴 抿成了一条线 也没有在意 血红巨蟒是否污浊 她上了前 对准一个位置 利落滑开 血红巨蟒的皮肉 凤云青看了眼 那是蛇胆的位置 果然 皮肉一划开 散发着红光的舌胆 便被血红一蓝掏出来 可奇怪的是 这舌胆一掏出来 这条血红巨蟒 身上的红光 便全数消失 那舌胆倒是 足有血红一蓝手长大 她转过了身 将舌胆送到凤云青面前 去了 啊 凤云青瞪大眼睛 像是没有听清 血红一蓝说的话 血红一蓝又耐心地 重复了一遍 这条毒蛇 名为烈火毒蟒 买是有人用各种毒草 精心圈养的 然毒草有毒 这蛇胆却是无毒 你吃了这蛇胆 不仅是百毒不清 与武学修为 亦能大有主意 凤云青有些惊讶 这山里的毒蛇 竟然有人圈养 那人养这蛇 莫非是为了蛇胆 可这蛇已经被他给杀了 那养蛇的人 岂不是会找他麻烦吗 而且这蛇胆 那么大一块 虽然闻着没什么腥味 可是生吃 可不可以不吃啊 有点恶心 不能 玄雲一蓝严肃的 你受了伤 若是不吃这蛇胆 怕是很多日都不能起身了 不管多恶心也得吃 这是为你好 快 张嘴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79集 你要出事 我怎么办 凤云青知道 玄雲一蓝不会害她 而且自己此时此刻 也确实爬不起来 若是因为耽误了 萱雲一蓝 去青州的行程 想到这儿 她只好闭上眼睛 脏嘴巴张大 一团软眉眉 带着温度的东西 被塞进了嘴里 不要咬 直接吞 萱雲一蓝的声音 又传了过来 凤云青只好放弃 下牙齿动作 可是那么大一团东西 直接吞 她是真的吞不下去啊 正在为难之际 萱雲一蓝却突然轻声过来 俯身稳住了凤云青的嘴 她心下也慌 下意识做了一个吞咽动作 可是马上 那舌胆便堵在她喉咙处 胃中一阵地翻涌 她马上想要将之吐出来 磕嘴却被萱雲一蓝紧紧捂住 清清 别怕 有点难受 很快就好了 萱雲一蓝说着 将手掌放在凤云青的后背 灌输了一些霸道内力进去 而那舌胆 不知是因为这内力还是什么 不一会儿便像冰一样融化成水 给化开了 流淌到了凤云青四肢百骸 此时 裂风才匆匆走过来 王爷 四周都找过了 没有看到 王妃 王妃 原来您在这里啊 这 这不是三长老的烈火毒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凤云青在轩人叶蓝的帮助下 将这烈火毒莽的蛇胆给消化 但是胃里面还是很不舒服 她爬起来 用双手支撑地面一阵的干呕 自然是什么都吐不出来 但她马上意识到 自己身体竟然一点都不疼 她尝试站起来 也能够毫无压力的痛苦站起来 刚才那么重的内伤 甚至骨头错位和脏腑的内伤都已经痊愈了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方才这脸是被那荆棘划破了皮 然而此次一摸 除了摸到一些残血 只觉得面上也是光滑无比 竟是连皮肉伤都能够瞬间愈合 这就是那个舍胆效果吗 这也太神奇了 方才本王找到王妃 这烈火毒蟒突然窜出来 竟是要袭击本王 本王便用含破枪之灭伤 军队一栏站起来 语气淡漠 往后 不管是人问起 知道该怎么说了吗 丽风愣了一下 随即道 是 不过一条不通人性的毒蛇 养他的人不好身看管着 竟让他溜出羽龙架 也便罢了 胆敢袭击家主 他该死 这蛇吃了许多珍稀的草药 他的血对稀物之人 也是有注意的 你且让他们过来 将这血分尸了 把尸体烧干净 是 烈风转身去了 凤云建议将 烈风和薛云叶兰的话 给弄明白 这条烈火毒蟒 是鱼龙家三长捞养的宠物 不 是药物 那三长老想着 将蛇养大老要帮助自己修 但是没有想到被我给杀了 还被我吃掉最宝贵的蛇胆 而你 是为了那三长老和御龙家 不怪罪于我 才说蛇是你杀的 一条蛇而已 不必放在心上 这确实是默认了 这确实是默认了凤云青的猜测 凤云青顿时有种欲酷无泪的感觉 这还没有见到御龙家真面目 就先撤人家精心养大的蛇胆 这烈火巨猛出现在此地的原因 凤云青身上的血污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不要说是守着我歇歇的 怎能悄悄离开 如此胡来 可知本王会担心 若是你出了什么事 本王怎么办 便是毁了这整个天下 不是也不能让你再活来吗 凤云青 本王到底该拿你怎么办呢 他说的是上一世 即使他对那些事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是如今他越发相信 那些都是真实发生的 是以他语气中 沙石肩带上浓重的沙气 阴冷的煞气 和悲气的伤痛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八十集 不许为任何人冒险 包括我 凤云青 凤云青只觉得自己身体被薛云 眼淋得很痛 一阵冷一阵热 是受他身上情绪和气息影响的 他急忙道 我没事的 我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吧 上一世的事情不会发生的 我 我们 都会好好的 我也没想到会招惹到这一条烈火毒芒 我之前不是在帐篷里面修炼内功心法吗 我感觉自己领悟了 想出来试一试 在林子里面跳了几下 瞧见这边有一点光 小蛋扫描之后告诉我 这里有给你解毒的毒草 我便想着采了毒草就走 可谁知 这毒草旁边还守着毒蟒呢 不过 我这也算是因活得福了 既拿到给你解毒的毒草 我还吃了那个蛇胆 估计能够让我少修我好几年 不是好几年 是三十年 军云一来闷闷到 心中却有心暖 原来青青是为了给他找解毒的药材 是的 这烈火毒蟒本就是吃各种珍惜药材的 想是在这林子里面寻到了一株 还未来得及吃下 就被青青踩走 这才动怒攻击了青青 若是为了我如此冒险 那更不应该了 薛云一来冷了声音 琪琪 不管是因为什么 你能重活一世也不容易 不许再为了任何人冒险 包括我 他能够重活一世 让他再次拥有它 这是多大幸运 若这幸运被收回 若他再次死在他面前 不 那样的事情 他连想都不敢想 凤云青的心中一阵的暖 他是多么在意他的生死 可是 紫华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我的生命 我这次来是找七药材给你解毒的 不是爱送命的 刚才被烈火毒猫缠住 虽然有些痛苦 但是我很清醒 我觉得我能够对付这个毒猫 之前我本来也想喊你过来 这林子距离营地不远 我多开几枪你自然会察觉 只是 我想要变成强者 就必须有不断的实战中成长 若使人一条蛇都对付不了 那么往后 我该如何对付一些巨星叵测之人 但是今日 确实是有些冒险 我保证 往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若是再有 我定然估量好自己实力再出手 就像你一样 以前将所有可算都算好 就能够无往不胜 最后这句话 颇有些讨好恭维的意思 轩云一栏嘴角凝重 这才稍微散开了些许 凤云青说得没错 只有强者才能够无所畏惧 他在他练武时对他残忍 也是想让他尽快成长起来 毕竟他终究是一个独立的人 不能与他融为一体 他自然也不能无时无刻保护他 虽然自己当初修武也吃尽苦头 可是知道他要吃苦 他变心疼得厉害 但是疼 他也只能先将之放下 转了一个问题 你是自己从帐篷里离开的 是啊 我觉得自己领悟了 就很自然走出帐篷到外面试一试 说到这儿 凤云青转过了身 很开心地望着薛云一栏笑 子华 我学会了轻钩 你瞧 他足尖一点 身子往后盈盈地飞了过去 不仅速度把握得刚刚好 而且不需要借助任何支撑点 就能在半空之中如鸟儿一样飞起来 雪云一栏大吃一惊 这哪里是轻弓啊 这是悬术才能够达成的飞行术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的轻弓也不能够完全算是轻弓 再厉害的轻弓都需要依托 可实际上也就是跳得更远更高 不需要依托便能够飞升很长一段时间的 那便是融合了悬术的 所谓的独门绝妙的轻弓 不过是参透了众人认知之外的一些东西 当年他修五年纪小 母亲还在事实便告诉了他诀窍 他是后来才习得功夫的 可是凤云青 莫非凤家祖上也有什么高人不成 还是凤云青的上上是 那个高科技时代古武一武世家 有什么名堂吗 还是小蛋帮他的 这么想着 轩弓一栏飞升上前 跟上了凤云青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81集 万物自然之力 凤云青明显感觉到 那吞了烈火 毒莽的蛇胆之后 他的轻功越发轻盈 便是稍稍分心 亦是能够丝毫无损 三十年的功力啊 这算是捡得大便宜 虽说后面可能会有些麻烦事 但是兵来降倒 水来土也 船到桥头自然直 风呼呼地在耳边吹过 有些凉 可心中却畅快急了 带两个人都落到营地里 脚踩地面 凤云青就欢欢喜喜 对着轩原一拦道 子华 瞧见了吧 我学会了轻功 你与我说说 你是如何学会这轻功的 倒是也没什么诀窍 便是知道 你在我身边歇着心中觉得安稳 就什么都没有多想 一心修习心法 有风从外面出进来 吹到我脸上 我忽然想到 小丹是由超微粒子构成的 它能化成食物与形式 那么人 也是食物的一种 天下武学也是各种形式 万物生于自然 得自然力量 而各有不同 那么武学力大概也是如此 若是我顺着自然之力 比如风 那么力与风 我能想到的地方 便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我这么一想就是了 结果就真的成功了 万物自然之力 玄云一蓝是真的惊讶了 他之前还以为 凤云青是有什么秘诀 和得了什么帮助 我也曾想 这全部都是他自己悟出来的 难怪他说了好几次领悟了 清清啊 你很聪明 很有天赋 我也有必要告诉你 你领悟出来的 并不是秦宫 而是玄术之中的 非行术 玄 是超脱武学之外的力量 旋力越高 造物的本事也就越大 成天和御龙家的那些人 千方百计的修习 人人都想成为造物主 可他们谁人也想不到 你可以靠自己的领悟 修得旋力 凤云青脸上的笑容顿时收了回去 这不是武学的轻功 却学成了玄学的飞行术 造物主 莫非就是像女娲那样 可以创造人类和万物那样的主宰吗 成天和御龙家的人竟然如此痴迷 难怪的权力金钱和地位等等 世人追逐东西都不曾动心 专心饮食修行 所谓的无欲无求 原来是有更大的野心 若是能够修成造物主 随心所欲地创造人与万物 建造一个尊我为神的世界 那才是真正的至高无上 成天御龙家的人 还真是目标远大 我倒是觉得 眼下苍生都未曾顾好 就想成为造物主创造世界 若是造物主真那么好当 人类都要灭绝了 凤云青冷漠地道 原本 他还对成天御龙两大神明家族 有些向往 可是这样一来 他觉得那两大家族也不过如此 一点景仰的感觉都没有了 他们那点本事 还成不良造物主 玄渊一栏道 似乎根本没有 将那两大家族 休息悬术的事情 放在眼里 不管是轻功还是悬术 这些东西用来逃命 倒是极好的 但我将他们休息得 更加精妙一些 往后万一遇到什么 解决不了的问题和危险 我也能跑啊 若是一般人 这会儿孤交松凤云青三个字 没出息 可薛渊一栏却只是微笑看的 对 有危险就跑 保住自己才最重要 不一会儿 立风等人回来了 主子 那烈火毒莽的血 属下等人暂时用不完 便都装起来了 烈火毒莽的尸体 也已妥善处理 嗯 薛渊一栏看了一眼天色 这会儿云层倒是散开 有一点月色上来 林子里面虽然有着层层雾气 然而到底不是身不见五指 都休息好了 那就上路 烈火毒莽的血能够让人精力充沛 正好在趁机赶一赶路 早日感到轻中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82集 秀架一 夜里赶路更安静些 近的凤云青只要稍稍往后靠 便能够听到 虚云一兰的心跳声 马儿往前面跑着 难免有些无聊 跑了一段路程 凤云青主动和虚云一兰说话 子华 这一区 我们的大婚姻上 怕是不能修成 我还想修成之前那样 清清之前 想要修成什么样子呢 轩云一兰问着 声音被风吹得有些哑 她便往前靠了靠 贴着凤云青的耳朵 呼出的气都喷涂在她的耳迹 引发凤云青一阵战力 凤云青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我想在你的衣装上 绣一些特别的花样 如今 怕只能绣一些简单云纹 云纹就很好 只要是你亲手绣的 我就很欢喜 玄约一兰道 她想了想又道 轻轻 轻轻 轻轻啊 你如此关心我们的婚服 想嫁给我 我心甚远 不如你想想 等我们回到皇城 那大婚一世 你想如何进行 这个 我早就有些想法了 嗯 说说看 等到大婚那一日 我定会很早 被小猪喊起床 她会给我梳洗 我会穿上 亲手缝制的嫁衣 等着你上门来迎亲 我不想全程都 蒙在盖头里面 我就用一层 赤霞蒙在头上 既能蒙住我的脸 也能让我瞧清楚 自己大婚过程 我的夫君是轩辕 乃至整个天下之人 屈之入物的优秀男儿 她会骑着灵气十足 战马 为我的出来 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只要看一眼 哪怕那些 有些朦胧的场面 我就能够确定 这就是我想要的婚礼 和我心爱的 想要嫁的人在一起 成为这一生 最美好的回忆 然后呢 轩辕夜兰问 听到凤云青这么说 她觉得自己心情 都飞扬起来 她说 她是她心爱的 想要嫁的人 优秀什么的 都是别人说的 她一点都不在意 可是她说她优秀 她便更会觉得 无比欢喜 然后啊 然后 我就坐在花轿里面 李月一路到达 摄政王府 我让凤家铺子都歇业 让他们都出来 沿街给一些孩童 发糖果 发小红包 等到了 摄政王府的门口 你会下马 踢过轿门 亲手掀开帘子 牵起我的手 带着我 跨进摄政王府大门 我们从宾客间走过 收获许多祝福 三拜天地 三拜父母 三拜彼此 谢天地有情 能够让我重活一世 再与你在一起 谢父母恩德 孕育我的肉体 让我来到这个人世间 体会一切美好 也谢你 能于千千万万人之中 选择了我 愿意与我共同走完 这一辈子 如此姻缘里程之后 我还不想马上 就被送入婚房 我想留下来 说一说 你我相知相识的过往 让所有人见证我们的 幸福和喜悦 也让所有人都知道 从那一刻起 你 轩云亦来 就是我奉云青 此生此世的夫君 就算是要做一个 汉妇妇 我也不许别人将你 从我的身边抢走 这整个过程 我还要请画师画下来 不用画得太大张 就书册那么大就好 然后我能够将之 做成一本册子 精心珍藏起来 若是我们幸运 能够一路走得白头 那到时 我再拿出来看看 定然是一件 很欢悦的事情 还有 我要准备一束鲜花 在仪式结束时 抛给未婚男女 若是有谁人 能够抢到这花 就能够将我的幸福 传递下去 很快会获得 属于她的美好姻缘 还有还有 我还要准备一个信件 你和我的都有 大婚礼一过后 我们都待在身上 除非死亡 这信我绝对不拿下来 清清 我不知你竟是想了这么多的 属于一栏将凤云青 抱得更紧了些 我不知 你竟是这般在意我 在意我们的大婚的 那个上一世 我不知道的那个上一世 我是不是太委屈你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83集 简单粗暴 他追着薛恩一栏跑的时候 他气得发疯 一心只想将她抓回来 囚禁在自己身边 后来两个人经历那么多 他答应嫁给她 许多事情都是顺着的 他以为 这只是她采取的错率 可是原来她也是想跟她过一辈子的 她也是承认 和她在一起是幸福的 原来她只要给她一点点自由 一点点宽容和体贴 她就会回报给她这么多的惊喜 她依然没有全然信任她 却愿意和她在一起 嫁给她守着她 直到白头 静静 雪原也与我说 我们那一世 是没有大婚一世的 是否 没有一世 没有她欢喜那些东西 她没有给她自由和宽容 没有尊重她的心情 没有让她知道 她才是又是与她定下约定的小夫君 没有给她一点点机会 也扼杀了自己全部的机会 难怪那一世 她们的结局会那么的悲惨 这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她对不住她 雪原夜说的话倒是真的 那一世 我光顾着怎么从你身边逃开 你也光顾着将我一次一次抓回去 我想趁着大婚的时候逃 你自然不会给我选择的机会 就是将府里面布置一下 画了一些红仇字 便宣布我是摄政王妃了 可是实上 你就是从那一家花架船上 把我绑回摄政王府之后 就再没有让我回过凤家 直至你去了战场 凤家呗 提到那样的事情 凤云青刚刚愉快的心情 瞬间变得冰冷起来 那以后的悲痛绝望 只要稍微想一想 都觉得她灵魂在颤抖 不说了 我累了 清清 我 轩云一兰正想对凤云青说些什么 前面去探路的人回来了 王爷 前方遭遇塌方 将关道拦住了 过不去了 塌方 此处 轩云一兰觉得有些惊讶 此地百年来都未曾塌方 怎的突然塌方了 可曾细差 这个 不曾 抱歉的侍卫有些惭愧 那边去查 轩云一兰沉下脸色 查他方的原因 查他方的四周有没有马蹄鹰 有没有脚印 是 王爷 那两个人赶紧去查了一下 凤云青急忙去问轩云一兰 这塌方 莫非还能够人为造成吗 自然能 我早知有人阻我去清州 处云一 冯云青第一时间想到了轩云一兰最大的敌手 或许是 或许不是 族我之人 恐不止他一人 轩云决和皇兄其他几个儿子的母族 也在去往清州的路上 轩云决的母族不是已经被处理了吗 冯云青有些疑惑不解 而其他几个皇子 好像都还未成年 处理的也不过就是那些嫡系的人 皇兄仁善 不会将远青都赶进杀卷 未成年的皇子也是皇子 他们的母族 只要有心 便会遭遭谋划 对于他们来说 我这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 是他们把皇子推上皇帝位置的最大威胁 他们就算不敢明着与我为敌 不时地跳出来摇我一口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只是 轩云一兰将视线落到远处 清冷的月光之下 深山林高 此次树木茂盛 多生花岗食盐 却是去往清州的路上 不易发生塌方的地方 若是真有塌方 人为的可能性极大 可要人为造成塌方 却不是一两日便可以做的 除非 用什么特殊的方法 也就是说 这塌方一点都不简单 极有可能塌方不是目的 而是另有阴谋 凤云青聪慧 很快便明白了薛云一兰的意思 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要说造成塌方 放在高科技时代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 本集部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八十四集 别来无恙 药说造成塌方 放在高科技时代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便是 火药 唯有火药能够炸开坚硬的山石 造成大命迹塌方 可是这个时代有火药吗 等等 等一下 风的味道变了 风云青忽然皱了皱眉 如是说道 若是旁的人 只会当风云青在说胡话 风 怎么可能会有味道呢 但是轩云一栏却 马上凝重了神色 万物皆有灵 风又为何不能有味道呢 警戒 他嘀吼了一声 将风云青拉到自己身后 很快 他高强的修为便感觉到危险的来临 有杀手 有杀手成半包围的方式而来 一共九个人 彩业无声 一个个都是高手 齐静 有杀手来了 你稍后便跟在我身后 轩云一栏这句话音刚落 一个黑色物体便已经 以最快的速度飞了过来 不 不是一个 是十多个 安静 有侍卫大声喊了一声 拿了剑想将那东西挡住 可谁知 那东西竟然砰的一声炸开 那侍卫被莫大力量震飞到半空之中 又重重砸落在地上 已经晕了过去 虚弱模糊 不好 是荆天雷 轩云一栏神情微微一惊 急忙搂住了风云青的腰 带着他一起迅速闪躲开 他们原本站的地方 果然被那东西炸开一个坑 威力惊人 竟然果真是火药 火雷 这种冷兵器时代 怎么可能会出现 杀伤力这么大的东西 好在 这种荆天雷也只有十几枚 躲过去之后 就只有两个人受了重伤 只是那些杀手紧跟而来 一出手 无一不是死的招 奇怪的是 这些杀手不知道是眼瞎 还是领了特殊的命令 全部都只对付 薛云一栏的那些侍卫 连裂风也在内 但是薛云一栏和凤云青 却并不在此裂 难道还有更厉害的高手 随时等着袭击 薛云一栏和他吗 凤云青如是想 却发现薛云一栏的神情 竟然放松了下来 他四下扫了眼 然后冷冷道 显身吧 红酒青 凤云青瞪大了眼睛 红酒青 不就是那个 之前试图睡了他的公子吧 那红酒青 细胞能够异常再生 寻常刀剑根本杀不死他 那时他放过了他 他还答应把他解毒呢 可事实上 这段时间他忘了为哪件事情费心了 正常时间他也就帮薛云叶解了骨毒 本来是要换心的 可是救一个人便要杀一个人 凤云青还是做不到 为了救薛云叶夺走别人的生命 哪怕只是一个死刑犯 于是 他让小蛋反复扫描 并且一再地调养薛云叶的身体 直到确定薛云叶身体条件 可以支撑做手术 并将那股虫从薛云叶原本心脏中取了出来 如此也好 自己心脏总不会出现什么排异反应 这已经是凤云青做得很不容易的一次手术 而红九卿身上那种毒却要更麻烦一些 是 他是想等着给薛云叶兰解毒之后再好好研究的 可若是红九卿这就找过来 他总是要给人家交代一声的吧 一抹红影出现在林子上空 不过薛云就到了跟前 薛云叶兰别来无恙 红青酒从半空之中轻盈地落到地面 站在距离薛云叶兰和凤云青无命远的地方 一身红纱衣在风中扬起 雌雄莫变的脸上 一半在月光之中 一半在阴影中 薄唇微微勾起 擒着一抹不易辨别的笑意 说是风华炼烟 也毫不为故 如此男人 带着女性的阴柔 美得令人胆战心寒 身后的殊死天杀 他似乎毫不在意 他似乎是从黑暗和沙漏中生出来的 却又未曾沾惹那等阴冷和腥臭 清清 依来无恙 就这么几个字 凤云青和薛云叶兰面色却都变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八十五集 药发骚去别处 轩云叶兰自然容不得旁人如此轻易地称呼他心爱的妻子 可凤云青却听出这红九卿话里的意思 别忘了 你还欠着我人情呢 红九卿 说话注意些 轩云叶兰语气冰凉地说着 说吧 你出现在此地一遇何位 有人花了大价钱找到红楼办事 如今生意不好做 上门的人少了 能做一单是一单 言下之意 他接下来这单是缺生意做了 而缺生意可不就是缺钱吗 成天家有点诗成经之说 还会缺钱 你红九卿身为成天家的家主 果真将那一个江湖小楼 当成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了不成 未曾听红九卿回答 薛云叶兰又补上了一句 可是要本王的命 你有那个本事吗 一句话 言语中的威压和狂妄 并显露出来 如同山河日月一样压向了红九卿 顶时成金之术 也不过是个障眼法 哪里能比得上真金白银呢 红九卿不在意的 再说 成天家的那一堆老顽固 我躲还来不及 要钱的时候从家里拿 总是要受那些个规矩限制 不如自己做生意赚钱呢 唉 叶兰 你板着脸做甚 你瞧瞧你 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么个又冷又臭的脾气 九卿何时说过要你的命了 你宣援叶兰的命啊 那是留给天下苍生的 九卿若是要了去 岂不是对不住天下苍生 万千生理 再说了 九卿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都好了这么多年了 九卿哪里舍得要你的命呢 这话说到了后面 竟还带上几分委屈的意思 似乎是在责怪 轩人一栏将他意思想岔了 误解了他 冯云青顿时就有些想歪了 红九卿什么意思啊 怎么说话酸溜溜的 难道 难道红九卿喜欢学院夜兰 风云青岛海中 顿时补出了一处处 无比活热的场面 两个同样俊美的男子 在饰演一场生死大爱 各种缠绵翡测 各种悲欢离合 各种的 这么想着 他看下学院夜兰和红九卿的眼神 便有些不一样了 忽然有一种 刺激当了他们之间的三儿的感觉 要发骚 去别处 轩人夜兰面色更加黑沉 明说吧 你到底愈合呗 冯云青差点笑出声来 发骚 亏得轩人夜兰说得出来 不过这词用在此时此刻的红九卿身上 还真是有够贴气的 红九卿一瞬间收回自己的笑 面色阴冷如霜 轩人夜兰的母族花金十万两 买轩人夜兰和风云青断手断足 终生残废 轩人夜兰 风云青在自己脑海中搜索了一下这个人 然后发现 轩人夜兰不是轩人名列最小的儿子吗 今年不是才刚满三岁吗 才三岁的母族就开始 为了让他算计轩人夜兰了 还花了十万两黄金 觉得十万两黄金请杀手 就能够搬到轩人夜兰吗 真是好有脑残的气质 唉 只是红九卿你这么将雇主的身份 说出来真的好吗 买轩人夜兰终生残废 他可以理解 无非就是不希望轩人夜兰手中权力越来越大 以后算计起来会更加艰难 虽说这轩人夜兰的母族 属实有些自私自利目光短浅 竟是丝毫不考虑轩人没了轩人夜兰 那楚云一分分钟打过来怎么办 到时候别说要将轩人夜兰推上地位 就是轩人夜兰能不能成功长大都说不定 可是 他们还要买凤云青中身残废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他凤云青还能损害那个三岁小屁孩的利益了 你觉得本王和本王的王妃就值区区十万两黄金 轩人夜兰只是淡默地问着 轩人夜兰的摄政王玉龙家的家主 四国首富的女儿 一读无双的义士之心 随便一个身份 十万两黄金 太便宜的心 红酒清清飘飘地撒了凤云青一眼 接着等 事宜本尊只是最近闲的话 带几个属下出来活动活动手脚 本尊自然不会让轩人夜兰和风云青断手断足 但这损失可得算在你们身上 五十万两黄金吧 本尊已好去跟雇主说 你们给的价钱高 生意没做成 不过 夜兰 若是你愿意与本尊打一架 分出个胜负来 这钱 你不仅可以不给 本尊再送你五十万两黄金 如何 你已经输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虫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八十六集 穿越来的 你已经输了 冯云青忽然道 什么 红九青转过了头 望向了冯云青 我说 你已经输了 你不觉得你有些头晕 四肢无力 一 二 三 倒 听到了 凤云青淡淡解释 不通一声 红九青 竟然果真倒在了地上 只是不知道 他是怎么动作的 就连倒下姿势也 分外好看 这一次 他眼里面有了真正的惊讶 你 对本尊做了什么 给你 下了点药 如何下的 本尊静一点都未曾察觉 通过风啊 凤云青给了一个有些玄幻的答案 可事实上 是小弹洞的手 十一步之内 小弹洞能够神不知鬼不觉 将药或者毒 下到目标的身上 更不要说红九青 此时此刻与他之间距离不过五步之远 是什么药 竟能对本尊产生如此影响 红九青又追问着 本尊可是百毒不侵 不死不灭之体 青青上次见过的 不是吗 他喊他青青 语气与薛一栏 喊他语气截然不同 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蛊惑意味 让凤云青心中微微发痒 便是能够让你头晕目眩 四肢无力的痒 我自己配的 还没有取名字呢 你是第一个用上他的人 不如便叫醉红或者醉酒青 醉酒青 好名字 红酒青道 显然更加满意后面这个名字 如此说来 本尊倒是荣幸 能得摄政王妃亲自研制药来对付本尊 只是不知道青青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莫非是因为上次九卿亲自动手脱了青青的衣裳 想要与青青红赵欢 好 天青青是个不欢喜被压的 想要反过来压九卿 才刻意研制了能放倒九卿的药 你 冯云青面色顿时变了 这红酒青怎么如此恶劣 她分明是故意当着薛云一兰的面 将之前那件事情重新提起来 还说得那么的暧昧 红酒青 你想多了 薛云一兰猛的一把 将冯云青拉到自己怀里 冷冷的倒 本王的妻子 自然只想会和本王在一起的 上次你帮着梁兰和薛云决 算计本王的妻子 本王还未曾照你算账 你倒是主动提起来了 说吧 你是想断了后 还是自戳双目 那一次 红酒青青人还脱了青青的衣裳 竟还想对他轻轻做那等事情 真是该死 听到了薛云一兰的话 凤云青觉得有些不妥 这么严重吗 他赶紧阻止薛云一兰 梓华 其实他 他对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答应帮他找解读的办法 他也就放过我了 说起来 是我欠了他人情 你欠他什么人情 他明知道你是我欢喜的人 还故意接梁兰和薛云决的生意 还不惜自讲身份 扮演红楼公子 他脚下如虎 便是放过你 亦是权衡了利弊 奸恶之人中途罢了手 便不是奸恶之人了 哼 笑话 一兰 你这话就说的不如 清清的话说的好听 圣人尚且说回头是岸 本尊中途罢手 怎的就不能算是人情呢 不过这件事 本尊还真是有些后悔呢 红九卿慢悠悠地说着 似乎一点都不觉得 自己正面拎着 轩闻夜蓝的怒火危机 现在想起来 本尊抱着清清的时候 温香软郁的感觉 当真是美妙之际 尤其是清清的肌肤盛雪 细嫩光滑 让人摸了一把 就想摸第二把 如此有物 难道就连一拦你 都入骨入髓 势若至宝 不过 好东西要学会分享 清清如此美好 不如 你分我一半呢 一三五我来 二四六你来 还有一日 你我一起上 凤云静的脸顿是气得战红 她的心中大骂 该死的轰就轻 你才是东西 你全家都是东西 还一三五二四六 简直无耻至极 这不是 啊 等等 一三五二四六 这不是以周围单位的计算方式吗 这个世界有这种计算方式吗 没有啊 所以 红酒清是 穿越来的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87集 老乡 红酒清是 老乡吗 这样的猜测 让凤云青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意识之间 情绪变得极其复杂 轩云一栏已经忍不住动了手 常见出手 冲到红酒清身边就是一阵的刀光剑影 等她停下来时 红酒清身上的一身火红沙衣 早就已经化成了千片万片 整个人都似乎变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断手断足不说 就连面上和五官的双腿之间的命根子都被毁了 这样的情形实在是害人不已 可红酒清却一声都没吭 那张破碎嘴巴还在说 砍得好 再砍 再砍 都这样还活着 凤云青眼睛顺也不顺地盯着红酒清 而后 就看到眼前这具破碎的尸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起来 整个过程之中 红酒清皱了皱眉毛 想必还是有一些疼痛的 但是不一会儿 她就重新变成了一个完整整的人 鲜活的 皮肤光洁的 没有一丝一毫伤痕的一个人 只是这一次 却也是赤条条的人 她的衣裳已经被薛云夜兰毁了 这样的一幕属实太过诡异 若不是已经见过一次了 凤云青可能就惊呼出声 怎么可能真的有人 变成稀巴烂了还能够恢复如常呢 这是一个人啊 又不是一个泥雕 坏了可以随便捏一个 可是眼前事实就是这么发生着 不管是断了的肢体 还是戳瞎双眼 对于红酒清来说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坏了 她再自生一个不就好了 出于医者的本能 凤云青这一次是真的对红酒清的 不死不灭之身产生莫大兴趣 子华 别看了 她不怕这个 凤云青上前 抓住轩云夜兰的衣裳 同时把头偏向了一边 表示自己对地上这个裸男很是嫌恶 轩云夜兰自然知道红酒清不怕这个 她认识红酒清这么多年 因着红酒清走与她作对 起一张嘴巴属实无耻 她不止一次看过红酒清 而每次呢 她也不过就是发现一顿疤了 红酒清武学修为不如她 打不过她 但是她也弄不死红酒清 她是不怕这个 一个被族人毒药 喂养成的不死之蛆 活在这世上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怕什么生死痛苦啊 轩云夜兰凉凉的讽刺 轩云夜兰 你杀死我呀 我等着你杀死我呢 你有本事 你现在就杀死我呀 红酒清情绪总算变了 一双眼睛变成了血红色 经过了一次再生 凤云清下的药 也都被她化解得差不多了 她跳起来 与薛儿一栏缠打在了一起 高手过招 凤云清哪里看得清是什么招式 只能见到刀光剑影不断来回 从空中打到地上 从林子打到外面 又打回空中 回到地上 红酒清身体好几次 被碰得一身摔成一团肉泥 又迅速恢复人形 飞身追赶上薛儿一栏 继续拼杀着 半个时辰之后 两个人终于落在了地上 红酒清自然又是面目全非 血肉模糊 而薛儿一栏也并不轻松 衣袍好几处都碎裂了 渗出了血来 发官也不知掉到哪里去 发似凌乱的散落 面色不太好看 勉强用剑撑着 才不至于像红酒清那般狼狈趴在地上 这是凤云青第一次见到 薛儿一栏被人打得毫无形象 在他两世记忆中 他一直都是站在神坛上的男人 武功高深莫测 没有任何人能够让他 为之丝毫的慌乱 自然也就无人能够将他打败 可是今日这般 即便是赢了 也赢得挂了彩 而且他应该不止受了外伤 还有内伤 凤云青只扫了红酒清一眼 便冲到薛儿一栏的身边 将一颗治疗内伤的药丸 塞进了他嘴里 薛儿一栏并没有拒绝 一口吞了下去 才提示道 清清啊 我无事 莫要担心 这个疯子 便只是想激我和他打架 而那边 红酒清却已经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痛快 这一架打得真痛快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八十八集 这一架 打得真痛快 宣言夜兰 你不愿与本尊打架 本尊还不是如愿了 恢复如初的红酒清伸手 接过了属下递过来的一件红袍 踢上去走过来 宣言夜兰 将薛恩一兰扶了起来 如此说来 你果真将清清看得比你自己的命还重要呢 本尊今日不过随便几句言语 你便与本尊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架 那往后 你可就要注意了 本尊很有可能会从清清这里下手哦 你敢 宣言夜兰的语气冷如寒冰 不许你这么叫清清 不许啊 红酒清撇了一下嘴 无所谓的模样 那就叫云月好了 一个意思 是吧 不许你打清清的主意 否则本王灭了成天 宣言夜兰怒火中烧 将周围的温度燃烧抬高了好几度 灭了成天 好啊 本尊巴不得玉龙家主 你早日灭了成天呢 红酒清消息息道 好了 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算计你一回 瞧见你露出真情绪 也是难得 五十万两黄金不日送上 再送你一个消息 楚云义 在我这里买了些东西 准备对付你 你可要小心了 若是死了 我找不到人砍我了 大概会睡了晕晕 气得你连做鬼都不安宁 说着 红酒清就笑着飞身离开 前锋的掏风是你做的吗 薛云一栏追问了一句 杏楚 且人已经过去了 空中的红影已经消失 只余下了一句话 远远地传了过来 他方是楚云义做的 而且楚云义已经跑到前面去了 能够造成事故他方 楚云义买的 大概就是惊天雷 凤云青看着重新恢复平静的营地 再看着那些侍卫 没有一个人死 但是每个人状态都有些狼狈 他觉得自己很不明白 红酒清此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若是这样的人能够与他和薛云一栏为敌 那么死穴又在哪 若是能够成为朋友 那么这样的朋友 也属实太奇葩了些 他最恨活着 薛云一栏似乎能够明白 凤云青在想什么 干脆拉着凤云青坐下了 如今红酒清这人盯上你了 你该对他多了解些 你说 凤云青也想知道一些关于红酒清的事情 他对红酒清好奇 主要还是想要通过了解 搞清楚红酒清到底是不是 现代高科技时代的老乡 他是成天家的嫡系 薛云一栏想了想 找了一个口子 开始说起了红酒清 成天家对玄术的痴迷 丝毫不压于玉龙家 甚至更甚 而且他们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 诸如点识成金之术 返老还童之术 青春永驻之术 穿墙术 瞬息转移之术等等 却无一不是用极为阴损的方式达到的 事已 成天家的人虽然修成这些术术 却伤了阴阳平衡 亏了自己的身体 导致断命 过去两百余年 成天家的人 就算再强壮 也没有超过四十岁的 四十岁 也算是返老还童青春永驻 凤云青提出质疑 学员一栏解释 成天家的人早熟 几岁的孩童 就与常人十余岁差不多 四十多岁 算高瘦了 返老还童是回到 常人四五岁的模样 青春永驻 是回到十余岁的模样 自然 已经回去了 也不过几年 就会死去 是以成天家的人薄情 任天西少 到了近几十年 成天家的人为了保密 自然研究起了 不老不死之术 红九卿的父亲 是成天家真正的嫡性 与他的母亲成千后第二年 就死于数据之下 好在死的时候 妻子已经怀孕 红九卿的母亲怀着身孕 便被成天家多方逼迫 他们认为 嫡系血脉纯正 更能出数数奇迹 便不分日夜地 关注着红母 以及还是胎儿的 红九卿的情况 红母心生恐惧 担心自己的孩子 会被成天家的人所害 便多方谋划 趁着年冠族人松懈之时 逃出了成天家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八十九集 不老不死之术 他学了一处小山村住下 直到夫君得了恶疾去世 村民老实善良 纷纷接及他 保他安稳地生了孩子 他让孩子跟自己姓 取名九卿 因着是九户江明帮了他 再加上之前大夫诊断 是个女孩 小字轻轻 也是动听 后生的是男孩 红字九卿 却也不难听 只是红母没想到 生下孩子的第二天 便被成天家族的人找到了 他抱着孩子 想要再次逃跑 却不小心跌落悬崖 成天家的人 用飞行术把孩子接了过去 却将他扔下 盛盛的摔死 这以后 红九卿就改名成天九卿 被带回了成天家 红九卿两岁前 过得还算愉快 可两岁之后 成天家的人 似乎发现他三破 少了两破 吃吃傻傻的 不似正常海道 然根骨齐家 身体一比 常人强壮得多 不管照顾他的人 多么疏忽 他是被动还是被善 是被饿 还是意外吃了毒 竟是一点小病都没有 于是 成天家的人 看到了希望 他们认定 这是嫡系血脉的 珍贵之处 有位长老私下 为了很厉害的毒给他 他也扛住了 那长老不仅 没受到任何惩罚 其他人还纷纷效仿 这以后的十余年 成天九卿 都是终日和各种 殷损之物 毒物 以及各种树树在一起 五分昼夜 不曾停歇 而这十余年 他再也没能吃过 一粒米饭 一个面条 甚至是一口干净的水 他吃的是 童子的血 臭子的骨 规避了眼珠子 各种毒药 等等 他活得越健康 成天家的人就越疯狂 他们已经不曾把他 当成一个人 而是一个可以让他们 健康的药 不死之身的传说和希望 他们膜拜他 也用最阴毒的方式 炮制他 直到有一日 他们认定 成天九卿已经是个神 于是 他们提出了 想要分食神的肉 饮神的血 让他们所有人 都能变成成天九卿 他们朝着他磕头 打着冠冕堂皇的借口 成天家的嫡系 代为全族人而牺牲 牺牲他一人 患得成天家 所有人不死不灭 可事实上 成天家便是子嗣单薄 也有数千人 不可能每人都能得到 成天九卿的血肉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把他放在血池里 让成天上班的 嗜血虾去咬他 那些位高权重的人 吃他的血肉 其他人 吃血池里的嗜血虾 喝血池里的血水 那一年 成天九卿 周五岁十九 月圆之夜 周围围满了成天家的人 他却忽然睁开了 血红的眼眸 神志恢复清明 第一把刀子 落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毫无犹豫地 把那刀子刺进了 那人的心脏 他确实已经 消成了不死不灭之身 他开始对成天家的人 疯狂报复 为自己的母亲而报仇 也为自己不被当成人的 这么多年而报仇 那时 他没有任何的武学修为 也不懂任何的述说 就只凭着一股子狠劲 去屠杀成天家的人 然而这就足够了 他伤了残了 可以迅速恢复过来 但他们却不可以 一天杀不完 他就杀两天 一月杀不完 他就杀两个月 一年杀不完 他就杀三年 一个不死不灭的人 即便倒下了 还能无数次站起来 无数次的扑向 那些所谓的高手 不过清醒后 他变得很聪明 不过是用了三年 便杀光了所有仇人 坐在成天家主的位置 他仇恨成天的姓氏 又改回了母性 同时创建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江湖门牌 红楼 可是 在家主的位置上 坐了不过两年 他却开始研究 怎么死去 红楼存在的最大的目的 是为了收集各种死法 要么解毒 要么去死 没有第三种选择 用各种阴森之法 修成的不死不灭之身 于这世间不容 便会一次次的凡事 还一个月一次 小的毒法 一年一次大的毒法 每月毒法 便会让他痛不欲生 每年毒法 会让他变成三四岁的幼童 四肢无力 全身不断的流血 变成这世上 罪不能滋空的飞 他恨 他想死 却不管怎样都死不了 因此意外 他和我打了一架 我把他砍成了一堆 烂肉烂骨头 结果那一次 他竟躲过了 变成孩童的噩梦 虽然还会毒法 但能够掌控自己身体了 于是他以后每年 都会在毒法之前来激怒我 想让我和他打架 想让我多砍了几次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先至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九十集 道歉 尊重 傅云青听到这些 只觉得万分不可思议 没想到 这世上竟然还有人 如此仇恨地活着 不死不命之神 有多少人心知向往 却让洪九卿那般痛苦 她 竟是也有些可怜 当时我第一次见她 一度系统提醒我 她体内带毒 我确实没想到 竟是有这样的毒 洪九卿此人 性情乖争 不按常理出牌 但 她那毒味解开之前 她到底也不会有别的心思 但是以后怎样 就难说了 不是说不能解吗 多砍几次就能够减轻症状 倒也是稀奇 想了这么多年 她是想了很多办法的 她有多大年纪了 洪九卿看起来 不过是二十一岁的少年公子 袁墨和黄兄差不多的年纪吧 却也不是谁人砍她都行的 只有我拿着我的配件 仿在能行 她试过我让别人砍她 也试过把我的剑拿过去 但都不行 具体为何 我和她至今未能弄清楚 说到这里 薛争亦兰却仿佛想起来 有很重要的事情似的 猛地转过了身 盯着凤云青倒 洪九卿方才说 那一次她脱了你的衣裳 可是真的 凤云青身体陡然僵住 整个人都落在了 薛云亦兰的阴影里 心头不由生起了 一股子寒冷 这件事情 还真是真的 她不能对她说谎吧 可若是实话实说 以她的脾气 肯定会生气的吧 她的怒火 一瞬间 她的记忆回到上一世 她无比残忍对待她的一幕一幕 她身体微微颤抖着 赶紧试图解释 这个 子华 我觉得她那时 其实就是想要试探试探我 言语动作上面 虽然惊挑了一些 可后来 到底也放过我了 我想她与你早早认识 该不会对我感兴趣的 而是对摄政王妃感兴趣 言下这一事 你可别迁怒我 说到底我都是因为 承认你的王妃 才把洪九卿惦记上的 而且我当时 还用寒破刺她了 若是不然 我又哪里知道她杀不死呢 你看 我还反抗了 而且反抗有效 未曾失去清白 可是风云青这话说了许多 都没有见薛云依然有什么反应 她心就悬了起来 这男人不会真的生气了吧 这不会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 她不会正在心中 想了怎么惩罚她吧 诸如上一身那样 将她往死里坐 或者扔在水里面坐 这里又没有水 只有林子 那不会是要绑在树上拼命的 只有前进 没有后退那种 只有开始 仿佛没有结束那种吗 这么一想 风云青连灵魂都恐慌起来 她挪了挪自己脚步 想要马上逃走 如果用她刚刚学会的 那个什么飞行悬术 能不能跑过她呀 可就在这时 薛云依然突然一个伸手 一把将风云青拽进自己怀里 而后紧紧抱住了 轻轻 抱歉 是我让你担惊受怕了 薛云依然抱着风云青 将头放在了她肩膀上 在她耳边轻声道 声音有些微微的暗哑 语气很是诚挚 若不是我一定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或许你便不会面临这么多的危险 说起来 也是我私心了 风云青顿时有些惊讶 薛云依然不仅没有责怪她 还跟她道歉了 这时 她又听薛云依然说 我素来性子冷淡 轻易不愿和人言语 相处 我心我素惯了 又掌控着轩辕的军政大权 自然没少得罪一些眼皮子前 心眼狭隘之人 更有一些政敌和内外敌手 我自是不怕他们做什么 可是 你若是因此处于危险中 我便不得不考虑 要多做一些事了 很抱歉 你与我在一起会很辛苦 然而我离不开你 放走你这样的事情 肯定是不会发生的 这算是我如今唯一的 死人冤枉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必须要留在我身边 你最好愿意 若是不愿意 我也会想办法让你愿意的 你且放心 那些胆敢对你动心子的人 不管是谁 我都不会放过 看 这就是薛云依然 明知那些事情 没有那么轻易就能够解决 可偏偏她就是如此狂妄 像是丝毫没有将那些放在眼里 对凤云青 也是一如既往的霸道 但是 这才是薛云依然呀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91集 怀疑她是浑船 前世里 轩云依然的性子 要更为阴冷狂暴一些 只是 将她当成她的私人物品之后 便容不得怕人再沾染分毫 哪怕是谁人远远看着她一眼 都能够让她情绪失控 可这一事 她却从一开始便选择尊重她 给她一定程度的自由 虽说一开始是她争取的 可是后来每一次 却都是她提前主动做好的 信任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双方的 她先拖了一小步 她就拖了一大步 要真算起来 她待她的好 比她待她好的多 如今知道这样的事情 竟是也没有迁怒于她 只倒是她让她担惊受怕了 这样的包容和宠爱 当真让她心中暖暖的 梓华 我知 我早知与你在一起 是不容易的 可既然我们一生 都不可能分离 那么有些事情 我们自然不必多想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好的事情 我们就一起分享 坏的事情 我们一起承担就是 我冯云青也不是 温室里面的娇弱小花 你且等着 我早晚会成长成一棵 能够与你并肩而立的大树 凤云青如是说着 眼中一片的坚定 大树吗 眷云一栏眼眸微眯 青青 若是你能够想起一切 莫说是大树 便是这天地 也再困不住你 那件事情 得抓紧了 红酒精此人 若不是主动找你 莫要与之 过多接触 将某些心思 强行压下去 宣云一栏 转了另外的事情 他性子太过偏激 若是主动找你 你便告知于我 我出面与他说话即可 啊 可是我确实已经答应了 要帮他寻找解读之法的 这答应人家的事情 总不好不做吧 他是针对红酒精 产生了兴趣 想要搞清楚 他不死不灭的原因 就像是一个大夫 面对一难杂症时 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治疗 还因为红酒精 说过的那几句话 他想知道 红酒精到底是不是 与他来自同一个地方 这 徐云一栏皱了皱眉毛 明显有些不欢喜 他沉默了一下 如此你也得指挥我 或是 把羽莎等人带在身边 确保自己安全 他将一只手 放在凤云青的脖子上 另一只手 轻柔地抚摸凤云青的脸 有些无奈的 秦秦 你非吃中之物 总要翱翔于九天之上的 你想做什么 我不会做你 可是我会担心 你知道吗 我寻你不容易 九天尘埃里 一错过 就会是千万年 后半截的话 凤云青听不懂 但是学生一栏 闲少露出这种 带着一些悲伤的深情来 这使得凤云青 没来由得有些心酸 他急忙到 紫华 我不是说要与红九卿怎样 只是我怀疑 我怀疑红九卿的灵魂 可能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 嗯 就用一栏的神情严肃起来 为何如此怀疑 他之前说过的 那个一三五二四六 是我上上市 是那个高科技时代计算方式 一月有四周 一周有七日 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时间 周六和周日是休息时间 你不是说 他十一岁之前 都是痴痴傻傻的 突然从血池里面清醒过来 才神智清明 我们那儿有一种说法 叫做穿越 灵魂穿越到意识 补全一个人的灵魂 或者 自己灵魂完全代替原主 便是灵魂穿越 若是灵魂穿成 妇人胎儿 自生削弱的身体 那便叫做重生 事已上一时 我带着高科技时代的记忆 重生在母亲腹中 成为凤夫大小姐 而红九卿 我怀疑她是浑船 而且 她之前说过一句 意识之行 我感觉 她好像知道我的来临 若是如此 她是敌是友 尚且不能分辨 事已我便想 若是能够多接触几次 或许 对她的了解 便能更深一些 你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轩云一来 马上就想回答不好 可是看到凤云青 期待的眼神 听到她如此小心翼翼 与她解释这件事情 她却又沉默了 她方才自然也听说 红九卿的那个意识之心 她以为是那个意思 可是原来 竟还有别的意思吗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九十二集 血染天下的罪孽 红九卿 竟然有可能 与清卿来自同一个地方吗 这真是太危险 又太让人恼火了 清卿与薛恩叶 已经有了她不知道的上一世 便是因着那一世 薛恩叶瞧着清卿 有了别样的心思 好像只有看到清卿 薛恩叶在这个世上 才有寄托 才觉得自己活着似的 那清卿如今觉得 红九卿可能 与她是一样的人 那她是不是也会因此 对红九卿有什么 特别的心思呢 红九卿那人 可是比楚云 要难缠多了 不行 清卿是她的 一直都是她薛恩叶蓝的 哪怕清卿不会对红九卿 产生男女之间的 那种感情她也接受不了 清卿 这件事我会去查 你就别多管了 薛恩叶兰说了这个话 语气已经冰冷了下去 若是你想研究红九卿 等青州水患 江州旱情结束了 我去搁的几块血肉下来 让你研究研究 薛恩叶兰又补上这么几句 已然有些嗜血的味道 凤云青知道 自己如果再坚持下去 定会惹恼了薛恩叶蓝 只好暂时 不就这个话题 继续说下去了 她犹豫了一下 问薛恩叶兰 那个 惊天雷 我其实也知道怎么做 可能比红九卿 这个效果更好 你 想不想要 将高科技时代的火样 带入这个世界 本来是有些不合适的 可是既然 红九卿 楚云奕 都已经开始使用了 薛恩叶兰没有 岂不是会吃亏吗 她终究还是 私心偏向于自家男人的 你知道怎么做 薛恩叶兰 微微有些惊讶 那东西 确实是杀伤力极大的暗器 据说当初 红九卿做出来这东西 也花了很大的意气 那定是因为 她本不是这方面的人才 不过是看几个土办法 便想能够依照记忆 做出一些东西出来 其实 这已经等同于 认定红九卿予的 之前那个世界有关系了 少量的原材料 小蛋那里肯定能兑换出来 若是再多一些 我想在这世上找一找 也是能够找到的 只是 说到这里 凤云青有些犹豫了 只是这东西做出来 若是用在战场之上 或许能够百战百胜 须得保管妥当 要是让心有不轨之人夺去了 怕是毁天下百姓带来灾难 火药弹气对上大刀长矛 那绝对是压制性的 毁灭性的胜利 凤云青也不知道 将这东西做出来 到底是好是坏 她自然是吸引 轩云一兰不会滥用火器 口若是让别人知道了 那就未必了 但就在这时 她突然想起了 轩云叶说过的 上一世 轩云一兰 用了很快速度 将楚国灭了 后来有亲赴天下 为她陪葬 如若那时 她也是认识了红九卿 她后来是不是跟红九卿 做了交易 用了那许多惊天雷 那是罪名 那是血染天下的罪名 老天让她和轩云叶 重活一时 就是为了改变 那样的事情发生 可她刚才还 子华 我 她能不能收回 刚刚说过的话 她并不是不信任 轩云叶兰 而是怕她重蹈 上一世的覆辙 那便不用 便是没有惊天雷 我轩云叶兰上了战场 也是百战百胜的 轩云叶兰望着凤云青岛 清清 只要你还在我身边 我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 为你谋得千千万万年的安稳 只要你愿意在这安稳下 欢喜地活着 活在我的视线里 永远永远不要离开她 冯云青 清笑了一声 子华 我怎么觉得今晚 时间在你嘴里面 突然变成毫无边际了 我倒是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千千万万年太久 我这一世 嫌你好好在一起变够了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93集 亲手给我做了 薛云一兰 深色的眸光 微微闪动一下 终究什么话都没说 红九卿 说前面的他方 是楚云一做的 并且楚云一已经过去了 这个消息属实吗 冯云青问着薛云一兰 该是属实的 没事 她诓骗我们 对她并无好处 没有好处的事情 红九卿是不会做的 那我们要怎么办 他方造成道路拥堵 肯定顾不去了 疏通的话 还需要花很多时间 若是楚云一有什么阴谋 我们早些过去阻止她 会比较好吧 那不如 凤云青看了两眼 两边的林子 不如我们绕路 那便绕路吧 雪云一兰点头 这四周地形有人熟悉吗 知道怎么快穿过树林 走到关道上吗 若是不熟悉 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老乡带路 凤云青提出自己的建议 不用 我熟悉 这天下每一处地形 她都是熟悉的 凤云青顿时微微有些惊讶 连这种小地方都熟悉 她夫君还真是好厉害 拿着裂缝收拾一下 我们去走吧 凤云青说着 剑薰一来已经点了头 就转身走向那位侍卫 有很多人都受了伤 她就拿出药出来 让他们自己用上 想了想 又给每个人都分了一个小香包 巴掌大的香包 用特殊布料做成 上面还绣着小花 带口用红线寄紧 怎么看都像是姑娘家用的东西 是以猎风这些大老爷们们拿在手中 就有些不好意思 王妃 这个香包就不用了 若是我们身上的血腥味重了 我们去前面的溪水里清洗一下就好了 这个香包我们带着不太合适 再说了 主子就没告诉过您 这个香包不能什么人都送的吗 香包寄情 王妃不知道没关系 可是他们不能让王妃被王爷误会了呀 这么好的王妃 他们本是不计被红楼的人伤了 能得到王妃亲自送药 已经是天大恩赐了 凤云青见众人尴尬的脸色 才意识到 他没有事先解释清楚 就给了香包 有些不大合适 这并不是普通的香包 这是各种药材做成的布包 里面那些个药材 能够有效防止毒虫毒与叮咬 和一些毒物的靠近 还能给人提身醒脑 增加夜晚敏锐度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林子里面 夜晚进林子危险性更大一些 我便拿了这些香包给你们 自然 这药箱布袋不是我做的 那是我那小丫鬟做的 凤家在黄春偶药材铺 小丫鬟做一些布袋子 装些药材 卖给长期在外面跑的人 销路很好的 说到这儿 为了还击有些尴尬的气氛 凤云青还加上一句 至于本王妃亲手做的东西 那自然是要送给你们家主子的 你们就是想要也得不到 李峰等人顿时不好意思地笑了 哦 原来是这般呢 是属下等人误会王妃的意思了 王妃精心为属下等人 准备着药箱布袋 属下等人对王妃感激不尽 他们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平日里面出任务 一些个小痛小痒子 自然没有放在心上过 但是小痛小痒 并不代表不难受 如今凤云青这么贴心 为他们准备东西 防止他们受到毒虫 叮咬和毒虫的伤害 属实让他们感动莫名 急忙将这药箱布袋 都挂在了自己身上 哪来 轩微夜兰走了过来 朝凤云青伸出了手 啊 什么 凤云青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不是说亲手给我做了 哪来 轩微夜兰方才站得明明有些远 可这耳朵倒是还挺尖的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九十四集 储物界 凤云青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拿出一个刺绣精美的药箱布袋放在了轩微夜兰的手上 丽风等人一看 顿时觉得自己身上挂的药箱布袋不香了 瞧瞧主子吃上这个 用的料子已经不是寻常布料 那重工刺绣大器的款式 尤其是鸡带上还坠着那个没有丝毫杂质的壁毒珠 与他们身上那个只有一朵可怜的小花的药箱布袋比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唉 王妃成不期他们呀 他们的药箱布袋肯定是小丫鬟做的 保不齐还是学徒那种 可是再仔细看看 为什么雨煞的又颇为好看啊 那花也不是单独一朵 而是绣着一朵精致的曼珠沙滑 不过这也想得通雨煞毕竟是个女孩子 爱漂亮些 他们也不与她计较 轩约一兰仔细看了看那药箱布袋 表示满意 却又问着凤云青 你自己的呢 有的 凤云青赶紧拿出一个情侣款的药箱布袋 麻利地挂在了自己腰间 轩约一兰才愉快将那药箱布袋也戴上了 一个钟后出发 收拾那些个帐篷什么的 再派一个人回去给后面大部队传命令 告诉他们前面塌方 让他们将路面给挖开 便差不多了 楚云义是早早去了青州是吗 轩约一拦嘴角一勾 裂风 用玉龙家的悬术传话青州 让他们留意楚云义进城之后做什么 把他给本王看得死死的 特殊时期若有纰漏 定不饶恕 是 主子 裂风接了命令 小心翼翼从怀中拿出一个盒子 打开 里面放着一叠小图片 每一张图片上面都画着一只小鸟 形象极其逼真 轩约一兰从中随便抽出一张 捏在纸间 突然往空中一抛 那只拼上面画的鸟儿竟然破灵灵地飞了起来 若不是那双眼睛散发着幽蓝的光 竟是与普通鸟儿无异 风云青看得颇为惊奇 轩约一兰说 成天加油点石成金之术 那他这一招叫做画 点画成鸟 他望着那只鸟儿飞远 眼睛有些发直 难道这就是悬术吗 好厉害 若是想学 回头我教你 轩约一兰间 凤云青的模样 颇为宠溺地摸了一下他的头 不是很难学 你那么聪明 肯定很快能学坏 哼 夸他聪明呢 还要教他很厉害的悬术 凤云青的心中顿时美滋滋的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大家便从东边的林子往前面走 正是凤云青之前杀过烈火独莽的地方 凤云青的心中有了疑问 梓华 我们怎么不走那他方之地 再紧绕路呢 他方在两山之间 皆是峭壁 人好走 马不行 过了林子 还需要马才能加快行程 轩约一兰耐心地解释 凤云青顿时觉得 自己知道的还是太少 夜里赶路山高林深 果真是契合一片 凤云青好几次那有桥青路 差点被藤蔓半岛 都是薛荣一兰及时拉扯住他 他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说是不给他添麻烦 但好像还是拖慢大家行程 于是他跟小丹要了一盏 可以提着的灯 照亮前方的路 走得才算快了些 也因为他这一举动 让裂凤云有些惊奇 王妃 你的袖子里 怎么连灯也能藏住啊 这有点大吧 你闭嘴 薛荣一兰 瞪了裂凤一 本忙将储物戒 提前送给王妃了 主子 那是玉龙家的质宝 呃 裂凤的话说到一半 瞧见了薛荣一兰的神色 乖乖闭上了嘴巴 储物戒指 那是什么东西啊 难道是类似于小蛋那种 有储物功能一样的东西吗 薛荣一兰这时 却已经贴近他耳朵 与他说了 便是能储存一些死物件 到底能存现一座城吧 本王平日里懒得装运 这些东西便会带着 给你了 话音刚落 凤云青便感觉 薛荣一兰牵起他的手 将一枚戒指 套上他大拇指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九十五集 玉龙家质宝 感受到手腕上的动静 凤云青低头一看 手指上这东西 外观看起来像是一枚 朴素古板的碧玉戒指 只是上面雕刻着一些 极为细腻的花纹 凤云青小声对薛荣一拦道 这就是储物戒指吗 可这不是玉龙家质宝吗 你给我做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掩饰 小蛋的存在吗 这也太奢侈了 我有 那个就行了 这个 你自己带着方便一些 你拿回去 我还有一个 轩云夜兰说着 抬起自己的手 让凤云青看一下 正是他平时戴的那个扳指 这东西有一段 你那个是小一些的 刚好套在你手上 以后不太重要的物件 就放在里面 也是可以 这东西还是一对一对的 那 这个怎么用啊 心想事成 你学会了飞行术 便是入了悬术的大门 这使用的方法 和你之前与我说过的那些 意念思想什么的 都差不多 如此我便明白了 轻轻啊 我背着你 你先看看那 储物借礼物 给你准备的东西 便算清楚了 以后想要什么 好往外拿 轩云夜兰说着 已经走到了凤云青面前 稍稍蹲下了身子 凤云青望着 轩云夜兰宽阔的后背 有些愣住了 他要背她 他不禁想起前世时 总有人说 如果一个男人 愿意在你面前弯腰 愿意让你在他背上放肆 那他一定是真的爱你 凤云青的心又暖了几分 轻轻 怎的发愣了 上来 轩云夜兰见凤云青 半天没动静 回过头催了一下 凤云青这才小心挪过去 小心地抱住了 轩云夜兰的脖子 将自己身子贴在他背上 稍稍往上一跃 他就顺势抱住他的双腿 好了 现在静些心了 去看看我给你准备的东西吧 轩云夜兰说完 便大步往前走 事实上 凤云青贴上来时 他也有一些异样的感觉 毕竟他从来没有背过女子 这么一具娇软 凹脱有致的身子贴过来 差点让他有些把持不住 定力什么的 只要面对他的亲亲 就总是会失控的 凤云青不知道 轩云夜兰的心思 他已经运用意念 进入到轩云夜兰给的 储物戒指之中 他说这是一座城 凤云青以为 只是说说而已 可谁知道 这竟然真的是一座城 而且不仅仅是面积 而是整整齐齐 规划过的城 足有皇城那么大 有山有水 有花有草 用金砖或者美玉 砌成的一个又一个储藏室 没有顶 四四方方的 还分好了类别 每一个储藏室上面 都贴着牌子 仓劲有力的大字上 写着各种储藏的物品 有金银玉器 布匹衣物 各种粮食 各种药材 各种生活用品等等 最让人惊叹的 是左边有一座黄金山 自然这里的东西 都是人为运进来的 也就不存在什么废物 就连一根草 那都是珍稀的品种 凤云青走马观花般地看完 心中只有一个字 蚝 他家的男人 简直快蚝得没边了 但是他就是喜欢这种蚝啊 说是不能运死物进来 有些药草 倒是直接长在地上的 而且长得很是茂盛 大概 只是不能运活人 活的动物进来 凤云青在储藏戒指里面 走走停停 并不知道外面怎么样 也不知道 轩月夜兰一直背着他 翻山越岭 直到顺利穿过了 他方之地 而此时 天也亮 凤云青这才意识到 自己在储物 戒指里面待的时间 可能长了一点 赶紧收了意识 睁开了双眼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宝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96集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凤云青睁开了眼睛 光有些谎言 她又闭了一下 才重新睁开 发现自己这会儿 已经躺在 轩月夜兰的膝盖上 她就坐在了溪水边 她竟应该是在这修整 这天亮了 她竟然在储物祭里面 待了大半夜 我怎么会睡那么久 关键是待那么久 她才走马观花看了一遍 唯一稍微研究一下的 也就是那些药草了 不是 他们都以为你累了 睡着了 可看好了 那些东西都是我的了 凤云青决定确定一下 别到时候空欢喜一场 自然是你的 轩月夜兰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的东西便是你的 就连我不也是你的吗 她今日心情不错 还有兴致打趣她 可是你给我的东西太多了 我都才草草看了一遍 天就亮了 凤云青此时的模样 颇有些小女儿家的模样 她发现 薛妍夜兰似乎有着 给不完的东西 她以为她能拿出赤匣 就已经很难得了 可谁知 她还有天丝 她以为她给她的生日礼物 足够丰厚 给她聘礼足够多 她以为给了那么多聘礼 她就应该没什么东西了 她自己也说过差不多了 可谁知道 她还有一个成的东西 这个男人到底积累了多少东西 没有看到你的好呢 以前吗 也是好的吧 你若是觉得对不住本尊 以后便也要对本尊好一些 只对本尊一个人好 之风 好 还用上本尊啊 这什么自称啊 跟红酒精似的 莫非是御龙家主的自称吗 可是本尊本尊的 感觉好老啊 想着想着 风云青便笑了起来 突然 风云青感觉周围有异样 她急忙对薛恩义兰道 子华 有人来了 杀气很重 嗯 我发现了 薛恩义兰点了一下头 随即下令 你们去处理一下 本王不要活口 是楚云义的人 他们制造的塌方就等在附近 想着再拦一拦路 他刻意在溪水边休整 便是为了等这些人来 哼 躺避当车 自不量力 刀剑声响起 是身后裂锋等人 已经和楚云义 留下来的人拼杀在了一起 昨晚才和红楼的人交过手 薛恩义兰大的这些高手 不仅没有变入 反而身形更快 出招更稳 更准更狠 不到一刻中 对方二十余人便全部被斩杀 却是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越战越勇 说的就是他们这样的高手吧 风云青看得激动 如果 他能早日成为这样的高手 地上弄脏了 影响了王妃看风景的心情 你们将尸体拖到林子里去埋了 薛恩义兰扫了风云青一眼 语气有些阴冷地下达第二道命令 那些侍卫包括裂锋在内再次傻眼 啊 还得帮敌方清理尸体啊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一包化骨粉下去不就完事了吗 王妃今日是不是嫌他们昨晚静音子太慢 或者听见王妃睡着了说了一些不文雅的话 惹得王妃不高兴了 这是变相惩罚他们呢 不得不说 裂锋真相 可更重要的是 他们刚才战斗姿势太帅了 引起了凤云青的崇拜 轻轻的崇拜什么呢 那本该是属于薛恩义兰他自己的 莫要看了 他们那点花圈绣腿 还不值得你画功夫研究 若想研究圣诚武学 厨务界里有一处藏书室 里面有一半的书是修武的 条看得上眼的随便翻翻吧 摄志王这话说得漫不经心 他怎么可能承认 自己只是吃醋了呢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九十七集 与阎王爷抢命 很快 众人重新上路 过了午后 却又一场大雨倾盆而下 玄雲一蓝担心 凤云青临在雨中会生病 凤云青却坚持要继续走 梓华 是我自己要跟着你们来的 我自然不能拖慢了你们的行程 我是你的妻子 你能扛的 我也能扛 凤云青将身子缩进雨衣内 眸光坚定 她穿的雨衣是从小袋那兑换过来的 爱人头给每一个人都兑换了一套 高科技时代的东西 太好 不仅能够防雨 而且保暖性也好 而且丝毫不笨重 比起之前大家身上穿的好太多了 这一次倒是没有人问 凤云青东西是哪来的 他们互相称赞着凤云青 家中工匠手艺有多好多好 凤云青只当是没听到 那就继续前进 轩云一栏挥了挥手 这一路下去却都是雨天 也遇到了一些处云役的人阻挠 却都被一一处理好 可是还没到青州呢 路上便开始出现逃难的难民 有钱的人家脱家带口的逃 还能有马车和雨伞雨衣避着雨 而穷苦人家就只能在雨里面挨淋 一脚水一脚稀泥巴往前蹚着 在这种阴冷的天气里 一不小心便会生了病 再加上没有干燥地方生火 没有汤药治疗 沿途竟然开始有了重病而死的尸骨 凤云青皱着眉 怎么会这般严重 在我的印象之中 青州这次水患得到及时的解决 也没有听说过 和有难民流离失所 死伤无数的事情发生 难道是因为这一世和上一世 有些事情始终会不一样吗 或许 这就是楚云义的手段 轩游一来一个眼神过去 裂缝心灵神会地拿出化尸粉 将路边死尸处理掉 这个季节 尸体虽然不如春夏那般容易腐烂 但也是容易滋生重温和病菌的 这里潮湿多雨 倒是造成十亿却也是难说的 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过来问问 青州那边是什么情况 是 雨下领了命 走进那些灾民之中 不一会儿就带过来了一家人 男人长得壮壮实实的 看样子颇为老实 妻子穿着衣裳虽然是旧衣 但是有几件相样的首饰 怀中抱着一个看起来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身后还跟着穿着缩衣的三位老人 这家人有一头驢子 驢子上面放着沉重的包袱 也是已经不堪重负了 那男人过来就问 谁是大夫 快给我娘子看看 竹子 这女子刚刚生产不久 生下见红 刚才在那边差点晕过去了 来 我看看 凤云青上前 随后号上女子的脉 又让小蛋扫描她身体情况 小蛋很快给出了结果 该女子刚刚生产 恶鹿未能及时排出体外 下身伤口裂开 有血崩的仙兆 快 将她移开到安静温暖的地方去 先将这颗药吃了 保命的 凤云青先的雨煞说 同时给了女子一颗药丸 这女子倒是没什么防备之心 拿了药丸就要吃下 可那男子去抓着她手 问着凤云青 这是什么药丸 你果真是大夫 你 你可别诱骗我们 在她印象之中 多数大夫都是男子 而且年纪较大 女子多为医女 或是只负责熬煮汤药之类的事情 可面前这个女子 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不说 模样还如此年轻 果真是医术厉害的大夫吗 男子花音刚落 那女子身子又是一晃 竟是直接朝后面倒了过去 只是身为母亲的本能 让她紧紧地抱着孩子 孩子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而女子身下裙子 也迅速被血染红 快 将人送到帐篷里面去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498集 不救了是吗 凤云青没空和那个男子 多解释 马上上前 抢过那颗药丸 掰开女子嘴巴 让她拖咽下去 又迅速拿出银针 扎入女子挤出大穴 同时一手撑着女子身体 一手抱过了孩子 递给雨上 不只碰我娘子和孩子 那男子见凤云青 给女子塞进药丸子 是下手很重 竟是抬起女子下巴 迫使那颗药丸子 划进喉咙里 若见凤云青 抢走孩子 交给别人 还以为凤云青 是要害她妻子和孩子 顿时将要阻止凤云青 她冲过来 伸手便要拽住凤云青 轩云一栏 直接一掌过去 向她逼得后退好几步 她没有内力 而是刻意地放轻了力道 还是使那个男人 往后退了好远 扑通一声 坐在了泥水里 我家女主子的药丸 千金难买 今日能救你夫人 那定是你祖上积了德 休得再打扰 我家女主子救人 否则 你就等着 给你夫人收尸吧 立风亮出了剑 冷冷道 那个男人 这才安静了一心 见侍卫们 将女子抬入 已经搭好的帐篷内 她也赶紧跟了上去 孟良 我看这位大人 是真的在救云二 他们穿的羽衣 虽然怪异了一些 可是出门 能带着这么多 厉害护卫的 非富即贵 你说话仔细些 莫要冲撞了人家 后面的老人 上前来劝了劝男人 那男人犹豫了一下 朝着轩云一栏拜了拜 这位公子 我方才也是 太过于担心 我娘子的病 这才 毕竟人心隔肚皮 我与你们萍水相逢 这灾荒之年 你们若是 不必解释 玄云一栏 语气极其冰冷 今日亲亲救你了 还有你的夫人 你夫人的命 就是亲亲的 她想如何便如何 若非你方才 没有真的碰到亲亲 你的手 已经没了 这样疏离 而阴冷的态度 让男子忍不住 打了一个寒战 差点便跪下去 她心中极为不舒服 你这是什么意思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难道你夫人救人 就是为了要别人的命吗 那我们 捕救了是吗 萱云一栏冷冷冷地反问 没等男人回答 他便已经下了命令 列峰 去 让去今别救了 把人拖出来 还给他 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 既是萍水相逢 何必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救人 人心到底隔肚皮 灾荒之年轻易听醒流言 抛弃乡土之人 本就不值得救 他指着这条路上的灾民 冷笑一声 青州乃是屯兵之地 当年 驻地建坝 将百姓 皆移至高地 坝下所居 皆是我轩辕水军 便是洪峰到来 堤坝缺口 还有水军将士 用血肉之躯去打 如今将士未退一步 你们却仓皇逃乡 这是叛逃 百姓无罪 却也无情 轩辕立国数百年 若人人皆是如此 大厦早将轻浮 这话刚说完 轩辕一兰又愤愤补上了一句 实在含无轩辕将士之心 含无我之心 去 马上把人拖出来 不救了 说到这里 轩辕一兰竟是真的动得怒了 主子 这 立峰看了眼 身后的帐篷 有些犹豫 他能够理解自家主子 当年青州水患 就是主子一手治理好的 已经保了这么多年安稳 可如今天灾 主子和王妃放弃一挑的大婚日子 不分昼夜赶来这里治理 可谁知道 还未曾靠近青州 就见这些什么都不知道 去脱家带口的人逃走 逃也就罢了 还逃得如此狼狈 连生死病痛都不顾 属实让人气愤 可是真的不救了吗 主子最关心百姓疾苦 若是真的不救了 损了一条人命 让你刚刚出生的孩子 没了母亲 主子怕是会难受的吧 主子如今深重剧毒 本就担着莫大风险和苦痛 若是在 没听到本王说的话吗 去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四百九十九集 没有水喝 没听到本王说的话吗 去 金烈风半天没动静 薛云一兰的语气 彻底冷了下来 本王 那男人马上注意到 薛云一兰的称呼 大吃一惊 什么王 不管是什么王 这都是薛云的王爷呀 他吓得扑通一声 便跪了下来 小人该死 小人 子华 你怎能又发脾气了 好在这时 风云青已经结束了旧职 匆匆地走了过来 直接抓住薛云一兰的手 你着急归着急 他们不过是一些小老百姓 将话说清楚就好 你这般乱发脾气 可是会将人吓坏了 薛云一兰 这才将身上散发的冷意 收了回去 雨小了很多 只是有些细细的雨丝 他将头上的雨帽拿出来 凉凉地扫了地上 跪着的人一眼 转过了身 放缓了雨气 那夫人 如何了 他生产的时候 造成了四类性伤口 应该是刚刚生产完 就开始奔波 或者是在奔波途中 生下孩子 方才造成雪崩 好在出血量不是很大 我已经将他病情控制住了 但是不能淋雨受寒 或者疲劳奔波 就连亲自喂养孩子都不行 否则必死无疑 你们可听清楚了 雨沙已经用一件 干净暖和的衣裳 将孩子包起来 此时 也是冷冷对男人 和那三个老人说着 女人生产 本就是和阎王爷抢命 抢赢了能获得一条新生命 若是输了 就得赔偿自己的命 刚生产 不好好在家待着 却狠心带着他和孩子 在外面风吹雨淋的 他和孩子活下来已是不易 若是活不下来 那就是你们害的 啊 那这 那男人早已经被吓住 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 之前说话那个老人赶紧道 是 这都是我们的错 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让鱼儿和孩子背井离乡 冷风冷雨地奔波 可河里的水越涨越高 好多人都说 堤坝就要绝口了 我们这几把老骨头死了 不要紧 总还是要给家里留个后 若不是万般无奈 谁会愿意背井离乡 死在异地呀 青州情况这么严重吗 风云惊皱眉 你们可是亲眼看到河水上涨 堤坝挡不住 青州的堤坝 乃是当年摄政王率领 数万的军队筑建起来的 哪里会这么容易就绝口了 就算是有心人破坏 不是还有铸流的水军 和州府的官员在吗 这青州的州长骆洪川 乃是清正怜悯 有大才能之人哪 当年摄政王还道他有宰相之才 将他留在青州为官 那是屈才了 前有堤坝 后有水军 州府官员也都是好官 你们到底有什么好怕的呀 大人有所不知 那老人的神情便得有些伤痛 骆大人已经于五日前 亡顾了 什么 全员一蓝一惊 舒德顽固了 舒德是骆洪川的字 是的 不只是骆大人 就连刘大人 张大人 赵主布 州县长 郑县长 方县城 青州 墨州 隋州 环州 成州五大 共有一条大河的州县 一夜之间 死了二十七位官员 个个都是好官呐 后来有人说 今年的灾不止河水长得快 更要命的是那河水都是有毒的 那些好官整日里在堤坝上守着 受了河水的毒害才死去的 大河里的水有没有毒 小民不知道 但我们村上的井水里确实发现了毒 毒死了好几个人 我们村上的 我们村上的那口井是与大河相连的 他们都说 这就是大河里过来的毒水 村子里就那么一口井 有毒的水不能喝 那就没有水喝了 没有水喝也是个死 小民也是不想我们一家人都死绝了 这才答应了儿子离开了村子 没有水喝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五百集 人命比草剑 没有水喝 可这天然露的水不是水吗 井水有毒 你们就不会拿一些 器皿接的雨水用吗 天水无根 本就是再干净不过的水了 你却说是因为没有水喝 所以带着刚生产的儿媳妇和婴儿离开 这也太可笑了吧 简直就像多年前的和尚一样让人可笑 想到多年前那荒唐愚昧的一幕一幕 雨沙眼中结了冰 可是有像书师说 这次天灾就是老天爷给的惩罚 河水有毒 井水有毒 天水也是有毒的 不过 他给我们熬了药汤 喝了药汤的人 才能在雨水里走动 如若不喝 也会中毒而亡 小民就亲眼看见 一个人没喝药汤 泡到雨水里 不到一刻钟就死掉了 且全身污子 皮肉溃烂 死状极其的凄惨啊 河水 井水 天水都有毒 雪月一栏冷喝一声 哼 厨云医 好大的手笔 凡是水便有毒 这不是人为的又是什么 而这个能够让水有毒的人 除了楚云医 还真是做不到第二悬想了 五日之前那些官员都死了 那一定是楚国的杀手做的 难怪楚云医 要早早跑到他们前面去 竟是为了暗杀渲源的官员 他是以为这样就能够让青州大乱 而后他再去江州闹一场 就能够让轩辕大乱吗 而后 他好趁机出兵 跨过轩辕的边疆 成全来覆灭轩辕 惩罢天下的野心吗 如此阴损恶毒 将人命比草剑 将仁义道德全数舍弃的人 又哪里配得上做什么天下之主 老人家 我们正是要往青州去 我与你说明 你儿媳妇定是不能再往前走了 你孙子也有病 他娘亲不能喂养他之后 他定然是要日日都吃热食的 否则就算侥幸活下来 也会一生病弱 他们娘俩唯一的活路 就是与我们一起回到青州 孩子我们的人会照看 我也会一路为你儿媳妇救治 选择你们自己做 如若你们现在要将人带走 我们亦是不会阻拦 若是愿意同我们一起回青州 你们一家人给我们做一个向导 多告诉我们一些 你们知道的关于青州等地的事情 这就职我便不收你们钱财 等到了青州 还会将你们妥善安置 但还有一点我也要说明 此次青州等地灾祸并非天灾为主 而是人祸为主 我们去青州 便是解决这些事情 是与我们一起走也是有风险的 这风险 也就未必比你们继续往前走小 那老人犹豫了一下 问着 夫人 小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 您与大人的身份 去解决青州的事 这是多大身份才能够办成的事情 就这么十几个人就当真能办了 若是天灾 那么天灾不可挡 若是人祸 那做这些事情的人 定然都是穷凶极恶之人 我姓凤 自云青 我父亲封号为人 凤云青只说了自己身份 轩辕一拦的 他没说 而他自然就不会说了 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凤 人 地上男子猛地抬起了头 富商凤家 得意人亡 您 您是永安郡主 那 他转过头 看向了轩辕一栏 大人是 摄政王 永安郡主 凤云青 婚配摄政王 轩辕一栏 这是连三岁小儿 都知道的事情 轩辕一栏 没有看地上的男人 只待摸道 起来吧 泥水力量 没有否认 就是默认 那男子顿时吓呆了 哪里还敢站起来 他赶紧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小人该死 小人不只是摄政王和王妃 方才还质疑王妃的医术 还对摄政王无理 小人真正该死 三个老人听了 赶紧想要下跪 轩辕一安做了一个手势 那封等人没有让他们跪下去 那老人更是连连说 回去 小民一家人都跟着 摄政王和王妃回青州去 摄政王就是小民们 顶头的天 若是小民们 连摄政王都不信了 这世上也就无人可信了 小民们这就回青州去 摄政王和王妃到了 青州就一定能保住 一定能保住的 老天爷都要给摄政王和王妃让路的 风云青有些惊讶 他和轩辕一蓝可信度 有这么高吗 能够让老天爷都让路 主要还是因为轩辕一蓝吧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戚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501集 青青真聪明 那小人去将这消息 告诉同村过来的人 男人站了起来 似乎想弥补自己刚刚犯下的错 便说了这样的话 孟朗 你站住 男人的父亲又道 你还嫌给摄政王和王妃添的麻烦不够多吗 他走上前 压低声音对孟娘道 难道你还没有听出来王爷和王妃的意思 青州等地的水有毒 那是敌国的毒计 那我们这次回青州 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天灾了 还有别的 王爷王妃肯带着我们一家人 那已经是我们家祖上积德了 若是人再多了些 就是给王爷王妃 还有这些将军们添负担了 这老人倒是一个通透之人 这也不是说他自私 而是他能想到 出了这样的事情 轩云一兰和凤云青等人 只有十几个人过来 那定然是没有跟着大部队走 如此 去青州便也不变大张旗鼓 可若是将他们村里人全部喊上 那就等于是将轩云一兰的身份 都说出去了 况且 如若水中果真有毒 而这毒果真是敌国所为 那么回去确实是有危险的 想来是他儿媳妇的情况 不得不回去 王妃才愿意带着他们的 说是帮忙当个向导 可这青州之地 摄政王也不是第一回来 未必就需要向导 想得越多 老人越发觉 自己一家人应该回去 也应该尽可能帮助 薛恩一兰等人做一些事情 哪怕是一些 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好 那个叫做孟良的男人 显然没有想到 自己父亲想得多 即便父亲已经解释过了 他还是一脸迷茫的样子 但是父亲说的话是算数的 是以他点人点头 那 都听你们的 我去看看云儿 转过了身 他也不敢再直视 凤云青 王妃娘娘 可 可以吗 去吧 既然你们一家人都有数了 那便称呼我和梓华 夫人和公子即可 是 夫人 稍微修整一下之后 众人便继续往青州前进 那老人知道的事情很多 带着凤云青 薛恩一兰等人绕过了许多的逃难难民的大路 转而是向小路回青州 不仅少了许多麻烦 而且节省了一半的路途 走了约末半日 凤云青还是忍不住 与薛恩一兰说起水有毒的事情 梓华 你说楚云一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竟然让那个河水相远的五大洲都染了毒 你怎么想的 说来听听 全员一兰却又将问题送回给了凤云青 我觉得 那井水定是有毒的 可河水和天水应该是无毒的 井水偷毒容易 因为到底处于半封闭状态 能够在较短时间之内造成多人中毒 也会随着火水不断更替而将毒素稀释 重新变成无毒 可是河水水量很大 加之一直在下雨 洪流涌入 即便是下毒也根本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或许连一刻中都不可能 如此 又如何能害人呢 至于天水 便更加不可控制了 事与我猜测 密西官员死于楚国杀手的暗杀 而后 他们放出河水有毒的谣言 又在井中下毒害死了一些人 将这谣言传开 待百姓们不敢取河水和井水而用之后 他们便派了一些人扮演百姓 容易相信的人 将百姓聚集在一起 提前在百姓身上 聚集的场地 或者空气中用毒 如此体质较弱之人 根本来不及和那所谓的汤药 便会中毒而死 又或者 不喝汤药而死去的人 本就已经被他们买通或者威胁了 这样一来 他们只需要在人群中演几场戏 并会造成人心恐慌 胆小的会脱家带口逃离家乡 而打大的 则还会冲进官府中 或者是军营 与朝廷之人产生冲突 这时 楚云亦在让人煽动点火 激发民怨 而这民怨一旦起来 自然是人祸重于天灾 那么到时五周同乱 我们解决这边的事情已经是劳心劳力 等过了年关 江中那边春雨下不来 便会进入大汉 就会有更多难民灾民 当那时局面不可控制 楚国便可以趁此机会 再犯我薰云兵官 挑起战争 嗯 薰云叶兰点了点头 我的金金还真聪明 与我想的差不多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安屋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502集 这是血债 凤云青愣了一下 夸他聪明 又说他想的与他差不多 所以这到底是夸他聪明呢 还是夸他自己聪明呢 如此一来 我们只需要向百姓解释清楚 水无毒 便能避免百姓们继续逃离 怕是已经晚了 人心安稳做起来很难 人心恐慌却极为容易 这话 凤云青是认同 人心中的安全感 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信任 都需要靠很多很好的事情 积累中才会慢慢建立起来 可伤害和痛苦 却是轻易便能够造成的 而后 便只剩下了恐慌和怨恨 楚云之所以要跑到他们前面 到达青州 为的就是安排这样的事情 毕竟若是他们到前面 早些发现他的阴谋 以薛云一兰的能力 自然能够妥善处理好 可若是他楚云一一到了前面 便会不遗余力地将这件事情 扩到最大 想到这儿 凤云青心中生出了些许惭愧 这要不是因为他 让薛云一兰形成慢了鞋 才造成楚云一加快计划 杀了那么多人 都逼着数百万百姓背景离乡 秦秦 不关你的事 薛云一兰一眼便看出 凤云青的心思 便是不带着你 以我们的速度 最多也提前两天到 舒德等人 却是五日前就去了的 他眸光冰冷 这是血债 我要让楚云一血长 薛云一兰一笑爱财 洛舒德虽然带了他一辈一份 却有大财 两人一见如故 进而成了忘年之交 若不是青州位置实在紧要 洛舒德又一心只想留在青州 守着家中老母亲 守住这一方择天福地 他是真的要将洛舒德 带回薛云黄成 举荐给兄长 做薛云的相国 为天下百姓做更多事情 那你现在有什么计划吗 凤云青感受到薛云一来 身上散发出的寒意 主动上前 抓住他的衣衫 与其温和地问着 再往前走 就进入蓝江的水系 那谁有没有毒 毒经我们也只是猜测 还是要求个真相出来的 你一起去咽一咽 如何 薛云一来如是的 好 果然 再往前走半个时辰 绕过林子 出现在眼前的 便是浩浩荡荡的蓝江 雨已经停了 之前的危机暂时过去 但是空气中湿度很大 头顶层层叠叠的云并没有散开 这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便又会下起来 这里算是蓝江上游 那水面便已经扩宽了不止一倍 阴着河中好远的地方还有大树的顶端 浑黄的水从眼前过去 水流窜急 打着一个一个的大大小小漩涡 河面上还卷着一些树木 杂尘 不时还有一些加畜尸体 顺着河流被漂去远方 前面就是大河了 大陆的老人看着他的神情 便知道 他是有些怕靠近那河水的 但是他仍旧咬着牙 公子 夫人 可要小明下去取点水来 不必 我自己去便可 风云青朝轩游夜兰看了眼 就准备跃上前去 轩游夜兰一把抓住他 来 河别危险 我和你一起去 主子 属下去就好了 立风和雨沙同时说道 无妨 那河水多是无毒的 本王和清清去去救回 就算是有毒 那么一点毒 清清虚游之间便能够挤 二人手牵着手 轻盈地朝着那江面掠去 许多年之后 当孟良宁进古西 仍旧一次又一次对自己儿孙后代说着 你们不知 那时的摄政王和王妃 真真就像鸟儿一样 不需要借助任何的支撑 就能轻盈盈地飞到大河之上 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凡人 不是凡人 那是什么人呢 是仙人 姿态 气质和内等不可思议的本事 人间那见不着 只有天上的神仙才有的呢 那 那个摄政王和王妃后来怎么样了 他们现在去了哪里呢 这个 我便不知道了 他们是神仙 应该已经回到天宫里去了吧 不管他们在哪里 他们那样的好人 都是最应该获得幸福快乐的 来 和太爷爷一起 祝福他们吧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503集 河水无毒 江面之上 凤云青和轩云玉兰停下了一棵树的顶端 不让自己鞋子和衣裳沾了水 如何 紫环 小弹 小弹 小弹解的结果出来了 说这河水 无毒 小弹顺便还检测了一下天气情况 这两日 只放音数百里面都不会的下雨了 倒是让我们多一些时间 可以处理难民的事情 不下雨自然是好的 轩云玉兰的视线露到一处家畜的浮尸上 眉头皱气 她是有洁癖的 凤云青立马反应过来 好了 搞清楚了 我们回吧 轩云玉兰伸手抱住凤云青的腰 我抱你回去 倒不是担心她自己不能飞过去 只是方才家畜浮尸着实让她觉得恶心 抱着她 闻着她身上清淡的香气 能够让她觉得好受一点 待两个人重新回到岸边 凤云青便率先对那个老人道 老人家放心吧 那河水确实雾毒 我们从下面浮桥上面走过去又行 只是云儿 姚立峰将军和吉威傅将军 用轻弓抬过去 浮桥不闻 若是从上面走过去摇晃晃的 恐怕我伤了她和孩子 她和孩子现在 也不能出来吹了冷风 一路过来 为了方便那个叫云儿的云子养伤 凤云青是照访高科技社会的医用担架 用竹子藤条和软和的棉被 做一些防雨防潮的雨伞 做了一顶只能躺下云儿一人的软窖 她就躺着 身边放着孩子 四周都用伞布遮了个岩石 之后在凤云青给的治疗室 吃饭喝水以及行方便时 才将散布打开一面 如此一来 她便能够处于一个相对平稳 温暖的环境之中 利于她产后的生产恢复 也能够让她和孩子待在一个温暖干燥地方 不会再生病 老人感激道 都听夫人的安排 麻烦诸位将军了 浮桥就浮在水面上 河水偶尔溅起来 将桥面木板打湿 若是这河水果真有毒 走着浮桥上面过去 自然是要中毒的 那孟良立马到 我 我走最前面 她虽然有些木讷 却是一个实实在在 孝顺又心善的人 心中自然想着 若是那河水有毒便塌陷中毒 后面的佳人和凤云青 薛元一兰等人 便自然不会往前走 如此 她既保护了自己家人 又报答了 凤云青对自己妻子救命之恩 倒也值得 好 你先过去吧 她知道 不管她怎么说那河水无毒 孟良等人全部不护全然心了 不如让他们自己去试一试 心有怀疑也没关系 只要心是良善便行 那孟良往后面的软胶不舍地看了一眼 并义无反顾地下了坡 走到浮桥上面去 浮桥有了人的重量 并开始轻微地摇晃 孟良闭着眼睛踏出了第一步 然后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 她睁开了眼 发现自己还活着 脚下有些积水 又才大着胆子往前走 如此走了十余步 脚下步子便越来越轻快 走到了桥中间时 她回过了头 朝岸上大喊 没毒 夫人说的没错 这河水真的没有毒 没有毒 真的没有毒 老人顿时热泪盈眶 是欢喜 但更多的却是酸痛 这都是敌国的阴谋啊 却让他们一家老小背景离乡 在风里雨里奔波狼狈 差点便断送了儿媳妇和新生孩子的性命 回家 老婆子 都怪我们听些了那些人的话 都怪我都老糊涂了 竟然会让你们跟着我一起受苦受罪 我们现在就回家 可谁知 就在这时 变故却陡然地发生 一直不知从哪射出的冷箭 嗖的一声 直直朝着浮桥上的梦娘射去 梦娘 小心 老人顿时惊呼出声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504集 我能救 扑车 扑车 扑车一声 箭头钻进梦娘的胸口皮肉处 血顿时便飞溅出来 他低下了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口处的冷箭 缓缓转过了身去 就看见许多许多箭朝着他射过来 若是被这些箭射中 他将必死无疑 千军一发之际 轩月一栏 已经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到了孟良的面前 他一把抓住孟良的手 将它往这边的岸上一扔 便有两个侍卫 稳稳将孟良给接住 第一匹的冷箭 已经被轩月一栏西树折断 散落在了他周围 他眯起了某眼 眼中泛着冰冷的光 望向浮翘对面 那边已经出来二十余人 楚云一果真狡诈 竟连这一条小路的浮桥上都埋伏了人 想要射杀孟良给他一个下马威 真是做梦 李峰 大人过去灭了他们 轩月一栏宽大衣袖处吹起来 他的声音冷得没有一丝的温度 是 主在 李峰接了命名 粗略估算了一下对方人数 就对身后人道 你们五个人跟我去 六个人握紧手中刀剑 几个跳跃便到了对面 中途遇到摄要的剑 自然都被砍断 续雨之间 那边并隐隐有了刀光博弈的声音传过来 脚面上泛起了雾 看得并不是很真气 但是留在这边的人 主要是为了防守 凤云庆这会儿已将尸位将梦尘放平 续雨一栏回来 见凤云庆已经用刀子 将梦尘中剑部位的衣服给划开 急忙到 他怎么样 这是铁剑 你知道 有多长吗 续雨一栏想了一下 便说出这铁剑的长度 却又补上了一句 楚国出的这种铁剑 多有盗钩 盗钩 那就有些麻烦了 若不是单纯铁剑 按照你说的长度 这剑只是入了皮肉 为上计肺腑 将剑头拔出 止血便可 然若是有道刺 并不能用瞒进拔剑 否则 便会造成很大的创伤面 到时血流不止 便会洗净而亡 能不能救 雪月一栏沉盛地问 王妃娘娘 你 你救救小人 孟兰的脸上 已经变得苍白起来 小人不是胆生怕死 小人家中就只有小人一个 云儿家中也只有她一个 上面还有三个老人 还有云儿和孩子 若是 若是小人没了 他们活下去会很 很艰难的 之前 之前都是小人的错 从怀疑王妃娘 您说的话 现在小人都知道了 青州的事情 都是敌国的阴谋 小人真的很后悔 带着家人离开青州 可是 小人家中真的不能 不能没有小人哪 好了 我知道 不知者无罪 你们要说话了 我能救你 但你得配合 不要着急 不要慌张 将心态放平 好吗 风云青如是对孟良说 若是遇到旁的大夫 孟良必死无疑 毕竟在这种时候和这种条件之下 遇到这么棘手的道剑 而且孟良的伤口 一直在不断地流血 并是医术再好的大夫 也是束手无策的 和他不一样 他的灵魂来自高科技时代 是优秀的外科医生 而且自带医毒系统 有成套手术器具 唯一麻烦的 就是他没有助手 全部的手术缝合 只能由他一人完成 这就要求他足够专业 并且能够在这么艰难环境下 毫不出措地完成手术 好在 论专业 他也是足够的 当初家族之人 逼迫他学了一身的医毒之术 就总是要求他 跟着到处去救人 他必须克服重重困难 将自己一个人 当成四五个人用 渐渐地 也早就练就出 非常艰难条件下的救治技术 只是隔了两室 却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还是需得小心一些 夫人 若是不能救 那老人犹豫了一下 开口想要说些什么 他当然希望自己儿子 能够被救回来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可是那种情况之下 如果救人很困难 敌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若是带给薛云一兰和凤云青 危险很大 他为了大义 宁愿牺牲自己儿子 老人家 我能救 凤云青知道老人家的心中想法 转过了头 给了老人一个放心的眼神 许是他的话 能够带给人安慰的感觉 孟良和老人都没来由地相信了 便不再多说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505集 人命关天 凤云青从医毒系统中拿出麻醉针 打在孟良身上 不一会儿便起了效果 孟良瞪大了眼睛 王妃娘娘 小人的身体不能 不能动他了 他以为自己是马上就要死掉 猛地转过了头 看向软胶 这一番折腾 软胶内的女子早就醒了 那伞部被拉开了一面 她抱着孩子坐在那 满眼泪水望着躺在地上的孟良 脸上满是悲痛和恐慌 我给你用了麻肺散烟的药物 让你身体局部麻醉 所以你不能动他 不要担心 这是再生上不过的事情 是为了防止等一下 我给你处理箭头时 你疼痛乱动 造成更大的窗面 风云青一边解释 一边拿出薄一些的刀子 手法娴熟地 利落地下了刀子 将孟良中间部分的皮肉划开 梓华 稍后我将 剪断的部分处理过之后 喊你拔剑 你便将剑迅速拔掉 风云青检查一番之后 发现比自己估算情况 还要好一点 心中稍微有些轻松 扭头看着薛云一栏 对头说道 这种时候 能与他默契打配合的 也就只有薛云一栏了 好 人命关天 薛云一栏没有半点犹豫 那三个老人 和那个叫鱼儿的女子 看在眼中 心中满满的是感激 摄政王摄政王妃 这样站在神坛上的人 竟然屈尊降跪地救孟良 他们却听信了 敌国人的话 背景离乡 害惨了自己 真是太不应该了 风云青重新将 全部注意力放在 孟良的胸口上 他换了一把更小的刀子 又拿来剪子 镊子便放在孟良的身上 方便随时拿取 自己需要的工具 他果真做到了 将两只手当作四只手 甚至八只手用 那么细的血管 他都能够巧妙地绕开 将那些 稻刺勾住的皮肉 和血管一点点挖出来 同时还有不断地止血 确定不会有更多血流出来 阻挡他处理稻刺 也确定 出血的量 能够让孟良 暂时保持清醒 清醒着 自然比昏过去要好一些 这不是薛恩一兰第一次见 凤云青做手术 可是每一次看 都会让他觉得 是无比的温暖 不管他给谁做手术 他表现出的认真 专注专业 都是那样的动人 带着一种 说不出的魅力和绝美 让他旁观 都生出了骄傲和自豪 这个女人 是他薛恩一兰的妻子 他薛恩一兰的妻子 就是如此与众不同 就是如此的优秀 他能上得了厅堂 也能上得了朝堂 他的聪慧 能赚很多钱 这一身一毒之术 能救很多的人 温柔时让人沉醉 沉稳时 连他也是要夸赞的 他的妻子 就是这般的好 这世间任何人 都不急他 把剑 薛恩一兰正深情无比地 望着凤云青 凤云青却是不知道的 时候到了 他出了声 好 薛恩一兰立马反应了过来 话音刚落 他已经用力将剑拔出来 还是有血喷剑出来 差一点便飞剑到凤云青的脸上 但薛恩一兰 及时用自己袖子挡住 并且迅速将袖子拿开 没有遮挡住 他查看孟良伤口的视线 他来不及跟薛恩一兰说声谢谢 便已经拿了针线 一边止血 一边迅速缝合 那些碎得不能再碎的皮肉 便在他的手中 很快变成了完整的 这样的能力 别说是普通大夫 便是第一声音化血尘来 怕是也做不到的 老人在旁边看的 已经是满眼的震动和惊奇 只在心中一个劲儿感觉 祖宗的保佑和积累的福德 否则 如何能够让他们一家 遇到摄政王和摄政王妃这样的贵人呢 挖道次是一个细活 缝合也是一个细活 凤云青却蹲在地上 动也不动地坚持了足足半个时辰 直到猎风等人已经解决了福桥那边的敌人 他才将那些细色的肉都缝合完毕 检查了一下 确定没什么问题之后 才将最外层的皮肉缝合起来 然后在上面撒上药粉 用白色纱布包扎 这时候 孟良身上麻药药效也已经过去 他能明显感受到胸口处的疼痛 身体本能却告诉他 他已经得救了 不会死去了 他急忙站起来 想要向凤云青道谢 才刚掌口 嘴中便被塞进一颗药丸子 生起了药丹 吞下去 有助售后恢复 这次 孟良毫不容易将药丹吞了下去 那老人却先跪了下来 夫人的大恩大德 小民一家感激不尽 若是这辈子不能报答 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 结草闲环 也是要报答的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506集 过桥 几位老人家 快起来吧 这一次确实惊险 也的确是你们运气好 遇到的是我 否则任何一个大夫过来 怕是都不能保住孟良的命了 凤云青不是一个一味谦虚的人 他救了孟良的命是真的 这条命 也只有他才能救回来 也是真的 但他这么说 也并不是真的想要人家暴打他 只是人心难测 便是轩云一兰 曾经对青州百姓那般的好 还将轩云的水军 诛扎在青州又能如何 这些百姓还是会听信谣言 做出伤害他们自己 也伤害轩云一兰的事情 人都是自私的 他们为了自己的小家 做出错误的决定 他和轩云一兰可以帮他们纠正 但是他也是自私的 他希望他们一家背负了他和轩云一兰给的恩德 那么接下来的路上 至少不要主动给他和轩云一兰惹麻烦 是 夫人一数天下无双 夫人和公子的大恩大德 我们一家人都铭记于心 我们一定会小心谨慎 定不会再给夫人和公子惹麻烦 若是夫人和公子 有用得着小人一家的事情 小人一家就是赴汤刀火 也在所不辞 嗯 凤云青只是轻声地婴了一声就起了身 可因着蹲下时间太长 只骤然一站起来 还真是有些腿麻和头晕 轩云一兰眼疾手快地抱着他 清清 这是怎么了 无事 蹲得久了 稍微有些不适应 适应一下就好了 那我帮你过福桥 轩云一兰话音刚落 已经动手将凤云青打横抱起来 凤云青顿就有些不好意思 但他刚刚给孟兰做手术 已经消耗掉不少时间 天色已马上就要黑了 他总不能再拖延大家在山中的时间 便没有拒绝 李峰 桥上都检查好了吗 轩云一兰又问下裂风 福桥那边有人埋伏 这福桥是不是做了手脚呢 这必须要检查一下 是 珠子 都检查好了 有几处地方不牢固 属下等人已经将之重新绑好了 倒是没有人为的痕迹 想来楚云一应该不止埋了这一条线 并且也不打算阻止我们进入青州 那便走吧 轩云一兰冷冷道 本盲道要看看 在我轩云的土地上 他楚云一能做什么 青州到底还是轩云的国土 虽然靠近边疆 可到底不是边疆之域 楚云一接到青州 还能总赖着不走不成 另外通知后面那些人 连夜兼城 务必在十日内到达青州 是 主子 玄鸟还没飞回来 玄云一兰又问了裂风 裂风摇摇头 那日放出的玄鸟 一点消息都没有 属下怀疑是被人给截住了 主子 能截住玄鸟的人 怕是身份也不简单呢 他并没有直接说 可能是玉龙家的人 但是意思 差不多就是这个 家里的那些人安稳日子 过得太久了 就开始闹了 等青州江州等地的事情做完 就回去恩死几个蛀虫 玄云一兰放下了一句话 就抱着风云青 大步上前去 玄鸟不畏风雨 比风的速度还要快 即便是飞便这个天下 来回也不过七八日 这次路程并不断 两日就该有一个来回 可这次却迟迟没有飞回来 玄云一兰便也知道 这是出了一地什么事 若是玄鸟飞回来 洛书得那些人的死讯 他也能早就知道 而现在 却变得更加被动了 本集播讲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黄飞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507集 朝廷命关 过了福桥 便是一股子浓郁的血腥味 小黛默默地告诉凤云青 这边足有五十余人 而猎风等人 方才是以一敌六 东说楚国的杀手探子练得好 以一敌六 自然也是不容易的 于是凤云青转过了头 对猎风等人说了一句 辛苦了 属下分内之事 猎风等人急急回道 猎风有些不好意思 只是时间仓促 没能及时地处理好 尸体和血腥味 让夫人受罪了 无妨 子华身上有竹箱 倒是能将那股血腥味 掩去一些 他这么一说 雪人一栏微微皱起的眉毛 便舒展开 他也很讨厌这股血腥味 但自己身上竹箱 能够让他心爱的女人好受一些 他便好像也好受了一些 往下的这一段路 都是沿着蓝江的岸边走 又风过来 颇有些凉意 又多了一个伤患 虽然扶着 可走起来也不比之前那般快 赶路变成了正常的走路 一直走到夜幕下来 才到了周围的一个小村子 这村子里面的人都跑得差不多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年过半百的老人家 和伤残的人 伤残的人走不动 觉得逃离村子也是一个死字 那些固执的老人 则是不想死在他乡 见到薛恩一栏一些人过来 有一个取了腿 一瘸一拐的中年男子 连连冲他们摇头 让他们不要进去村子 村里的水有毒 进去了是要死掉的 还不如趁着没有下雨 去外面的林子里躲一躲 可是一听 他们是过了蓝江上的浮桥走过来的 那人顿时大为震惊 那大河里的水不是有毒吗 你们 怎能完好无损地过来 我不是吃了什么厉害的解毒丹 并没有什么厉害的解毒丹 大河的水有毒 那都是谣言 你没有亲自去尝试过 又怎会知道河水有毒呢 可是我们村上的水 就是连同大河的水的 我们村上的水是毒的 你们村子上用的是井水吧 是的 靠近大河的村子 都是打井用水 我们村上是一起打了一个大水井 就在那边 中年男子指向已经被各种木头钉死的水井 凤云青往那边看了一眼 这样 既然村子里面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想必找一个稍微干净暖和点的房子并不难 便麻烦你帮我们找一处这样的地方 安置好后面刚刚生产的夫人 小孩和伤者 然后你把你们村子还留着的人找过来 我请问问你们村上情况如何 可以是可以 可是你们是 中年男子问着 他也不是怀疑轩云一兰和凤云青等人 而是这时候能到村子里的都是不怕死的人 也不会有什么坏心思吧 再说了 他们这一穷二白的村子 也没有什么好动心思的 陶芊 拿你的令牌给这位老乡看 轩云一兰淡淡地吩咐着 陶芊 已经是所有人中官职最低的了 是 竹子 陶芊拿出自己令牌 给那中年男子看 并道 我等是官府中人 我家大人是负责此次青州灾情的朝廷命官之一 这次到你们村子来 也是调查民情 你们无需惊慌 将所有人集合起来 大人和夫人会保护你们 你们将村子里的情况 如实告知大人和夫人便可 朝廷命官 那中年男子顿时撑着自己拐杖想跪下来 终于有朝廷官员到了 小民海青见过诸位大人 这中年男子是一个读书人 记得陶芊那个令牌 是二等带刀侍卫 能让二等带刀侍卫保护的朝廷命官 那至少也是二等的 起来吧 按照夫人说的去办 轩云一兰伸手扶了一下那中年男子 是 诸位大人跟小民这边走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姚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一刻钟之后 孟良一家人已经安排妥当 那个叫做海清的中年男子 也已经将村中留下的人 全部都聚集到了村口 这村子并不大 念乡土的人却挺多的 虽无年轻人 可数一数 却也有三十余人 今日这么晚了 还请大家过来 偷扰了 立峰开口道 然 这也是为了能更好地保护大家 让大家能活下去 我家大人和夫人 是负责青州灾情的官员 我们从轩辕皇城而来 还未靠近澜江水系 就已经见到数以万计的灾民 在风雨里脱家带口地 往吴雨的江州一带逃难 问及逃难的原因 竟然都说是因为水有毒 不仅澜江大河的水有毒 就连井水和天水也有毒 这实在是有些害人听闻了 事已 我们一到澜江 就验过了澜江的水 事实证明 澜江的水并没有毒 澜江的边上 倒是埋伏了五十多名 楚国的杀手 想要暗杀我们 阻止我们靠近青州等地 由此 我家大人和夫人认为 五州的灾祸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大河里的水没有毒 这怎么可能呢 我亲眼看见二生到河水去取水 死在了河里的 对呀 三花也是去了河边一趟 回来就中毒而死了 老田家的三儿子 倒是喝了村子里的井水才死的 澜江的儿媳妇 还没有去碰那大河里的水 就只在岸边走了走就中毒了 我这一把老骨头啊 就等着什么时候 中了毒 死了 倒也干净啊 留下这些村民纷纷议论起来 没有人相信 那大河中的水是无毒的 他们的眼里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 好像在等死 而等死 就已经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可是我们就是 蹚着澜江大河的水过来的 我们一路往青州走 这里虽不是青州 却也进入了澜江水溪 你等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 自然知道 这附近只有那一座浮桥可以走 且水位上涨 那浮桥是有积水的 这 村民们面面相去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 相信大家也很清楚 楚国一直以来都和轩辕敌对 新任楚国云帝 更是暗藏野心 前些时日 与轩辕结和平约定 不过是缓兵之计 但凡轩辕境内出了什么大事 楚国杀手和奸细 都会无孔不入地 挑起更大的矛盾 那澜江大河这边 既然埋伏了楚国的杀手 你们又怎知 那几个死在河里的人 不是那些杀手动的手脚呢 澜江大河千百年都是这么流动的 若是果真有毒 那仙人起飞早就死绝了 更何况你们可曾见到河里 有一条鱼的死尸浮起来 连鱼都毒不死 如何能毒死人呢 是啊 这话说的倒是有几分的道理 我之前怎么就没有那般去想呢 那大河里倒是漂浮过一些牲畜的尸体 可是鱼的尸体确实未曾瞧见的 那照这么说 那大河水没有毒 这是楚国人的毒计 可是我亲眼瞧见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器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她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509集 水里没毒 可是我亲眼瞧见 这时 一个约梦六十多岁的老人站出来 有些惭愧 各位乡林 不瞒你们说 我儿子走的那一天晚上 我就觉得没有活路了 就去了蓝江大河边 本来想跳河死了算了 又怕造成大家的恐慌 就咬了一瓢子水 灌进了肚子里 我回到家里 就一直在等死 只是 等了这么多十日 却也没死了 我之前以为是我运气好 咬的那一瓢子 刚好是没有毒的 可是如今听大人们这么一说 我觉得那大河里的水 可能真的是没有毒的 真的没有毒啊 那我们这么长时间 都不敢喝大河里的水 实在渴得不行的时候 连自己的尿都喝 岂不是很愚蠢 大河里的水如果没有毒 我儿他们哪里还用的招 背井离乡 跑到外面去堵货呀 那那那 大河里的水都没有毒了 咱们村里的井水 是不是也没有毒啊 有人问到了 很关键的问题 井水有没有毒 我马上去验一下 风云青说着 转身对裂风等人道 你们先去将水井上面 遮挡东西全部拿掉 是 夫人 丽风等人按照 凤云青的要求去做了 不一会儿 就将那些遮挡物 全部拿开 水井很大 可以同时满足 三四个人一起收水 丽风 先不要动 凤云青走了过去 一直站在井水边 就让小蛋去抽捡井水 不到一分钟 小蛋便给出了答案 主人 井水无毒 只是有些浑浊 想是因为大河水 为上涨的原因 嗯 打一桶水上来 凤云青放了心 让裂风等人打水 还是多打几桶吧 然后将那几桶水 全部踢到那边 井水很快被打出来 几桶水被放到众人面前 站在前面几个人 到底怕死 往后退了两步 凤云青为了让这些人 相信水是无毒的 就用村民最相信的办法 将细长的银针放入水中 不一会儿 拿上来晾给众人看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便是银针适毒 若是银针变黑 则代表着水中有剧毒 可是大家看 这银针并没有变色 没有变色 银针真的没有变黑 这 这井水也没有毒 所谓眼见为师 这样一来 这些村民们总算看到了希望 纷纷都亮了双眼 一个胆子大的 还站在前面去看 能毒死一个人的毒 那定然是剧毒 既然是剧毒 银针一般都试得出来 只是却不是所有的毒 都能够用银针检验出来 事已 我还会多用一些方法来验一下 烈风 将我们在山中捉的猎物拿过来 刚刚经过林子时 烈风几个人去山中转了转 打到了一些猎物 去的时候 凤云青让他们尽可能活捉 他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毕竟活的东西 没有死的东西带的方便 这会儿 他总算知道凤云青 要这些猎物做什么 很快 用绳子拴着的野鹿 野山羊 和三两只野兔 五六只野鸡 很快便被带了过来 将井水 给这些动物喂下去 凤云青吩咐着 大家一起动手 将水给猎物灌了下去 然后等着看猎物有什么反应 一刻钟过去了 两刻钟过去了 半个时辰过去了 那些猎物不仅仅没有一点中毒的迹象 反而因为去到更为空旷的地方 变得更是活泼起来 凤云青便笑了 好了 这些猎物会的井水并没有中毒 这证明井水确实是无毒的 若是这位乡亲家有大姑 就抬到村里面来吧 刷了热水 我们今晚将这些猎物都宰了 饱餐一顿 有有有 我家里就有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戚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五百一世纪 身份无大小 那瘸腿中年男子说道 我相信大河里的水是没有毒 我们村上的井水也是没有毒的 那天水就更不可能有毒了 之前说有毒的那些人 肯定是敌国的戏作 那些天杀的戏作 竟将我们村里的人害得这么惨 大人 明天一早 我就去附近的村子里 将敌国的阴谋都告诉他们 我就喝水给他们看 只要喝不死 我就一直喝下去 我一定要将这件事说出来 除非那些戏作出来弄死我 对 我也去 我以前当过兵 还有幸跟过摄政王 虽然我只是小兵 从来也没有见过摄政王的面 但是摄政王与我们说过 国家之势 匹夫有责 若不是变成了残匪 我现在就守在蓝江边上了 我不走 就是想等着朝廷的人过来 看看我还能做些什么 一个双手都没有的残疾人如是道 弯国兵 哪个营旗之下的 轩云一来目光落到那人身上 海青营 那人有些不好意思 海青是我弟弟 我退伍之后 家中生了幼帝 就给幼帝取名海青 轩云一来点了点头 他的年纪看起来 确实比那海青要大上七八岁 这一对兄弟都成了残疾 可是骨子里的热血却还在沸腾呢 清源 你是青海营的副将军 认一认此人 是 主子 侍卫里面站出一个人来 看了眼内断了手脚的男子 马上道 此人名海东 乃是营中火赋 七年前流沙河一战 拿着菜刀上了战场 作战勇猛 却被敌军大刀断了双手 营中给了他十两黄金 一路护送他回到了家乡 那年 这附近闹山匪 他的右弟刚出生 就被山匪绑了票 送他的士兵将山匪悉数剿灭了 他弟弟 就是在山匪手中伤了腿的 营远一兰身边的每一个侍卫 都是军中某将 贤士与他一起回到营远王城 平日里接受他的任务指派 同时在圣人王府训练新兵 跟着营远一兰一起研读兵法 战时就回到军中 成为军中的将领 青州水军有五大营 海青营便是其中之一 青园作为海青营的副营长 海青营三万将士的名册 以及画像 他都铭记于心 这也是圣人一兰 对他这些军中将领的 最基本的要求 熟悉自己每一个士兵 熟悉他们的特长性格能力 才能在行军作战的时候 将他们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熟悉一兰能够百战百胜 靠的不仅仅是他军事才华和谋略 更重要的是军队上下 不论职位高低身份大小 都能团结一心 而这团结 靠的是平日里面倾注无数心血 知己知彼 知己在知彼之前 那男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他知道 海青营的副营长 是叫青营的 但是海青营的副营长 不止青营一个人 青营却是最神秘的一人 只因他常年跟在摄政王的身边 与营长一样 直接听命于摄政王 可是青营如今是这位大人的侍卫 莫不是这位大人 并是摄政王吗 既然是你的兵 他们兄弟明早去别的村上 你跟着去 务必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是 主子 青营接了命令 他虽是退伍的病 可重新帮着朝廷做事 去澄清水无毒 自然也是有功的 酬劳也是要给的 既然退伍的时候给了十两黄金 这次便也给十两黄金 作为酬劳 十两黄金 已经是寻常百姓一辈子的用度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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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多了 那海青憨憨地笑了 有钱 他自然高兴 海东拉了他一把 既然是大人给的 我们便拿着 他跪下来 谢大人和夫人体恤 他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但是严明的军中纪律让他知道 薛恩一兰和凤云青 并没有说明身份 那他就不要提起 接下来 便是载鹿沙羊 煮肉烧火 无比愉快的一晚 半夜的时候 凤云青迷迷糊糊地睡着 见薛恩一兰在前头的屋里 问裂风几人 都解决了吗 本集播剪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气女 圣虫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有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 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五百一十一集 敌国细作 还有一人没有解决 裂风犹豫了一下 那人有些特殊 是谁 就是那个海青 什么 凤云青一下就惊了起来 裂风 你说那个海青怎么了 裂风往屋里面看去 就想见凤云青 已经披着衣裳 站在了门口 既然一拦急忙走过去 将凤云青衣裳 拢得更紧一点 齐青 你怎么来了 这外间风大 夜里寒凉 衣裳要好好穿着 说着 他又帮凤云青 将衣裳带子挤挤 子华 方才你们在说什么事情 我可以知道吗 凤云青问着 他隐约猜到 楚云一手的江边的人都被灭杀 他肯定会得到消息 又或者是 除了江边的人 还留有后手 比如这个最靠近 蓝水系的村子里 就很有可能 会留着楚国的细作 或是帮楚国做事之人 今晚 雪人一兰带着人 大大方方住进来 外面那些人定会有动作 到时再趁机 将他们悉数处理掉 逼风半夜里面奔忙 为的定然是这件事情 只是这件事 怎么又扯上那个海青了呢 那海青 是他们进村子之后 遇到的第一个人 说起来也有些刻意 可是看那人老实敦厚 又是一个残缺之人 当初海东退伍 领了十两黄金 他们家应该是 这个村子里面 最富有的人家才对 不至于去帮敌国做事吧 裂风 王妃想知道 你便与她说说 雪人一兰牵着凤云青的手 带她到火盆旁边坐着 是 王爷 裂风道 随即面向了凤云青 王妃 今晚王爷命属下等人 将这村子里外 埋着的暗桩子拔掉 属下已经处理了五人 这五人都是楚国的人 然还有第六个人 一直都在帮这五人打掩护 虽然他做事 很是小心谨慎 然还是让属下 发现了端倪 已经确定 那人就是海青 与此同时 海青海东的家里 因着海东的抚恤经 海家确实成为村里面最富有的人家 修缮了老屋 又盖了新屋 院子也扩大了一倍 屋子前面是一个池塘 后面靠山 位置是极好的 周围都是自家的地和林子 倒是和旁人隔开了一段距离 但是也更加方便海青在黑夜里活动 他往日里都是从后山上翻进院子里面 他的屋子就在后院 兄长海东住在前院里 而且兄长在军队里面练穿的习惯 做戏和时间很规律 睡得比较早 自然就不会发现他夜里面都去做了什么 可是今晚不一样 海青心里清楚 薛元一蓝 凤云青的身份有多么的尊贵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竟然能够跟战神王爷 那么近距离的接触 在他的心里 薛元一蓝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以前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远远地看上摄政王一眼 可没想到 这个愿望今日竟然实现了 并且 摄政王倾口让副营长清源 保护他和弟弟的安全 让他激动得根本睡不着觉 他又想到 明日他和弟弟 就要和副营长清源一起上路 清源是朝廷命官 而自家弟弟说话又总是心直口快 若是一个不小心惹的清源不开心 该怎么办 他得好好叮嘱叮嘱海青 让他明日里面说话做事都注意分寸 这么想着 海东在自己房中收拾了一下 便来到后院中 可是敲门之后却并没有人应答 他有些疑惑地推开弟弟房门 发现床上被褥里面 放着的竟然是一个枕头 弟弟海青并没有在房间中睡觉 他的心顿时就悬了起来 这么晚了 弟弟一个瘸子能到哪里去 难道是起夜了吗 想着他就坐在弟弟床上 打算等弟弟回来 可是等了半个多时辰 也没见海青回来 他心中就生起了很不好的预感 他在屋子里面走来走去的 有些着急 这一着急 无意之中便碰到弟弟洗脸用的架子 可谁知那个架子竟然是可以移动的 他将之转动了半圈 却赫然发现 弟弟房中竟然有着一间密室 他走了进去 本集播剧完毕了 别忘了订阅评论哦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神医戚女 圣宠九皇妃 作者 我是素素 摇狗命和他的小伙伴们领衔演绎 监制 阿巫工作组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五百一十二集 叛国之图 密室里面放着一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足足百两的黄金 一张楚国任命海清为先锋将军的任命书 上面还写着楚国皇帝楚云义的名字 还有一枚官印 一套官服 周围的架子上 却放着许多暗器 以及一些瓶瓶罐罐 瓶瓶罐罐之上 也然写着 河水之毒 井水之毒 天水之毒 断肠散 漆不毒 等等 这些东西 竟然全部都是毒药 最让海东震惊的是 这墙上还放着一张大图 全村人的名字和画像都在上面 那些之前在村民眼中死去的人 被一笔划掉 还标注了死亡的顺序 那些人的死 竟真的是一场蓄意谋杀 而主使这一切的人 竟然是他以为目不时钉的弟弟 他的弟弟是楚国的细作 是个可恶可垂的叛国之徒 是个双手沾满血腥的杀手 海东吓得直接跌坐在地上 意外发现的真相就像一颗惊雷 在他脑海中轰然乍响 让他全身颤抖起来 他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去做 直到好一阵子 他才反应过来 如今摄政王等人边住在村子里 弟弟这大晚上不在屋子里面睡觉 难不成是想对摄政王他们做些什么吗 不行 他必须要去阻止这件事情 海东从地上爬起来 惊欢地往外跑 他刚刚跑出密室 就听见后院有动静 他站在了窗边看了一眼 是海青一身的黑衣翻墙进来 他脸色顿时间变成了惨白 难道海青已经得手了 他用自己没有手掌的双臂 捧了一个大坛子 守在了门后面 海青刚走进来 他就将那大坛子狠狠砸在了海青的头上 挫不及防的海青 便直接被砸在了地上 晕了过去 海东便冲过去 用脚和手和牙齿 将海青给绑了起来 等海青醒过来之后才发现 自己被结结实实捆绑在地上 他的兄长海东也坐在地上 一双眼睛无比愤恨地盯着他 兄长的身后 那间密室门已经被打开 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 你绑我做什么 海青尝试挣扎了几下 也没有将自己身上绳子正脱开 我帮你做什么 我倒是要问问你 你大晚上都出去做什么了 海东痛心疾首地问着海青 弟弟 你告诉大哥 那密室里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你果真是楚国的细作 海青神情顿时冷了下来 又看了一眼那个密室 冷冷地回答 哼 既然你都看见了还有什么好问的 不过大哥 我可不是什么楚国的细作 我是楚国的先锋将军 我是有官职和官宴的大将军 大将军 楚国的大将军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海东气得上前就踹了海青一脚 你是宣援人呐 海家族族辈辈都是宣援的子民呐 你竟然会去做楚国的什么大将军 这是叛国 这是贝族望宗你知不知道 什么贝族望宗 这分明就是在光宗耀祖 海青脚变着 我是宣援人 海家祖祖贝贝是宣援人 可宣援给了我什么 给了我们海家什么 我们祖祖贝贝就待在这么一个小村子里 就算有钱都没地儿花的小村子里 做最下等的小民 大哥 你去当了兵又得到什么 不过是断了双手 连抚恤金都只拿了十两黄金 可是我只需要帮楚国做一件小事 就能得到一百两黄金 这不是更划算一些的吗 大哥 今晚你既然都知道这些事了 你帮我 你帮我将这些事情做完 楚国皇帝说了 只要我能帮着他让五州大乱 他就能趁其发兵 到时候覆灭了宣援 我就是最大的功臣 别说是一个大将军 就算我想做宰相 都会让我去做 你想做宰相 你知道做宰相需要些什么能力吗 还想做楚国的宰相 难道你不知楚国明文规定 残缺人士不得为观 这一会儿一下里激怒了海青 他横横道 是啊 我就是个残疾人 可如果不是因为你去当了兵 那些山匪怎么会以为我们家有钱 怎么会在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抢走了我 可是宣援的士兵就连去救我都会迷路 都去晚了 都要让我变成一辈子的瘸子 是宣援先对我不好 先对你不好 先对我们海家不好的 我为什么不能起来悬缘 选择楚国 他们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表现优秀 就不会嫌弃我是个残疾人 就会给我为观为象的机会 他们都瞧得起我 你凭什么瞧不起我 哼 我就知道 你一直以前都瞧不起我 从小到大 你们什么事都不让我做 明明都是残疾人 你可以做的事情 我也不可以去做 不就是瞧不起我 嫌弃我吗 那我就偏偏要做一件大事出来 让你们所有人都看看 就算我是个瘸子又怎么样 我能做大将军 我还能做宰相 你 你简直于不可及 海东气的连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本集播剪完毕了 也忘了订阅评论哦 我订阅评论哦